第1601章 而她盯着我 我就听见她宽袍大袖下面 传来了一阵响声 哗啦 珠子相撞的声音 是 算愁 下一秒 面具脸美女的嘴唇微微一勾 头顶轰然一声响 数不清的东西 对着我们哗啦一声 就砸了下来 我立刻要把自己人给护住 可以转手的功夫 那些东西挡住了我们所有可能避开的退路 就好像现在这一切 对她来说 跟电影的回放一样 她已经看过一次了 我立刻抬起七星龙拳 龙气猛然炸起 全部瓦力轰然被震碎 太好了 好歹能防住 但是下一秒 成星和立刻说道 七星 往北躲 往北 果然 那一片瓦力被挡住 更大的一片穹顶 直接从上头落下 她知道我抬手去挡的位置 故意提前选了穹顶脆弱的位置 简直是个陷阱 咻的一声 原神功猛然炸出 凤凰毛跟着赶上 轰的一声 那个穹顶的碎片 这才轰然炸开 又躲过了 可还没等我们从 死里逃生之中喘口气 白货香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啪响 啥情况 只听轰的一声 那些砖石瓦力之中 炸出了数不清的灰色雾气 鬼眼鹅 一步一步 全在那个胭脂剂的预知之中 白货香抬手一片药 这个药的气息 跟之前的不太一样 浓烈又辛辣 好像 是她平时不肯用的杀生药 这次也是万不得已用出来了 下一秒 哗啦一声 鬼眼鹅下血色地 坠落在了我们身边 这女的跟从未来穿越过来的一样 程兴河把几乎将我们 半埋起来的鬼眼鹅剥拉开 气喘吁吁 怎么过 苏寻开了口 就还剩下三个小时了 在阵里 她也测算得出时间 偏偏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李北斗 可算追上你了 熊皮人 卧槽 哪怕淳于红和江彩平合力 都没拦住她 下一秒 她抬起了手来 光的一声 一道雷光 瞬间就把这个狭小的涌路贯穿 她是下定了决心 要一雪前耻 我机灵一下 立刻躲在了刚才那个 从天而降的穹顶 一块比较大的碎块后面 只听面前啪的一声 穹顶立刻成了渣 程兴河他们呢 一低头 这才松了口气 还好 成狗鸡贼 在最后一瞬间 拿出了水母皮 一帮人不知道藏到了哪里去了 虽然扑鼻子硫磺味 应该人是没事 不过熊皮人并不在意 他本来就不是为了 程兴河他们来的 目的也只有我一个 只见他闲停漫步似地靠近 抓你还真是费了点功夫 不过 你这一趟 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接着 熊皮人对着胭脂剂一拱手 惊扰仙子了 我这就把这个冒犯神灵的东西 抓回去 还仙子一个清静 前有狼 后有虎 是彻底把我 给堵在这里了 但我立刻转身 看向了胭脂剂 你就不想知道 你为什么会沦为 今天这个地步 胭脂剂的细眉一皱 地步 是啊 我刚才就读出了他的面相 但是他的手实在是太快了 我根本就没有跟他说话的机会 熊皮人因为有这里的全部信息 立刻大声说道 仙子不要听这个灾心信口词黄 仙子的仇人 是仙子亲自结果的 不是叫懂别吗 那个狼心狗肺的表哥 我立刻说道 不是他 另有欺人 胭脂剂的眼神凝住 而熊皮人生怕我说出什么来 雷公追一下 就举了起来 放肆 还敢在仙子面前胡说八道 雷光一闪 我立刻说道 我要是现在被杀死了 你就没机会了 下一秒 雷电再一次贯穿了整个永路 硫磺气息炸起 我瞬间绝出 自己的头发全部竖了起来 但是 浑身还是完整的 胭脂剂 改了熊皮人手腕的方向 我厚脖梗的毛一下 就炸了起来 刚才胭脂剂对付我的时候 似乎并没有用权力 也许 他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 想慢慢折磨我 简直万幸 果然 熊皮人领略到了哲仙的本事 知道自己未必是对手 瞬间就咬了咬牙 仙子 你已经不能再乱因果了 我趁机说道 你觉得 仙子在意乱不乱因果吗 仙子在意的是 当年那个仇 有没有抱对 身陷淋雨 到底值不值 而胭脂剂冷冷开了口 我凭什么相信你 简单 我答道 你被贬折下凡 就是因为一个男人吧 他跟你有约定 你是存心下凡 来找他的 对不对 胭脂剂的眉毛极长 是极为重情义的 偏偏夫妻宫多了一个凹陷 这是为情伤身的意思 他跟那个少年郎 不止一世的情缘 还为这个情缘 付出了很多 那你说 真凶是谁 胭脂剂的声音冷了下来 看来我说对了 他算是认可 我的能力了 我冲着胭脂剂一笑 咱们做个买卖 我告诉你一件真相 你就帮我做一件事 是啊 他确实能预知未来 可他要是不帮我 我就不会说出真相 只有重前因 才能得后果 我回头就看向了熊皮人 微微一笑 你帮我把这个家伙解决了 我就告诉你 熊皮人立刻后退了一步 而胭脂剂一抬手 数不清的砖石瓦砾 瞬间就将熊皮人给掩埋住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就是哲仙的本事 他人偶一样的眼睛盯着我 说 他的手 在微微发颤 你真正的仇人 其实是你那个郎君 我说道 是他请那个表哥进去的 胭脂剂的眼睛一按 不可能 他身上不自觉 炸出一股子煞气 我一个没站稳 差点也摔了一个跟头 但被他一把揪住了 因为 他怕你 我答道 答应娶你之后 只怕听到了什么蛛丝马迹 是后悔了 他的夫妻宫 是极为晦暗的 不光晦暗 而且凹陷并不均衡 看得出来 他可能为了那个男人 付出了一切 可那个男人呢 背信弃义 第1602章 陆皮册子 他脸色一下就变了 他怕我 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在一起 为什么要怕我 话刚说到了这里 程兴河的声音忽然炸了起来 七星 小心 哗啦一声 身后一阵巨响 一道破风声 顺着地面炸起 犹如一道海浪 对着我们直逼了过来 熊皮人 他看出来 这个哲仙已经跟我 站在同一阵线 现在再不出手 就再也没机会了 我立刻翻过身子 仙子 你要是跟我多说一些 我也许能找到他怕你的原因 他全心全意 都投入到了这个感情之中来 新婚之夜 遭受这种厄运 怨气就大成了这样 事情背后还有反转 他自然更忍受不了了 我只觉得空气一震 数不清的砖石瓦砾坍塌了下来 挡在了那道光前面 所有的石头同时炸开 熊皮人的身影 顿时跟落叶一样震出去了老远 这就是哲仙和人的区别 而他一把抓住了我 死死盯着我 你告诉我 从中作梗的到底是谁 原来 这个哲仙还在天上的时候 是掌管筹算的 爱上了一个神灵 那次他经过天河 失足落水 差点出了大事 是那个神灵把他给拉上来的 在他眼里 那个神灵 简直跟冉冉升起的太阳一样 耀眼琢目 可这个时候 上头出了一件大事 很多神灵被牵连 他钟情的那一位 也在被贬折之列 而且 犯的事还不小 神灵完全被斩断 成了个普通的人 再也没法重回天界 他虽然 没有被牵涉其中 但是心上人下界 他没法 在上面享受 于是故意犯错 就等着被罚下去 事情顺利 他被处罚在凡间吃苦五十年 本来他要降生的人家 穷困潦倒 重男轻女 他会被卖为奴婢 忍受鞭打 以此赎罪 可没想到 他被那青天间正观测到了 收成养女 青天间正知道他的身份 天天拿他 当个神仙供着 他知道 这对他没好处 也拼尽仅存的神器提醒过 可青天间正哪敢拿他 当常人对待 他少吃了很多苦 这反而是他的命数 前头少吃的 后面一定会补回来 他当时只想着 但凡能下来找到心上人 再多的苦 也值得了 他测算出了心上人的所在 想方设法 要跟心上人修成正果 哪怕凡人的命数 只有几十年 只要能在一起 就值得 他也知道 自己的事情绝对不会顺利 婚礼上会有大劫 就提前告诉新郎 不要救人 可天命不可为 闯入闯为的 不是新郎 那个年代的人 跟现在不一样 那种奇耻大辱 每个男人都受不了 他见到了新郎 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 这一世 还是有缘无分 他心里有了恨 为什么 为什么付出了一切 还是只落到了这么个下场 他不甘心 劈死了表哥的那道雷 是他引来的 恕罪并罚 他连人都做不成了 心里只剩下了恨 恨死新娘 跟足月死胎一样 怨气本来就大 何况他的出身 他成了一个极为强大的怨灵 就在这个时候 江仲离出现了 江仲离跟他说 这样下去 你迟早要被图神使者解决了 连轮回都入不了 这一切 才是白费 他盯着江仲离 问 我还有退路 江仲离一笑 有 他不是不清楚 唯一的退路 就是做滔天的功德 可滔天的功德 怎么做 江仲离就告诉他 眼下有机会 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局 能保万世平安 你如果能参与进去 功德圆满 不光能赎罪 说不定 还能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 跟那一位重聚 这叫谁不行动 江仲离 我立刻看向了 被打出去 老远的熊皮人 他是江家的人 我答道 江仲离生性谨慎 既然有这里的地图 肯定有关于你们这些 小真物的渊源 哲仙看向了熊皮人 熊皮人已经觉察出 不好的来了 手里一响 一个呼哨就放了出去 脚步声立刻聚拢了过来 可哲仙比他们都快 熊皮人像是被看不见的绳索 死死缠住 直接被拉了过来 落在了地上 哲仙手一翻 一个东西 从熊皮人身上升腾而起 是一个陆皮册子 这个陆皮册子上 标注了很多风水符 我现在已经能看懂 大部分风水符了 泛黄的书页 哗啦啦翻过 停在了其中一夜 双柳桥折仙 经筹算 某年某月 见其郎君 动之以晴 小之以礼 我心骤然一景 这个折仙怨灵 果然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江仲黎知道了他的身份 故意提前到了新郎那里 告诉新郎 这个新娘子不是人 她会预知未来 是天上下来的 新郎什么都不记得了 只觉得新娘是个异类 可怕 她问 能不能退婚 江仲黎反问 你觉得呢 前世是上头的人 今生是官员养女 退婚的话 他们家还有好日子过 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新娘自己改变主意 那个叫董别的新郎 是个亡命之徒 本来就活不了了 他是新郎请来的 你帮我逼死新娘 我帮你照顾家人 江仲黎知道会成功 因为哲仙和那个新郎 本来就是戴罪之身 这一下来 就是要受罚的 这是他们该受的劫难 他只不过是顺水推舟 但是 能得到一个强大的 能镇压大政物的怨灵 为了这个四项局 他到底用这种 逼出怨气的法子 害了多少人 哲仙没有出声 他的眼神一开始 是凝结的黑色 可现如今 那种凝结也散开了 只剩下了茫然 为什么 他重复着一句话 为什么 没别的解释 这是命数 外面的脚步声更密集了 我趁热打铁 你不想报仇吗 来的 都是江仲黎的子孙后代 我回头看着那些江家人 是啊 江仲黎给你们 打下了这么多年的江山 他也清楚明白地 告诉了你们退路 可你们不听 贪婪 是会招来祸患的 这位哲仙 不可能再守在这里了 他要给自己 这些年的不甘 讨回一个公道 轰的一声 这个涌路发出了 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跟程兴和他们招了招手 我们可以走了 这地方 有哲仙帮我们守 下一步 就是那个大震物了 我已经把熊皮人身上 抢来的册子 装在了怀里 第1603章 欲梦三层 这地方的涌路 已经开始坍塌 很多将家人和图神使者 涌了进来 可刚一进来 光的一声 仙头部队 就被震出去了老远 图神使者张罗着 要把散神司拿出来 可哲仙知道 他们每一个下一步 他的怨气 全部散发 不 应该说是炸出来了 天地几乎一起翻转 我和程兴和他们抓住机会 就从永路里窜了出去 可就在这一瞬间 我抬头 就看见了永路上的裂缝 弯转下 露出那里的白土 这叫挂博 是大凶之兆 做买卖的路上 只要看见了 立刻打到回府 博是什么意思 白金 吊销的时候 才会记白金 挂是什么 立业 人们讲的立等可取 立刻都是这个意思 结合起来 是凶事马上要发生 从这里过去 会出事 可不从这里过去 我们身后已经没路了 程兴和绝出来 回头看着我 拉了我一把 七星 你等什么呢 我反手拽住他 先别走 凶事具体从哪个方向 哪个时间来 如果不能预测出来 我们就跟在断头台下 跑过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柄立刃 就会落在我们头上 预知梦 对了 现在要想预知未来 就只有一个法子 就是预知梦 只要预知梦练成了 那就能精准预测出来 危险是从哪里发生的 我立刻闭上了眼睛 我冲破了二层 但是三层一直没冲破 后面一片大乱 显然 图神使者也一起追过来了 折仙的本事 我们看见了 是厉害 可对方是图神使者 人手又那么多 不可能阻挡一辈子 我吸了口气 努力把气凝聚起来 往上冲 那个位置 会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 那些吵嚷的声音 越来越大了 程兴和在一边 骂了一句娘 凤凰毛甩手飞出 哑巴兰他们也跟了上去 显然 那些图神使者 马上就追上来了 快点 快点 我闻到了扑鼻子的血腥气 心里忽然有个声音 这件事情 真的能成功吗 我咬住了牙 不试试 怎么知道 一只手冲着 我就抓过来了 可啪的一声响 金丝玉尾毫不留情地转过 温热的液体 溅在了我脸上 就在这一瞬 惊气猛然往上一冲 我眼前就出现了一个画面 前面15步左右的位置 有一个陷阱 我猛然睁开了眼睛 成狗 我大声说道 听我的 往前走 越快越好 别回头 这个时候 虽然哲仙已经挡住了大部分 可还有不少 穿破了围墙 冲着我们追过来了 程兴和他们听见 立刻奔着前面冲了过去 而我站在后面 举起了七星龙拳 果然 就在程兴和他们穿过的一瞬间 涌露那面画满眼睛的墙 猛然崩塌 后面出现了数不清的白色东西 数不清的手 是其他涌露的证物 这东西 我认识 在三清盛会上见过 形状很像是白塑料袋 据说是银河的特产 抓住了 就不会松开 程兴和他们 自然大吃一惊 可我先一步 已经准确无误地 挡在了缺口前面 跑 程兴和他们 立刻往前跑了过去 七星龙拳一转 精气扩散 消下了一大片 要不是能提前预知 我们全得被缠住 江仲离是厉害 天上飞的 水里游的 就没有他抓不到的 这东西应急熟水 效果极其霸道 而且 我第一次看见 这玩意儿能离开水 在汉地里出现 搞不好是被江仲离 用了什么法子变异了 七星 前面是程兴和他们的喊声 快点 我是想跟上 可我要是不挡着 大家都走不了 别管我 我扯着嗓子 越快越好 我这就跟上来 我没回头 但听得出来 程兴和折过来就要帮我 可却被扯住了 苏寻 都走到了这里 谁也不能浪费时间 成狗 往前走 我大声说道 我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 你自己 这个时候 每一秒 都是珍贵的 程兴和没有在吭声 脚步声终于响起 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 跑过去了 但愿 他们能顺利找到证悟 可是 没有我这个破局人 会不会遇上危险 相公 你放心不下 是不是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熟悉又温柔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江彩萍 我一愣 接着就是一阵踏实 他回来了 可是下一秒 江彩萍就说道 相公 你先走吧 这里 起来挡着 我一回头 就皱起了眉头 江彩萍走的时候 身体还是正常的 可现在 已经淡化了一半 刚才挡着追兵 他耗费了很多 那不行 现在 你不是这些东西的对手 我吸了口气 把前面的白塑料袋劈开 跟他们跑 可白塑料袋 极难对付 有些竟然胶着在了七星龙泉上 牺牲自己 把锋芒缠裹了起来 而后面的那些白塑料袋 趁机接二连三往前涌 江彩萍微微一笑 只是有件事情 且有些后悔 还不曾 真的跟那个老板娘那样 肆意妄为一词 话音未落 他扬起了袖子 风声呼的一下 从耳边掠过 我整个身体冲出 重重地落在了远处 而他自己 抬起了宽袍大袖 决然一身 挡在了那个缺口前面 好像一朵冉冉升起的云 他转过脸 对我微微一笑 江彩萍 一股子极其强大的煞气震出 我还没折返 回去追他 身体已经被冲出去了老远 耳边听到了 他温柔的声音 能给相公做点什么 且高兴 我还想挣扎回去 可面前的涌路 已经全部坍塌 江彩萍 没有谁能回应我 身后只剩下一堆砖石瓦砾 他把退路切断了 我抬起了七星龙拳 想把石头给挖开 可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正在火头子上 想也没想 就把这个人掀翻 这个人重重跌在了地上 还是跟我建立 国君 您 不能回去了 这里的动静 会把其他的阵物引来 是淳于红 无极施刀枪不入 更何况他生前就是飞虎天将 人是没什么 可身上的甲咒 也已经七零八落 刚才一样没少吃苦 我不能丢下他 可他一把拦住了我 国君 路已至此 您应该向前看 您若是想破局 大阵物 还在前面 现在回去 没用了 没用了 这三个字 像是炸在了耳边的一道雷 第1604章 眼睛之门 我忽然就想起来 他在白虎局对我笑 相公说过 雄者乌有剑 此者那只 可不能说话不作数 也或者 吉人自有天相 淳于红小心翼翼地说道 那位是个鬼仙 不会就这么轻易地魂飞魄散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他拼尽一切 不过是想我平安 我不能让这一切白费 我咬了咬牙 转过了脸来 眼前的路错综复杂 他们会在哪里 金毛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上来就咬我的裤腿 这家伙还等着我呢 但是看得出来 金毛的表情 跟之前不太一样 前头有事 我立马跟了过去 同时寻思了起来 刚才的一切 发生得不对 那个陷阱 是谁设下的 白塑料袋虽然厉害 可未必 有这种人一样的智慧 穿熊皮的 可熊皮自身难保 怎么可能越过了 折仙在前面设陷阱 这个地方 还有其他人 想置我们于死地 金毛领着我往前一跑 就示意我 不要吭声 我立马就听见了 一阵说话的声音 李北斗到底上哪去了 你们不说 是在害他 我心里咯噔一声 是几个很耳熟的声音 果然 悄无声息地上了墙 就看到一大片迷宫被破坏 成了一片废墟 白货香被九星连珠网给罩住 可苏巡 程兴和 雅巴兰 都护在了九星连珠网前面 面前倒下了不少人 我心里一沉 天师府的也来了 你们这帮老王八蛋 欺负个女的还这么来劲 程兴和冷笑 真是乌鸡屁股插铃 愣冲大尾巴音 没错 我们已经被你抓住 也认倒霉了 你们还找我哥干什么 精灵眼 鬼雨凉 全来了 一个天师府的老资格立刻说道 我们自然是来劝你们 回头是岸的 四项局是个什么地方 真要是出了事 你们谁担待得起 就是因为李贝斗帮过我们 跟我们天师府又有渊源 我们才过来 呸 这个时候 又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了 我心里一紧 汪疯子 好吗 今天要在玄武局搞个大杂会了 该来的 不该来的 全来了 汪疯子脸色发青 自从上次被我吸走了一半的刑期 这人差不离是要废了 可他现如今不太一样 身上又有了一些古怪的刑期 妈的 真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头顶上有三清老人之一的 哭大先生撑腰 不知道从哪里给他补上了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而汪疯子往前一迈步 哑巴兰已经有了戒心 剩余的金丝玉尾对着他就卷 可汪疯子一抬手 咔的一声 那段金丝玉尾 也啪的一下碎开 哑巴兰一愣 汪疯子一笑 你们兰家一帮阴阳人 留着力气在家里绣花吧 对了 你那个祖爷 不对 祖奶奶 不是说曾经抓过麒麟吗 现在 还能拿得起妙筒吗 他就是故意 要击哑巴兰 可哑巴兰 是最经不住击的 越是这种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家族 就把名声看得越重 这汪疯子话音未落 没等着诚心和拦着 他甩手 就把剩下的金丝玉尾扔下 一脚跟颠球似的 踢起了一大块石头 对着汪疯子就砸过去了 可汪疯子没动静 他身边窜起了两个东西 直接把石头撞破 是两个我没见过的一兽 卷毛 青色 看上去像是石狮子 但是 腿上有翅 这东西 是上头一屎的 这两个东西咬开了石头 嘴边喷勃出了 一股子白气 很凶 他的竭林雾 两个东西 奔着哑巴兰就扑过去了 哑巴兰立刻后退 可那一对青狮子速度极快 上去就奔着哑巴兰咽咬 其余的那些老天师们看见了 尤其是精灵眼和鬼雨梁 都露出了不忍直视的表情 可没人拦得住汪疯子 这个死亡八蛋 上次便宜他了 我正要扑出去 下一秒 成兴河的凤凰毛一甩 一个青狮子 瞬间被打了眼睛 滚落在地 另一只 则被数不清的元神剑逼退 可哑巴兰身上 已经有了一条一条的伤 哑巴兰刚一低头检查伤口 汪疯子已经扑过去了 一脚压在了哑巴兰的咽喉上 我的心疏然一痛 被罩子里的白货 相声音一粒 哑巴兰 成兴河和苏巡 怎么可能做事不管 就要去跟汪疯子玩命 可汪疯子一抬手 数不清的高阶天师就围了过去 把他们两个拦住了 淳于红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国君 我拳头一紧 把这些人收拾了 也不是不可能 淳于红一起上也不是对手 势必会两败俱伤 如果我损伤了元妾 那最后的大震物 还怎么对付 而汪疯子一脚踩在了哑巴兰脖子上 更重了 李北斗 你不是最重视这些朋友吗 可你朋友都这样了 你还当缩头乌龟 你对得起他们吗 汪先生 精灵眼实在看不下去了 咱们天师府的规矩 能耐只能用在邪碎身上 可这几个人 要破四相局 就是霍乱苍生 跟邪碎有什么区别 汪疯子声音一粒 李北斗 你出来 咱们心账就账 一起算算 是啊 他就是想逼我出来 他早准备好了 哥 哑巴兰的声音 已经破碎不清 别 我没事 我吸了口气 从残损的围墙后面出来 抬起了七星龙拳 淳于红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国君 您是要 因为陆皮小厕子 我已经对迷宫里的一切 了如指掌 我转到了其他永路上 七星龙拳上引了龙气 光的一下 就把那个永路削开了 他们在废墟里 听到了这个声音 都回过了头来 只见彭的一声 一大片灰色的东西冲了出来 是其他永路的阵物 他们表情顿时就变了 不光这个永路 我把剩下的阵物 全放出来了 要闹 就闹得痛快点 好几条小阵物 被惊扰了出来 眼前一片大乱 而我抓住了机会 一头撞到了汪疯子前面 汪疯子绝出是我 嘴角一勾 似乎早就等急了 反手对着 我就削了过来 可我一脚 对着他的颈骨就下去了 就是这只脚 踩了哑巴兰 他吃痛后退 我以最快的速度 扶起来哑巴兰 汪疯子还要抓我 我一只手对着他 就反压了下去 你来送 我不好不收 他大吃一惊 想起上次吃了 同气莲芝的亏 还想把手缩回去 我觉得出来 他手上有东西 似乎能阻隔同气莲芝 学乖了 还带着法宝来了 他抓住机会 反手还要把我摔过去 可我挡住了他 猪鞋手引了龙气 就把那个东西 直接炸开 他这才知道害怕 但是来不及了 他心来的气 再次被同气莲芝 吸走 李北斗 汪疯子剧烈挣扎 可挣扎不过 忽然一笑 你要是知道自己是谁 会后悔的 后悔 上次没把你吸干净 才是真的后悔 一片大乱之中 一只手拉住了我 低声说道 往跟位跑 那边没有我们的人 精灵眼 到了跟位 莫回头 我听见了动静 跑出十来步 就安全了 鬼雨凉 我心里一热 能活着 就别死 这一句 是他们两个 异口同声 隔墙有耳 我没敢应声 对着那个方向 就跑了过去 身后是呼喊的声音 有人嚷嚷着不对 有内奸 可我们视如破镯 早把那些声音 抛住脑后 我已经按着 陆皮册子的内容 带着他们 一头奔着 最后震悟所在的位置 撞了进去 是一扇很大的门 终于到了 门上描绘着 一对巨大的眼睛 第1605章 黄泉之墓 后面一片喧闹 好多人追了上来 李北斗 你别再一意孤行了 四象局一旦出现变动 整个三界 都是一场大灾 天地失衡 那所有的人蒙受的损失 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承担 是啊 很多地方 因为四象局而平安 可也有不少 被四象局压住 永世不得翻身 更何况 四象局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 它真的是 是为了保平安吗 还是 这东西 其实只是掩盖了 某种不为人知的真相 已经走到了这里 一句两句话 已经没法让我们回头 四象局里压制的东西 需要公道 以身典学的四大家族 需要公道 做了一辈子好事 却有不少人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我 也需要公道 承兴和盯着我 二郎眼里的神色 十分复杂 你们不给我公道 这个公道 我就自己讨 我没回头 只盯着门上 那个巨大的莲花锁 这是最后一个关口了 承兴和吸了口气 七星 这是最后一步了 不管我是死是活 我幸诚地谢谢你 说着 回过了头 看向了身后那些人 凤凰毛瞬间点亮 哑巴兰也是一样 白货香一手捏紧了药包 他们声音很齐 开锁吧 苏巡却盯着那个锁 这个锁开不开 他们几个顿时一愣 什么 没错 那个锁确实开不开 一般锁都有钥匙 可这个锁 就是为了再也不要有人 打开这地方 中间用了无数繁复的工艺 百转千回 就是想让这扇门 永远尘封 往后退 我抬起了七星龙拳 我开过数不清的锁 既然打不开 就劈开 精气猛然凝结到了 七星龙拳的锋芒上 这种不属于我 偏偏又出现在我身上的精气 是时候了 后面的人追了上来 可精气璀璨 身后哗啦啦一阵响声 像是所有的人 全被震慑住了 那不是人能有的切 精气四散弥漫 面前的一切 催枯拉朽 全部炸开 过昂 那个大锁上是 最坚硬的东西做的 可在精气面前 瞬间分崩离析 不光是锁 所有石屑同时崩开 划出了风锐的破风声 我带着他们就进去了 终于到了最后一扇门 那些人反应过来 想追 可是来不及了 苏寻手快 进来的时候 甩手不下了藏 那是苏家的血葬 一般人解不开 当然 对人本身的耗费 也是极大的 但是苏寻一把 就将鼻子上的血 给撸下去 若无其事 重新关上那扇沉重的门 他平时不言不语 可一做事情 狠得不要命 来不及道谢了 最好的道谢 就是赶紧把大真物 给找出来 天花羞的一声上了天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大的厅堂 这就是 那个传说之中 大真物的所在之地了 按着地理来说 这是整个玄武局的最中心 周围四通八达 全是真物 也很像是个八卦盘 可我们看清楚了眼前一切 同时愣了一下 这个地方 是空的 地上 什么都没有 承兴河也愣住了 卧槽 这什么意思 里面的东西呢 还有 还有 就是最要紧的 他的祖先 也就是点出这个穴的先生 以命为代驾开穴 也被葬在了这里 他破局之后 自然要迁坟 但是这地方的煞气 压得人抬不起头来 抬起头 我们的呼吸同时一凝 头顶上 有数不清的锁链 掉起了一个 悬在半空之中的棺材 尤其是承兴河 这个地方 是他的祖坟 那个棺材的木料 通体乌黑 隐隐带着一丝一丝的金色 乍一看 跟金丝檀木十分相似 金丝檀木的来历也不少 是生长在金矿上的檀木 活下来成材 极为罕见 坚硬无比 木屑都有金架 可这不是金丝檀木 金丝檀木的金丝是直的 但这东西的金丝 是弯曲的 这种木材是从地下挖出来 没人知道 产出这种木料的树 是什么树 有人说 这是黄泉下才有的木料 燕圣册上说过 这东西的能耐 就是密封 只要严丝合缝 那被关在里面的东西 就跟下了黄泉没两样 永远出不来 据说 以前有人在战国贵人墓穴之中盗墓 起出来过这种棺材 那里是个美人 婉然如生 脸上丰润得跟活人一样 要说不服美人 大家可能会想到 小和公主和心锥夫人那种 但那个美人 不担不服 是真的跟有活气一样 那美人病发上插着一朵花 含苞待放 甚至还带着露水 可棺材一掀开 那花迅速枯败 美人也成了飞灰 所以 燕圣册上说 黄泉之木 封印时间 棺材 成兴和家祖宗所在的地方 他盯着那个棺材 喃喃地说道 千里木 他这么一提 我们才看到 那个棺材的最下方 有一道文饰 是一对眼睛 这一对眼睛 跟墙上的诡异眼睛不一样 一睁一臂 四周环绕着云纹 原来 这个文是 他见过很多次 祖宗传下来的东西里 不少是带着这个奇异纹路的 这是他们家的家文 所以 玄关之中的 就是他们家老祖宗了 亚巴兰顿时高兴了起来 可算找到了你们家老祖宗了 咱们赶紧想法子 把老祖宗请回去 说着 把袖子撸起来 就要把棺材放下 成兴和几乎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回过神来 立刻跟着亚巴兰要一起把玄关给放下 白货香也松了口气 转脸看我一眼 眼里终于有了如释重负 这一路 损失了很多 但是 终究成功了 可以抬手 我们忽然就听到了一个笑声 所有人全愣住了 同时抬起了头 看向了那个玄关 那个笑声 就是从玄关里面传出来的 里面 还有活卧 一个声音从里面响了起来 国君之前 想必怎么也猜不到 当初费尽千辛万苦 到最后竟然又要把菊给亲自破开 我们的汗毛全竖了起来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到不死的东西 师姐先就算一个 但是 身体被扣在这么狭小一个棺材里 正常的东西 没多久 就会疯 壳里面的 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我们全看向了成兴和 他们成家祖宗 成兴和的脸色 一下也变了 而下一瞬 棺材里忽然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要破就快破 时间撑不住了 我的心顿时漏跳了一拍 棺材里有两个洞线 第1606章 死灵之阵法 第二个声音跟第一个声音截然不同 第一个声音轻悦 带着说不出的洒脱 可第二个声音 苍老 极为冷硬 有点像是武侠剧里的白眉鹰王 哑巴兰一听 忍不住看向了成兴和 挑起大拇指 不愧是玄武局 要不怎么说比我们三家强呢 震悟都比我们家多一个 可成狗破天荒的 没有多说什么 成车的二狼眼却猛然一宁 我也听出来了 那个洒脱的声音 跟成兴和竟然有三分相似 成兴和猴结一滚 艰难地开了口 你是 那个洒脱的声音 听见了这一声 沉默片刻 声调一高 带了几分威严 你的仙祖成明之 果然 这玄关里面是有一个证物 可另一个是成家仙祖 他们两个 被一起关在了能封印时间的黄泉墓里 被禁锢了这么多年 怪了 他们两个 怎么会纠缠在这里 成兴和猛然吸了口气 仙祖 我现在 就把你给放出来 咱们 回家 说着 凤凰毛一聊 就要把自己带上铁链子 拆下玄关 可没想到 棺材猛然一动 那里就是一声利和 你敢 成兴和一只胳膊 举到了半空 刹那停住 几乎有些难以置信 仙祖 什么意思 我却并不奇怪 刚才说国君千辛万苦休局 一定没想到 有朝一日重新破局的 就是这个洒脱的声音 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 他恐怕 跟白虎局的那个守塔者一样 并不希望我破局 可 他被禁锢这么久 怎么可能不想出来 那洒脱的声音浩然道 国君和国师 对我恩重如山 我之所以跟这个东西 一起困在这里 不见天日 就是因为 当年立下重视 生生世世 给国君守局 这是咱们四大家族的使命 你不知道 是啊 他们四大家族 其实就是守局家族 成星河咬了咬牙 可你不知道 我们成家 为了四象局付出了什么 有些学 是不应该被点出来的 一旦点出来 先生就得以命相抵 四象局和四大家族 就是这么来的 得到什么 就得付出什么 是永远的定律 当然 四大家族也为此得到了好处 阴阳身 二狼眼 成仙的机缘 可四象局被人给动过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成家短命 为家多病 兰家阴阳颠倒 成星河大声说道 咱们被人给骗了 他们 就是改局的牺牲品 我们都还记得 为家师姐先当时的表情 可没想到 棺材里那个洒脱的声音 却缓缓说道 这些 我知道 他声音里有歉疚 我 对不起你们 我们顿时一惊 他怎么会知道 难不成 成星河跟我想到了一处去了 难以置信地盯着棺材 改局的事情 你也参与了 成家老祖犹豫了一下 可还没等成家老祖开口 那个冷硬苍老的声音 缓缓说道 是老夫告诉他的 这个声音 是这里的主阵物 说起来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阵物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哪来的本事 能当玄武局的主阵物 让四项局 发挥这么大的效果 你是 你也不用管 老夫到底是什么 冷硬苍老的声音 接着说道 世上一切的事情 老夫全知道 这个声音 带着说不出的得意 可这得意之中 却掺杂了一丝 说不出的凄凉 一切全知道 这是什么东西 亚伯兰他们 也都有些好奇 我却想起了 那些数不清的眼睛 肯定 跟眼睛有关 劈开第十二条锁链 那个冷硬的声音说道 李北斗的精气 能削开黄泉木 你们时间不多了 他被关在这里几百年了 知道我叫李北斗 知道我有精气 苏巡立刻说道 只剩下半个小时了 他的耳朵里 也开始慢血了 不光是为了程兴河 为了苏巡的血葬 我们也没法再耽误时间了 程兴河看了我一眼 眼神一领 我点了点头 最后一步了 可没想到 这一瞬间 四面八方 呼地响起了一阵奇异的声音 阴气 数不清的死魂 忽然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对着我们就破 不愧是程家的老祖宗 这地方 是个死魂镇 所谓的死魂 是那些残损不全 失去记忆的魂魄 不知道轮回 只剩下飘荡 以阴气为实物 不光袭击人 自相残杀也不少见 我立马 拔出七星龙泉 对着周围扫了过去 龙气呼啸而起 把所有的死魂荡平 但是源源不断 一直有新的死魂 被聚拢了过来 不愧是程家老祖宗啊 玄武局本来就有极强的灵气 而死魂镇被设置在这里 对失去记忆 只剩下本能的死魂来说 有极强的吸引力 一旦触动 那就跟漩涡一样 方圆几百里的死魂 都可能会被吸进来 来一团 但是死魂实在太多了 要把方圆几百里的死魂全吸来 我们得花多少时间 程兴和凤凰毛一抖 灼热地光荡平了一片死魂 他死死盯着头顶上的玄关 私声吼道 其他老祖都为了子孙万代 你凭什么 活路都不给我一条 这公平吗 程兴和平时嘻嘻哈哈惯了 但这个时候 他鹅角隆起青睛 眼睛赤红 我们第一次看见 他露出这种表情 他 有不甘 也有失望 放肆 玄关里洒脱的声音一粒 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孽畜 你的血脉 是谁给的 你的命 又是谁让你延续的 所有死魂全部压了下来 破风声刮得脸疼 阴气笼罩下来 让人冷得骨头疼 老祖宗 发怒了 那又怎么样 程兴和甩手又是一份黄毛 几乎把所有死魂全部劈破 哪怕是你给的 现在 这血脉是我的 我的命 我自己说了算 棺材里洒脱的声音 似乎一正 我立马过去帮忙 成狗 我挡着 你去开锁链 可程兴和一把将我拽回来 下一秒 抬起头 一个人挡在了我们前面 澄澈的二狼眼撑起 瞪向了那些死魂 实相的 都给我滚 这一下 天地似乎未知一阵 我其实早就知道 他不光能看见邪碎 也能命令邪碎 但是他很少用 饿死鬼什么的还好说 可这里的死灵数目 亚伯兰他们也担心了起来 可没想到 所有的死灵 似乎全部 被那一下给震慑住了 简直像是凝结成了一团灰雾 下一秒 啪的一声 所有灰雾 全部炸开 好像朔风吹散了云雾 眼前 一阵清明 我们愣住了 全没想到 二狼眼在号令邪碎这方面 竟然能做到这个程度 成家先祖 显然也被这个力量给震慑住了 半嗓都没开口 亚伯兰咽了一下口水 你之前 怎么 程兴和侧过脸 因为 这法子减兽 而下一瞬 凤凰毛卷到了锁链上 就把他人带上去了 帮忙 开关 玄关一阵震动 显然 内里的那个震慕震主 别提多高兴了 快 可下一秒 成家先祖立声说道 国君 拦住他 当初你为什么建四项局 你都忘了吗 你清醒清醒 这是你 和国师的心血 你被人蒙蔽了耳目 别为了一条命 让自己后悔 这一瞬间 我忽然就觉得 鹅脚一阵巨痛 眼前出现了一个朦胧的场景 山河壮阔 可面前 死尸成山 这些人 是为了修建四项局而死的 有人再哭 没哭的 也面露欺然之色 可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四项局修好 是万事的功德 他们 没有白死 第1607章 动小万物 这是谁的声音 是我自己的声音 是啊 我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修四项局呢 之前一直是以为 不过为了封自己做神军 为了迎娶萧香 是一个昏君干的婚事 可是 不光是这样 一定不光是这样 还有别的原因 我要这四项局 保三界平安 我还要 以此为阶梯 到更高的地方去 不只是为了萧香 另一个原因 才让我飞去不可 天河 天河边缘 有三个岔口 刀兵剑戟 他们要杀我 鹅脚猛然又是一阵剧痛 像是有什么 故意挡住了我的思绪 心里涌起了一阵迷惘来 是啊 四项局是我亲手建造的 为了这四项局 到底牺牲了多少人 谁都不知道 现在 我要亲手把这个局给破了 可是 我抬起了眼睛 从剧痛之中 逼着自己清醒了过来 如果一开始 这四项局就是错的 那我如今 能弥补的 不是惋惜那些命 而是不要将错就错 赔上更多的命 一条也不行 是错的 就必须修正 我抬起手 就对着那些铁链子 砍了下去 哗啦一声 惊气炸裂 所有的铁链子 同时被劈开 那个巨大的玄关 轰然就要落下 程兴和看向了我 眼里满是希望 最后一下了 国君 可就在这个时候 程家先祖的声音 立声说道 我要死剑 你让这个东西离开 四项局就完了 你的万事功德 也会毁于一旦 到时候 后悔就来不及了 你被人蒙蔽了 这一事 你不该 是为了破局 这里面有阴谋 有一个天大的阴谋 阴谋 因为额角的剧痛 耳朵里面 一阵剧烈的耳鸣 那你告诉我 我盯着那个棺材 在耳鸣里 渐渐听不清楚 自己的声音 我修四项局 到底是为了什么 您是为了一个使命 只要完成了这个使命 可程家老祖的话 还没说完 那个棺材 忽然轰的一声 震动了一下 下一秒 那个苍老冷硬的声音 响了起来 你要是开关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心里出现了一种 剧烈的不安 苏寻的呼吸 已经越来越粗重 来不及了 他身体一歪 直接倒下 五官开始躺血 白货香立刻跑了过去 血葬坚持不住了 果然 这一瞬 身后立刻一声巨响 外面的人 破了藏 要闯进来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什么都不能多想了 我看向了程兴和 程兴和点了点头 这是最后一下了 现在放弃 程兴和会死 灰百仓和杜恒指苏 寻将采平他们的努力 也都浪费了 七行龙泉炸起了光芒 对着那个黄泉木棺材 就劈了下去 光的一声 我手里一阵剧痛 一下 竟然没劈开 我一愣 就听到棺材里的声音 急促地说道 上头盖着封印 没错 这棺材上 不光是有三长两短阵魂钉 还有一层厚厚的糯米狗血胶 缠着一道符篆 仔细一看 符篆上 阴刻着颈字 有一个应息 我记得这东西 残损的记忆浮现了出来 这东西 是我亲手封上去的 你的血 要破这个缝 只要有你的血 和你的精气 棺材里的声音 越来越着急了 快点 不然 来不及了 我立刻从手心 划出一道伤口 盖了上去 但是这一盖 棺材并没有动静 所有人的呼吸 全都凝制住了 不对 那苍老的声音 急切地说道 不是这里 我一下咬开了手指 我知道 右手食指 非要这个乾隆纸上的血不可 难怪 我是唯一的破局人 因为射局的时候 我杜绝了一切 别人能开局的条件 我自己射的 所以 能打开的 只有我自己 那道血一压 厚厚的一层浮转 猛然就开始腐朽 一路蔓延了 缠着棺材口的一整圈 我重新举起了七星龙拳 光的一声 金光乍起 一道棺材盖子 被整个掀翻 看清楚了棺材里的景象 我们全愣住了 这个棺材里面 是有两团东西 但是 已经看不清楚人形了 只能辨别出轮廓 一个是个人形 但是还有一个 圆鼓鼓的 只能看见轮廓的原因 是这两个东西 几乎已经融为一体 而它们身上 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眼睛 所有人的鸡皮疙瘩 全炸起来了 这里的眼睛 跟壁画上面的 一模一样 难怪 有资格做这里的证物 这是 千眼玄武 雅巴兰和白货香 全愣住了 就在这一瞬间 那道石门轰然洞开 将家的 图神使者 全来了 苏寻的血葬 已经消失了 进来的人 全部愣住了 那是 千眼玄武 就是传说中 动小世间万物的东西 没错 这东西的原生 很像是一个龟 但是跟龟不一样的 是这个东西 背上不是纹路 而是眼睛 不光背上有眼睛 它还能繁衍出 很多的眼睛 我回头看向了 那些墙壁 这些墙壁的内容 一开始 未必是描绘的 这些眼睛 千眼玄武所到之处 眼睛能增生 那些散落在四处的眼睛 全是它控制的 难怪 之前活了 会消失 这些都是活的 能逃 它知道天上地下 发生的所有事情 据说 这东西本来是 创世神养在了天河之中的 靠着它的能力 问三界之中的事 而它一开始 也不过是 龟壳上有一只大眼而已 可这东西 知道的实在太多了 谁都会忌惮这种东西 有一次 千眼玄武看到了 某件不该看的事情 创世神大怒 罚它浑身长满眼睛 永远无法闭上 也正是因为 它知道所有的事情 所以后世 才会以龟壳为补 去测算未知之谜 而这么多年过去 千眼玄武 已经跟成家仙祖 融为一体 这一瞬 千眼玄武 想从黄泉墓之中 挣扎出去 可偏偏这个时候 那个人形动了一下 成家仙祖 他拼尽全力 也不让千眼玄武 从黄泉墓之中出来 第1608章 不敬祖先 成兴和的手直颤了起来 他 想让我死 手里凤凰毛一亮 成兴和奔着棺材 就打了过去 我立马拉住了他 对祖先不敬 你攻得还要不要了 都说百善孝为先 这可是灭顶之灾 在祖坟闹事 就最佳一等 后一条街的一个男的 因为拆迁挪坟 懒得管 直接把仙人的骨灰瓮 摔开扬了 说让祖宗成归 尘土归土 可没了祖宗英币 没隔多长时间 他下雨天出去 挨着电线杆子 陡鞋里的泥水 直接被雷劈了 平常人尚且如此 我们这些吃阴阳饭的 就更别提了 命都没有了 管他娘什么功德 我只是想活下去 我有错吗 成兴和私生说道 想断子绝孙的是他 凭什么我也要跟着送命 我把成兴和拉到了后头 我来 成兴和一愣 我抬起了手 就要把黄泉木整个劈开 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 只要劈开了黄泉木 成家祖先只怕也立刻就完了 他有意识 也只不过是因为 托了玄武局灵器 和黄泉木的能力 耽搁了这么多年 他已经错过了轮回 一旦黄泉木整个劈碎 他就魂飞魄散了 可我没法看着 自己最好的朋友 就这么死了 这一瞬间 那个浑身沾满了眼睛的人形 看着我 喃喃地说道 我还等着 可国君 全想不起来了 这句话 心酸 落寞 我听过这个声音 第一次听 是什么时候 但是时间马上就来不及了 国君 也许有一天 你会后悔 这个声音 似乎想告诉我什么 可欲言又止 像是十分为难 但下一秒 那个成家祖先的声音 瞬间被冷硬的声音取代 你不是为了 你那个朋友来的吗 成心河 那你快点动手 再不动手 不光你朋友的命 要给搭进去 你自己也危险 我自己 那冷硬的声音 黑黑一笑 你觉得出来 你身边 有人要害你 成家先祖的声音消失了 原来 他们两个融为一体 两个意识 也在争夺 这个长满眼睛的身体的控制权 难怪 这两个声音 没有同时出现过 话音未落 这个地方 响起了一阵痴痴的声音 沉重的怨气 冲着这里聚拢了过来 是其他的阵物 跟淳于红和折线一样的 久屈阵里 剩下那七个阵物 他们来压阵了 飞头叶叉 胸骨蛮 双尾腹 都是怨气惊人的东西 那些图神使者和江家人见到了 也经不住退了半步 显然 这些不是他们引来的 这里的东西毁灭性实在太大了 他们自己 对付我还对付不过来 将这里搞乱 只会让自己也受到损伤 而没有任何好处 可这些东西 不赢 就来不了 我瞬间想起了之前的陷阱 和其他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来了 这些东西 都不比折线和淳于红差 你看 那声音焦躁地说道 快 这个千眼玄武 简直名不虚传 什么都看得到 那些阵物 密密麻麻地 挡在了黄泉木玄关前面 跟那个折线一样 这些东西 怨气冲天 图神使者等人见状 面具一样的脸上 顿时都露出了几分幸灾乐祸 和天助我也 我们时间马上就来不及了 我立马抬起了七星龙拳 对着面前那些阵物 就横扫了过去 惊气炸过 面前的双尾腹 身体直接被劈开 但迅速合拢 一个东西吞吐着火焰 奔着我就扑了过来 是飞头叶叉的头 下一秒 凤凰毛弹出 对着那些东西就卷了过去 飞头叶叉的头 疏然被拽下 而一个身影 脚节就踩着双尾腹巨大的身体 挠尸上 对着双尾腹的眼睛 就抓过去了 哥 快点 这些东西呼啸尖叫 跟冬夜北风一样 像是能把所有东西都扯碎 可我却忽然有了一种感觉 这些东西 我每一个都认识 七星龙泉上的精气 重新凝结了起来 给我退开 这一声 那些东西忽然僵住 瞬间就露出了金句之色 还有 像是认出我来了 有了后悔 可已经来不及了 精气猛然炸链 把整个厅堂全部照亮 那些东西 全部被肃清 这一下 所有的图神使者 全部正住 我听到了万籁剧集之中 瞠目接舌的声音 不是一般的龙 是 舞爪金龙 好 抢占了身体的千眼 玄武立刻说道 想让你身边的孩子活 快 就现在 不用你催 程兴和的眼睛 终于亮了起来 我抬起了手 可这个时候 身后忽然一阵咳嗽声 是穿熊皮的那个 他身上的熊皮 已经沾满了 砖石瓦砾的渣子 看上去十分狼狈 可他那个奇长华贵的身影 却还是跟之前一样从容 他们已经把这里 给围住了 这帮东西 真是没完没了 哑巴兰冲到了前面 立声说道 哥 动手 这里有我 不着急 你随时能破开黄泉木 熊皮人说道 不过 有件事 我不得不告诉你 我没打算理睬他 时间不够了 可熊皮人好争以侠 你为了你这位朋友 吃了这么大苦头 冒了这么大的险 就不想知道 关于你这个朋友的真相吗 我抬起了手 停了一瞬 真相 程兴和也转过了脸 盯着熊皮人 熊皮人接着说道 你就不好奇 他到底是为什么到了你身边呢 也不好奇 有好几次 你的事情 为什么被害你的人 了如指掌 还有 你不好奇 他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吗 我看向了程兴和 程兴和的二狼眼凝住了 亚巴兰张了张嘴 瞒着 我们 熊皮人缓缓说道 他出现在你身边 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 就是为了利用 你破开旋舞局 你为了他几乎 把命搭上 其实是被他给骗了 为了这样的人破局 不值得 亚巴兰听不下去了 成狗跟我们出生入死 你放屁 他为什么跟你出生入死 他不过是怕你死了 熊皮人缓缓说道 你死了 谁能给他开旋舞局 你别放屁 亚巴兰几乎跳脚 你以为这个时候 挑拨离间管用 可熊皮人缓缓拿出了一卷东西 知道你不信 你自己看 那些东西一洒 满地都是 是照片 上头的内容 让我们所有人的视线都凝住了 程兴和和水白羽 和马元秋 和江辰 他们显然十分熟悉 有些照片上他的穿着打扮 显然是前一阵子才拍的 跟我们在一起之后 亚巴兰一下愣住了 这是 这不可能啊 他想说 照片是假的 可是 没说出来 他一开始 就是江辰安插在你身边的 就为了 你当时破开了青龙局 有人想知道 为什么会有其他 带着乾龙纸的人 才让他来摸清楚你的底细 熊皮人说道 他带你入行 靠近你 归根结底 不过是眼前这么一个目的 他告诉过你吗 就这种小人 你还肯为了 他破局 我看向了程兴和 可他避开了我的视线 一声不吭 这话 看来没说错 刚才程家祖宗欲言又止 恐怕也是这个原因 程兴和心里 有某种秘密 我转脸 看着黄泉木 和不断催促的千眼玄武 时间 已经要来不及了 现在 局已经开了 熊皮人说道 你应该知道真相 为了他 不值 只要你停止破局 那咱们 就还有商量的余地 他们想让我 跟他们一起补局 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熊皮人精神越来越大了 只要你跟我们合作 哪怕你的水神 我们也可以帮助 这一瞬间 忽然 一道破风 不知道从哪里袭来 对着我 有人想杀我 这东西我很熟悉 江梁用过 是粘带了龙狮子的吞天虫 程兴和忽然挡在了我前面 下一瞬 浮在了地上 他捂住了胸口 脑门上青筋榨起 脸色 一片死白 他的时间到了 但是 他还是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白货香立刻跑了过去 一把针弹出 立声道 程兴和 你现在还不能死 熊皮人有些幸灾乐祸 往前一步 还要说话 可我吸了一口气 对着黄泉木就劈下去了 第1609章 瞎子先生 所有人在最后一瞬间 都冲着我扑了过来 可那些人 全部被惊气掀翻 李贝斗 为了一个这样的人 你值得吗 熊皮人声音一力 我没回答 你管不着 我说过 不让他死 那我说话就算数 他瞒着我的事情 我要听他醒了之后 亲口跟我说 黄泉木分崩离析 一股子幽香炸出 不合时宜 那个沾满了眼睛的身躯 微微一如动 程家先祖 像是抢回了身体的控制权 但是 已经来不及了 对不起 我心里有歉疚 我让你 受了这么多年苦 可那个身影一宁 却像是 有个示然的微笑 既然这是国君下的决定 自当遵从 好走 这个苦 既然是我给你种下的 那我就应该给你画上的句号 你应该重获自由 鹅角一阵剧痛 脑子里面 出现了一些画面 大雾 山谷 草木服输 那个在鹅角剧痛里 不知道出现了多少次 甚至有些熟悉的 那个穿着黄袍的人 国君 万物前行 前方有灾 这一声下去 视野的主人回过了头 是个先生 眼睛缠着白布 手里举着明辨阴阳的一杆招子 周围的军士都哄堂大笑 是个瞎子 瞎子还知道有灾 国君是个什么身份 那是真龙转世 师妹王两都要退避三舍 用他来预测 吉凶祸福 可那个被称为国君的 微微一笑 先生怎么称呼 见明成明之 有人忍着笑 失明之人 以明为明 国君扫了一眼 那个方向 瞬间安静 那个先生虽然目盲 但是不卑不亢 落落大方 先生身后 还有一个小孩 竟然也是瞎子 也许 是有什么祖传疾病 哟 还是胎里带的虾 这东西 一瞎瞎一握 就这 莫要再繁衍后带了吧 生下来 也是受苦 主上 那瞎子胡言乱语 沉下去把他舌头割下来 那个年代的人 这么野蛮 不许 国君的声音 倒是饶有兴致 横竖不及 我来看看 是个什么灾 话音未落 前面轰隆一声 山体滑坡 滚落了许多重重的石头 把靠路边的大树 拦腰砸断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这个车队很长 要是没被叫停 哪怕国君不被砸死 车马军事 也会有极大的损失 这一下 所有人都不吭声了 看向了瞎先生父子的视线 转而成了敬畏 这个时候 一个快马追了上来 是个信使 信使的袍子上 绣着个八卦 有军师立刻对信使借题发挥 你是国师那来的 前面有这种灾祸 国师平日里 预测急凶祸福的能耐呢 信使答道 国师说了 这一次 国君何该遇上高人 有灾祸 也会化险为夷 不必多此一举 国君倒是一笑 多谢 瞎先生 侃侃而谈 国君针笼转世 朱邪退散 何该有惊无险 在下再次出现 也只是顺应天时罢了 在下告辞了 这先生 明知道马上的是国君 可什么也没有 等一等 那个先生招子的竹竿 才探到了路上 回头 身边的小孩 也冲着有声音的地方 张望了过来 先生 我有一件大事要做 先生要不要留下来帮我 那个声音 意气风发 大事 布局三界的大事 先生帮我 可称万事功德 那个意气风发的声音顿了顿 而且 那件事情之玄妙 先生的眼睛 说不定能有希望 虾先生考虑了一下 一开始是摇摇头 可那个孩子拉住了他的手 爷爷 真的能看见东西吗 先生 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子孙后代考虑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我可以保证 一旦先生能帮我们点一个大学 祖祖辈辈 都会得到一双世上最好的眼睛 是那个言为有志的人 江仲黎 爷爷 那个小孙子 拉住了成明知的手 央求了起来 我要眼镜 成明知仿佛下定了决心 这才回过头 命该如此 我去 江仲黎大喜过望 还没请教 这位先生 是成明知 一听这个名字 哪怕江仲黎都吃了一惊 难怪 是大名鼎鼎的柳桥成家 当年天上坠龙 过去的事情 就莫要再提了 成明知剪断了话头 都是命数 原来 他们家曾经因为祖上 看破了不该看破的天机 世世代代只能盲目 做个大功德 是这一支血脉 复明唯一的希望 江仲黎抱起了那个小孙子 楠楠说道 你们这些世世代代的后人 可莫要忘了 明知祖先 为你们做的一切 成明知却对着我的方向 一笑 知遇知恩 自当尽心竭力 我们成事 跟国君有前缘 有后缘 他是为了子孙 一开始 也不过是为了子孙 可后来 出了差错 他按理说 应该后悔的 到了最后 他不光没后悔 还为了我 舍弃了子孙 我何得何能 这个记忆一闪而过 下一秒 那个黄泉木全部炸开 数不清的眼睛 分崩离析 一个东西落下 奔着外面就要跑 熊皮人那帮子挣扎出来 就觉出 这地方出现了巨大的晃动 时间已经到了 玄武局的阵物出现了变化 这里里应跟之前一样 完全崩塌 再不走 就出不去了 这地方所有的眼球 似乎都同时转动了起来 图神使者和江家人反应过来 图神使者自然要抓我 而熊皮人反应过来 当机立断 立刻就把自己的人给带了出去 再跟他们对抗下去 大家只能一起活埋 但是 他们死不了 我一手将七星龙拳横扫过去 护住了自己人 一边截住了千眼玄武 你上哪去 千眼玄武大吃一惊 可我一把抓住了他 立声说道 这里的路 你最熟悉 带我们出去 千眼玄武被关了这么久 不知道多向往自由 自然不想带我们这些累赘 可是 他见到了精气 有了忌惮 训味 我立刻带着自己人 从他指点的地方跑了出去 数不清的破风声 从我身后乍起 那些图神使者 已经恼羞成目 可我回过头 盯着那些小证物 给我起来 这一声 是我自己少有的杀伐决断 那些小证物 呼啦一下扑过来 挡在了图神使者前面 护住了我 图神使者 自然不会把这些证物 放在眼里 人家连神都能徒露 可毕竟是江仲离千挑万选 才找到的 拖延时间不成问题 隔着一片大乱 我见到熊皮人 站在了人群里 回头看我 他露在了熊皮下的口型 像是在说 你会后悔的 那就 后悔的时候再说 千眼玄武 虽然不是真正的玄武 可也是龟类的形状 也有龟类的习性 走得很慢 哑巴揽起了作用 一把将千眼玄武 扛在了肩膀上 奔着前面就跑 我则背上了成星河 千眼玄武跟导航一样 领着我们 就一路往外闯 一路藤魔闪月 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出口 第1610章 洞口河楼 越过去 前面一道河川 扎进去 我们抬起了头来 都看见了一方 似乎久违了的夜空 这个地方 上头像是有一片残损 简直跟被人手撕的一样 可那一小片天空 却更显得弥足珍贵 15的月亮16元 马上就要到达午夜了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地面忽然出现了剧烈的震战 面前开始出现巨大的裂痕 裂痕倒是好办 可数不清的鬼眼鹅 从里面扑了出来 这些东西 也知道玄武局保不住 争先恐后往外跑 简直跟一片沙尘暴一样 那个树木 哪怕白货香 也没那么多的药 快点 千眼玄武冷硬的声音 响了起来 再不出去 那个口也封上了 我们得跟鬼眼鹅抢路 风声 扑闪翅膀的声音 自己人身上的血腥气 让我的脑子 几乎混沌成了一团 是前所未有的焦躁 那种久违的本能 被勾了出来 我抬起了手 直接奔着它们 就扫了下去 死吧 只一声 数不清的鬼眼鹅 烟消云散 我一脚先踢出了 抓着千眼玄武 背着苏寻的哑巴兰 再把程兴和丢给了金毛 快 金毛回头盯着我 似乎并不甘心 但是 程兴和在他身上 他知道 我不想让程兴和死 于是他嗷呜了一声 转头冲了出去 表情恶狠狠的 像是在说 快点 你不出来 我就跟你没完 接着 在洞口合拢之前 把白货箱拉过来 可这个时候 那个缝隙已经很小了 白货箱反手抓住我 你先出去 他的意思我明白 他身躯自然比我娇小很多 稍微有个缝隙 就可以出去 那不行 我对他一笑 我答应过你爹 我会保护你的 哪怕没有答应过他爹 白货箱对我好 不管什么灾难 我都会护着他 他猫一样的眼睛一鸣 还想说话 可他力气哪有我大 已经被我给推出去了 就在他还想抓我的手 离开视线的最后一瞬间 那道光合拢上了 轰隆一声响 这地方被掩盖了一个严严实实 我坐了下来 喘了口气 他们都出去了 真好 这个时候 才感觉出来 身上一阵一阵的剧痛 是那些精气伤害的后遗症 白货箱之前就说过 那些伤痛不是好了 而是在凤凰山仙药的作用下 跟欠下高利贷一样 十倍返还 疼 眼前的一片漆黑 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没有力气了 远处似乎有什么声音 可我听不大清楚了 我只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就起来 可眼皮越来越沉 我是该歇歇了 但一合眼 不远的地方 忽然一声巨响 这个狭小的空间 顿时剧烈振战了起来 仿佛天崩地裂 我猛然睁开了眼睛 有谁在外面 还等着我出去 是啊 事情还没做完 怎么好休闲 我吸了口气 重新抓住了七星龙泉 那个精气 不是无穷无尽 这次 几乎是透支了 但是 不管是哪里来的 这一次 再借给我用用 精气猛然在手上乍现 七星龙泉 对着前面的石头横扫过去 光的一声巨响 石头全部崩裂 划出灵力破空声 一束光透了进来 紧接着 就下来了一只手 那只手的手掌 血肉模糊 可我认得 那只手腕子上的一丝 虾须银拙 在西川套圈来的便宜货 白货香跟哑巴兰一人一个 我抓住了那只手 那只手本来微微发颤 像是在恐惧 可一接触到了我的手 猛然一阵 手的主人 欣喜若狂 我被那只手拉了出去 在我离开那些石头的最后一瞬间 山石合拢 直接把我背后半扇衣服给夹下去了 但是 抬起头 展现在我眼前的 是宽阔的一整个天空 中秋节特有的凉风扑面来 给人一种 重新活过来的感觉 哇的一声 我身后一声嚎啕大哭 我沉重的眼皮重新抬起来 是白货香 她哭得撕心裂肺 一点形象也没有 上一次 她好像也这么嚎啕大哭过 是什么时候来着 脑子太沉重 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 也是为我 我对她笑 她看着我笑 人猛了一下 像是连嚎啕大哭都忘了 我盯着她的手 你受苦了 我回来了 白货香忽然扑过来 就抱住了我 我还以为 抱得死紧死紧的 紧到我能听到她狂乱的心跳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知道 她是想说 我还以为 再也见不到你了 电视剧里 都是这么说的 哑巴兰也扑了过来 抱着我和白货香晃了两下 大大喘了一口气 哥 她力气太大 我和白货香被她一晃 跟坐了海盗船似的 头昏脑胀 可我看见了 她的手 跟白货香一样 血肉模糊 为了把我刨出来 他们俩 是用手 来刨那些碎石头 金毛也卯足了劲 往我们中间拱 意思是 不能少了她 我心里一动 有人拼尽全力 也希望 你活下去 这真好 不管一路以来 遇上了多少磨难 这一辈子 值得感恩 只是 心里一阵发沉 我忘不了 灰柏仓和江彩平 他们 怎么样了 越过了哑巴兰 我看到了苏巡 还有 程兴和 绝出来了我的异样 雅巴兰和白货香 同时松开了我 哪怕金毛 也消停下来了 洞仔是没事 雅巴兰说道 货香姐说 休息一阵子就好 那 她怎么样了 这个她子 他们俩表情 都不大对劲 白货香吸了口气 盯着程兴和的胸口 我说不好 在要害上 已经被妥善护理过了 就等着她什么时候醒了 这得看意志力 是不是 那就还有希望 大千世界 有几个比柳桥成家的程兴和 更想活的 她已经过了二十五了 祖先的尸体被迁移出来 玄武局 也终于终结了 我回头看向了千眼玄武 千眼玄武身上 数不清的眼珠子 也全看向了我 现如今 我可要走了 那不行 我答道 还有很多事 我想问你 千眼玄武那数不清的眼珠子一转 你恐怕 拦不住我 是啊 我是拦不住你 毕竟是大震物之一 可七星龙拳豁然出窍 落在了离着她不远的前面 寒光四射 也许她能 千眼玄武 是个什么表情看不出来 毕竟她这个模样 好似一个长满了贝壳的胶石 可看得出来 她有忌惮 第一个问题 我盯着千眼玄武 这个程兴和 到底是谁的人 第1611章 一枚棋子 千眼玄武身上的每一颗眼珠子 几乎都转动了起来 跟算盘珠子似的 几乎要啪啪作响 我说了 有什么好处 这我不好说 我盯着她 我只知道 你不说 有什么坏处 千眼玄武的眼珠子凝了一下 是啊 我变了 怎么也没想到 我这么一个烂好人 会变得让大震物都害怕 雅巴兰和白货香 也都屏住了呼吸 看向了程兴和 朝夕相处这么久 成狗 是跟着我们摸爬滚打 一路肩并肩生死相依 冷不丁 说她跟江城是一伙的 谁能接受的了 千眼玄武的眼珠子 咕噜噜又转了一轮 算盘打完 做好了决定 这小子 是认识江家那帮人 认识得比你早 到你身边来 当然也是有目的的 你还记得他的外号 记得 高老师说 这小子 是出了名的 认钱不认人 我忽然想起来了 第一次见成狗的面 医院里 老头儿躺着 高老师颠颠地 给他泡藤椒扭扭方便面 来了就让我准备后事 我问他是不是忽悠我 他让我看看西山的坟地 搞特价呢 后来他就留下了 一直没走 他一开始靠近你的目的 也就一个 我有点猜出来了 乾隆指 那个时候 江家是春风得意的 为什么 出了江城 江城是真龙转世 整个江家都会跟着飞黄腾达 可这个时候 传来了消息 四项局出问题了 当时江家上下别墅吃惊了 几乎是无法接受 那是四项局 怎么可能被破 权贵江那一房 自然去找风水江询问 风水江也没找出什么所以然 就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四下里打听 也巧 这个探寻破局原因的过程 他们找到了鬼市的成星河 成星河是四大家族之一 为了活命 千方百计寻找四项局的消息 鬼市上鱼龙混杂 打探消息很容易 既然都是为了四项局 江家找到了成星河 请成星河打探打探 到底出了什么事 是啊 成星河之前的口头禅 就是这东西在鬼市上 值多少多少钱 成狗一个回答问题都要钱的人物 自然不会白杆 江家许诺 你帮我们找到了破局人 我们可以告诉你 关于四项局的线索 也就是破局的江瘸子 我记得 成星河一开始找我的目的 就说是为了江瘸子 说是有人告诉他 江瘸子知道四项局的一切 只要找到了江瘸子 那就有机会找到玄武局 他也就有希望能活下去 我还问过他 这事是谁告诉你的 可他一直没说 成星河毕竟是二郎眼 跟之前以二郎眼 驱散了玄武局的死灵一样 其实二郎眼里 还能看到很多 我们不知道事情 他在鬼市有意无意 碰上了前来给我找人 看钱龙子的高老师 高老师用探灵欲 都搞不清我指头上的是什么 只能找有阴阳眼的人来看 这就跟成星河一拍即合 领到了医院里来 难怪 成星河早就知道 我食指里是什么 所以 他时不时 会用那种很悲悯的眼神看着我 江家让他盯着我 他自己也是这个打算 毫无疑问 我能破青龙局 那就肯定跟四项局 有某种关系 既然能破青龙局 那是不是也能破玄武局 他就能活下去了 马元秋一直辅佐江城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总还是没法信得过成星河 觉得那小子没有看上去 那么没心没肺 就在赵老爷子的寿宴上赶过来 亲眼见了 见我和成星河 因为认定真龙转世只有一个 所以马元秋根本没猜测 到我能跟真龙搭边 认为我是江瘸子 为了报复江家 制造出来的一条假龙 所以才能在四项局上动手脚 所以他见我那一次 就对我伸出了橄榄枝 问我愿不愿意给他们做事 只要把我招揽过去 事情就简单了 但是我没愿意 他们就越发地觉得 我来历不简单 让成星河一直在我身边 发挥作用 不要暴露出自己跟江家的关系 取得了我的信任 把我的一切都转达给他们 而且千万不能让我死 既然四项局能破 那也就是能改 他们最初的计划 就是想让真龙学 从未紧巢贡献 转而为江家所用 让江家能享受 这个天大的福祉 万代流传 永不衰竭 打破江家那个 要衰退的魔咒 我作为唯一的破局人 至关重要 是啊 那个时候 成星河好几次为了我 差点不要命 熊皮人说 是因为我死了 玄武局就再也找不到 他也会死 一开始 江城并不知道这件事 江家没有告诉他 直到在九居大坝 跟我们意外遇上了 他也对我来了兴趣 这一查 知道了关于我的事情 一开始几乎觉得可笑 哪里来了一条假龙 这个假龙 似乎很有意思 像是个跳梁小丑 于是 江城一直在关注我 而成星河 也源源不断 把我和萧香的事情 告诉给他们 一直到后来 江城见到了萧香 他很吃惊 为什么萧香不是他的 那个时候 他还不知道 成星河是马元秋 安插在我身边的人 但是 萧香从乾隆 指出来的那件事情上 成星河第一次跟马元秋 产生了冲突 马元秋当时觉得 我一个假龙 哪怕可以破局 也没必要再费更大的心色 抓过来破局就行了 可成星河拦着 说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 马元秋大怒 问他给谁做事 成星河说 他只给自己做事 后来 萧香跟他们起了大冲突 李茂昌和老黄来了 把我们就走了 马元秋这才知道 我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好对付 在我身边安插个人 竟然很有必要 于是 就暗中继续保持着 跟成星河的继续合作 成星河已经不太想 跟他们合作了 但是马元秋说 你是我们找来的 踢开我们没那么简单 让李北斗知道 你一开始就在利用他 你还能留在他身边吗 留不住 选武局就别想了 成星河当时没说话 但是两方互通消息 就持续下去了 再后来 马元秋自己也觉出来 我恐怕真的不是一条 假龙这么简单 跟江城开始起了冲突 惊动了江城背后的人 水白雨获取了 江城背后人的好处 成为天阶顶替了马元秋 本来成星河还以为 这件事情 随着马元秋的消失 再也不会有人知道 可水白雨竟然知道 他要求成星河 继续给他提供消息 同时 他们唯恐成星河失去控制 留下了很多成星河 跟他们交往密切的证据 就是为了避免成星河 挣脱出他们的控制 很多我们遇上的危险 其实成星河都知道 水白雨也倒霉了之后 江城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成星河对他们来说 是个很好用的棋子 雅巴兰忍不住了 那成狗 一直以来 对我们几分真心 千眼玄武说道 老夫只能看到表面 至于人心 就不是老夫的业务范围了 这话说得够与时俱进的 简直跟往上冲浪一样 足不出关 便知天下 很多事情 也就有解释了 我盯着成星河的睡脸 忽然觉得 他睡着了之后 竟然是意外的平静祥和 像是终于从沉重的心事之中 解脱出来了 千眼玄武添了一句 这小子吃了很多苦 是啊 从小就挣扎在死亡线上 没得到过一份真心 这样的人能有真心 会多难 而且 他爹是怎么死的 可能是因为艳圣门主 我也有可能 是艳圣门的后代 真要是这样 大家本来就是世仇 千眼玄武说得对 没谁能看透人心 有些话 我想听他亲口说 第1612章 玄武之墓 亚巴兰抿了名嘴 跟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有几次 有人跟哥说 小心身边的人 难不成 说的就是他 是啊 这句话 很多人跟我说过 包括水白雨 可我一直没动自己身边人的心思 我认定了 我们是生死之交 亚巴兰看着成狗 喃喃地说道 咱们 是信错了人吗 亚巴兰也知道 其实我们身边 经常发生点怪事 就拿最近的来说 在玄武局里的那个陷阱 是怎么来的 亚巴兰咽了一下口水 也是他 可是 这不合逻辑啊 咱们已经是为了他上这地方来了 他还要害咱们吗 我看向了千眼玄武 千眼玄武的眼珠子一转 这就是小孩没娘 说来话长了 老夫总不能 给你们说一个诚心和演义 再说了 啪 话音未落 我们就听到 他身上 竟然传来了一声爆裂 一颗眼珠子炸了 千眼玄武 发出了极为痛苦的声音 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 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哪怕是千眼玄武这种 跟监视器一样的东西 随便泄露天机 也要倒霉 所以 行内有句话 知道的多了 反而是灾 我顿时一阵失望 我还想问问江彩平 和挥百仓的事情呢 他们两个 有事没事 千眼玄武 虽然不能看穿人心 倒也会察言观色 忍痛说道 你身边的那两个 放心吧 沾了你的福禄 还有见面的机会 我顿时振奋了起来 见面的机会 他们没死 可话音未落 千眼玄武身上 啪啪啪 又炸裂了几个眼珠子 今天 就先到这里吧 千眼玄武吸了口气凉气 不然 老夫这一出来 还没来得及多看看三剑 眼睛 先给搭进去了 是啊 逮着个羊 也不能往死里薅毛 雅巴兰看着我 眼里都是同情 哥 你这一辈子 也受苦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 被爹妈抛弃 被最好的朋友背叛 自己一路走来 凶多吉少 总游走在死亡边缘 也没有 我对他笑了笑 也看向了苏巡和白霍香 我还有你们 越辛苦 才越要怀着个感恩之心 失去的已然是失去了 留在身边的 是更应该珍惜的 也是 雅巴兰被我乐观给感染了 看向了程兴河的侧脸 这傻狗 到底是活着出来了 他可不傻 白霍香叹了口气 靠近了千眼玄武 千眼玄武一开始色缩了一下 但他没想到 白霍香是给他认认真真的 在爆裂的眼珠子上 撒了药 千眼玄武的主眼珠子定住 显然已经很久很久 没人对他好过了 于是他眼珠子一转 硬生硬气地说道 你要是想知道什么 老夫也勉强可以告诉你 话说得这么硬气 其实想表达的就两个字 谢谢 白霍香一笑 你是怎么被扣在这里的 这是白霍香的温柔 知道他不能说出其他人的事 不如问问他自己的事 千眼玄武自然也知道他的意思 眼珠子一宁 片刻又冷又硬地说道 既然你对老夫这么好奇 老夫告诉你 也没什么 其实 他背上的眼睛 还在滴溜溜乱转呢 原来 自从看到了不该看的事情 被上头撵下来之后 他在地上 其实是没什么立足之地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想知道很多事 别管是大灵物 地先 更有甚者 是黄泉那一头来的 哪怕他以前是住在天河的 可来私下找他的 也总有一些 是他不好开罪的 可给他们吐露信息 自己的眼珠子又要爆裂 也只能是自己受罪 只好躲 那些不好开罪的 神通广大 更倒霉的是 他被江仲离给发现了 他知道 江仲离要拿自己 去填四项局 自然退避三社 可江仲离是什么人物 用了计策 还是把他给抓住了 跟很多人说的一样 江仲离的本事 不像是凡人 天上来的 又有这个本事 做玄武局的主政物 那简直太合适了 但是 很痛苦 千眼玄武 虽然不是真正玄武 但是 他好歹也是这一类属性 兽与天骑 正是因为兽与天骑 才更加受罪 是啊 谁被关在那种 狭窄的地方那么多年 不疯 上次我们见到 因为偷走萧香的小环 被困在地下的琵琶蟹 不过琵琶蟹不是人 启动的休眠模式 不成问题 但说到了这里 千眼玄武 看向了自己身侧的 那个轮廓 成明知 要不是这个老东西 老夫睡上几百年 倒是也没什么 偏他锅躁 而且 还强冲正义 老夫差点就为了他 走不出来了 明明自己也吃苦 竟然还在黄泉墓里 舍不得走 是啊 成家祖先 在这里充当的是 一个狱卒的角色 没想到 千眼玄武说到最后 声音越老越低微 不过 有他 也好 有个伴 哪怕是个对手 也强过几百年的寂寞 我看向了成星河 忽然也笑了起来 不管他对我做了什么 他给予我的 也很多 哑巴兰常常出了口气 一切 大概也都可以结束了吧 说起来 玄武局虽然难破 咱们好歹做到了 千眼玄武叹了口气 老夫 好歹也算是熬出来了 你们运气好 老夫运气也好 要不是那家伙 你们以为 玄武局这么好破 那家伙 我们同时皱起眉头 谁啊 千眼玄武身上 崩的一声 又炸裂了一颗眼珠子 但是白货香 立刻给他上药 有我在 不让你疼 今天真是不行了 我有点同情 有好奇 可这么一坐起来 无意之中 看向了周围 顿时一乐 哥 怎么 有件事儿 有点奇怪 这玄武局 应该已经破了 那四象局 也就跟着失效了 四象局 是镇守三界平安的 这个时候 一些被四象局 镇压着的东西 按理说 会炸出妖气 可奇怪的是 为什么这四处的风水 还是稳固的 四周围 平静如死水 根本没出现 传说之中的四相破 天下乱 这是怎么回事 第1613章 五毒之女 玄武局 没破 这不可能 这是我亲自破的 主阵物千眼玄武 还在这里呢 嗨嗨 这个时候 山林里 传来了一阵咳嗽的声音 顺着声音看了过去 没见到人 山神 这个咳嗽 一定是预示着什么 啪的一声 千眼玄武又一颗眼睛爆裂 接着就是一声 倒抽冷气的声音 老夫要是你 闯了大祸 就不在这里愣着了 你对头来了 四周围 涌现出来了很多人 这些人的衣着很干净 显然跟下在玄武局里的 不是一批 为了我 这是把整个风水门 都给出动了吗 好大的阵仗 那个穿熊皮的 出现在了最前面 他身上的熊皮 残损不堪 破破烂烂 显然 从玄武局出来 他也是九死一生 而他站在了我面前 吸了口气 抬起了手 哑巴拦一下 把仅存的一点 金丝玉尾取出来 挡在了我面前 哪怕他是我们之中 力气最大的 可他的伤也不轻 现如今 凤凰山的仙药 只怕也压不住了 现在 对方正是一鼓作气 精神振奋的状态 我们呢 千眼玄武 让我们别在这愣着 可在玄武局里 身体的损伤 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之所以停留在这里 是因为身体状况 差得想走 都走不了 明摆着 熊皮人他们 就是想抓住这个机会 趁人之危 现在抓我们 跟在岸边 抓被海浪冲上来的 鱼没两样 是不公平 可事上好多事情 本来就没有公平可言 可哑巴兰 一点畏缩的意思 都没有 哑巴兰 往后退 我站起来 大声说道 他们不是为了你来的 只要别挡在前面 他们不会把 你们怎么样 可哑巴兰第一次 跟没听见我说话一样 哑巴兰 哥 别说了 哑巴兰没回头 以前 哥说什么我都听 可这一次 不行 熊皮人的脸看不到 可显然 对哑巴兰也有了动容 不愧是四大家族的人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成全你 所有的人一拥而上 有法器 有石油小鬼 甚至还有 杰林树喊来的灵物 那骨子煞气 压得人喘不过气 是啊 要是能杀了我这个祸害 也许 对他们来说 是极大的功德 我拔出了七星龙拳 白货香一把拉住我 历声说道 你身体 真的不行了 是啊 就连透支 也透支过了 可世界就是这样 所有人看中的都是结局 你的过程 你的辛苦 你只能跟自己说 亚巴兰的金丝欲为 猛然抖出 直接把最前面的一批扫开 但是数不清的 是由小鬼窜出 几乎把他埋住 亚巴兰 我立刻吼道 往后退 可亚巴兰就是不退 请神咒响了起来 他习惯性 还想用阴阳身 把神灵给请过来 可不管用 他盼望着的神器 再也没有出现 四项局已经被我们破了 他们四大家族身上的诅咒和好处 都已经被终结了 可亚巴兰一把将身上的 石油小鬼扯开 不知道是忘了 还是不甘心 竟然 仍然一次一次地念 他是希望 那些神灵 看在兰家这么多年 通阴阳的份上 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心里一疼 这就是兰家的阴阳身 那些帮助江家的人 冷笑了起来 看出来这四大家族气数 是尽了 自己给自己挖坑 该 他们几个家族的祖宗 要是知道后头 出了这样的子孙 怕是后悔 还不如引刀自攻 莫留下这些祸害 亚巴兰最看重的 就是家族名誉 他死死咬着牙 嘴唇发青 一把掀翻了面前的石油小鬼 抬手抓住了金丝玉尾 就卷了过去 好几个最前面冷嘲热讽的 嘴边就溅了血 掉了牙 这一声惨叫下 后面的先生涌了上来 对着哑巴兰就拨 我们不是为你来的 让开 一个跟班 还真拿着自己当个人物了 谁稀罕你 金矛奔着那个方向 就冲了过去 一嘴掀翻了好几个 不光如此 金矛一声吼 周围就是嘻嘻嘻嘻的声音 数不清的黑影 把这里给包抄住了 金矛是行尸里的王者 而这些年来 死在这附近的人并不少 一些摇摇晃晃的身影 森然灵里 对着这里就围了过来 好 终于有经验丰富的先生认出来了 声音悚然一变 马上就要成为金矛吼了 这东西 厉害得能屠龙 可剩下的 就是惨叫了 哑巴兰高兴了起来 金矛 干得好 可下一秒 又有两个黑床床的身影 挤了进来 这是 坏了 汪疯子 之前 汪疯子曾经在玄武局里 用过的青狮子 那一对青狮子不由分说 对着金矛就扑过来了 他们的腿上有翅 本来就是上头的东西 金矛到底还是个幼吼 又是被两个厉害角色 两面夹击 一个青狮子趁着金矛去撕咬 另一个青狮子在后面偷袭 对着金矛的脑袋就是一口 我心里嗷一阵锐痛 七星龙拳出鞘 对着那边就劈过去了 可这个时候 那金器没有出现 跟之前一样 太伤身 用出来就等于自杀 龙气也行 可身体之前 被金器损伤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哪怕是早被持老怪物 教给的土纳法收为己用 也只能让金矛一阵剧痛 根本用不出来 之前在坍塌里求生那一下 是最后的绝唱了 这就是那个传说之中的李北斗 就这 连个法器都举不起来 四象局真是踏破的 未免言过其实 周围全是哄笑的声音 还有熊皮人的冷笑 好像死人总会招苍蝇一样 苍蝇不会理解 这个尸体 曾经是个什么盖世英雄 他们只是闻到了尸气味 见到了鲜血 觉得这个一动不动的东西 百般不如他 下一瞬 数不清的银针 对着围过来的人就飞了过去 在月光下 犹如漫天花雨 白货香 那些先生没想到 还有这一手 不少中招的 银针太快 快得他们还没来得及防御 银针过后 是一片药粉 那个药粉 是十分凌厉的寒香 可接触到了药粉的 霹里啪啦的全倒下了 接着 一阵惨叫 他们皮肤上 出现了黄豆大的疗泡 白货香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奔着雅巴兰和苏巡 他们的方向过去 他想护住我们每一个人 可这几乎不可能 他不是雅巴兰 没法扛起这么多人 更何况 这地方十面埋伏 下一瞬 数不清的阴影 腾空而起 是震翅的声音 郎个妹娃这么厉害 我倒是要看看 是个西川口音 那些阴影 是银色的翅膀 那银色翅膀一动 中毒的人 疏然就缓过来了 白货香猛然回头 简直像是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五毒女 阴影之中 阴影约约 是有个女人的轮廓 头上以麻花辫子 缠出了一个高高的发际 是什么来头 那个女人 能解毒 下一秒 那些银色蝴蝶 对着我们就扑过来了 一个过头虎称 学着下毒 被称为五毒女的女人 声音清脆 如西川特产的银铃 今日里 倒是要教你见识见识 郎个是用毒 我清楚地看到 白货香虽然没有什么外伤 但是 鼻子下 躺了血 她 也中毒了 我立刻拉住她 白货香 你快跑 白货香一把甩开我 眼神凶狠如爆猫 你觉得 我不如那个女的 是个鬼衣 有人说道 带回去 管用 你是看她漂亮吧 这么漂亮的姑娘 非要跟着那个李北斗 自寻死路 可见漂亮是漂亮 脑子不大好 这个时候 旁边一阵巨响 哑巴兰已经被抓住了 几个人 踩在了她手腕上 你们家老不死的老太太呢 怎么没来救你 老太太来了 也就不了小娘子了 周围的行尸 也早被五先生挡住了 金毛被两个青狮子围攻 头上被咬下了一大撮金毛 根本没法分心 来命令行尸 白货香还要伸手掏出药包 可她身体已经开始摇晃了 一下就靠着我的身体 滑了下去 白货香 可白货香一只手 还是要把东西掏出来 但是一只手 啪的一下 就打在了白货香的手腕子上 你不行了 是那个五毒女 五毒女抬起脸来 是个玲珑的瓜子脸 可月色下 她的眼睛竟然是绿色的 像是某种冷血动物的眼睛 而这个时候 一股子披风对我一撞 我的身体被重重撞出去 跌在了一棵大树上 轰的一声 头顶的树叶子 落得纷纷扬扬 一只手已经卡在了我的脖子上 你不行了 是熊皮人的声音 她的脸逆着月光 黑须须一片 看不到表情 猴头涌上了一股子血腥气 呼吸不了了 你早就该死了 这次死了 不要回来了 耳鸣里 这悠闲的声音 忽远忽近 透过冲血的视线 我看到了白货香倒下 被人拖走 哑巴兰已经被人 可眼皮越来越重 一阵窒息 我撑不住了 有笑声 血 血 那谷子熟悉的气息 忽然翻涌了上来 是求生的本能 和屠戮的冲动 是九尾虎尾巴的力量 我猛然睁开了眼睛 第1614章 感识萨满 熊皮人没想到 但嘴角一低 显然有些轻蔑 估计觉得 我是回光返照了 他低下头 轻声说道 你记住了 再入轮回 你的仇人 另有欺人 我到了现在 还是不知道 仇人是谁 甚至 不确定自己是谁 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好久没闻到 血的气息了 我喜欢这个气息 周身一股子气价乍起 眼前一片发红 我听到了碎裂的声音 不大 却异常清楚 啪 啪 细微的声音蔓延 凝聚成了一声巨响 身后那棵树整个碎裂 木屑乍起 见得四处都是 跟木屑一起到了半空的 还有熊皮人 他凌空翻了一个跟头 即便能力极强 已经稳稳落在了地上 抬起头 看不见脸 也觉出他对眼前一切 难以置信 不光是他 所有给江家帮忙的 都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不是不行了吗 而且那个气 好像不太对 那不是龙气 带着邪 还真是邪了 那么强大的力量 他是从哪里弄来的 真比胆子 一个声音阴阳怪气地响了起来 这小子不过是回光返照 也能把你们给吓成了这个样子 山下人不光细皮嫩肉 胆子也小 是个跨着大棒 细瘦如指扎人的先生 对了 他曾经在哑巴兰咽喉上 踩了一脚 是说 又有一个粗豪的声音响了起来 咱们在这里 还怕那小子 先出了什么花样来说 这是个戴着皮毛高帽的 帽子两侧 延伸出了两个牛角 看上去很像是个野人 这个人 铲过哑巴兰的颈骨 也对 其他的先生 有了这两个出头鸟 都跟着应声附和 您两位在 前头又有江架 咱们有什么好怕 还有不少在冷笑 不知道是在冷笑我的找死 还是在冷笑 那两个怪模怪样人冲大头 熊皮人却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稍微往后退了一步 早就有看热闹不怕火大的说道 先生已经在玄武局费尽千辛万苦 那个灾心既然不肯付诸 有咱们呢 对不对 周围的声音跟着呼和了起来 对 这小子 就是个秋后的蚂蚱 蹦跌不了多长时间了 先生休息休息 这里有我们呢 熊皮人趁机后退 周围的人涌了上来 这四周围来的人确实不少 混沌的脑子逐渐清除了起来 我看见了他们身上携带的东西 白色的号桑棒 南陵秋家的打尸人 装饰着犀牛角的笑帽 咕噜穿的野萨满 等等等等 他们都是延续了几百年的家族 在行当里 因为人数稀少 形式诡秘 不为人知 却心狠手辣 江家为了凑人手 不知道费了多大的心思 什么臭名昭彰的 都给网罗来了 不过 我为什么会认识他们 验圣册里没有 三舅老爷也不曾提过 可我就是认的 我还知道 打诗人常年接触煞气 时间长了 人也会有诗气 必须在手足心钻出孔洞 把煞气排出去 右手平时常用 他们左手足心 是空门 野萨满号称能通灵三界 确实能以类似 捷灵术的本事 把厉害的东西召唤出来 不过他们的枕骨上 往往比别人削薄了一层 说实力于上天下地去通灵 枕骨 是空门 这好像 是烈石动物的本能 下一瞬 打诗人的棒子 对着我的头就抡过来了 我知道 这个棒子 据说是三川底下的石头做的 坚不可摧 外号金刚杖 能抡断金刚铁板 重量也没人估得出来 横竖 只有打诗人的敌传 才拿得起来 是金刚杖 那小子的脑袋 怕是保不住 要成韭菜花了 周围群情激愤 确实很快 那骨子破风 甚至连拿出七星龙拳都来不及 可我只是抬起了手 轻轻一等 那根虎虎生风的金刚杖 却猛然就停住了 刚才那个几乎能掀起裂锋的势头 宛如被摁下了暂停键 打诗人的表情一凝 像是懵了 他没遇上过这种事 不光是他 刚才叫好的声音 也瞬间全停住了 这个地方 一片死寂 甚至听不到蛙鸣 打诗人回过神来 这才意识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咬牙 整张脸一片脱红 嗨呀一声 还想把金刚杖给抡起来 他把左手也搭上了 可我的手上用了劲 一股子跟刚才一样 几乎要挟的力量 猛然从猪血手上炸出 咔的一声响 那个金刚杖瞬间分崩离析 炸得到处都是石线 打诗人脸色一白 还没来得及愣 细瘦的身体 猛然就被炸碎金刚杖的力量掀翻 重重回落到了人群里 这还不算 那个巨大的惯性 又把那一串人 掀到了很远的地方 过昂 我抬起了眼睛 血腥气太少了 不够 那个力量 正震到了他的手心 他起不来了 空气再一次死寂 熊皮人没动 但觉得出他的视线 正死死地盯着我 我抬起头 看向了哑巴兰和白货香 他们所在的方向 有几个想把哑巴兰给拽走的 一下就僵住了 我冲着他们 缓缓就走了过去 可这一瞬 又一个破风声 对着我脑后就抡下来了 是熟山削皮的绳子 萨满用来抓斜碎手脚的 一旦被套住了 那就越挣扎越紧 据说曾经靠着这个 套下了天河下来的肉赤牛 野萨满 我再一次抬起了手来 一身蛮力的野萨满大喜 山削皮绳瞬间羞的一声 缠在了我手上 呼呀 野萨满的声音 一阵狂喜 这是野萨满的语言 意思大概是套中了 猎物的喜悦 周围顿时也是一阵欢呼 不愧是野萨满 天上的东西都能套来 区区一个礼杯斗算什么 野萨满极为自得 手上一用劲 收回来 风干辣了吃 说是龙 没得吃过龙肉 可惜真正成为猎物的 另有奇人 我缓缓回过头 咧开嘴笑了 那个我从来没露出过的 邪气极了的笑容 野萨满狂喜的表情 顿时就凝结在了脸上 身为猎物 也应该有面对危险的本能 可惜来不及了 手一反扭 山削皮绳反克为主 他粗大的身体 跟从河里掉出的鱼一样 凌空而起 我的手悠闲地换了的方向 猛然往下一坠 啪的一声响 他的脑壳 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本来后脑壳就比别人薄 这一下去 是熟透西瓜坠地的声音 这个血腥气 就比之前浓重多了 甜美微酸 我想起了老头小时候 经常给我买的番茄胡萝卜汁 以前这个味道的 果蔬汁不好卖 摊贩临走时 会特别便宜 几乎半卖半送 我喜欢这个味道 不对 不对啊 终于 有先生露出了悚然之色 这不像是个临死之人 他身上是不对 这是妖气 这是强大极乐的妖气 哪怕九丹灵雾 都没有这么重 这是什么 熊皮人一声大喝 再不拦住他 三界将会一场浩劫 快 想要受用万代的功德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那些先生见到了我的本事 也有忌惮 但是 挡不住个贪念 谁不想有万事功德 则被子孙 轻始流明 我笑得更开心了 像是娇可及了的人 得到了一个 源源不断的侵略泉水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那个树木 几乎要跟洪水一样 直接把我吞没 第1615章 绝尸之沟 依稀记得 以前遇上这种事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 我可能会恐惧 会束手束脚 我怕伤了人命 损了功德 永远见不到肖香 我怕我死了 再也没人帮成狗开玄武局 可现在 我什么都不怕了 肖香得到了水神信物 成狗的玄武局 我也经历了 老头和高老师 有燕圣门照顾 至于这些人 是啊 都是命 可我没干对不起他们的事 他们却要我死 我没什么牵绊 也没什么留恋了 来吧 手举起 那个妖邪的力量 贯穿了眼前的一切 横扫八荒路河 像是一把能劈开环宇 最锐的刀 有些石油小鬼 和杰林邪碎 甚至没来得及 发出一声惨叫 血 血 耳边是骨骼寸断的脆响 还有身体被撞出 老远的声音 哄 那么多人过来了 可是这一下 就开云渐日 满目清静 好像淋漓的北风 撕破了笼罩天地的鸡血云 那些人被震开 我踩着数不清的 倒伏在地上的脊背 往外走 好像跨过了一道一道的阶梯 有些人跪下 有些人在爬 他们不相信自己眼前 见到的这一切 这个妖气 它不是假的真龙转世吗 可这也不是龙气 是妖气 这里北斗不对 它跟开始的时候 不一样了 我早就跟以前 不一样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 记不得了 触目所及 满眼七黄 我却觉得很痛快 我被嘈杂吵得很烦了 早就想清静清静 熊皮人站在远远的 一层树林附近盯着我 可我清楚地看到 他胸膛在微微起伏 有后悔 有不甘 可一切 都晚了 他和身边的江家人 往后退了一步 低声吩咐了一句 晚了 看来 不得不托付到他们身上了 要走 说来就来 要走便走 一开始要杀我的 不是你们吗 是啊 要是以前的我 肯定万事不计较 可现在 心里的什么东西崩塌了 这事儿 不算完 风在耳朵边掠过 我已经奔着熊皮人过去了 犹如一只 攫取猎物的鹰 面前有些忠心耿耿的 见状立刻大叫了起来 他要对先生不利 呼啦啦 又起来了一排人 视死如归 要护着穿熊皮的 可他们挡不住我 最前头是西川金手冯家 十根指头 像是十把铁钩 钳子一样 卡住了就不会松开 能束缚住气 那双粗大的手 抓住了我的手腕子 他面有得色 能在这个时候抓住我 那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 但是下一秒 那专门束缚器的手 猛然被炸开 他眼睁睁地看着五根手指头 往相反的地方弯曲 啪的一声脆响 就成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形状 有人脑子聪明 已经绝出来了 立声说道 龙狮子 还有吞天虫 黑压压一片东西 笼罩了下来 是啊 落在身上 我就完了 但是 妖气从身上往外炸起 那些东西还没碰到了我皮肤 疏然就炸裂起来 噼里啪啦落满了一地 好像靠近灯油的鹅子一样 还没碰到火焰中心 就被灼死了 我以前也见过这一幕 公孙筒就曾经把气 以无形化作有形 想不到 我也能做到了 那些人完全被震住了 全将在了原地 他不是人 也不是人 能对付得了的 不知道谁起了头 丢下了东西 这一下 好些人噼里啪啦 手里的东西全掉了 他们自然不甘心认输 但是没办法 他们害怕 这个时候 披着熊皮的 已经跑得更远了 但眼前一花 我已经到了他们面前 这个力量 强大的畅快凌厉 仿佛我能做到 天地之间任何事情 江家人悚然移动 还要保护熊皮人 可七星龙拳出鞘 那骨子强大极了的 妖气崩裂出来 势如破竹 他们散出去了很远 熊皮人往后一退 像是知道 已经没有了退路 加上心里始终不甘心 忽然抬起手 对着我的右臂 就拽了过来 他想卸下那个 带着太碎牙 和猪血手的胳膊 可我反手拽住了他 舒然就把他拉到了前面 熊皮人到底是熊皮人 一脚跺在地上 数不清的黑雾腾空而起 要把我给震开 那个力道 几乎跟杀手键一样 我瞬间被震退了一步 一股子破风声抓住机会 对着我脖子 就掏了过来 那是个绝尸钩 专用来打行尸 行尸带着尸毒 力道准头用得好 不用近身 能把行尸脑袋直接拽断 这东西有机阔 卡在皮肉里松不开 他预备好了 我会抬手挣脱绝尸钩 早预备好了后招 可我反手一拽 他力气 没有腰气大 终于腾空而起 但便招极快 一脚对着我 胸口就下来了 不愧是熊皮人 我身体猛然往后一退 胸口就是一阵闷痛 他已经拼尽全力 他抓住了机会 回手收钩 直接把我拉过去 可我身子悬起 反手已经脆快地 盖在了他头顶上 他的身体猛然飞远 但因为钩子还在手里 被我一把拽回 等他抬起头 我的脚已经重重地 落在了他胸口上 面无表情 那一下 他身下的地面 猛然崩裂 他的身体出于本能 痛苦蜷缩 如一个虾米 模样可不大好看 跟之前那个居高临下的样子 判若两人 那骨子死记 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 几个先生喃喃地说道 他竟然能把先生 先生不是已经脱胎换骨了 但熊皮毕竟是熊皮 忽然一只手 撞在了我颈骨上 那力道极大 趁着我身体一晃 以极快的速度 翻身要走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可我愉悦地笑了 抢上了一步 熊皮人的斗篷 已经被我一把撕裂 熊皮后面 终于露出了一张脸 长得很面熟 十分英俊 跟江辰有些相似 但是 比江辰岁数大 不过 那个面孔 终于露出了恐惧 但他仍不死心 忽然反手 对着我脖梗劈过来 但我比他快 手腕干脆利落一拧 他身上的气息 源源不断逆流 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立刻拼命挣扎 并且看向了身后 后头 还有帮手不成 第1616章 千斤重担 隔着人潮的缝隙 我现在发着红 锐利极了的眼睛 也看到 不远的地方 隐藏着许多图神使者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但恰巧相反 没有靠近 他们也要走 熊皮人身体 这才松弛了下去 他绝了望 可他忽然转脸看着我 喃喃地说道 你会后悔的 后悔 也或者 这才是我压抑太久了的本能 我不再是那个烂好人了 我忽然有些迷惘 这是我的进步 还是我的妥协 这是他们逼的 李北斗 这个时候 一个尖锐的女生想了起来 你松开先生 你看看 我手上是浪个 白霍香 白霍香的指甲和嘴唇 开始发自 你再洞先生一下 这个娇滴滴的鬼衣 就再也没得了 那声音脆快得跟银铃一样 可却带着阴毒和威胁 我猛然回过神来 白霍香 对了 她是个很重要的人 五毒女露出了洋洋得意的表情来 你再强 又有拉个用 你手底下的 一个比一个没用 她一只手一动 就露出了一柄秋水似的小刀 还不松手 这么漂亮的脸蛋花了 可比死了还难受了 可这个时候 一个滴滴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说 谁没用 五毒女顿时就愣住了 她难以置信地低下了头 白霍香已经睁开了眼睛 对着她笑 拉个渴呢 五毒女的声音发了颤 但刚说出这四个字 她忽然就捂住了自己的喉咙 露出了极为痛苦的神色 紧接着 她的眼珠子爆脱了出来 身体倒下 剧烈地打滚 发出了一声长又尖锐的哀嚎 白霍香 呼吸已经十分困难了 但她还是竭尽全力对着我笑 你想做什么 只管做 绝不会给你拖后腿 你只要记住 你是谁就行了 我是谁 混沌的思绪 像是猛然从高空坠落到了地上 我想起来了 我是商店街里北斗 千眼玄武的眼珠子转动了起来 叹了口气 还是跟以前一样 而这个时候 金毛忽然从一边冲了出来 嘴角全是血 浑身上下 好像用吐了的鸡毛胆子 几乎没有一个好地方 伤得不轻 可她歪着头 一脸骄傲 我注意到了 那两个青狮子 没有再出现 可这个时候 后面一阵响声 李北斗 你闯下大祸了 她成了一个灾 源源不断的人 天师府的 还有更多风水型的人 早就应该收拾她 咱们一直没做到 养虎为患 来吧 来吧 熊皮人已经没有出的气了 我把脚从她身上拿下来 你们来得正好 你已经是咱们这个圈子的公敌了 你要是识相 就束手就擒 我们带你到天师府 去见首席天师 我不识相 人师不少 也都带了杀星 这个遗旨气使的样子 我似乎以前 也见到过 一个巨大的网子 对着我的头就套了下来 退无可退 天罗地网 可那骨子妖邪之气炸出 我一手 就把九星连珠网 全部扯碎 所有抓着网子的人 呼啦啦拳 跟烟火一样 散出去了老远 伤了多少人 我记不清楚了 我不分老幼 一视同仁 有些想跑 可是跑不掉 宽人得太久 我不想宽人了 血腥气越来越重了 在极度兴奋之中 我面前的人越来越少 直到尘峰扑过 已经一片安静 我脚底下 堆积如山 站在最高的地方 果然能看得最远 我下来 去看白货香和哑巴兰他们 可刚要低下头 一道破风声 对着我后颈就过来了 这东西 带着一股子铁锈味 竟然能穿过身侧的气 是个神气 李贝斗 我不信 你死不了 不远的地方 是汪疯子的声音 喘息得很剧烈 显然因为青狮子的缘故 伤得不轻 他一直躲在什么地方 还没死 但是下一瞬 一个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过来 在我身后一等 那个带着铁锈味的东西 疏然落地 汪疯子声音一宁 你们救他 也没用 这个货 他闯大了 整个行当 他得罪光了 他迟早 你管得着吗 他的烂摊子 我们收拾 一个声音从我身后 懒洋洋地响了起来 偏偏 锋芒四射 艳圣门老四 哎呀 岁数大了 真是看不得这个 血流成河 嘖嘖 怕就怕 是师父的声音 他对着我一笑 太为给门主高兴 犯了心脏病 门主 你要做的事 就是咱们艳圣门的事 不告诉我们 是拿我们当外人 唐义 就是就是 穿着各色鞋子的艳圣门人 浩浩荡荡 阵仗不比江家和天师府的小 门主 我们来晚了 你吃苦了 下次 千万别忘了 咱们艳圣门的 跟你一体同心 再说了 恩公不管干什么 由我们撑腰 数不清的声音 在后面响了起来 那些 被我帮助过的灵物 脱家带口 恐怕把自己的亲族都叫来了 你们 怎么来了 我们 接你回家 那些声音 一口同声 那种滔天的杀意 像是瞬间冷却 兴奋退去 我心里猛然一酸 身体摇摇晃晃 失去了重心 要挟之气 跟退潮一样 迅速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四肢百骸 难以形容的剧痛 像是每一寸骨头都断了 每一块血肉都翻卷了起来 可是 日光照耀了下来 意料之外 很温暖 很多人把我围住了 千呼万唤的 都是我的名字 其实 这一路走来的艰辛 也都值得 我好歹 也得到了很多 人像是落入了万丈深渊 眼前一片漆黑 朦朦朦朦 我忽然觉得 面前坐着个人 看不清楚他的长相 可隐隐约约 只觉得眼熟 这是谁啊 那人开了口 你受苦了 你是谁 眼前逐渐清晰 映入眼帘的 是个十分熟悉的身影 穿着黄袍 心眸见目 而那个气势 比逆天下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我的心里猛然一阵 警朝国君 他对我一笑 有件事情 我没有完成 只能托付给你 什么事情 找到那个改局的人 真龙学会带着你 去你想去的地方 他的声音 凛冽坚定 重新把属于你的东西 全讨回来 我一愣 我的东西 我的 什么东西 真龙学真正的秘密 我慢慢明白过来了 你建立四项局 就为了那件事 可是 连你都没做到 我行吗 你很好 他对我笑 比我要好 所以 我背不起的千斤重担 就托付给你了 我张嘴想问他 真龙学是 干什么用的 当年改局的 又是谁 那个千斤重担 是什么意思 你又是为了什么 担负起了这个千斤重担 还有 你和萧香 可还没等我说出来 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忽然动荡了起来 像是闹地震 闹得要土崩瓦解 接着 眼睁睁地看着 那个身影在我面前 慢慢消失 我只看到 最后 他对我微微一笑 李北斗 这个震塌了一切的 原来是 白霍香的声音 我睁开了眼睛 光线明亮 我闻到了一股子药草的清香 却很富裕好闻 让人凝神 醒了 周瑜醒了 他死死抱住了我 放声大哭 人人都说 女人是水做的 果然没错 眼睛适应了光线 我看到身边聚拢了很多人 他们同时 露出了如释重负的表情 第1617章 心里有愧 哥 你不知道你 这次身体毁成了什么样子了 先是精气伤身 又是九尾狐的尾巴发疯 霍香姐为了你 自己的毒都来不及解开 亚巴兰的头包得很严实 像是个特大号的棉花糖 夜下是一双拐 苏巡坐在个轮椅上 手上还捧着那个盒子 特别认真地说道 我想好了 要是你出事 这盒子 我给你用 从江家弄到的那个 避水车渠骨灰盒 亚巴兰一巴掌 打在了苏巡脑袋上 不会说话你就少说点 可她的意思 我明白 那么珍贵的东西 她舍得 我笑 老四哼了一声 似乎十分不屑 师父则凑过来 非要先看看 那个盒子什么构造 老齐刚想说话 已经被Maria姐拽开 自己挤进来叽叽喳喳 你这身子板 还得跟姐还债呢 可不好就这么浪费下去 为了防止夜长梦多 简日不如撞日 要不就今天还吧 很多灵物连忙劝她 姐 今天就算了 好不容易活下来 省着点用 人家都说 细水方能长流 这些声音里 我想起了刚才那个梦 那不是预知梦 也不是普通的梦 跟玄武局的梦魇一样 这是我自己的潜意识 要告诉我被淹没了的记忆 果然 我就是那个警朝国君 有些事情 绝不能忘 真龙穴 我要挑起的千斤重担 到底是什么 喂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我身侧响了起来 这一声 喂 周围立刻就安静了下来 这是最熟悉的声音 程兴和 她躺在临床 胸口是好宽一条绷带 好像剖腹自杀 被抢救回来了一样 四目相接 她的眼睛依然好看 却跟之前那种 澄澈不大一样了 你还没死 我瞅着她 好人不偿命 祸害一千年 真是不假 成狗猴结一滚 想说话 可没说出来 亚巴兰她们 都露出了十分担心的表情 我盯着成狗 只能主动点了 你是不是 有什么话 要对我说 她微微汗手 却因为牵动了伤口 皱起了阴婷的眉头 半上 勉强吐出三个字 叫爸爸 我他妈的叫你大爷 你讲吧 我尽量把身体 调整成了一个 更舒服的姿势 我知道 这将是个很长的故事 她愣了愣 也自嘲地笑了笑 从哪里开始呢 就从你收了江家的钱开始 她眼睛一凝 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是啊 那个时候 我很缺钱 你这一辈子 属实也没什么不缺钱的时候 这么多屁话 你还听不听了 她恼羞成怒 你讲 她长长地吐了口气 这才说到 你让他们都挪开这里 我又不开演讲 玛丽亚姐忍耐不住了 这里的又不是外人 你扭扭捏捏干什么 懒驴上墨屎尿多 玛丽亚姐 算了算了 他们肯定有要紧的话要说 咱们确实得让一让 不 我跟李北斗 那是肉体关系 大可不变 白货香咳嗽了一声 第一个出去了 剩下的人也都识去 虽然除了我身边 这个四项局小分队 其余的人都不知道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也都跟着出去了 程兴河翻过眼皮 缓缓说道 其实吧 有些事情 不是我不想说 是 我知道 是难开口 一开始 他未必拿我当朋友 可是时间长了 就不一样了 我们是过命的交情 但哪怕是过命的交情 才更患得患失 大家生死相依 你却有这样的秘密 说出来 哪个人心里能舒服 他失去的实在是太多了 越泥足深陷 就越害怕失去了 不能坦诚相对的 还是朋友吗 从他是个囤鸡痞就看出来了 他哪怕有了钱 这一辈子的颠沛流离 也足够让他失去任何安全感 这件事情 总是不说 就总是拖着 一直拖着拖着 就到了今天了 只怕对方也看出 程兴河有了二心 未必真能跟约定的时候一样 一心一意地给江家做事 他是个人 人心总是会变的 江家心知肚明 却并不挑破 就是要用在玄武局上 他们知道 我来玄武局 就是为了程兴河 要是实在拦不住我 那这个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目的 就成了他们阻拦我的 最后一个杀手锏 他忽然不吭声了 接着 苦笑 其实我不该瞒着你 没什么 我答道 我要是你 可能也会这么做 再说了 谁肚子里还没点隐私 可这些隐私 他没说下去 这些隐私 好几次 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都知道 你知道 他一愣 你知道什么 在我耳朵里面放了东西 把我的气韵换给江辰 是你干的 在月亮山登顶的时候 你借口爬不动 留在下面等着我 也是因为 谁把雨吩咐了 他找了徐福在月亮山害我 让你不要掺和 还有 那次我们去解决 琵琶歇的事情 你不告而别 也是因为水白雨 要在那地方诬陷我 让我成为全行当的敌人 你在那 诸多不便 诸如此类 不少 这几件 算是你代表作 程兴和不吭声了 他摸着自己 撇下去的肚子 手指头摆来摆去的 心虚 每次他偷吃了 我牛肉面的牛肉就这样 你 他考虑了半天 才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太简单了 我耳朵里有剑韵的东西 是有人偷偷 往耳道里面塞的东西 只能是我身边人 我看了那东西 边缘有一些十分细微 残粉的痕迹 像是放东西的人 指甲不整齐 既在我身边 指甲又不整齐的 也只有你了 你爱咬指甲 月亮山那次 你说你爬不动 可你是不是忘了 你在豁嘴紫山 生活了这么久 不是走山路 比下地还轻松吗 还吹嘘过 自己几天几夜的山路 不带累的 那次我还没累 你先累了 琵琶些不告别 就更别提了 那次本来就是水白雨 要陷害我 可只要你在我身边 这事就不会跟他 测算得那么顺利 他怎么知道 那几天 你偏偏不在我身边呢 除非是他安排的 程兴和半晌没说话 原来 其实 我心里早就有底 更别说 多少人跟我提过 要小心身边人 水白雨 为什么说那一句 那是为了敲山震虎 不是提醒我 而是提醒程兴和 他的把柄 在他手里 程兴和咬了半天牙 转脸瞪着我 你他娘早就知道 一直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早告诉你 谁心里还没点隐私了 那你为什么不说 看你憋得难受 我就高兴 诚心和气地 要下来打我 可他为我挡的那一下 几乎是擦着心脏 一动 脸色就发白 我心里一紧 你那个时候 为什么替我挡那一下 那个时候 玄武局到了最后一刻了 他自己生死都没准 只要多等一会儿 他就能眼看着自己 逃出诅咒了 他做的这一切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为什么千辛万苦 到最后 还是自己挺到我前面去了 他喘了口气 答道 我 我也不是诚心的 我就是 没多想 没多想 就肯拿出自己的命 来保护我 熊皮人刚把他的事情给踢爆 冒着被我误会一辈子 恨一辈子 都没法解释的风险 关系越亲密 背叛就越痛楚 还有 不管你信不信 他缓缓说道 我以前跟你说过 宁愿我自己死 也不想 你为了我死 是真心的 他说过 我一辈子 就你这么一个过命的朋友 那句话 跟那天的月色和啤酒 我一直没忘记 我没有不幸的理由 中秋节之前 他犹豫了好几次 临门一脚的时候 也不让我们继续进玄武局 为他牺牲 也是真的 他有愧 其实我知道的 比你想的还多呢 他一愣 你还知道什么 第1618章 抵士补局 我还知道 从额图及雪山下来 我当初之所以发现 耳朵里藏着东西 是他一直旁敲侧击地提醒了我 问我为什么突然晕车 你以前不晕啊 晕车跟耳朵 就有很大的关系 他若无其事地 还建议我 掏掏耳朵 也是因为他的点拨 才发现了耳朵里的东西 月亮山的时候 我差一点就被 徐富海地掉到山下 摔死了 但为什么没摔死 是因为他知道 那天我会遇上灾祸 躲在了最后面 抓住了最好的机会救了我 那个时候 他用的还是狗血红绳 留了满手的血珠子 琵琶现在事 就更别提了 他是照着水白雨的意思 没有出现在我身边 可是 他偷偷去把证据拍下来了 就是预防 我照着水白雨的计划 成为行当公敌 一早就让天师傅 给抓了处刑 他为什么还继续 跟他们合作 洞察了他们想害我的方法 才能在需要的时候 及时帮我 程兴和一声不吭 我侧脸看他 意料之外 第一次看见 他一张嘴 死死咬着 自己一个拳头 脸憋得通红 可没憋住 这个王八蛋 会哭 看这个阵仗 虽然没发出什么声音 在心里 估计是滂沱大雨 他没少受委屈 为了活下去 他挨饿 撒谎 被人捏住把柄 逼着 做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 所以 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 眼看着程家祖先 不放千眼玄武 他心里积存的委屈 几乎崩塌 他大概想着 我只是想活下去 跟每个人一样 有错吗 但他到底还爱面子 立刻抬手去擦眼睛 不过身上有伤 一牵动就是剧痛 动手动得很拙劣 瞒不过我的眼睛 男儿有泪不轻弹 我故意笑话他 掉的那是金豆子 破财 管他妈的财不财 程兴河哽着嗓子 老子是男派继承人 有的是钱 他肯定也后悔过 也犹豫过 不说开 也只是因为这件事 不说反而省事 有些事情跟镜子一样 碎了就回不去从前了 我吐了口气 抬头看着天花板 窗外的阳光 通过了水面折射到了上头 跟着水波一动一动的 很好看 不论如何 玄武局到底被破开了 我们想做的事情 也都做到了 这种平安喜乐 真好 故 我的肚子难得地叫唤了起来 我好像比以前容易饿了 大概 是因为我身上 多了以前没有的东西 那个九尾狐的尾巴 像是活的 也像是一个定时炸弹 让他们送点吃的来 我得吃肉 我也吃 除了肉 还有大螃蟹 对了 让老齐 再搞点火动员来 你当火动员是娃娃鱼 想吃就有 娃娃鱼也能凑合 还要跳跳啊 就你会吃 不过 能活着 真好 只要活着 总还有转折和希望 我扯着嗓子想喊他们 可嗓子也疼 这一下 一个特别丑的东西 忽然从床下跳起了 奔着门口一扭一扭就过去了 我一开始吓了一跳 这是个什么鬼 包得跟个木乃伊似的 仔细一丑 好吗 是金毛 他去给我通风报馅了 估摸着 提起肉来 他也想吃了 金毛 那俩青狮子怎么样了 他回头给了我个傲然的眼神 让我自己体会 我明白 根割硬碰硬 割受的是伤 他们丢的是命 金毛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出息了 吴家有出长城 让人欣慰 只是 我心里一疼 大家都在 江彩萍和徽百苍不在 要是他们在 会更开心 江彩萍一定在忙里忙外 徽百苍一定在大吹牛皮 可现在 程兴和看出了我是怎么想的 也叹了口气 打退唐鼓的时候 他应该也是既想活 又觉得内疚 事已至此 过去的路不能回头 还好 我们还能继续往前看 千眼玄武说过 还有见面的机会 但愿如此 哪怕不能 我们的命 是他们换来的 更要加倍珍惜地活下去 说起来 千眼玄武没地方可去 竟然也留在了我们身边 这一出去 不知道找他抱眼珠子的 又有多少 他暂时拒绝说话 他自己爆炸的那些眼珠子 应该很久才能修出新的来 白货香知道 我有食欲之后很高兴 这对身体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征兆 对程兴和也一样 到最后 白货香他们 没有一个人问过一句 成狗当初做过什么 大家心照不宣 只当那件事情 被选择性遗忘了 自救 毕竟是本能 我们都是人 不是神 这一顿饭 吃得算是花样百出 几乎人人都贡献出了 自己拿手的一样 Maria姐 煮了红豆汤圆 炸了糯米年糕 灵物送上了各自得到的野贡品 什么福林人参的 看一眼都能流鼻血那种 艳圣门的 带来了西川的山珍辣味 各种复杂的香气交错在一起 百花齐放 霍香姐 你的哪首菜呢 雅巴兰也拿出了 锦江府特产的酸甜泡菜 白货香指着个碗 没看见 速冻饺子是他煮的 还破了好几个 苏寻想笑 被白货香一瞪 憋回去了 吃着吃着 老四就开了口 门主 你说 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下一步 也不等我回答 他筷子一拍 脸红脖子粗 叫我说 那帮名门正派已多起手 不如撕破了脸 趁着他们元气大伤 先把天师傅给抢回来 那本来 就该是他们赔偿给咱们的 四宗家 不是说好了 吃饭的时候不谈公事吗 师傅慢条思理地说道 要消化不良的呀 我一听就知道什么情况了 我这一阵子 是不是又出不去了 想也知道 我冒着天下之大不韦破了玄武局 又打伤了江家那么多人 伤江家倒是没什么 毕竟江家跟我们 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 可有一样 江家的帮手 几乎涵盖了风水行的各大家族 我那一出手 算是把风水行里的家族 得罪了一大半 更别说天师傅了 天师傅本来是打算对我网开一面 可望疯子再次吃亏 我也伤了天师傅的不少人 又是一笔债 天师傅肯定说 什么对事不对人 为了三界平安这个伟光正的理由 把之前的交情全抵扣了 我成了三界的公敌 燕圣门除了之前交好的那些家族 也重新孤立无援 我想起来了 对了 四项局不是破了吗 怎么还是稳固的 师傅咳嗽了一声 因为 敌老头子 趁着你们去玄武局的时候 偷偷把青龙局给补上了 我当时愣住了 补上 是啊 赶得险急了 据说 只差一炷香的时间 你们就把玄武局给破了 那就来不及了 不愧是敌老头子 连四项局都能补 玄武局相当于有四个引擎 只要有一个 还是能运行的 那局的效果 就还能勉强维持 不用说 肯定是将家人想方设法 请敌老爷子帮的忙 不光将家人 希望四项局继续发挥效果的 简直太多了 说起来 一直到了现在 我们也不知道 青龙局到底是哪一家的 这修补局 我猛地皱起了眉头 不会是 把萧香给重新镇压 回去了吧 门主放心 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师傅一眼就看出了 我是怎么想的 他们是找到了 其他的政务填充了进去 毕竟是江家 江家家大业大 不知道多少风水密宝 我又想起了 那个披着熊皮的人来了 死了吗 他又到底是江家什么人 跟江城长得那么相似 这跟四项局被改动 肯定也有关系 江家人非要守住四项局不可 肯定还是 为了出真龙 老四加了一块牛肉进嘴 冷冷地说道 四项局真的完了 他们家就借不上那个光了 我想起了刚才那个梦 我的千金重担 不是也跟真龙局有关吗 二十年前 真龙学被打开 我出生 可龙气明明到了江家 我是怎么回事 得先搞清楚了 那天进入到了四项局里 动了九龙台关的 到底是谁 从哪开始查起呢 说起来 当年四项会的成员 能活下来的 大多在十二天街之内 可是最近 十二天街 全体失踪了 这后头 肯定藏着事 说不定 就跟当年挪动 九龙台关的真凶有关 七星 成星河忽然开了口 他的鼻子嗡嗡的 别的不说了 有你这么个朋友 我这辈子值了 我也一样 如果 他忽然说道 我只是说 如果 咱如果有一天 会拼个你死我活的话 不要对我手下留情 我皱着眉头 张嘴就想骂他痴撑了 但我心里悚然一动 我记得很清楚 他爹 可能是被验圣门的人杀的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我一笑 你也不用 对我手下留情 所有的线索 几乎都要从错综复杂 凝成一股绳 下一步 就是查清楚 当年那个真相了 我妈 肖香 脑袋一阵剧痛 白货香说 这么久 都等过来了 不用急于一时 缓缓再想 对了 门主 最近有人一直在找你 师父忽然说道 打虎克楼家 老四冷笑 有人出了赏钱 让他们 来杀人是不是 咱们验圣 可没一眼讲给那帮娘们听 不对 在银河大院 我跟楼止水是有交情的 而且 我们提前就说好了 一旦查到了什么 关于真龙学的线索 他一定会来告诉我 这是 查到了什么了 第1619章 多了一个 那想办法 请楼家人过来一趟 老四一愣 找他们 他们信得过吗 楼止水 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还有 我接着问到 最近各个水域 有什么消息吗 打探消息是 齐骏的专长 他咳嗽了一声 东海倒是风平浪静 不过 很多水域出现了水灾 估计真的厉害 但也怪 最近出人意料 忽然掩气息鼓 小道消息 说那两位停战磋伤呢 玄武局 不过是24个小时 我却躺了很长时间 难怪 肖香没来 是啊 肖香不只是我自己的 他是水神 说起了真龙学的事 咔的一声 老四手里的筷子折了 老二的事 也是时候查清楚了 前任门主死得不明不白 咱们还什么都不知道 传出去 怎么立足 齐骏心疼的 当时就倒吸一口凉气 那是象牙的料子 宋徽宗用过的 原来餐具是他拿来的 老四不知道真没听见 还是假没听见 反正没啥反应 照着三舅老爷说的 当年二宗家 因为破解了四象局之谜 被四象会和黑先生 围追堵截 先被四象会重伤 抢走了进真龙学的钥匙 好不容易逃出去 又遇上了三舅老爷 他从杜富金 被捞上来之后 就没救了 真要报仇 只能找十二天街 和老头报仇了 而且 老二跟我 到底什么关系 不 哪怕没关系 我享受了他留下的一切 这件事 就是我的责任 而程兴和就更别提了 追究起来 他爹有很大的可能 也是为了那件事送的命 既然程兴和活下来了 下一步 就是要找当年的杀父凶手了 而我 想找出 那个千斤重担的真相 不查清楚 真龙学不行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而且 只要四象局在 江家跟我们的纷争 就没有头 门主 师父跟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宗家那些秘书 你还没练会 惭愧 确实是没有练会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这身体里 流淌的真的是宗家的血脉 师父看着我的眼神很复杂 宴席过后 容器的重归于迹 白货香给我换药 忽然叹了口气 怎么了 我在想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能走到头 他揭开了一层纱布 你这一生 像是来还债的 还的 还都是别人的债 也有人说 我这一生 应该是来讨债的 只是 那位债主 还没出现 有的时候 我会有点害怕 嗯 你又像是你 又不像是你 我微微一愣 早点睡觉 白货香把被子压好 反正 最辛苦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好日子 应该就在后面了 但愿如此吧 没过多久 楼纸水就举着黑伞来了 一看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吃了一惊 黑伞下面的声音 有点嫌弃 这地方 好像是个难民营 反正你也不是 来度假的 我立马问道 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楼纸水说道 当年四乡 会进真龙学的时候 多了一个人 啥 我立刻皱起了眉头 谁 是个年轻男人 楼纸水说道 要说巧也巧 当时真龙学附近 有学者正在观察附近 一种珍稀植物的生长情况 所以有固定的摄像机 那个摄像机 正好拍到了 真龙学的必经之地 有姜瘸子 燕圣宗家 还有包括楼纸水姨赋 姜老头子 嫡老头子 七老头子 等等初代四乡会的成员 可其中一张 拍到了半个身子 后头多了一个人 那个身子穿着白衬衫 挽起袖子的手腕上 有一个黑色的痕迹 十八比刘仔细看了半天 基本把四乡会的人认全了 都对得上号 可唯独也没认出 那只手是谁的 我心里一沉 一开始 我们都认定了 这件事 是姜瘸子干的 姜瘸子跟姜老爷子 为了四乡局的事情 起了争执 差点丧了命 后来逃到了百度门 无意之中 得到了开启四乡局的 一项关键物品 所以带着那东西 开启真龙学 对背叛他的姜家复仇 可谁知道 东西被同样要寻找四乡局 给燕圣洗刷冤屈的 燕圣门主抢走 姜瘸子心有不甘 所以用撒金纸 召集了四乡会 告诉他们 那件关键物品的下落 让初代四乡会 去把东西 从燕圣门主手里 给抢回来 这也就导致了 燕圣门主被抢被害 又被三舅老爷 拉入杜瘸精 所以 这始作俑者 我们一致认定 是姜瘸子 可现在 怎么会突然多了个人 手腕上的黑色痕迹 老四早就坐不住了 手腕上有黑色痕迹 难不成 是我们燕圣的 燕圣门的 手腕上都有 黑色鲁班尺刺青 但是看到了 那个模糊的 老照片复印件 大家都皱起了眉头 那个黑色的痕迹 并不规则 绝不是方正的鲁班尺 倒像是个 带着刺的苍尔 这个身份不明的人 难道才是 开启九龙台关的真凶 楼纸水 也用自己的关系网 查了 行当里 并没有手腕内 侧带苍尔的人 所以就想让我 一起查一查 不过 看你这个样子 楼纸水皱起了眉头 尼普萨过河 自身难保 也未必能查出 什么来了吧 我倒是觉得 刚好相反 之前受的拘束太多 可现在不一样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没什么 豁不出去的了 看来 那个手腕内 侧有苍尔的人 就是这件事情的关键 甚至 真凶 不过 我看向了楼纸水 这些照片 你是从哪里查来的 楼纸水冷哼了一声 我们楼家 有的是法子 真实性可以保证 不用你操心 要是能找到姜瘸子 那就更更好了 只不过 将瘸子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要是能被找到 早就被找到了 也不用我吩咐 老四早把那个残损的图片 拿出给手底下人查 那个人 是二十年前 真龙穴被打开的事情 唯一的突破口 楼纸水在黑伞下 盯着我们的人 喃喃地说道 我也想知道 那个人到底是谁 我们家的仇 终于找到人报了 那个人到底为了什么目的 又干了什么 如果他真是那个 九龙台关的元凶 那他害的人 可太多了 而他的本事 也太大了 等消息的时间十分漫长 漫长到 我把伤都逐渐养好了 好的一面 是天师府那边传来了消息 杜恒指和乌鸡都没事 不过 因为跟我的关系 他们俩都被严格监管 没法跟我通消息 也多亏了 公孙统及时出现了 坏消息是 我们动用了全部的人脉 也还是没人查到 那半个人的下落 浑身一股子劲没地方用 消香也没有再回来 生活跟死水一样 看似平静 其实暗流汹涌 让人不安 从白货香那得到了认证 终于算是恢复好了之后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想到外头去看看 不光是憋得慌 也惦记老头 我出事之后 验圣门也唯恐有人 拿老头下手 可老头一直被数不清的 眼睛监视 要是把老头接到了这里来 我的藏身之处 就有可能暴露 所以老头还一直留在门帘 这天我和程兴合一商量 水母皮放着也是放着 不如物尽其用 我们俩就躲在了水母皮底下 决定回去看看 哪怕不进商店街 远处看一眼 见老头还好端端地 在躺椅上晒太阳也行 第1620章 跟你一样 白货香知道我要出去 气得不得了 坚持让我带几个人 可人一旦多了 水母皮也藏不下 更是不美 老四倒是大大咧咧 咱们艳圣的门主 还用藏头鹿尾 想出去就出去 谁挡着弄谁 我连忙表示 做人还是要低调点 皇帝还微服私访呢 不就是怕麻烦吗 老四一听 觉得也对 是这个理儿 我们搞到了坐骑 龙气地里 一辆不知道哪个前任住户 留下的二手电动车 电动车的篮子里 还搁着好些个房地产 宣传测验 水母皮一罩 我们就出去了 龙气得不算小 但是我们出去跑惯了 在这待着跟坐监狱一样 肯定也觉得憋闷 程兴和把电动车一鸣 接着让你看看 什么是秋名山车神 电动车打算一气绝尘 没想到起步打滑 差点没把我给甩下去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他解释 这叫飘移甩尾 我寻思你还甩尾呢 八成是要甩我 得亏我俩腿家的紧 这一出去 风从水母皮里穿透过来 简直是心旷神疑 电动车风驰电掣 很快就冲着县城内部冲了过去 现如今天气转凉 街上很多小情侣 牵着手走来走去 程兴和一靠近了 就故意见他们一些泥 我问他是不是吃撑了 他阵阵有词地说 用泥土的芬芳 给他们压一压恋爱的酸臭气 德烈 你这是不用死了 开始有求生欲之外的人生目标了 我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十老怪物加二百五就挺好 关键俩人能疯到一块去 堪称天作之和 程兴和一瞪眼 说我把你爹推井里了 这么坑我 我爹 你要把他推井里倒好了 方便找 七星 你说手上带黑的那人 到底谁啊 他会不会就是你爹 你快拉倒吧 我这爹的人选已经不少了 你以为草船接见呢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算我一个 滚 电动车上了大路 进到了县城里 周围已经立起来了 一栋又一栋的大楼 县城这一两年来 变化不小 既熟悉 又陌生 而且 越靠里 越能看出来 城里出现了很多隐隐绰绰的身影 好像几步一个港哨 数不清的图神使者 看来 我是他们今年的大项目 就靠着我充业绩了 再过一个街角 就到了商店街了 结果到了那个街角 成兴和忽然一脚急杀 你等雷劈呢 劈你大眼 没电了 我和他一阵沉默 离这商店街 还有挺远一段距离 你不知道 看看电池在骑 你懂个屁 是这车电池不行 我看 是你脑子不行 刚要骂他 才觉出身后不对劲 一回头 一辆车因为看不见我们 靠边一行驶 直接把我们对出去了 我反手拽住成兴和 稳稳当当地落在了绿化带后面 电动车则脱离水母皮 直接被撞出去了老远 车上司机一看 路面上凭空出现一辆电动车 出了驾驶位 吓得面无人色 闹 闹鬼了 是个豪车 而车后出来了一个人 我们看清楚了 来人是谁 倒是有些意外 县城不大 一出来就撞上了熟人 霍国妖妃 我们是从赵老爷子的生日宴上 第一次认识的 后来他嫁给了江总的宝贝儿子 就断了联系 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 霍国妖妃 还跟以前一样 风姿错约 美艳不可方物 而他一下来 细脚踝踩着细高跟 轻一连步到了我们身边 用其他人听不到的气声说道 我要是你们 就把水母皮给盖岩石了 我们这才感觉出来 因为俩人盖一张水母皮 跟武龙武士一样 都没注意到 水母皮被掀起来了一脚 要是有人站在我们后面 能看到四条灵配件小腿 我赶紧把水母皮盖了下来 一阵银铃丝的笑声响起 你们胆子还真大 霍国妖妃低声说道 满城的图神使者都来找你们 你们还敢出来 多谢提醒 犯不上装傻了 能说出这种话来 霍国妖妃肯定是认出我们来了 果然 没过多长时间 周围开始聚拢了不少人影 有图神使者围过来了 麻烦了 得赶紧走 可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天上阴云密布 忽然就要来了一场急雨 我心里暗骂了一声倒霉 一旦下雨 路面都是水 我们哪怕披着水母皮 可脚印子也会出现在水上 图神使者认准了地方 一抓一个准 霍国妖妃低声说道 我给你留个人情 上车吧 她肯帮我们 那真是求之不得 我们立马跟着她往豪车上走 这一走 就觉出来了 身后似乎有点动静 一个图神使者 好像觉察这边不对 跟上来了 霍国妖妃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平白连累她 就得欠她的面子 我还寻思 要不别把她牵扯进来 可她已经把我们给让到了车上去了 就在上车的一刹那 图神使者显然是见到了 沾着雨水的脚印子上了踏板 身后一阵破风声 一个图神使者就要抢上来 我立马就要把手举起了来 可这个时候 霍国妖妃一转脸 看向了那个图神使者 那个图神使者 忽然就愣住了 那个表情 像是十分迷惘 下一秒 霍国妖妃一甩手 一个小小的爆裂声响起 啪的一下 犹如破了一盒肥皂泡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图神使者 几乎无声无息 就从空气之中消失了 我当时就愣住了 程兴河也是一样 也许用精气把图神使者掀翻 我也能做到 可我会炸出极强的破风声 跟霍国妖妃一样 润物系无声 就把图神使者消灭 比我那种强大的力量 更加困难 那个图神使者这么一消失 其他的似乎也没觉出来 还四处寻找我呢 这车已经开起来了 我脑子里几乎一空 每次觉得 自己算是见过点世面 就会有新的奇迹出来打脸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古人成不起我 霍国妖妃 在我和程兴河目瞪口呆的视线里 缓缓补妆 补妆完成之后 飞了一个媚眼 准确无误地透过水母皮 对上了我的视线 刚才 可真是吓死人家了 是你吓死我们了 而且 霍国妖妃的那双桃花眼 总像是 有什么魔力 能把人拉下去 出不来 我赶紧把心思挣过来 顺便把同样发呆的程兴河 掐清醒了 你 我想问 她哪来这么大本事 之前在赵家 在她二婚典礼上 根本就深藏不露 她媚然一笑 这就看不出来 因为人家 跟你一样 跟我一样 什么意思 但我反应很快 下一秒就明白了 第1621章 以物易物 你 也有九尾狐的尾巴 霍国妖妃眼珠樱桃小口一笑 不愧是你 还是那么聪明 这个动作 要是别的女人做起来 妖媚得过了火 十分做作 可要是霍国妖妃做 也说不上为什么 只觉得浑然天成 勾魂射破 我赶紧把心思挣过来 不愧是霍国妖妃 在她身边靠得近一点 好像就在悬崖边缘 翻跟头似的 一不小心就落下去了 成星和也一样 我又掐了她大腿一下 她这才回过神 行酒似的 去搓自己的脸 转头看向了窗户外面 不敢再跟霍国妖妃 四目相接 霍国妖妃微微一笑 像是对这种场景 已经见怪不怪 我有种感觉 她好像比我们初见的时候 那种魅惑人的能力 更强大了 而这个时候 司机回到了驾驶位 指着前头 结结巴巴 夫人 那个电动车 霍国妖妃缓缓说道 一个电动车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走吧 可那个电动车 司机回头还想说话 接触到了霍国妖妃的眼睛 眼神瞬间就变了 我看出来了 这个时候 只怕霍国妖妃叫 她去跳江 她也毫不犹豫 心甘情愿 车开起来 那些图神使者 虽然在原地继续找什么 但是没有留意到这个车 我压低了声音 这九尾狐是仗着尾巴多 搞促销呢 怎么到处都是她的尾巴 霍国妖妃微微一笑 要不是她 失去了这么多的尾巴 三亲老人能压得住她 这霍国妖妃 知道得这么清楚 你到底是谁啊 当年一个就相识罢了 霍国妖妃一笑待过 时间太长 很多人都忘了 我有点猜出来了 你跟阿满他们一样 都是被贬折的那批 霍国妖妃的来历 不简单 你猜 别的不重要 我立马问道 阿满现在怎么样了 你还惦记着阿满呢 霍国妖妃一笑 不打紧 阿满身份在 死不了 那阿满 比起了阿满 霍国妖妃打断了我的话 你倒是更应该关心关心自己 我 现如今 几乎所有人都拿你当的灾 你孤立无援 胳膊拧不过大腿 霍国妖妃缓缓说道 也不用指望水神娘娘来帮你 她在东海 被河洛牵制住了 自顾不暇 没法分心 那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霍国妖妃这么精明的女人 不会干没本的买卖 跟我又非亲非故 能主动帮我 肯定有猫腻 简单 霍国妖妃眯着眼睛一笑 你最大的劫难就要来了 我知道这个劫难的内情 果然 只要你得到了内情 劫难就会消灭 霍国妖妃缓缓说道 剩下的路 你将成千里峰 破万里浪 直挂云翻济沧海 程兴河也听出来了 立马捅了我一下 意思是 这好像是个好机会 条件呢 霍国妖妃微微微一笑 条件也简单 她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胳膊上 把你那个心腹大患 让给我 她说的 是我身上那条狐狸尾巴 那东西在你身上 逼着你喝血吃肉 满身妖邪之气 还会让你失去控制 堕落妖道 霍国妖妃黑如地狱的眼睛 直对上了我的眼睛 不如给我 你轻松了 一聊百聊 又能消灭祸患 一本万利 听上去 确实一本万利 程兴河也看了我一眼 低声说道 好买卖啊 霍国妖妃眼睛里暗流涌动 像是有了希望 可我摇摇头 树难从命 霍国妖妃眼神一致 为什么 那东西 是别人请我保管的 既然是三亲老人 请我保管的 那就不是我的东西 自然不能拿来交易 哪怕我跟天师傅 已经是敌对状态了 可这是做人的道德准则 霍国妖妃瞬间有些失望 皱起了春心眉 还是老样子 油盐不尽 你以前 跟我很说 霍国妖妃立刻回过神来 连忙说道 也不是 他眼睛里有了刺探 那些事情 你还没想起来呢 要说是警察国君的事 那确实没想起来 只是偶尔脑子里 会有一些残破的片段 而且 鹅角会剧痛 绝不出来 是因为回忆会牵动鹅角 还是鹅角上的东西 在压抑那些回忆 一只手 忽然落在了鹅角的就伤疤上 我一愣 是霍国妖妃 宛如宁之的手 他盯着就伤疤 眼神像是有些失神 也像是有些眷恋 不过 那个眼神 显然是在怀念他的故人 不是我 但这一下 鹅角一阵剧痛 他的手跟碰上了烙铁一样 飞快地拿了下来 皱起了眉头 接着 像是从回忆之中回过了神来 既然这样 我也不勉强 不过 你那个大灾祸 我知道 我会小心的 霍国妖妃点了点头 这是你最后的大关卡了 也幸亏 有人帮你推迟了 跟老黄说的一样 但这个时候 车已经从商店街上的大路上经过了 我立马说道 麻烦停下车 可没想到 司机跟没魂了一样 根本听不到我们说话 回过神来 听不到倒是好 我们还披着水母皮呢 他要是听见 八成要下得好歹 霍国妖妃却摇摇头 不肯跟司机下打指示 也罢 买卖不成人意在 你死了 就不能跟我做买卖了 霍国妖妃说道 我告诉你 最近 也不要回商店街 一个大对头 知道你放不下你们家老头 早就在商店街等着你们呢 现在回去 自投罗网 我贴着窗玻璃一看 顿时也愣住了 一望气只见商店街上 有一道气 几乎气冲斗牛 静止而上 我从来没见过 那么强大的气 而那个气 带着紫色 大柜 那是什么来路 车从门脸旁边划过 门脸是关着的 没能看到老头和高老师 我不由担心了起来 霍国妖妃 把我们送到了 比较安静的地方 才停下了车 一笑 只要你还想做这个买卖 我随时等着你 反正 咱们的缘分 还在后头 有的是机会 接着 他转头看向了一个方向 接下来有意思了 有一场大戏可看了 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 我顿时也愣了一下 第1622章 三清指令 那地方好大一片功德光 功德光下 是许多车辆 车辆里 陆陆续续下来了不少人 不看别的 光看打扮配饰也知道 都是行内顶流 手腕上戴着琥珀蜜蜡 脚灯云蜜鞋的 应该是西川河家 这一家 以列曲巨型灵物著称 据说曾经生情过 落川下的地龙 背后背着斗笠 光脚穿麻鞋的 应该是天母山流逝 擅长辨别灵物的妖气 但凡有灵物出现 小到百年化形 大到千年聚灵 没一样能逃过他们的鼻子 里面还有些眼熟的身影 精灵眼 鬼尔良这些 显然正以工作人员的姿态 引导他们往里走 好多吴先生 那些先生齐聚一堂 肯定有大事 比如说 我皱起了眉头 要降服某个大妖孽 他们手里 都带着吃饭的家伙 如灵大敌 这是要干什么 天师府做事 保密保得滴水不漏 霍国妖妃娇滴地说道 我听说 是三清老人下了某个指令 他们才来的 大指令 我瞬间就想起来 十二天街 集体失踪的事了 会不会 他们要做的 是同一件事 什么大妖孽 犯得上这么兴师动众 霍国妖妃看着我 媚眼如丝 要说最厉害的大妖孽 那不就是你 我心里猛得一沉 不论如何 我话说到头了 霍国妖妃玩耳一笑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说着 跟我摆了摆手 送我下去了 我做这些 就是想让你好好活着 好跟他做那个 九尾狐尾巴的买卖 我和成星和一对眼 我们俩出生入死这么多次 胆子非但没下小 反而越来越大 眼看着天师府要搞大动作 也没可能一点好奇心 都没有 眼看着霍国妖妃的车 悄然开走 二话不说 也就劈着水母皮 往那个位置靠拢过去了 一边走 成星和一边低声说道 你说这帮人是要干什么 会不会 真是为了团结起来对付你 真要是这样 我可真是越来越值钱了 我们靠近了 就听见那些五先生 正在低声议论 那东西几百年没动静了 最近这是怎么了 当年 把为了那东西给压下去 可没少死人 玄武局这一破 那东西当然也岌岌可危 咱们这一趟 能不能活着回来都两说 躲得过江家 躲不过这一次 都是命 二十年前那事一发生 咱们就应该想到这一天了 往好处想 好歹咱们平安了二十多年了 这一天 早来晚来都得来 我跟成星和对望了一眼 这事 还真跟二十年前 真龙穴被打开的事情有关 这一下 我们都来了兴趣 就想靠得更近点 听听内情 可没想到 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这地方有妖气 天母山流氏 天母山流氏 是辨别妖气的泰山北斗 这一声出口 立刻转过了脸 四下嗅纹了起来 其余的五先生一听 立刻让路 这里怎么会有妖气 有不好的东西混进来了 越过了残簇的人头 天母山流氏的视线 精准地落在了我和成星和身上 那边 我脖子上汗毛一耸 这都能感觉出来 成星和立马揪了我一把 意思是赶紧走 我倒是也想走 可这地方四处密密扎扎的 身上哪怕披着水母皮 身体又没消失 这么一动 还是要被人发现 所有先生都冲着我们这边看了过来 我拽住了成星和 一脚把鞋脱下来 啪的一下扔出去了 那鞋带着我的气息 划出了一个弧线 瞬间把所有先生都给引过去了 天母山流氏清楚地知道我在哪里 但是周围一乱 他穿不过来 只能干着急 我趁机带着成星和就跑了 可惜没听见什么内情 一路跑到了安全的地方 成星和都蹲在地上喘 我则站上去往里看 他们要去的地方 在南山附近 那附近有阵 进去了就消失了 难道真龙学就在这附近 可惜身上 带着九尾狐的妖气 会被发掘 不然能跟进去就好了 成星和喘够了气 抬头看着我 七星 这世道是越来越不太平了 到处都危机四伏的 咱们又成了过街老鼠 你说 咱们要想知道二十年前的事 还有什么突破口 那就只有一个了 我妈 只有我妈 知道破局和真龙转世的真相 离着你妈跟你约定的时间 还有多久 四五天 那咱们也别掺和这里头的事了 成星和说道 老老实实的 到点找你妈 想知道的 就全知道了 但愿如此吧 只是 知道了之后 事情会变好 还是变坏 谁也说不准 我和成星和回到了龙气地 白货香问我们 这一趟跑得怎么样 我没好意思直说 说一无所获 都有点过分 还搭上了鞋 我就顾左右而言 他的看向了院子里的梧桐树 梧桐树下 有一个野猫 这个野猫 不知道在龙气地住了多久了 浑身虎纹 长得很精神 前次不知道怎么的 断了一条前腿 一瘸一拐的 是白货香治好的 从此开始不怕我们 这一阵天气凉了 就经常上 我们住的地方来 蹭点阳光和圣饭 我一看见野猫 就想起了小白脚 伸手摸了摸 谁知道 那个野猫一爪子 对着我就抓下来了 我还不至于让个猫抓住 手收回来 成星和见了就骂 这猫挺不识抬举 以后别给它喂火腿尝了 白货香是个动物之友 说是我逗弄在先 不能怪猫 我也觉得纳闷 最近这猫 怎么脾气渐长 可这个时候 那猫身后传来了 一阵咪咪的声音 原来 它在树下生了一窝小猫 是怕我伤了它的幼崽 而那几个幼崽 竟然也是一样 冲到前面咪咪直叫 意思是 不许我伤害它们的母亲 我忽然就觉得 心像是被温柔地触碰了一下 是啊 对母亲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孩子了 对孩子来说 母亲也是一样 盈盈有些憧憬 我妈 对我也会是这样吗 很快 跟我妈约定的日子到了 可那天晚上 怎么也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了 一闭眼 似乎就听到了一阵声音 滴答 滴答 这是什么 睁开眼 觉得脚下一片黏腻 血 我心里猛然一沉 血秘密而下 几乎汇聚成了一个小溪 抬起头 我看见 一个女人鞋 靠在一个贵妃椅上 血就是 从她身上躺下来的 再一看清楚了她的模样 我的心猛然就给揪住了 那种凤凰景 丹凤眼 大贵之像 我妈 她脸色因为湿血 逐渐苍白 但她还是对我伸出了手 满脸的期待和息迹 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 过来 我猛的就睁开了眼 我妈 有危险 无论如何 今天一定得找到她 有我在 绝对不能让她 受那种伤 天还是一片漆黑 可我做了那种梦 哪还按捺得住 睡也睡不着 索性就起来收拾 早点见到她 不管她会遇上什么事 就能早点保护她 结果正要开门洗脸 就看见白货香等在外面了 我倒是有点意外 你也这么走 白货香甩手拿了一叠子衣服 搁在了沙发上 都是我的衣服 晕烫得妥妥贴贴的 以前这些事情 都是江彩萍干 江彩萍没回来 白货香抿了名嘴 我替她一次 不过 你可别以为 以后天天都有这种待遇 主要今天 这个日子特殊 第1623章 吞噬之景 她也一直记得 这是我妈跟我约好的日子 我点了点头 谢谢 她帮我整理好了衣领和袖口 对我一笑 祝你一切顺利 还有一件事 什么 哪怕是去见你妈 安全起见 你必须用遮皮子换个脸 不能用真实面目去见我妈 这确实让人失望 可是这话也对 我自己 已经陷入这么大的麻烦里了 不能把我妈拉下去 否则 想起了那个梦 我心里舒然一沉 行 遮皮子在脸上咬来咬去 我虽然平时最怕疼 但是今天心里有事 所以一直没感觉出来 白货香觉察出来了 你今天 好像心事重重的 关于我的事情 全瞒不过她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这一点头 一个遮皮子 遮到了嘴角 我就吸了口凉气 终于能解开一个心结 应该是人生一个转折 有期待 可做了那个预知梦 也有担心 你说 见到了她 第一句话怎么说 不能一开口就叫妈 总觉得过于唐突了 可不叫妈 叫什么 我平时不是磨磨唧唧的人 可这件事对我来说 很重要 白货香一笑 捏了捏我的额头 调整形状 顺其自然 也对 是有点过于烧包了 白货香做完了脸 端向了一下 十分满意 有点羡慕你 嗯 至少你还能见到你妈 对了 白货香她妈在她没记事的时候 就没了 你要是羡慕 那也没什么 程兴和已经打着哈欠出来了 一边百无聊赖的掏耳朵 一边说道 七星有了妈 你也拿着七星她妈当妈就行了 白货香的脸 顿时跟个烧开的水壶一样 瞬间烧红 你又缠一日丧命散了是不是 说着 一把真跟天女散花似的 对着程兴和就落下来了 程兴和敏捷地把身子翻过去 不是 你急什么眼 我没别的意思 让你认个干妈 这段时间 你可没少从白货香这里受训 身上功夫进步了不少 白货香一正 随即意识到 这一发作更显得心虚 索性大怒 几个遮皮子 奔着程兴和也飞了过去 把她的鼻子 遮得跟驼风似的 捂着惨叫 我把衣服换上 挺像那么回事 起码 不丢人 很多岁数大的 都挺喜欢我的 一出客厅门口 我一愣 院子里面 已经坐了不少人 师傅 老四 雅巴兰 苏巡 老齐 还有那些凑热闹的灵物 齐齐整整的 恭喜门主 师傅冲我一笑 要把咱们艳圣的那位夫人接来了 接不接来 还不好说 我妈身份大贵 这些年 过得一定很好 不一定会为了我 改变自己的生活 你去了 一定把二十年前的事情 全问清楚 老四站起来 气势汹汹 老二 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点了点头 放心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仅次于见他 哥 一路顺顺利利 雅巴兰丢比了的心 等你回来 一起团圆 苏巡也在后面点头 灵物们则争先恐后往上送东西 这个万寿段送给老妇人 殷山巧蚕制造出来的 冬暖夏凉 这个乐眠席还请笑纳 三川边的芦苇边的 睡在上头 腾云架雾一样 只做好梦 我连忙摆了摆手 去见我妈 又不是去摆摊 不拿不拿 真要是能顺利把当年的事情弄清楚 在手里不迟 一开始 灵物们觉得很扫兴 但是一听也有道理 只好收起来了 下次一定 一定 老齐 已经替我给收下了 星星逐渐隐没 东方泛起了雨堵白 天马上就要亮了 我跟他们摆了白手 钻到了水母皮底下 虽然是私事 可四项举小分队的的几个人 都想跟着 程兴和和白货香几轮 剪刀石头部之后险胜 趾高气扬地 跟我一起 钻到了水母皮底下 刚要出门 白货香忽然叫住了我 我回头 他赶过来 认真地说道 你可以善良宽人 但一定得 要在护住自己的前提下 我点了点头 记住了 程兴和金刀 立马跨上了电动 车把一拧 来了巨细枪 白马银枪似天神 马到之处人头滚 七星 跌向不向赵子龙 像科莫多龙 电充足了吗 废话 电动车一起绝尘 清晨的风穿透了水母皮 凉如水 天上还挂着一弯残月 街边的梧桐树掉了满街的叶子 银杏一片金黄 不知道为什么 秋日里 总是让人感觉格外凄凉 又一个夏天 将一去不回 七星 你说 最近江城怎么样了 你想他了 我想他干什么 我只是觉得 这孙子总是个心腹大患 他没死 就不踏实 真要是那么容易死 还叫什么江真龙 江城干了不少坏事 但是一直没受到大制裁 除了江城背后关系硬 应该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天师傅跟江家的目的一致 保局 天师傅要保三界平安 江家要靠着四项局改局出真龙 虽然理由不同 但殊途同归 所以应该是合作的关系 天师傅看中江家手里 关于四项局的一切资料 江家背靠大树好乘梁 不会真的撕破脸 而且 天师傅招揽这么多五先生一起来 到底是搞什么呢 可惜 现在成了过街老鼠 没法查清楚 车到了地方 这地方真荒 四周围是很多的黄花糊木 秋天是结果子的季节 一片苦香气 中间有口井 这地方很荒拜 以前还有一些残垣断壁 据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园子 立了好几百年 但是后来那户人家开始闹鬼 一开始死妾 后来死正妻 最后老太太也不行了 找人一看 说他们家阴阳失衡 井里有怨气 原来一开始 是因为老爷买了个妾 极尽宠爱 夫人极度 叫妾看花 其实把妾推进个平时不用的井里了 对外说 妾跟马关跑了 自此以后 家里就不太平 先生一看 说好吗 这是出了井魔了 原来几百年了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女人被推下来 井里的东西 吃了这么多人 煞气越来越重 胃口越来越大 你不投胃 她就爬上来 自己开婚 后来井口填上 却总自己开 人还是照样地死 那家人不敢在这里住着 就跑了 园子荒废了 有人想要这块地 可以跟井沾边 总是没好事 时间长了 传说越来越厉害 说到了现在 这井里还有东西 会伸胳膊往外爬 所以这地方一直都没人来 我妈选地方 选得很不错 煞气是不小 不过 没有在我们面前造刺 我下了电动车 揉了揉 做妈了的屁股 触景生情想起来了 成狗 你现在还有二狼眼吗 成心河达到 时灵时不灵的 跟接触不良一样 不过能看见东西 就算是不错了 找到了机会 你给点个穴 把我们家祖先 重新葬在了个 立眼睛的地方 好说 雅伯兰他们家 好像也要迁坟了 到时候 一起看看 从早上等到了中午 一直也没看见 我妈的踪迹 成心河已经吃了 两盒自热米饭 终于不耐烦了 你妈还来不来了 没准想开了 又不要你了 催什么 我妈可能有事 上次我让她白等了一天 这次等等她也没什么 我就跟成心河说 你着急就先走 成心河很不服气地撇嘴 骂我妈宝男 那也比没妈男强 正说着呢 忽然成心河把 自热米饭的盒子一盖 有东西来了 你这眼睛 不是挺好使吗 顺着她的视线一看 我就看见 一颗很大的黄花糊沫后面 出现了几团子黑影子 像是正在窥似着我们 我顿时皱起了眉头 是妖气 第1624章 山妖大宅 那俩东西什么来落 可别吓着我妈 我就伸手跟老鹰扑鸡一样地 扎唬她们 可那几个黑影 看我连蹦带跳的 非但不害怕 反倒像是 对我更有兴趣了 伸出脑袋就瞅我 成心河在一边解说 是把你当成耍猴的了 啥你的 我正要骂她 可那几个小身影 往前一凑 仔细地看着我 发出了 挠挠细语 你是李北斗吗 我更意外了 认识我 但仔细一看 我恍然大悟 你们是 没错 没错 那几个小身影 凑了过来 我们是灰柏仓的孩子 我爹呢 提起灰柏仓 我心里就难受了一下 跟他们 怎么开口 我爹说 他要出一趟远门 跟着你 那几个小东西 叽叽喳喳地说道 我爹还说 他要是不回来 让我们找你 他们出生不久 远远还不是人形 像是一团一团的小雾霾 好像水墨运染出来的 那一瞬间发生的事 还是让人心里难受 怎么提这件事呢 不好开口 但灰柏仓 是为了我出的事 不能不开口 我蹲下身 放缓了声音 对不起 你爹为了我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那几个水墨团 似乎是互相看了一眼 那是什么时候回来 程兴和在后面叹了口气 他看这些小鼠 有如看当年的自己 不回来了 我只好说道 死了 死 死又是什么 灰柏仓连死 也没来得及交给他们 这怎么解释 成了车咕噜话了 我正思索着 怎么报丧呢 那几个小东西抢着说道 要是遇上什么麻烦 是不是能来找你 我立马说道 没错 只要你说得出来 什么都行 灰柏仓为了我 把命都给搭上了 这份情 怎么还都不过分 那几个小黑团一听高兴极了 那可太好了 我们都窝塌了 你得给补上 窝 也巧 原来他们的窝 就在这地方 走不了多久就到了 阴气重煞气大 对他们来说 既能锻炼灵气 又能远离人群 很安全 我跟过去 果然 他们住的地方 洞口给车轮子 一碾塌了 跑途选学 是我专长 我没费什么力气 给他们布了一个流星赶月局 这局一摆 接灵气 保平安 对灵物最有帮助 不过我还看出来了 那个塌陷的痕迹是新的 这怎么弄的 是一个车压式的 好大的黑车 黑车 没错 一个女的要下车 那女人好看 可是被人拦住了 有人不让她过去 我的心一提 什么人拦着 是个瘸子 没错 还是个老瘸子 女人那要进来 说有要紧事 老瘸子慢慢悠悠在这里一躺 说要过去 就踩着她尸体过去 女人说 那她救下来走 可老瘸子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 那女人走不过去 不光拦着 女人还流血了 老瘸子要命 既然要命 女人只好走了 老瘸子也走了 妈的 将瘸子跑到这里来 拦住了我妈 这老东西一出来 保准是没有好事 我立马回头去看成星河 那或不愧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这么会儿功夫 已经把电动车给起来了 追 我立马上了车 可心里却一阵焦躁 能追上吗 还好 从小黑乌娜问到了车的标志 那是一般人坐不起的豪车 街上跑着的不会太多 只是 这个电动 碾得上吗 你别看不起我这奇数 要一点一 童所无欺 追不上 你把我脑袋啃了 你脑袋比心里美强哪儿了 让我啃 我们这一走 我忽然就听到了 身后一阵叹气的声音 可回过头 什么也没看见 我也没心智计较这个了 没有比我妈重要的 也是命运使然 说也巧 电动车刚穿上了导航都没规划的路线 就看见车水马龙的街上 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鸣笛声 一瞅 好吗 我们县城不知道哪里出现了交通事故 又赶上有一段路正在修理 还有几个违章停车的 把路面给堵得严严实实的 成心和一拍大腿 你小子福星高照啊 我觉得也是 倒没倒久了 怎么也得反弹一回两回 电动车一个甩尾 我们就顺着路段寻找了起来 这一路上钉车标 钉得眼花缭乱的 我快分不清奔驰和三菱的区别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妈那辆车的标志 可把我高兴坏了 对位 对位那个黑色的 结果一靠近了 我们俩顿时就愣住了 那种豪车是少见 可偏偏这个时候 竟然有两辆并排停在了一起 这他娘的不是天意弄人吗 成心和就瞅着我 哪辆 我立刻凝神就想看 我妈是大跪之人 那车上必然是笼罩着紫气的 可能坐上那种车的 能不跪吗 两辆车 都有紫气 结果还没等我看清楚 这两种紫气的区别 好死不死 这路况竟然重新顺畅了起来 这下电动哪还赶得上 我就催着成心和快开 成心和立马开了起来 结果那两辆车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还给岔开了 我气得要拍大腿 但是一转眼 就看出来了 左边那辆 两辆车都是清洁精亮的 但是其中一辆 车轮上沾着一些 粘性很足的红泥 正是那个井口附近的土色 快开 这是电动 不是金斗鱼 好在路况依然还是拥堵 电动在被我们开出拉力赛状态之后 眼瞅着电量告急 我正要着急呢 可也巧 那车缓缓 就开到了一座山下 到地方了 我妈 原来住在这里 电动车在没电的最后一瞬间 我们看见了那个黑车 进了一个山腰上的豪宅 我一瘸一拐 从电动上下来 正要高兴 就看出来了 这个宅子 有些不对劲啊 小蝌蚪 你还愣着干什么 成心和气喘吁吁 找妈妈去呀 这宅子里 有东西 还是个很凶的东西 第1625章 头扎红绳 成心和一拟眉头 你妈不也是行内大家族出身的吗 辈分比礼貌昌还大呢 能有什么问题 这个宅子本身是非常好的 后面靠着个独秀山 面前是团云川 靠山面水 靠山面水的宅子是多了去了 但这地方不一样 山如华表 水如祥云 妥妥的是盘龙宅 这地方大力后代 要出柜子的 这种柜子 可能还会轻始流明 当然了 一般人也住不上 有句话说 得不配位 必有殃灾 就是这个意思 普通人住不长久 我妈能住在这地方 倒是跟本身的贵气相得一张 邪碎一般也会畏惧这种贵人 俗话说 鬼不登贵门 因为大贵之人的气强生霸道 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处 可这个宅子和我妈都是贵人 为什么会带着一股子凶煞气 想起了那个梦 我心里立刻不舒服起来 难不成 将瘸子在里面设了什么机关 要害我妈 我立马跟程兴和就要进去 可这个宅子大门紧闭 门口还好几个岗哨 我们俩为了避免麻烦 就披着水母皮进去了 往里一走 豁然开朗 就院子里种着的石榴树 都是西川特产的名贵品种 叫五月火 这种石榴开花结果 都是通红通红的 远看跟着火了一样 看树皮是野生的 看粗度 一颗少说能买套房 程兴和低声说道 你还真是地主家傻儿子 你妈这么有钱 让你穷成那样 我想起了 当年为了救三舅老爷 才卷进了四项局的事情里 心里也一阵不是滋味 我妈是没来看过我 不过 她不是说了吗 有苦衷 我又乐观了起来 这次 想知道的事情 就能知道了 穿过了石榴树 前面是凤围草 我就回过外来了 这里的植物 摆设 都是历厚代的 难道 也跟我有关系 我还记得 老头跟我说过 你们家的家神 也许就在你爹妈那呢 我妈做这一切 会是为了我吗 我妈做的豪车 已经进了车库 这地方豪得厉害 跟个大工店似的 愣一进来都要迷路 也不知道我妈 到了什么地方了 不如先去客厅等着 更何况 我对那个黑气 也很感兴趣 什么邪碎 敢在这里自扰我妈 胆子可不小 但是一进大客厅 我舒然就有些紧张 我妈现在 有自己的家庭了 她家里人 都是什么样子 我会有弟弟妹妹 什么的吗 见到了他们 我应该是个什么表情 程兴和踢了我一脚 我这才踩上了 大厅精亮的进口瓷砖 里面的装饰豪奢却协调 跟之前见到的 大花旦家完全不同 看上去是真正的贵族感 程兴和奔着后头一看 好吗 独栋里的入户电梯 反正还没来人 我们俩就等在了 入户电梯前面 在那一站 不长时间 后面倒是来了几个年轻人 那几个年轻人 好像是这地方的保安 不知道是在巡逻 还是干啥 到了电梯前面 一看四下无人 就站住了 有个是其中岁数最大的 问了一句 小胡好了吗 没有呢 跟之前小刘小马差不多 看样子 好不了了 这帮穷命鬼 找到了这么好的工作 偏没这个命 岁数最大那个叹了口气 得了 招几个新人吧 张哥 忽然有个嘴唇特别薄的人 低声问道 咱们这 是不是有点邪啊 邪 一听这个字 我跟程兴和立刻对了对眼 被称为张哥的那个 保安瑟丽那人 你胡说八道什么 哪邪了 但显然 他也心虚 那种保嘴唇 在面向上来说 叫窗直嘴 最爱嚼舌根 少说一句能憋死 人们常说的 嘴上没把门的 就是这种人 果然 保嘴唇低声说道 是真的 小胡病了之前 也说直夜班的时候 见过怪东西 剩下几个保安 密码来了精神 真的 也是那个记者 红头绳的 红头绳 是真的 窗直嘴 立刻说道 小胡亲口跟我说过 跟小刘小马 看见的一样 说是个小孩 光着屁股四处跑 浑身一丝不挂 就头顶 有个红头绳 在二楼楼梯拐角呢 一闪就过去了 追过去 你说多怪 到了二楼走廊尽头 就没影了 那个张哥 表情殷勤不定 一个模样 很木讷忠厚的保安说道 咱们家老板是什么人物 一般邪碎也不敢来吧 会不会 是请来的加仙什么的 老板 我心里一阵 说不出的感觉 我妈 现在的丈夫 是个什么人呢 不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说的是什么玩意儿 屁话 窗直嘴立刻说道 真要是加仙 那看见了也没什么 保不齐还交好运呢 可那个记着 红头绳的小孩 谁看见谁倒霉 小刘不是从三楼摔下去了 小马不是被车撞了 小胡就更别提了 睡不醒是个什么怪病 植物人 我看 他们不是意外 是撞邪了 更别说 咱们来的时间都不长吧 你说这 怎么就没有一个 是一年以上的老员工呢 会不会 几个年轻保安一听这话 表情都变了 正甚至聚精会神厅呢 忽然啪的一声响 几个人同时下的一机灵 一回头 是那个领头的张哥 受不了了 给窗直嘴后脑勺来了一下 窗直嘴魂破 差点没下丢了一半 一屁股就坐地上了 而张哥立声就说道 嚼嚼嚼 就知道瞎他妈嚼 忘了 谁给你们发工资了 再嚼下去 我告诉老板 你们全别干了 窗直嘴脸色一白 连忙从地上挣扎了起来 陪着笑脸 张哥你别生气 我就是这么一说 逗逗闷子 巧合 我看 就是巧合 哪来什么激红头绳的小孩 又不是咱们老板娘儿子 一听这话 张哥又把手给举起来了 窗直嘴连忙捂住了脑袋 可这个时候门响了 我一抬头 就看见我妈进来了 是啊 只那一眼 我就看出来了 她虽然还是戴着墨镜围巾 可赫然 就是老照片上 那个凤凰景的美人 程兴河也看愣了 我妈那种美 跟霍国妖妃之类完全不同 端正大旗之中 带着众说不出的威严 哪怕这个地方 有一千个女人 可她就是有这种能力 在一千个人里 主角也只能是她 几乎 跟在梦魇之中 看到的一模一样 只是 我有些自嘲 没有梦境里那么平易近人 几个保安赶紧低下头问好 我妈跟他们略点了点头 就要往电梯上走 我几乎想把遮皮子直接掀开 跟她说话 跟她见面 跟她相认 可是凭空出现 一定会把这地方的人 和她全吓着 只好忍住 带着程兴河 就要跟着她上电梯 可这个时候 一阵脚步声响了起来 等一下 后面追来了一个人 第1626章 为了儿子 抬头一看来人 我一下就愣住了 齐燕河 她怎么会上这里来了 程兴河也愣了一下 说起来 齐燕河自从上次挑唆着汪峰子来整我 害得我被狐狸尾巴反噬 我还没见过她 玄武局那场混战 也没她的影子 这人给我一种感觉 精致力竭 很会明哲保身 我妈跟她 简直扒杆子打不着 怎么会有关系 而我妈回头看了她一眼 凤眼没什么波澜 齐先生 夫人 借一步说话 齐燕河笑容可居 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有要紧事找您谈 我妈略微点了点头 对着电梯 做了个请的手势 她跟我们 能有什么要紧事 我想跟上去 但是刚动了一步 我前面的齐燕河 忽然就停住了脚步 接着 转过了脸来 看向了我所在的方向 那双眼睛 清澈的像是能洞察一切 我脖子上的汗毛一粒 卧槽 难不成我们的水母皮 又没盖岩石 被她给发现了 我妈也回过了头 询问似的 看了她一眼 她又是微微一笑 没什么没什么 总觉得 这地方有个很特别的气息 像是我一个熟人 话音未落 她一只手猛地伸了出来 对着我们所在的方向 就毫无征兆地 抓了过来 承兴和看得清楚 立马把我往后一拽 就在这一拽之间 齐燕河的手指头 几乎就抓住水母皮了 就差半寸 可就差着那半寸 抓了个空 我妈往我们所在的位置 也看了一眼 熟人 保安们也跟着看了过来 那眼神也有些好奇 像是在问 这哪有人 齐燕河收回了手 眼睛一瞇 弯得跟月亮一样 那也许 是我弄错了 咱们走吧 说着 跟着我妈就上了电梯 我和承兴和同事 嘀咕了起来 这在大厅里地方大 抓不住 可要是进了电梯 就不好说了 就那么个方寸之地 他伸个懒腰 就抓住我们了 于是 我们俩同时决定 保险起见 走楼梯绕上去 金色的电梯门 在外面面前缓缓合拢 我们俩奔着楼梯 就跑 一边跑 还听见那几个保安 窃窃私语 你看见没有 刚才那个先生 也说着地方不对劲 他抓什么呢 那先生谁啊 上次来的时候 我听见了 好像是天师府的 天室 那咱们这 难道真的 上了楼梯 承兴和就问 你妈还真是神通广大 连齐燕和也认识 我还纳闷呢 更纳闷的是 齐燕和是以什么身份来的 天师府 还是十二天街 成狗 南派那 最近有什么消息没有 风平浪静 没什么消息 人家南派齐家 是不是根本就没拿着 你当的当家 你放屁呢 你这话杀伤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我们俩已经上了楼梯 电梯当然是比我们快 等我们上去之后 走廊里并没有人 所有的门 也是关着的 人呢 只能一间一间地找了 结果刚往上一走 就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 从拐角的位置 上冲了过来 我一愣 可就在愣神的功夫 那个小身影 竟然就不见了 跟刚才那几个保安说的一样 是个光屁股小孩 头上系着个红绳 绝对 绝对 不是人 程兴和也看见了 吸了口气 你妈这 还真不干净 是个什么玩意儿 那东西的气很奇怪 明明是满身黑煞气 最外侧 却有香火气 硬要说的话 不是邪碎 是个凶神 凶神怎么也会 跑我妈这里来了 可惜没见到 那东高原地在了哪里 一会儿跟我妈相认了 得赶快告诉她 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丝动静 赶紧跟程兴和 把耳朵贴在了门上 宁气仔细一听 就听见齐燕和说道 夫人最近做的事情 我们也都知道了 不得不说 这可是一招险棋 我妈冷冷地说道 为了我儿子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这声音 喜怒不形于色 我妈不是什么一般女人 而且 我心里一跳 是为了我 齐燕和叹了口气 为母则刚的道理 我们不是不懂 可这事影响太大 还请夫人考虑考虑 我妈冷笑了一下 这事我不考虑 没得商量 还是说 你是来逼我的 那个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 不怒自威 齐燕和立刻说道 那自然不敢 夫人可千万别多心 咱们合作的时候 还尝着呢 毕竟 二十来年前 真龙穴的事情 只有您 啪的一声响 什么东西摔碎了 齐燕和的声音 自然被截断了 他立刻说道 夫人不想提 那就不提 不过 您儿子不是一般人 夫人插手 反而不美 我妈冷冷地说道 不用你们提醒 我就那么一个儿子 只要他用得着 我乐意把命给他 其他的 什么都拦不住我 就那么一个儿子 心里一阵发酸 是我 真的是我 程兴和在水母皮下 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副很宽慰的样子 齐燕和显然也知道了 我妈的心情 没有再多说 那我就只好 祝愿夫人心想事成了 他想阻止我妈做什么 却没阻止成 是阻止我妈动我相见 脚步声冲着门口靠近了 等一下 但没想到 我妈竟然把他给叫回去了 齐燕和的脚步停下 我做的事情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这是个命令的口气 齐燕和微微一笑 遵命 我却您尽快处理 否则的话 会招来大麻烦的 这话带着危险 他们俩 是合作关系 还是什么关系 齐燕和出了门 奔着楼梯间的电梯就来了 从门里 我见到了我妈 她鞋椅在一个贵妃榻上 手里握着一杯酒 阳光穿过落地窗 将她优美极了的侧影 勾勒出了一层金边 像是一幅传世的名画 我恍惚想起来了 小时候看过的 圣母像 圣母这个词 现在已经被黑得体无完肤 但我没忘记 这两个字 原本代表的意思 她盯着窗户外 眉头紧锁 像是在愁什么 但我的心就揪了一下 在预知梦里 她出事的时候 就是坐在这样一把贵妃榻上 我转脸就盯着齐燕和 静等着她这一走 我就把水母皮给揭开 可没想到 她这一走 电梯里 又出来了一个人 是个贵妇人 书云 那个贵妇人开了口 今天明明是聚会的日子 怎么救你不来 大家可都有意见了 专门派我来抓你 我妈听到了这声音 立刻回过神来迎接 哎呀 我不是说了吗 今天有要紧事 去不了了 这把我搞得很扫兴 怎么又来一个人 于是手上蓄了力气 不然放倒了算了 可没想到 电梯里阴阴阴阴 又来了不少女人 好家伙 老姐妹们的茶话会 开这来了 先翻一个还好说 先翻这么多 事就闹大了 走廊里的监控看见 又得是一场麻烦 没辙 他们横不能一年不走 只能在等会儿了 而这个时候 程兴和忽然戳了我一下 意思是 让我向后看 我往后一看 顿时就给愣住了 只见一个保安 站在了楼梯口 可完全不知道 那个头上 系着红绳的小孩 就站在了他身后 接着 奔着那个保安 就跳过去了 一下坐在了保安头上 可保安自己 还不知不觉 那个小孩 露出了一脸奸笑 下一瞬 保安一转身 那小孩忽然扶在了保安耳朵边 就用力地吸吹了起来 第1627章 一个暗门 我和程兴和 浑身的汗毛 都给炸起来了 这是什么情况 而那个保安 是刚才管事的张哥 额头有善人光 应该平时 没少帮助过别人 是个好人 反正也暂时 见不到我妈 我立马跟程兴和 就过去了 既然是好人 就不能见死不救 而保安转过脸 我们就看见了 那个头上 有红绳的小孩 吸吮的 是这个保安的魂魄 下一秒 那个保安 就浑然不觉地 奔着楼梯走了下去 我和程兴和 立马冲了过去 就在保安 要下楼的一瞬间 我们拉住了那个保安 保安在几乎 一脚踩空的情况下 被我们拉住 而那个系着红绳的小孩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露出了个很扫兴的表情 疏然就消失了 而保安滚在了台阶上 程兴和为了配合水母皮 好险没趴在地上 没忍住就妈爷了一句 而保安感觉出来 猛然回头 脸就白了 对他来说 这一下 肯定跟闹鬼没区别 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 那个保安忽然趴下 对着我们所在的方向 就开始磕头 神仙显灵了 神仙显灵了 谢谢神仙救命 程兴和站稳了脚跟 咳嗽了一声 装出个跟让人掐了一样的声音 阴阳怪气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神仙 我踹了程兴和一脚 意思是 你吓唬人家干什么 可没想到 保安一边磕头 一边就说道 我绝出来了 你们跟我妈说的一样 原来 他也不是第一次听见 关于小孩的传闻 而刚才从楼梯转脚 也是心里嘀咕 怕出事 可一过来 就看见一个小孩的身影 一闪而过 吓了个好歹 接着 就觉出 有人在瞬息自己的耳朵 这一下子 他吓得什么似的 可身体不受指挥 只觉得自己活不了了 可最后一瞬间 他觉出一个人影 把小孩给撞下去了 一抬头 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他妈就是个虔诚的信徒 说神仙不在凡人面前露脸 自然以为是遇上神仙了 我私下一看 那个激红头绳的小孩 已经消失了 惦记着那些老姐妹赶紧走 我还得见我妈 就拖着程兴和要离开 可那个保安 跪下就是几个响头 神仙显灵 救苦救难 这房子不干净 救救我们吧 一脚刚抬起来 寻思着也是 这地方要是有凶神 也会影响到了我妈 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帮着我妈 把这个东西给扫除了也行 反正 我想起来了 关于我妈的那个预知梦 心里就很不舒服 程兴和绝出来 就帮我开了口 也行 那是个什么东西 保安刚要说话 对讲机就有声音响了起来 意思是让他换班 他答应了一声 给我们小心翼翼 做了个请的姿势 让我们借一步说话 预知梦里 我妈预险是入夜之后的事 这会儿还是安全的 我也就答应了 保安把我们领到了 自己的宿舍 他毕竟是个资历最老的 楼下就有个 干净整洁的小房间 进了房间 我就看到 窗台上搁着一张照片 是他和一个 慈眉善目的老太太 在照片上 可跟现在这个 不苟言笑的形象不一样 笑得眯起了眼睛 还跟个孩子一样 我和程兴和 都一阵羡慕 有父母依靠的人 才有那种笑吧 这个保安叫张浩 他已经给我们 点了一炷清香 对着我们拜了拜 我们俩赶紧侧身 把香火让过去了 活人吃香火 那是大忌 张浩拜了拜 接着说道 神仙在上 求您救救我们这帮人 大家都死不起 原来 这个叫张浩的 是个苦出身 书没念完就出来打工 自然得不到 特别好的工作 但是吃苦耐劳 也在行内 熬出了点资格 而再是个大户人家 算是个美差 他挑的都是跟他一样 比较孝顺的 比如 有一个是鹅兔鸡附近的 一个人出来打工养活全家 还有一个是西川的少数民族 老娘有病 等前续命 这几个真要是出事 家就毁了 难怪身上有善人光 他不是为自己 我也对这个 记住在我妈家的东西 有了兴趣 就问 你们这户人家 姓什么叫什么 几口人 我也想知道 我妈家里 具体什么情况 结果这话一出口 张浩倒是愣了一下 您不是神仙吗 您不知道 程兴和怕我露线 给我来了一下 神仙就得什么都知道 哪个法律规定的 张浩指的说道 这家具体情况 我们不知道 据说是个险柜 我们都签了保密合同了 我挺失望 程兴和就催着他 那你把这事具体介绍一下 这谁也不知道 那个小孩是从哪里来的 也没敢直接跟主家说 不然的话 饭碗还要不要了 张浩说道 再说了 没有在这里一年以上的员工 打听根源 也打听不出来 程兴和低声说道 七星 你知道棒锤吗 我当然知道了 其实 所谓的棒锤 就是人参精 人参是价值连成的 本身又是几大灵药之一 据说长成了人形的人参 就会化作小孩 在月夜里四处乱跑 吸收日经月华 要是有福的人 赶上小孩撒尿 喝一口净嘴 那就能多活百十年 人要是看见了 肯定是想抓的 长成人形的人参 一家子人都够吃花不尽了 但是有一样 这人参很激紧 只要一听见人的动静 往土里一扎 你就别想抓住它 唯独有一个法子 你大喊一声 棒锤 那人参会立刻停下 跟点了学色的不动 你靠近了 拿红头绳 把他脑袋上一扎 那这个人参精 就跑不了了 红头绳 光屁股小孩 全对得上 只是 这人参精一抛尿 就能让人延年益寿 对人好处大大的 没听说人参精 吃人魂魄呀 更别说 那是个凶神 不像是普通的灵物 你们这 有没有大人参 张浩连忙点了点头 有 我领着你们去 这家人如此显贵 那还真没准是个物灵 收到了几百年的人参精 机缘巧合跑出来了 张浩连忙领着我们 到了一间屋子 这个屋里 琳琅满目 全是各种各样的宝物 哪怕我和程兴和 也看得眼花缭乱的 他一伸手就想摸 被我一巴掌打下来了 几个大盒子里 人参确实也有 可看着虽然扎唬人 却远远没到了 能成人的水平 不是人参精 但是 一转脸 我就看见 这个宝窟一边 还有一个暗门 那是干什么的 第1628章 母子相见 张浩往暗门上看了一眼 摇摇头 这就不清楚了 不在我们的巡逻范围内 平时都是锁着的 说实话 这地方 我们一天也就巡视一两回 也不敢来得多平凡 是啊 毕竟是放宝物的地方 丢了东西 落个坚守自盗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跟程兴和就靠了过去 头贴近 听里面的声音 嘻嘻 我皱起了眉头 里面 有小孩的嬉笑声 那东西就在里面 我抬手想推开门 可这门锁得很牢固 好像是 胡孙顾的好锁 轻易打不开 而且手一碰上 里面的声音就消失了 我还想再细听呢 前面忽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是一帮贵妇下楼的声音 伴随着嘻嘻哈哈的寒暄 我妈也出来了 在那一群贵妇里 鹤立鸡群 我顿时激动了起来 终于能见他了 可这边的事情料不下 我就跟程兴和低声说道 这里你看着 我跟我妈见了面就回来 程兴和连忙就把水母皮里钻出来 你去吧 自己小心点 我一瞬间有些不放心 程兴和跟我的关系 人尽皆知 他没有水母皮安全吗 不会被图身使者盯上吧 程兴和低声骂道 别磨磨叽叽 你要真担心你爹 就尽快回来 而一转脸 张浩已经愣在了原地 他眼看着那只程兴和 来了个大便活人 更确定我们是神仙了 我一寻思也是 毕竟图身使者 不是冲着程兴和来的 我虽然用遮皮子换了脸 贸然露面也危险 就披着水母皮出去了 我妈送走那些贵妇人的时候 太阳已经沉下去了 我想起了欲知梦 心里就紧张 赶紧跟到了我妈身后 等她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又怕吓着她 好歹等她关上了门 我才敲了敲门 这一侧脸 又看见了那个光屁股小孩 站在走廊另一端 对我扮了个鬼脸 露出个奸笑 我一皱眉头 入行以来 不说百毒不清 也算是见过些世面 可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小孩 特别让人甚得慌 成狗真是不靠谱 没追到 他的声音从里面响了起来 谁啊 我心里秃得一跳 回过神来 清了清嗓子 是您写信 要跟我见一面的 我住商店街 叫李北斗 听得出来 自己的声音有点颤了 屋里先是一片安静 下一秒 门把手响了一下 我妈就出来了 自然 透过了水母皮 她没法看到我 但她立刻想起了 之前齐燕和的行为 伸出手 就冲着我试探着 触碰了过来 隔着水母皮 她摸到了我的肩膀 她那霜黑沉沉的缝眼里 立刻就亮了起来 接着 把我拉了进去 她的手 非常温暖 我进了屋 以最快的速度 在门口布了一个藏 是苏巡给我做好的半成品 搁在了应有的位置上就行 我妈伸手摸我 眼里 别提多急切了 北斗 妈 妈想见见你 我心里一阵发酸 脱下了水母皮 我妈见到我 却是一愣 我连忙跟她解释 遮皮子 换脸的理由 她犹豫了一下 伸出手 就摸向了我的鹅脚 虽然被遮皮子处理过 但是鹅脚的就伤疤 靠着触感 还是能摸出来 她这才像是放下心来 心疼地说道 你的事情 我听说了 这一阵子 你吃苦了 接着 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 我还没跟你自我介绍 我叫李淑云 我是你妈 最后四个字 她声音发颤 眼里含着泪 我心里一阵酸涩 但还是尽量露出笑容来 我知道 她似乎有些紧张 半嗓才说道 你 你都这么大了 但她接着 就更紧张了 你恨我吗 是我对不起你 当年 没有好好地照顾你 我 要说恨 其实也恨过 我羡慕别的孩子 有妈给做饭 羡慕别的孩子 有妈抱着看病 甚至羡慕 那些小孩的耳朵 有妈来拽 淘气回家 有妈收拾 可我 我只有羡慕 我饿肚子的时候 摔断腿的时候 甚至差点因为发烧送命的时候 我妈一次 也没出现过 有些老邻居 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风言风语 说 别的孩子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却是我妈的绊脚石 带着我 上哪儿架好人家 过好日子去 她现在 确实如愿以偿 过上好日子了 自然 人都希望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我摇摇头 您在信里说 有苦衷 只有我自己知道 这个头摇的 有不甘心 我妈眼圈 瞬间就红了 下一秒 她一把抱住了我 哽咽了起来 儿子 我的儿子 我妈身材自然比我娇小很多 可她的怀抱 异常温暖 这个温暖 和奇异的安全感 我确实是第一次感觉到 简直能把这么多年 压在心里的怨恨和不甘 全消融了 我想起来 她之前跟奇艳和说 她就一个儿子 愿意把命给儿子 她对我 真的还有母子之情 妈对不起你啊 妈当年 也有妈的不得已 这一瞬 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 不怒自威的凤凰女 而是一个软弱懊悔的普通妇人 她的眼泪 在我衣服上温热的阴开 我抬起了手 拍了拍她后背 现在好了 不论如何 我好端端地长大了 穿越过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 终于站到了她面前 我妈把我抱得丝紧丝紧的 等她情绪终于平静下来 这才说到 妈想起了很久以前 我心里一提 立刻问道 您 到底为什么 妈告诉你 妈这就告诉你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 只求你 不要恨我 说起来 都要怪你爹 我妈咬了咬牙 黑沉沉地担放眼里 闪过了一丝憎恨 是她害了我 也害了你这一辈子 我的心一下 就提了起来 我爹 到底是谁 这是不知道追寻了多久的答案 这答案一旦到了面前 反而意外地充满不真实感 我妈咬了咬牙 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一下就愣住了 不知道 那怎么可能 我妈吸了口气 说道 这件事情 要不是得对你有个交代 我一辈子也不想回忆起来 这要从二十来年前 很多先生去探寻真龙学的事情说起 她抬起眼睛看着我 那一次 我也去了 第1629章 小四相会 我顿时愣住了 四相会不是高阶先生才能去的吗 我妈二十年前 也才二十来岁 哪有这个资格 我妈看出了我是怎么想的 领着我坐下 给我一杯茶 我们自然没资格 进四相会 是偷着去的 但她端正威严的面孔上 是没控制住的后悔 那个时候 年少气盛 我们 跟她一起进真龙学的 还有其他人 这要从我妈的身份说起 她是亏天神策李家的人 她这一房 很久之前就离开了老家 在县城生活 这事从头说起 是另一个故事 我妈亲爹 也就是我外公 虽然也是正统李家先生 偏偏跟臭名昭著的黑先生 家女儿好上了 也就是我三舅老爷的亲姐姐 行当内跟厌圣门名气差不多 反正都是歪门邪道 正道先生跟黑先生势不两立 这样的结合 李家荣不得 他们只能离开老家 隐姓埋名 在县城自立门户 开始还是做老本行 过得也算安静 后来因为某件大事 外公通过厕字的本事 在本地立了一个大功 行内人仰慕 不少钱来结交的 在那个时候 跟十二天街家族就认识了 而黑先生 素来没什么规矩讲究 我三舅老爷 也经常来探望姐姐 算是正道和黑先生都吃得开 而我妈出生那天 漫天都是红霞 附近的鸟雀 都在房子周围鸣叫 这是个异想 日出单猪 白鸟嘲讽 隔在古代 必定要被认定做后妃的 但是外公外婆心里清楚 月满则亏 水满则矣 女儿是凤凰命 未必是件好事 为什么说 大富大贵 不是每个人都承担得起的呢 因为大富大贵人的劫难 也比普通人更大 三舅老爷倒是满不在乎 说我妈的命格她给看了 天塌下来 她给扛着 我妈在这样的家庭里逐渐长大 也就认识了不少行当之中的后人 比如 成狗她妈 齐家的齐百灵 夏明远她爹下天生 江家的江梁 甚至兰家的等等 我想起来了 齐老爷子去世的时候 垫在花花公子 底下的老照片 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拍的 难怪 原来父母这一辈 竟然都认识 成狗知道 一定很惊讶 这帮风水圈子的二代关系都不错 不少是要继承家业的 算是提前积累人脉 这样 他们这个小圈子里 互相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而他们知道四项局 是从成狗她爹那 成狗她爹叫成连珍 因为以二郎眼帮过小圈子之中的一个人 也融入到了这个圈子里 而成狗她爹 自然跟成狗一样 为了能活过25岁 毕生之力 都在寻找四项局 听说这个小圈子里 有江家人 竭力交往 就是为了 能从建造者江家那 知道四项局的真相 找到玄武局 江良他们一听四项局这三个字 心里不由也是一动 当时 江家也面临着困局 外面看着 江家繁花似锦 可只有江家人自己知道 现在家族的运势 犹如强弩之末 按着祖宗的遗言 很快就要分崩离析 必须得找到解决的方法 作为未来的家主 他们自然也想找到 传说之中的四项局 为家族延续 尽一分离 可他们心里也清楚 这在家主那里来说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上一个为了四项局 跟家里闹翻的江藏水 已经被驱逐出江家了 这个时候 圈子里有一个年轻男人 说他也弄到了一点资料 也像是跟四项局有关 这个年轻男人是谁家的 什么时候融入进来的 当时大家都没留意 只记得这个男人卓尔不群 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 模样很英俊 常穿白衬衫 大家叫他小景 那些年轻先生 哪一个不是血气方刚 自视甚高的 又在家族硬币下 没接受过社会毒打 好高骛远 哪个都想搞点万事工业 立马就问小景 小景拿出来 大家全吃了一惊 是四项局的地图 当然是复制品 可已经足够震惊那些人了 都是行内人士 涂上悬纸的精妙 扫一眼 就知道绝后光前 绝不是假的 他们自然就问小景 这是从哪里来的 小景摇头 说这事是个秘密 只问你们 乐不乐意一起来做这件事 大家自然乐意 小景说可以 唯独一个条件 这事要保密 这对他们来说 并不意外 四项局简直是个巨大的马蜂窝 要是告诉给家里的长辈 让你去了才怪 可关于四项局的传说 实在是太诱人了 他们达成协议 也就分头去寻找那些地方 俨然成了一个小四项会 成狗爹妈 就是那个时候好上的 但那个时候 他们初出茅庐 寻找得并不顺利 有些人本身没长性 一直找不到 就打了退堂鼓 我妈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有一天 我妈接到了通知 说这件事有眉目了 当时我外公外婆 已经相继去世 我妈也已经跟人谈婚论嫁 对方也是行内人 我妈正在幸福之中 几乎别无所求 对这件事 也就没时邀兴趣了 可我妈当时都未婚夫感兴趣 三舅老爷自己也参与了进去 根本没人管我妈 他就也跟着去了 什么眉目呢 有人报信 说现在一些天街和拔尖的先生 偷偷组成了一个四项会 就是奔着真龙学去的 咱们只要跟在后面 背靠大树好乘凉 也能跟着分一杯羹 关于真龙学的传说 简直太多了 有人说那地方能成仙 有人说那里面有至宝 总而言之 去了肯定不会白去 而天街们亲自打头阵 危险性也不高 简直是白减的便宜 这叫那些小年轻听说了 谁不感兴趣 不过到了那之后 我妈就发现 昔日的很多朋友都不见了 比如程连珍和七百灵这一对 我心里一动 也许 他们当时已经遭难了 他也纳闷 不过当时并不知道内情 一路尾随着四香会的人 也真的进入到了真龙学之中 说到了这里 我妈脸色微微有点变化 显然是想起来了 最不愿意触碰的回忆 深呼吸了几口 让我喝茶 他缓一缓 茶冷了一半 不过味道还是十分甘甜 不过我也没心情细品 毕竟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内容了 我妈缓过来 接着告诉我 真龙学的危险字不用提 壮眉也不用提 尾随着四香会进去之后不久 她就听见 里面一阵很大的动静 像是有什么崩塌了一样 当时真龙学里面就一片大乱 我妈也大吃了一惊 可真龙学里的东西 把她和身边人给冲散了 她正着急呢 忽然黑暗之中 一只手抓住了她 她还以为是自己的未婚夫 立刻跟了过去 但是只觉得 那只手凉得吓人 她心里有些疑惑 就问那人到底是谁 那人不回答 她就更想正脱开 可她觉出 自己被拽到了一个地方 忽然头上一阵剧痛 之后的事情 她就不知道了 等她醒过来的时候 身上有血迹 再后来有了孕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尽量冷静 可她的手死死地攥着 手背上浮现了清惊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 那我爹 还真是个死亡八蛋 趁人之危 他到底是谁 我妈吸了口气 儿子 我实在是不想回忆那张脸了 提起那张脸 我妈心里 依然有恨意 心口一闷 我只觉得窒息 怎么也没想到 我竟然是以这么不光彩的方式 来到世界上的 第1630章 无妄之灾 难怪 我妈会不想看到我 但我妈立刻摸了摸我的额角 说道 妈知道 把你丢给三舅老爷 实在不负责任 可你相信妈 妈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谁也没法为了这样来的儿子 搭上自己的一生 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 不过 这其中还有一问 比如 她给我写信的时候说过 我的出生 牵扯到了一个大秘密 我妈点了点头 你那个爹 恐怕不是什么普通人 这话 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我听梅姨说 她见过我爹 难道 我爹 后来又去纠缠您了 我妈一愣 梅姨 哪个梅姨 我把之前梅姨的事情说了一遍 我妈这才想起来 皱起眉头 那个怪人 原来 梅姨从上学的时候 就一直很嫉妒我妈 我妈长得好看 各项拔尖 用现在的话来说 那就是个女神一样的存在 而梅姨就不用说了 一直是个丑小鸭 可她不甘心当个丑小鸭 这个不甘心 梅用在了提升自己上 反而用在了嫉妒上 尤其是她看上的男孩 眼里都是我妈 她把我妈恨得牙根痒痒 有其他女学生告诉我妈 说梅姨 曾经做小人诅咒我妈 我妈也没往心里去 其实 憎恨你的人不怕你还击 最怕的是你无事 梅姨更恨我妈了 直到后来 她又遇上了我妈 当时 我妈才从真龙学里出来 大病了一场 又躲着未婚夫 那天在街上走 忽然头上落下了个花盆 好险砸到了我妈 我妈抬头一看 就看见了梅姨 从头顶阁楼蹲下了 浑身发抖 当时我妈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跟梅姨说话 梅姨也失魂落魄的 跟见了鬼似的 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我要是不提这个名字 我妈早就把它给忘了 原来如此 难不成 我爹其实一直在后面 保护我妈 这才让想害我妈的梅姨 给见到了 那 您刚才说的大秘密 我妈摸了摸我的额头 低声说道 就关于这个地方 这一瞬 我忽然就觉出 额角一阵剧痛 简直像是一把锐刀 在刮我的骨头 从来 从来没有这么疼过 一声惨叫就要喊出来 可我怕吓到了我妈 死死咬住了牙 我妈觉出来 眼神十分复杂 你哪里不舒服 我刚想勉强开口 正在这个时候 外面响起了一阵敲门的声音 您在不在 剧痛带来了耳鸣 一片纷乱之中 那个声音忽远忽近 可哪怕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有了一种感觉 叫门的那个人 是个熟悉的声音 谁啊 可现在不能动脑子 稍微一动 那种剧痛食骨灼心 我妈转过了脸 看向了门口 把我扶到了里面的屋子 关上了门 让我先休息一下 自己去开门啊 我重重地吸了好几口气 这个痛来得又急又快 是一种极不吉利的感觉 好不容易把那种剧痛给压下去 回过了神来 外面找我妈的是谁 我惦记着 我妈今天有危险 挣扎起来想出去看看 可没想到 一抬头 看见了一个小孩 蹲在了墙边 又是那个扎红头绳的 那个小孩看着我 咧开嘴 是个奸笑 这次离得近 看清楚了 之所以这小孩 看上去那么瘆人 是因为他口中黑洞洞的一片 没有牙 不见舌 我心里一提 立刻低声问道 你是什么东西 来这里干什么 那小孩歪着头 指了指自己的头 又指了指我的头 这是 什么意思 跟我一样 可我什么地方跟你一样了 我也不敢大声 毕竟现在我一动 就会招灾引火 我妈就更别提了 让外人知道 这里藏着个男人 不管是陌生男人 还是私生子 对他名声都不好听 那小孩就呆呆蹲在原地 没有扑上来攻击我 也不走 就那么盯着我看 那眼神 让人寒毛直竖 在预知梦里 把我妈给伤成那样的 是他吗 还是 外面的人 天已经黑了 还好 这个时候 一阵门响 那个人离开了 我妈进来 端着一杯热茶 味到了我嘴边 再喝一点 我并不想喝 而且 鹅角的剧痛 也不是喝茶能治好的 可看到了我妈眼里的关切 我心里一暖 这其实 是小时候梦寐以求的事 被人这么关心 真好 而这一瞬 刚才那个小孩 已经消失了 从我妈手里喝了一口 她微微一笑 眼里有了心疼 这么多年来 你吃苦了 我摇摇头 你 也吃苦了 不管我前世是谁 这一生的我 对我妈来说 我是个无妄之灾 难怪一直一来 我运气就不好 从一开始 我就是个 不被祝福的存在 我妈似乎看出 我的心思了 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以后 妈会对你好的 我连忙说道 我也会对您 话说到了这里 我心里一沉 她现在过得很好 也许 我的出现 反而会打破她的生活 您这次来找我 肯定是有什么事 对不对 我盯着她 您 可以告诉我了吗 是不是 还是跟真龙学有关 我妈的眼神一宁 要是她一早 就消化了这个怨恨 早就来了 为什么是今年来 在我跟四项局 扯上关系之后 我妈尽量让自己 神色镇定下来 缓缓说道 其实 我一早就应该来认你了 可这段时间 几次都没有见面的缘分 我身边 也发生了很多事 让你久等了 不 我摇摇头 来了就好 我是最乐观的 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事 都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而且 我记得 我妈曾经遇上过 凤凰断翅的劫难 也不知道那个劫难 想看看我妈的面相 可鹅角又是一阵剧痛 我妈叹了口气 其实 你的事情 我也都听说了 我来找你 就是觉得 欠你一个真相 说着 她站了起来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鹅角还是一阵剧痛 不过 还能撑得住 我站了起来 一个亮枪 我妈立刻扶住了我 你跟我来一个地方 这地方 还有内部楼梯 跟着我妈 从内部楼梯下去 到了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里 有一股很奇怪的香料味道 而且 四面不通风 简直像是电视剧里 看到的巨型保险库 银行里面 放重要东西的 我妈扶着我坐下 这个房间十分昏暗 后面 有一个间隔 映照出了点点红光 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 我妈进到了隔间里 像是想取出什么东西 妈 我开了口 她的背影一颤 这些年 您过得好吗 她没回头 声音带着笑 你看见了 很好 可我听得出来 她声音里的强颜欢笑 等弄清楚真相 我说道 我愿意替您找回当年的公道 我妈微微一笑 好 那个人 会是谁 只要能找到她 一切真相 就都能大败天下了 这个时候 我听到一阵很细微的声音 像是我妈在祈祷什么 仔细一听 娘娘保佑 让我儿子平安喜乐 一生如愿 不知道在对着哪个神佛 为了我祈祷 我心里一暖 这是不是 第一次有人 为了我这么做 只是 我虽然因为鹅角剧痛 暂时没法 跟平时一样关起 却还是本能地绝出来 隔断后面的东西 似乎煞气很重 而且 神佛 为什么会供在这种 见不到光的地方 难道 我妈现在的丈夫 既会信仰 我妈的声音响了起来 现在 有件事 妈想请你帮个忙 我根本没有犹豫 您只管说 我的命是她给的 她要让我做什么 也是天经地义 生养之恩大过天 你只要乖乖坐在那里 不动就行了 不动 第1631章 谐音子母 其实 我刚要站起来 想看看我妈拜的是什么神 可额角又是一阵剧痛 几乎让人眼前发白 我想抬手支撑身体 可这才发现 不光关其暂时用不了 就连身体也使不上劲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祈祷声停下 我妈从里面转过身来 手里拿着一个长长的东西 视线也因为剧痛 要模糊起来 可这一瞬 似乎一盆凉水 泼到了我头上 整个世界 都静止了下来 可她手里的东西 我认识 是斩虚刀 这东西 是江家的传家之宝 但是在风水鉴赏会上 遗失了 为什么 会到了我妈手里来 我一瞬间 忽然想起来了 我在秘宝鉴赏会上 见到了一个影子 头很大 但是 如果那不是头 而是长发女人 把满头长长乌发堆 成了一个晚宴上 常见的发际 也会出现那种影子 趁着乱 在那盗取了斩虚刀的 是我妈 妈 屋子十分昏暗 她逆着隔间里的红光 看不清她的表情 坑的一声脆响 她抽出了 斩虚刀秋水一样的寒刃 为什么 为什么动不了 那个系着红头绳的小孩 再一次出现了 蹲在个角落里 面无表情地盯着我 我妈已跟外表 完全不同的利落 转过了斩虚刀 对着我的头就下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在斩虚刀落下来的 最后一瞬间 我拼尽了全力 才把头歪开 扑的一声微响 斩虚刀的锋芒 几乎毫无阻碍地 没入到了沙发下 跟我的脸 只差着毫厘 我妈毫不犹豫地 把斩虚刀抽出来 再次对着我追下来 我看得很清楚 对着的 是我的额角 可身体 简直跟中了梦魇一样 脑子再清醒 也根本没法移动 哪怕能移动 龙铃也挡不住 专门杀龙的斩虚刀 所幸 身体勉强 还能依靠胶珠 有一些本能反应 我挣扎起来 想跑出去 可身体那种奇妙的感觉 像是被数不清的线 记住了 根本挣扎不出去 这不可能啊 我有七星龙拳 和旋速齿的煞气 有龙气 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没那么容易被整治 疼而起 我的身体 自从被我妈抚摸过了 额角之后 就出问题了 我想起来 刚才她给我喝的两杯茶 而且 比起身体的危险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 是我妈的目的 为什么 眼前几乎全白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想不明白 这种感觉牵扯到了额角上 疼得人无法呼吸 你不听话 我妈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答应过我 不乱动的 我呼吸急促了起来 您到底为什么 斩虚刀横过来 划出锐利的破风 我为你好 为我好 就在斩虚刀 要扎入额角的时候 身体被胶珠 带着往后一躲 我听到身后一阵响 那个隔断 被我的体重撞开 我看到了后面的一切 瞳孔一缩 整个人好像坠入了 冰川里一样 后面是两盏红莲花灯 和一个神龛 神龛里面供奉的 是背对人的神像 可背对着人 也看得出来 那是一个母亲夫座 其中 身边围绕着九个孩子的神像 不知道多少年了 包姜细润 还是栩栩如生 邪阴鬼子母 难怪 难怪这地方 会出现那些小孩 这是一个专门保佑 母亲和孩子的神龄 她自己孩子饿死 而把其他人的孩子 拿来给自家孩子吞噬 后来自己一个孩子 被最上面的神藏腻起来 她哭求索要孩子 最上面的神说 你吃了那么多 其他人的孩子 无动于衷 自己家的孩子少一个 就急成这样 别人的孩子 也是骨血 阴鬼子母因此得到 成为了护佑孩子的神龄 这种神 正统的神庙也不少见 但是这一尊 是邪神 神灵是从信仰之中诞生的 正神保佑你 你献上香火即可 可邪神不一样了 效果更霸道 要的东西 也更恐怖 就跟我们以前 接触过的婆婆神一样 传说之中 邪阴鬼子母 每天都能生下九个孩子 但她只会留下一个孩子 让这九个自相残杀 把剩下八个吃光的 才能活下去 邪阴鬼子母 确实能保佑后代 但是要牺牲很多 供养邪阴鬼子母 祭瓶可不是 糕点生出那么简单 要给她的孩子们 提供其他孩子的生魂 神像周围的孩子 都系着红头绳 我刚才看到的 红头绳小孩 就是邪阴鬼子母的孩子 吃的 是这里出事的 保安的生魂 那些保安 都是张哥挑选的孝子 他们的魂魄 最为合适 我也知道 我妈是三舅老爷的晚辈 会阴邪的法子不奇怪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她能做出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 难怪 难怪她会遇上 凤凰断吃的灾祸 恐怕 那是报应 而刚才的祈祷 也不是为了保佑我 而是让我也成为 邪阴鬼子母的祭品 只有亲妈 心甘情愿 把自己孩子贡献出来 才会对我现在这个身体 产生这个效果 是啊 我一路熬到了现在 能对付我的不多 亲妈 算一个 现如今 她要用斩虚刀 才刚想到了这里 她疏然靠近 斩虚刀的寒光 就精准地抵在了 我的鹅脚上 缓缓说道 这把刀很快 你闭上眼睛 很快就过去了 你要杀我 你的命 本来就是我给的 她跟刚才的慈爱 简直判若两人 丹凤眼里 没有一丝感情 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威仪 我拿回来 天经地义 果然 我几乎想笑 刚那一切 都是骗我的 就是等着茶叶 和谐音鬼子母的效果发作 徒神使者要杀我 将家人要杀我 我本来以为 她对抛弃我这件事 是后悔的 我亲耳听见 她说 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愿意把命拿出来 为什么 她要杀我 刚才充斥到了 四肢百孩的 前所未有的温暖 一瞬间 像是全冻上了 这种难受的感觉 让人喘不过气 有些事情 未曾拥有 也就算了 但是拥有过后 又被夺走 才是真的难受 要死可以 我盯着她 让我当个明白鬼 她眼里闪过了一丝复杂 你没必要知道那么多 可我觉出来 她稳稳当当的手 犹豫了一下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你要保佑的儿子 原来不是我 我盯着她 你还有 其他的儿子 她微微一笑 像是想起来了 什么最美好的东西 眼里终于有了光 这个光 才是真情流露 对 他才是我唯一的儿子 你是个妖邪 第1632章 真龙之骨 这句话 插在心里 像是一柄块刀 先是透骨的冷 才是刺骨的疼 我也是你生的 我不是妖邪 她一只温暖的手 摸了摸我的脸 声音却是跟手 截然不同的冷 你是 冲着你现在这张脸 你的额角 你也是要挟 我的心骤然一沉 你要真相 我就告诉你真相 她盯着我 黑沉沉的眼睛 染上了一抹灯光的暗红 显得格外冷漠 我并不希望你出生 一看见你的模样 就想起了那个人 就是这张脸 让我想要千刀万剐 你一开始 就不该来到这世上 她眼里的憎恶 凌冽决绝 是装不出来的 而她一只手 摁住了我的头 眼里只有额角的就伤疤 要不是你 她不会吃那么多苦 我 我心里猛的一沉 难不成 你儿子吃苦 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 不光是多余的 还把属于我儿子的东西 抢走了 她冷冷地说道 我得替她拿回来 原来如此 骗我过来 一开始 就是想取走 我身上某件东西 她认为 应该属于 唯一儿子的东西 她凝望着我的脸 缓缓说道 你知道吗 看她吃苦 我的心都碎了 你为了另一个儿子心碎 我呢 我算什么 就连带 我来到世上的她 也想我死 一种前所未有 十分空虚的感觉 蔓延过了心脏 我为什么要来到 这个世上 只为了让人憎恶 让人畏惧 给人带来灭顶之灾 扰得万世不得太平 所有的回忆 走马光花的 在脑海之中出现 有一年初二 漫天大雪 别的小朋友 跟着妈回外公家 我自己出去 滑了一跤 脚卡在下水道里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上学的时候 安家永冤枉我偷东西 没有一个人信我 再大一点 高雅聪骗我 没妈的孩子命苦 我一直装成无所谓的样子 觉得过去了就过去了 可这是一道一道的伤疤 记录着一次一次的疼 现在 我从孤身一人 到有妈了 讽刺的是 我妈 却是最希望我从世上消失的 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 斩须刀落下来 极冷极锐 显然是想把我讹脚的 就伤疤弯下来 原来 他甚至不是要我的命 是为了自己喜欢的儿子 要这个 真龙骨 不应该在你身上 真龙骨 疼 到底是哪里疼 心里最疼 那种被沼泽吞没一样 无理绝望的感觉 把整个人全淹没了 可就在这最后一瞬间 不知道哪里传来了 光的一声巨响 像是哪里炸开了 一个人跟天神一样半空而降 又吻又准 奔着我妈的手腕就过来了 当郎 斩须刀落地 一个人气喘吁吁地挡在了我前面 声音是难以置信 虎毒不食子 你既然是他亲妈 为什么对他下这种手 程兴河 他浑身都是灰 脑门上全是汗 不知道费了多大功夫 才把这里的墙给打通 我妈抬起头 冷冷地盯着他 跟你没关系 你是成连珍的儿子 你爹 没有你这么多管闲事 程兴河眼里一瞬亮了一下 显然 他知道了 我妈认识他爹 也想知道当年的真相 可他不傻 知道这个时候 问问题是什么代价 冷笑 我救他 也跟你没关系 话音未落 他把我架在了肩膀上 大声说道 七星 真相没有命要紧 咱们走 可是 很多想知道的事情 还不知道 条条大路通罗马 总还有别的法子 程兴河一直一来都乐观过盛 背着我就往外冲 可这个时候 一阵凌厉的破风声 就从我们面前滑了下来 程兴河觉出来 立马以自己最快的速度翻了过去 可那一下 实在是太快了 斩虚刀贴着他的胳膊滑下 无声无息地没入到了地板上 一阵血腥气炸了起来 程兴河在最后关头 用胳膊护住了我 一条胳膊 皮肉翻卷 那片血 一下刺了我的眼 成狗 可他连疼都没来得及 立刻翻身往安全的地方躲 卧槽 斩虚刀怎么到他手里了 我妈面无表情 娴熟地翻转过了 寒光四溢的斩虚刀 对着程兴河 就横扫了过来 这东西本来就是神器 何况 我妈是首席黑先生的外甥女 动作伶俐又决绝 程兴河知道 斩虚刀难对付 奔着来时的入口就冲 可一团黑影笼罩了过来 是那个扎着红头绳的小孩 小孩皎洁地奔着程兴河扑过来 跟个八爪鱼一样 抱住了他的头 对着他的耳朵 就瞬息了起来 程兴河一咬牙 甩手就要把小孩给拽下去 可这一瞬间 斩虚刀已经从后面追了上来 程兴河反应极快 一脚挑起了一个沙发 挡在了前面 沙发几乎没有发出什么声息 就直接被斩虚刀一批为二 他一把甩掉那个红头绳小孩 还想往门口冲呢 可以抬头 我妈已经挡在了入口 这地方一片纷乱 不少保安对着入口凑过来了 可我妈摆了白手 那些保安一个也不敢靠近 我妈冷冷地说道 我还要给我儿子积攒服录 不多伤人命 你把他留下 我只要真龙骨 积攒服录 我几乎想笑 什么时候 他想的都是那个儿子 真龙骨 程兴河一开始 没听明白这什么意思 但鸡贼如他 立刻说道 假鸡爪也不行 七星身上的部件 就是七星的 一个也不能少 我妈没有在说话 眼神一灵 那就只好对不住你爹妈了 他跟刚才不大一样了 像是下了决心了 我立刻说道 程兴河一把抹下血 有爹在呢 天塌了 爹给你顶着 话音未落 凤凰毛对着我 妈就甩了过去 我心里猛然一震 是啊 就连我妈 都想用我的命 给自己认定的儿子铺路 可还有人希望我活着 不惜舍弃自己的命 这个时候 豪宅的落地窗外面 除了保安之外 多了一些身影 我妈一闪避 程兴河看清楚了外面的人 择了一声 院子里 是天师府的人 他们找到我了 齐燕和也没走 齐燕和一副 事不关己的表情 抄手坐在大门口的沙发上 等着看热闹 我妈也觉出来了 那些人没有轻易进来 意思大概是我妈处理完了 他们来善后 不过 她还是露出了十分厌恶的表情 显然 她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尤其 更不想被人知道 我和她的关系 这事 对她来说 天师府来人 也是因我而起 她看我的眼神 更憎恶了 斩虚刀对着我们一批 程兴河几乎退无可退 可就在这个时候 她身后忽然一响 背后竟然有一扇门 开了 她一丝犹豫都没有 以最快的速度 翻身冲了过来 斩虚刀的锋芒立刻跟上来 她头都没来得及回 奔着里面就跑 可毕竟背着我 哪有之前的速度 身后一道破风声 几乎就要被斩虚刀给追上 可这个时候 也巧 走廊边一个柜子 忽然轰然倒下 把我妈给拦住了 等柜子被劈开 程兴河已经跑远了 眼前一阵眼花缭乱 我就听见了轰隆一声响 接着才发现到了一个黑洞洞 没有光的地方 这是哪儿 程兴河吸了口气 狗急跳墙 管他是哪儿 先躲一躲 等你缓过来 咱们就什么也不怕了 我想起了刚才忽然开的门 和那个柜子 我估计 是张浩偷磨帮咱们哪 程兴河缓了口气说道 你走了之后 我四处看了看 找到了几个死人 打听出来 谐音鬼子母的事了 这才知道事情不对 你妈八成来者不善 一看果不其然 说到了这里 他跟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他千方百计跟你见面 是为了什么真龙骨 那是什么玩意儿 第1633章 上锁柜子 不知道 我吸了口气 好像跟真龙转世有关系 他说 那个东西本来应该是他儿子的 可却到了我身上 为了另一个儿子 他可以杀我 踢我的骨头 我忽然觉得很冷 程兴河把我脑袋 拉在了自己肩膀上 声音难得地柔和起来 想哭你就哭吧 没什么丢人的 这地方这么黑 谁也看不见你 有些难受的事 真要是扛不住 哭出来就好了 排毒 这话说的 极为诚恳 诚狗 我听见自己低声说道 我这一辈子 是为了什么活的 废话 你说呢 啪的一声 程兴河用力地拍了拍我肩膀 越是没人珍惜你 你才越要珍惜自己 这话 跟掠过夜空的闪电一样 疏然亮了起来 是啊 我是为我自己活下来的 我得活着 不管谁希望我死 我要为了我自己 和关心我的人活着 还有很多账没算完呢 还有人 等我回家 这就对了 打起精神来 世上总有人不喜欢你 这是没办法的事 有办法的只有一样 你也别他妈的喜欢他们 没错 只有你在乎的人 才能让你伤心 我却想起了 我妈之前说的一句话 你现在变回自己的脸了 因为你这张脸 让我恶心 我也想起了 霍国妖妃之前 跟我说的那句话 你会遇到一个大劫难 解梦姑姑也跟我说 你会失去很重要的东西 想不到 是在这里 我最不希望的地方出现 身体还是没法动 这地方不算太大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有人找上门 找到我们 得赶紧恢复过来 可这个方术 只要是肉眼凡胎 就挣脱不开 我的身体是我妈赋予的 现在 也是她亲手拿来 当了邪鬼子母的祭品 诚心和弄清楚了 我妈说的事情之后 皱起了眉头 你妈说的 是真的吗 会不会 是为了让你成为 带宰相诛 故意撒谎拖延你 编出来的故事 我摇摇头 有些是 有些不是 不能不承认 我妈应该是个 极为聪明的人 就从一开始找我 到后来见我 她的表情 眼神 都尽量真实 应该是竭尽全力 想骗住我 这种情况下 她为了避免披漏 一定不会 再讲更多的假话 有更多的假话 就会有更多的漏洞 更容易暴露 而且 骗过我其实不容易 她这次能得手 一方面是因为她的身份 一方面 就是她对着我 讲话的时候 眼睛都是成澈的 她找我的意图 虽然虚假 但故事不是假的 当然 里面也未必全是真的 只有真话假话 混在一起说 才最容易 骗过去 比如 真龙学里发生的事情 我爹到底是谁 显而易见 确实是个 跟我长得很相似的人 你说 她讲的小四相会成员里 有个小景 程兴和问道 那是不是你爹 不像 她提起小景的时候 眼里没什么厌恶 我答道 不过 我猜出那个所谓的 小景是谁了 谁 程兴和声音一警 你别告诉我 是景玉龙他们家的人 不是 能拿出四相局密卷的 复制图的 只有夏季长 天师府 江家 还有修建局的 验圣门这几个地方 我答道 那个景字 是两个叠起来的二 程兴和反应过来 一拍大腿 是验圣门的二当家 如果是二当家 那就对上了 她拿到了地图 跟小四相会的人结交 就为了得到更多 关于四相局的线索 给验圣门平反 那个在楼纸水照片里 出现的半个身体 可能也是她 不 不对 那个人另有其人 验圣门人手腕内 不是那个苍尔的痕迹 再加上后来 程兴和没吭声 但是我知道她的想法 有可能 是那个二当家 看中了程家的二狼眼 想让程狗他爹 跟他一起做什么事 但是程狗他爹拒绝 他就要抢程狗 后来 才丢了命 所以 程狗他妈说 记住 仇人是预知梦家族 这样是说得通 但也只是猜测 当年的真相 没有人或者证据去验证 程兴和沉默半赏 是啊 早晚会查清楚的 那咱们 搞清楚眼下几个问题 一来 我爹到底是谁 二来 这真龙转世 是怎么到了 我身上的 三来 真龙谷是什么情况 值得他要来千方百计地杀我 四来 他说 这真龙谷 应该是他儿子的 程兴和想了想 你说 你妈那话什么意思 你把本来属于 他儿子的真龙谷给拿走了 他儿子干什么的 需要真龙谷 如果真龙谷 跟真龙转世有关系 其实真相昭然若揭 我们俩都想到了 但是都没吭声 因为 我们俩都不希望 这个可能性是真的 因为那个可能性 简直石破天惊 程兴和似乎也被 那个念头给震慑住了 缓缓站了起来 光想 也想不出什么鬼 看看这地方 是个什么地方 你来的时候没看 你失忆了 刚才他妈的多看一眼 你爹就要在斩虚刀下 人头落地了 白痴馒头嫌面黑 说着 他缓缓起来摸了摸 只见到这有个门 直接闯进来了 不过还好 幸亏他们没找到 咱们今天运气不错 实在不行在这猫一冬 过完年再回去 程兴和进来的时候 布下了苏巡给做的藏 但毕竟是简陋的半成品 跟苏巡自己做的不一样 有高手来了 说不定很快就破解了 躲一辈子 怎么可能 擦的一下 程兴和把打火机给点起来了 四面一片亮 我们抬头看见了 这里有很多的柜子 柜子里面全是书 看摆设 像是男主人的书房 我皱起眉头 我妈现在的丈夫 是个文化人啊 程兴和往里头看了看 很多真藏本 说着 开了一扇 拿出来看了看 说起来 我妈的家里 神神秘秘的 竟然连工作人员 都不知道主人的身份 属实是有些不对劲 我也四处看了看 不过除了书 也没有什么其他别的东西 唉 这有个抽屉 程兴和招了招手 锁着的 你开 第1634章 凤锦真龙 我现在比植物人 强不了多少 你让我开 你咋不上天呢 程兴和这才想起来 叹了口气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说着 他卷起凤凰毛 对着那个锁 就抽打过去了 光的一声 火花似箭 柜子开了 里面是很多 方方正正的小东西 印章 程兴和弯腰一看 倒吸冷气 卧槽 甜黄 说着 就伸手拿出来看 可这一看清楚了 印章上的字 他手忽然就哆嗦了一下 我看出来了 怎么了 他一个机灵 那印章就落地上了 印章那一面 正对着我 我看清楚 顿时觉得眼前发了白 那个印章上 刻着的是个转字 但我认得出来 是个姜字 我妈自己姓脸 这只可能是嫁给了姜家人 你妈有凤凰锦 只有凤凰锦 能生出真龙 程兴和抿了抿嘴 所以 他能生出你 那 还有另一个真龙转世 是不是 也是他生的 我忽然浮现出了一种 特别反胃的感觉 无法接受的反胃 而这个时候 外面隐隐 想起了一个凛冽的声音 在这里好好找找 别让任何人 惊吓了我妈 我和程兴和 几乎全被冻住了 我想起来了 之前我妈在房间里的时候 有人敲门 我当时讹脚疼得厉害 什么都听不清楚 只觉得那个声音耳熟 可现在想来 那个声音 之所以耳熟 是因为 那是江臣的声音 下一秒 门口忽然响起了个声音 这边不对劲 那个声音 我也耳熟 程兴和立刻响起来了 咱们上次 在霍国妖妃的车上见过 那个会闻妖气的 天母山流逝 他们不是被天师府拒拢来的吗 怎么会跟江臣勾搭在一起 而且 江臣也明明已经被天师府扣住了 又放回来了 他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凭什么 这地方有藏 又有一个声音 几乎是狂喜地响了起来 哪个先生会 我 好几个人 对着这门开始破藏了 程兴和一把抓住了我 想去找退路 可这地方就是个书房 根本没有其他的路 江臣手底下 都是业内最好的高手 程狗 你想法子走 要走你爹早就走了 还等到现在 别说屁话了 没过多长时间 光的一声 门开了 几个身影蹲在门口 露出了喜色 在这里呢 后面 有一个奇长熟悉的身影 江臣 江臣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声音愉悦 李北斗 好久不见 上我家里来做客 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他家 我只觉得 呼吸都呼吸不过来了 只想吐 你对我有仇 我知道 可或不及家人 江臣继续说道 对我妈下手 算是什么本事 程兴和结巴了半天 你妈的那个儿子 是江臣 他说 他未婚夫 也是行内的人 江家正是十二天阶之一 难道 他后来 又嫁给了当初的未婚夫 某个江家人 我大口地呼吸了起来 不可能 这里有不对劲的地方 其实 我和程兴和 刚才就想到了这里 但是我们不愿意 往这方面想 比如说 我和江臣 都是四臣龙命 我们俩肯定是同年同月 同时出生的 怎么可能同一个母亲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是有一个可能 江臣抬起了手 几个先生已经要闯进来了 江臣第一次跟咱们认识 我就觉出来了 程兴和一凤凰 毛把他们掀翻 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跟他 长得很像 同年同月同日生 一个妈 除非是一卵双胞胎 如果真是这样 我妈凭什么认定我是妖邪 另一个儿子 是她唯一的儿子 只有一个解释 她曾经在真龙学 见过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那个人 额脚上有个伤疤 她认定 那个人对她做过什么 怀孕生产之后 两个孩子模样相似 可其中一个 额脚相同位置 也有一个就伤疤 而江臣 拥有一切江家人的特质 跟他未婚夫一样 所以 他说 另一个儿子 才是他唯一的儿子 而我是个从真龙学 借着他的身体 转世成人的要挟 又有人涌进来 程兴和直甩凤凰毛 头都不回 只盯着我 这么说 你爹是你前世 那个警朝国君 不对 还是不对 这怎么可能 警朝国君死了几百年了 更何况 吴吉诗说 他成了个怪物 退一万步 哪怕真是这样 从没听说过 一对双胞胎两个爹的 也许 江臣也是警朝国君的 只是将家人洗当爹了 也或者 新闻里还真有双胞胎俩爹的 程兴和一份黄毛卷 走了两个扑过来的人 还有闲工夫回头连 我给你百度一下 那是多小的几率 能让我遇上 再说了 如果江臣的来历跟我一样 为什么我妈恨我 去爱她 就好像一盘子散拼图 各种线索都对不上 我妈告诉的我的事情里 一定隐瞒了某种关键线索 而这个关键线索 就是她恨我 和恨我爹的原因 真龙骨 就伤疤 对了 三舅老爷当年 曾经找人修复过这个就伤疤 说明他知道这个就伤疤的意义 内情 只有三舅老爷知道 只是 恐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老头也一样 他装痴呆的理由 也不会简单 如果能顺利出去 第一件事 就是找到老头 磨也要把一切磨出来 你们还有心情说悄悄话 一个蹲在门口的人 也见识到了凤凰毛的厉害 不好进来 索性立声说道 给我出来 话音未落 一个绝尸钩 对着我就下来了 啪的一声 绝尸钩被凤凰毛一下打开 承兴和吸了口气 开始活动筋骨 他奶奶的 今天看来得大闹一场了 江城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可后面的人全聚拢了过来 黑压压的 好像暴风雨之前的乌云 承兴和挡在前面 我因为邪鬼子母的关系 还是动弹不得 我不想再去想 可脑子里不停冒出新的想法 虽然不能接受 不过 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 有很多事情就说得通了 比如 我跟江城长得确实有些相似 而真龙穴打开过一次之后 很多人看见龙气归了江家 也许 是因为 我妈带着腹中的我 嫁入了江家 甚至 江家的解梦姑姑 是不见外人的 却主动给我解梦 我妈既然嫁进来 就算是江家人 她也认定了我是江家人 所以 留下来的江城 被认定成了真龙转世 因为世上的人 根本不知道 当初这个被我妈抛弃的我 可还是那句话 双胞胎 怎么可能有不同的点 真龙骨 又是怎么回事 这这些已知的线索 让事情更扑朔迷离了 我跟江城 真的是这个关系吗 我隐隐觉得 这后面 跟我妈的留言一样 是有个阴谋 从真龙穴被打开 到真龙转世 都绝对不是偶然 江穴子 江藏土 三舅老爷 燕圣门主 都有各自的目的 扑的一声 一个人被程兴河 用凤凰毛给拉下来了 重重摔在了地上 但是还有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趁着凤凰毛 还没来得及收回来 对着程兴河就压过去了 程兴河被压住 剩下的人 趁机抓住了动弹不得的我 江城进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微微一笑 李北斗 这次 你又想来抢走我什么东西 第1635章 母慈子孝 他跟我是截然不同的人 从外表上看 金贵潇洒 到了哪里的 都是鹤立鸡群的贵族气息 一辈子众心捧月 想要的 不想要的 他都有 而我呢 我什么都没有 好容易找到了母亲 母亲都容不下我 我和他 哪怕模样有几分相似 这一辈子 也是云泥之别 抢走 到底 是谁抢走了谁的东西 我忽然就笑了 也许 我这一笑 跟平时不大一样 居高临下的江城 也第一次露出了几分忌惮 我笑得更开心了 我抢你妈 江城那娇惊惯了的表情 猛然一宁 剩下几个先生一听 大骂了起来 艳圣门的妖邪 果然上不得台盘 张嘴就是脏话 是啊 江先生 这种祸害留着 也是夜长梦多 咱们不如绝了后患 江城的眼神 殷勤不定 而火光一见 成心和一份黄毛 把周围的人全部掀翻 骂道 你们这帮贼心烂肠子的东西 这么大仇 七星把你们的爹推紧里了 可那些先生都不是耸人 百般武艺 对着成心和就招呼上了 江城吸了口气 也对我笑 你这次 自己上我家里来 可都是 你自己找的命数 成心和担心了起来 翻身要过来护住我 可其中一个先生手里的钩子 只怕也跟无极失血 沾过点关系 一下就把成心和的凤凰 毛给扛过去了 他过不来 只能喊 七星 你他娘倒是赶紧缓过来啊 我妈把我当祭祀 寄给了谐鹰鬼子母了 让自己亲生的一胎 把一切都换给另一胎 就好像谐鹰鬼子母 把八个孩子 全送给一个孩子吃一样 她靠着血缘关系 已经把我彻底 禁锢成人家案板上的肉了 一丝余地都没给我留 我这次 缓不了了 这把成心和急的 他大爷的 咱们那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 怎么能在这个 鹰沟里翻船 是啊 过来任母 谁会知道 那个大劫难 偏偏就是从给我生命的人 这里出来的 江城看着我 跟看一只蚂蚁一样 礼背抖 我知道 你尽力了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不容易 不过 真龙 到最后 也只有一个 我其实从来没把真龙 转世这四个字 放在心里过 我没争过 我也没抢过 我拥有这一切 也全是你们逼出来的 我眯着眼睛看着他 是只有一个 但 为什么不能是我 这句话 像是一下戳到了他的心 他眼神一暗 承兴和一凤凰 毛甩开了几个先生 七星 你平时不是比猴还精吗 人在屋檐下 你不为所发育 还拱什么火 是啊 我是动弹不得 人在屋檐下 可我缓缓说道 江城不敢拿我怎么样 承兴和一愣 江城身边的几个先生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反而笑了 你现在这个处境 江先生为什么不敢 你以为 你是传说之中的祸患 我们还能怕你 行行吧 你都把毛包皮 飞到了人家锅里 还死鸭子嘴硬呢 唯独那个天母山流逝 在人后没吭声 死死盯着我 像是观察出了什么 承兴和看 我跟看傻子一样 算了 还是得靠你爹我 江城却没吭声 我一笑 江先生比你们聪明 他已经想起来了 跟他竭林的那个林葵 还在我手上 承兴和一听林葵俩字 顿时就愣住了 接着一拍大腿 我怎么把那玩意儿给忘了 结果这一开口 好几个先生对着他拥过去 他脸上挨了一下 痴痛才转过凤凰毛 把面前的人掀翻 吏声说道 没错 七星只要不回去 你看看 有没有你的好日子过 江城之前为了保命 跟受了天罚的林葵杰林 在杰林树上 主人和林物同生共死 所以 他死不了 可上次 林葵被我抓到了厌圣门 当然 林葵是死不了 但只要林葵受伤 江城会一起感同身受 这是死契约 解不开 只要林葵在我手上 那他的软肋就在我手上 他不敢杀我 程兴和立马说道 江真龙 我劝你们 赶紧放了我们 不然 艳圣的一天捅林葵几百刀 你就要跟着痛几百次 艳圣是干什么的 你心里清楚 折磨人 我们是强项 王指甲凤里扎针 辣椒水喷眼 甚至活叫驴 烙鹅掌 你想要什么 咱们就玩什么 江城嘴角一扯 冷冷地说道 这些日子 林葵确实死脱赖 你们照料了 头头暴力 李先生来做客 我自然也是 要跟艳圣门打个招呼 把你照料周全 周全 言下之意 是要跟我互相牵制 我落在他手里 他要以我的命 来牵制艳圣门 不能对林葵轻举妄动 个人有个人的把柄 周全 就有个周全的样子 我冷冷地说道 离我们远点 江城眼神一暗 对那几个先生点了点头 他们虽然不甘心 可到底听江城的话 立刻退开了 江城自己也退后一步 客气去巨人千里地说道 那现在 鲤鱼 这个时候 后面有人过来了 一下拉住了江城 你没事吧 我心里骤然一缩 我妈 她担奉眼里 满眼关切 把江城上下看了一个遍 才放下心来 可担心死我了 她已经把斩虚刀藏起来了 看上去 就是个雍容华贵的妇人 谁也看不出她之前的灵力 江城微微一笑 您放心 自己家里 我能有什么事 说着看向了我 就是这个人 惊动了您 我妈甚至看都没往这边看 则怪力也带着宠蜜 你说你 家里这么多人呢 你自己来干什么 小题大做 出了什么事 妈可受不了 她眼里 满满当当的 就只有她 躺在这里的我 好像是个多看一下 都碍眼的垃圾 程兴和忍不住了 异母同胞 可她话还没说完 我妈眼神一灵 声音一粒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还不把她的嘴给堵住 周围的人 不由自主就应了一声 是凤凰命 特有的威仪 程兴和冷笑着 还要说话呢 我冲她使了个眼色 她满眼不甘心 可也没别的法子 低声说道 见过偏心眼的 没见过偏到了北极的 江臣皱起眉头来 什么叫一母同胞 我妈立刻说道 这种小毛贼胡言乱语 你本来就操心那么多事情 不值得费神 上次给你在七土山求的 的头痛伞 你用了吗 那要是您磕了一百个头 跟菩萨求来的 妈那么费心 我当然负了 江臣一笑 好用 我妈一笑 看着江臣的眼神 又是骄傲 又是疼惜 一百个头 我心里冷笑 好一个母刺子笑啊 只有江臣 是她身上掉下的肉 而我妈这才跟想起来 什么似的 李渔 你要把这个小贼怎么样 小贼 在她心里 我就是个小贼 江臣看向了我 接着说道 她确实拿走了 我一样要紧的东西 我问出来就行了 我妈还是有些紧张 似乎生怕 我会伤着江臣 别亲自问 我看着她的眼神 就渗得慌 可别狗急跳墙 把你给 您放心 江臣微微一笑 儿子没有那么没用 说着 她耐心地看着我 李先生 我这就跟验胜联系一下 咱们做个买卖 买卖 是绑票勒索吧 验胜真 要是把林葵送来 她一准 是要撕票的 我盯着她 你跪下给我磕个头 我就考虑考虑 江臣眼神一寒 剩下几个先生 更不用说了 真是厚颜无耻 得寸进尺 江先生讲宽人 却遇上个真小人 我妈的眼神 就更别提了 像是在后悔 后悔为什么 当时生下我之后 没有亲手掐死我 第1636章 一个耳光 江臣已经把我抓住 却没法 把我怎么样 心里自然是憋屈的 这么憋屈 我还得寸进尺 她就更火大了 你越火大 我越痛快 不过 这种痛快跟双刃剑一样 我心里 还是锐痛 我妈就更别提了 立生说道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敢对我儿子说这种话 话音未落 他一巴掌 打在了我脸上 龙龄自然也已经 没法滋生了 头一篇 耳朵里一阵嗡嗡作响 像是闯入了一窝蜜蜂 嘴里发心 流血了 这一下 他是真情流露 用了全力 程兴和先是一愣 下一秒就就 护在了我面前 立生说道 告诉你 我一不打女人 二不打岁数大的 你别逼着我破脸 我小时候 甚至羡慕 其他孩子淘气之后 有妈妈管教 怎么也没想到 她的另一个儿子 不 她心里 唯一的儿子 江晨却一下 叫我妈拉过去 声音有了不耐烦 你什么也不懂 不要跟着掺和 程兴和也冷笑了一声 我妈给江晨出气 可江晨的想法 只是怕我妈 把我惹极眼了 她自己会受到 林葵的反噬 怪她多事 我妈瞬间 跟做错了事一样 李渔 是妈妈不对 你别生气 江晨皱起了眉头 声音冷了下来 跟你说过了 我已经这么大了 当着外人 不要再叫我的小名了 我妈没有出声 有句话说 你以为全天下都是你妈 就是因为 只有自己的母亲 才会无底线地包容自己 无理由地爱护自己 可总有人 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妈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道 那 你打算怎么处置她 您回去吧 江晨的耐心 似乎已经消弥殆尽 我来处理 可我妈并不想就此离开 这个人 似乎不大对劲 我不放心 不对 她想的是 这次必须要把我身上那个真龙骨给弯出来 否则 这次已经打草惊蛇 下次就没机会了 江晨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不自觉就把视线挪开了 而江晨盯着我 也看出来我身体不对劲 转脸问一个先生 她到底怎么了 我妈眼神一暗 那个先生低声说道 她中了一种很少见的邪术 现在 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能力 不过 不是咱们的人动的手 江晨显然也有些意外 在她家中招 却不是她的人干的 她盯着我 你来了我家之后 见到谁了 她是怕 家里来了其他的不知道敌友的外人 我还是那句话 想知道 就给我磕个头 那些先生倒是替江晨急了瘾 江先生 他要是在这里出事 也许 艳圣门不会知道 是啊 他的能力 现在行当里都知道了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我赌 江晨不会这么轻易杀我 林奎对他来说 就是个定时炸弹 他不肯冒任何一丝险 他在咱们手上 逼他交出林奎 什么法子没有 一个先生眼白发赤 是个急脾气的火灵眼 往前一步 送到嘴边的肉 是炸是炒 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江先生 人交给我 我给问出来 说着 一件东西从身后出手 前朝龙南库立审犯人 审了几百年的 行尸都能开口 不幸他比行尸还硬 这东西 是九把钩子 存在一起组成的 钩在身上 撕皮裂肉 不在话下 程兴和张嘴就骂 动撕刑 我他妈的先把你给勾了 江辰嘴角一翘 露出了的残忍的笑容 李先生 你说呢 我妈更紧张了 江辰 先别着急 而我对江辰一笑 是啊 我太害怕了 你靠得再近一点 我就告诉你 程兴和一愣 像是想知道 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江辰知道 我现在确实成了植物人 料想着出了嘴 哪儿也动不了 也就过来了 想知道消息 就先回答消息 我低声问道 我问你几件事 江辰薄唇勾起 挂着几分机窍 像是在笑 我还敢跟他谈条件 李北斗 我耐心有限 他冷冷地说道 不想浪费在你身上 哟 一个妈宝男 好大的脾气 我冷笑 看你妈对你那个态度 是不是你现在 还天天吃奶呢 他眼神一冷 一只手压在了我脖子上 语气里有了火 你别以为 永远有那么好的运气 这一下 不知道压了多少对我的恨 我眼前顿时一阵发白 可我却笑了 江辰的视线一凝 聪明如他 当然知道 这个笑不对劲 反应也极快 就要把自己的手 从我脖子上拿下来 可已经来不及了 我顺着他的胳膊 以极快的速度 就卡住了他的脖子 利落地翻身起来 直接把他反扣在胳膊底下 这一下 所有人全愣住了 诚心和直了眼 七星 缓过来了 其他几个先生也愣住了 那个邪术 自己是挣脱不了的 他是怎么做到的 江辰不愧是江辰 哪怕发生了这样的变故 也还是尽量冷静 根本没有挣扎 诚心和盯着我 忽然恍然大悟 难道 是啊 这种术法 我确实没法 靠着自己的能力挣脱 我们这一趟来 也没有其他的帮手 就只有一个可能 保安张浩 趁着我妈离开了那间 供着谐音鬼子母的屋子 偷偷对神龛动了手脚 因为 他们也深受其害 总有人觉得 做好人做好事没用 可你永远也不知道 之前一个善举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回报 李渔 我妈 不 我自嘲地笑了笑 是江夫人 她第一个就要上来 可我冷冷地就说道 谁靠近一步 我拧了她脖子 江辰扫了她一眼 她立刻停住了脚步 声音带来哀求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 别伤我儿子 是啊 在江夫人眼里 江辰才是唯一的儿子 好说 我笑眯眯地说 我第一次来做客 好多地方不熟悉 江先生刚才说 要尽地主之意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江辰自然知道 我是什么意思 我要离开这里 他还能笑出来 小事一桩 李先生跟我走 承兴和立马跟在了后面 低声说道 七星 你可真够鸡贼的 是不是早就好了 一直在那装蒜呢 我没吭声 昂首挺胸就往前走 跟江夫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江夫人猛然回头 你要是敢动我儿子一下 我要你永世不得超生 这是来自亲妈的诅咒 世上 还有比这更伤人的诅咒吗 不过 我一笑 我不动你儿子 你照样 也不会放过我 有什么区别 因为嫁着江辰 所以外面畅通无阻 经过那间有神龛的屋子 也看出 那里果然一片狼藉 再往外 我甚至远远地看到了 天师府那帮等在了外面的人 齐燕和看见了这一切 手里把玩的东西停了一下 但也并不意外 还是眯着眼睛笑 似乎只是来看热闹的 一边往外走 我一边抓住机会问道 你爹叫什么名字 是个什么人 我早听说 江辰是个大人物的儿子 但一直不知道 是个什么权贵 江辰怎么也没想到 我竟然问了这么个问题 微微皱起了眉头 你打听他干什么 说 他冷冷地说道 江天 江天 我们是没听过 但是很多真正有权势的人 是不会轻易抛头露面 而是躲在幕布后面 要从走廊里出去的一瞬间 齐燕和站了起来 竟然还能若无其事地跟我打招呼 李先生也来了 他跟我妈之间 恐怕也有某种秘密 我不想理他 可江辰却大声说道 齐先生 李北斗现在没法行器 帮我抓住他 我心里一提 妈的 他竟然看出我 没有行器了 没错 哪怕神堪出了问题 我也只能勉强恢复行动 行器一丝 也引不出来 第1637章 父子成仇 齐燕和见状 嘴上还是挂着笑 可他出手去极快 掠起了一阵破风声 对着我就抓过来了 下一瞬 凤凰毛忽然从左侧穿过 直接卷在了齐燕和的手腕上 七星 快跑 我没犹豫 一把拽住了江辰 奔着走廊 另一侧就跑过去了 只要我跑了 成狗就不用再护着我了 他凤凰毛在手 自己逃出去 比护着我逃出去简单得多 八成能留下命 江辰被我带了一个猎解 咬了咬牙 你身边的这些人 都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是啊 我身边的人 跟他身边的人不一样 个个能拼出命来护着我 可他身边的 不过为了名 为了力 你学不会 你没有人心 江辰的脸一冷 我卡他卡得更用力了 止路 走错一步 我弄死你的力气 还是有的 江辰最惜命 最谨慎 为了自己的安危 不敢给我指错 有人过来 可看见江辰 不敢靠近 保安人群后面 有一个人 微微跟我点了点头 果然是那个张浩 他露出个嘴形 谢谢 我装作没看见 免得被人发掘 给他带来麻烦 到了一个很长的回廊 附近有很多门口 可江辰的身体 却明显地抗拒了一下 这边不能走 他犹豫了半秒 可就冲着这半秒 就看出来了 这地方肯定有什么说道 我立马 拽着他就过去了 他还想挣扎 可是惜命 跟着我就过来了 这地方的门是细长的 窗户也是 有点像是老式西洋建筑 他既然不想让我来 八成是个很好的躲藏地点 上头的锁算是好锁 可我开锁技术十分娴熟 就在我拽着江辰进去 关门的瞬间 脚步声就同时 从来时的回廊响了起来 差一点就被看见了 我单手顶上门 开始剧烈喘气 江辰吸了口气 上这里来你会后悔的 别怪我没提醒你 笑话 要是能让我后悔 你会提醒我 江辰不吭声了 我喘云了气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行气 江辰冷笑 你的本事 我见过 也听过 要是真的恢复过来 你没必要用我做人质 不愧是江辰 那个时候 他就知道了 跟着我出来 也不过是想找到求助的机会 是啊 要是没被江夫人献解 这地方 闹个天翻地覆 又怎么样 他不知道的 是我现在的情况 以他的本事 完全可以自己把我反手制住 可他不敢 太谨慎 也太习命 李北斗 我劝你把江先生给放出来 江先生出什么事 你这辈子别想出去 外面是那些先生们的无能狂目 我冷笑 狠话听多了 耳朵起茧子了 而且 没提成心河 这是好现象 说明成心河没被抓住 我随手把灯开开 这个屋子的陈设 跟刚才的书房差不多 不过这里 没有那么多书 架子上是针腕摆设 倒像是会客厅 这屋子干什么用的 江城冷笑 助人的 爱说不说 我拽着江城四处看了看 出了口气 你这次怎么从天师府出来的 你背后那个靠山 连三清老人都管的了 江城一笑 算是吧 我其实很想看看江城的流年走势 可现在根本就看不出来 同时 我努力用调息法 来运行体内的气 可神龛虽然被毁掉了 行气还是没法完全恢复 用什么法子能恢复呢 还是说一种不安笼罩了上来 没法恢复了 当然 还有一种法子 对我失咒的人死了 我就恢复了 我想起了那个欲知梦 他 会死吗 他想杀我 可他是我妈 这种感觉像是一片利刃 在我心里反复地挂 我立马把精神从那种难受里抽离出来 不论如何 我得活下去 竭尽全力地活下去 这一次来 难受的事情是不少 但是能抓住江晨 也算是意外收获 得从江晨这里 弄到一些有用的消息 李北斗 江晨忽然说道 有个问题 我一直想问你 卧槽 你还来个破桌子 鲜身腿 你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一正 你问住我了 我还想知道呢 说实话 江晨缓缓说道 从我出生到现在 见过很多人 可唯独没见过你这种人 似乎方方面面 跟我都是出奇的相似 可又不完全一样 你可太看得起 我了 我一边努力调息 一边回答道 谁比得上你江真龙 江晨冷笑 你的运气就很好 运气 我几乎想笑 这是指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你江真龙大家族出身 落地就有了九成人奋斗 三辈子都得不到的一切 手底下一呼百应 上头有人撑腰 说我运气好 我最想要的 却似乎都在你那里 我一愣 这句话 听得出来 是发自内心的 一开始见到你 没觉得你跟其他人 有什么两样 后来 我甚至有种错觉 他没说下去 他就是因为那个错觉 想对我赶尽杀绝 我死了 那些他想要的 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不管你信不信 江晨坦然说道 我没想到 咱们会争到现在 我自嘲 是啊 他以为 我就是个山寨货 不至于他费这么大心思 抓了这么久 有些事情 像是老天注定的 一山不容二虎 你背后的人 有没有提起过我 我问道 他是怎么说的 江晨的眼神一宁 他说 咱们之间 只能活一个 我并不意外 与此同时 我忽然想起了江家那个传说 江家 会毁于兄弟之争 江瘸子对江老爷子 江年对江景 还有就是 江晨和 我 你爹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问出来了 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 他爹就是当年 跟江夫人一起 竞争龙学的人 说不定 也能有什么线索 聪明如江晨 自然听出了 这话的不寻常 你对家父 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你说不说 江晨皱起了眉头 见得不多 不好评价 跟自己爹见得不多 他对你很严厉 是不是 我记得很清楚 江晨小时候 因为恶作剧 害死了哭丧奶奶 这事被我揭穿之后 他消停了一段时间 有人说 他被父亲重罚 江晨提起父亲 这种冷漠 是装不出来的 父子成仇 我正要接着问 可这个时候 房间里忽然出现了 一声异响 我的心顿时就提起来了 这地方有人 江晨的脸色 瞬间也变了一下 我很少见到 他能露出 这么忌惮的神色 这声音 是从起居室的内侧 发出来的 第1638章 清朝出洞 那是里 有人 我后心一炸 谁在里面 没人应声 我卡着江晨的手手 更紧了 这房间 到底是谁的 江晨只能出声 家父的起居室 你爹在里面 江晨却十分肯定地说道 他还没回来 那里面是谁 不知道 江晨不像是 说谎的样子 过昂 里面又是一声响 像是什么东西摔下来了 不会是江晨的人 他们要是埋伏在这里 不可能出声惊动我 得进去看看 我单手要开门 江晨却立声说道 这地方 不能随便进 我今天 还就随便进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没什么可怕的了 可就在这一瞬间 大门忽然一阵巨响 数不清的人冲了进来 放开江先生 不光是之前那些江晨亲信 大量江家人 也闻讯赶来了 为首的是江年 不愧是敌老头子 补局补得真不错 江家眼看着要倒霉 硬是让他给补回风生水起了 江年眼瞅着 应该死在玄武局的 竟然还能好端端地回来 江家人在玄武局 也折了不少 看来深安不把全部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还留着储备力量 江夫人就站在了江年身后 却没有跟普通妇女一样 浑身发抖 痛哭流涕 眼神反而异常 风锐坚决 谁把这个胆大包天的歹徒 给我活捉住 想要什么 我们家都出得起 一丝情都没有 只有恨 看来 是他为了儿子的安危 把这些江家人全叫来的 众赏之下必有勇夫 不少人摩拳擦掌 江年冷冷地盯着我 礼背抖 你这是狗急跳墙 连我小叔叔也不放过 还是说 你一想天开 一个冒牌货 竟然还想取代正主 狗急跳墙 我甚至有些想笑 终于明白 老头儿交给我老虎 不听狗叫是什么意思了 识相的 就放了我小叔叔 回头试案 江年往前走了一步 你拿什么跟他争 没错 甜不知耻 自己假冒也就算了 还妄图对正主下手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泥丘 成不了真龙 下座 这次送上门来 也许就是老天开眼 让他自投罗网 江城立刻说道 家里的书败兄弟 先不要激动 要是为了我 让你们出事 我于心何人 江城的心思 我再清楚不过了 一杀二鸟 一方面怕他们把我激怒 搞得他倒霉 一方面又顺手收拢人心 刘皇叔摔孩子的时候 都没你这么能耐 那些江家人听了 越发露出了钦佩 为了咱们 自己的生死 倒是不放在心上 他不是真龙转世 谁是 你大爷是 越过了江家人 天师府的也在后面待命 看来自从天师府 不服李茂昌的那一派 把三清老人请回来之后 李茂昌也得让三清老人几分 我倒是来得兴趣 你给了天师府什么好处 冲钱了 江城冷笑 你愿意怎么想 就怎么想 你不说 我也猜出来了 我答道 放你出来的条件 是让你帮忙 对付那个大妖孽吧 江城微微皱了皱眉头 眼神一动 简直像是在问我怎么知道 看来 我没猜错 前次看见天师府 把天母山流逝 他们带到了个地方 都是出名的武先生 肯定是要对付什么大妖孽 什么妖孽 要请这么多人来对付 肯定是三清老人 自己都难以对付的 那就只有一个了 那个费了三清老人 毕生之力镇压的九尾狐 怕是因为四项局的变动 也开始蠢蠢欲动了 这个大祸患 近在眼前 也只能利用江城和江城背后的人 来戴罪立功 这才开始合作的 天师府的目的 从来都不是为了别的 只为世人 江城活脱脱 就是游戏里的课金玩家 了不起了不起 以前总听人说 我们家三代打拼 凭什么输给你一招努力 有些人从投胎开始 就赢了 不过 哪怕是这样 谁也不该放弃努力 李北斗又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是聪明人 你知道 不可能在这里挟持江城一辈子 江梁也来了 这次 江家是清朝出动了 熊皮人呢 熊皮人不在 也许 是死了 我一笑 我也没打算在这里待一辈子 这次来 想打听一点事 弄清楚了 江城完毕归照 天黑路滑 咱们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江城看了我一眼 我妈也微微一正 表情有些不自然 江梁作为风水江的家主 开了口 你想知道什么事 简单 我想知道的是二十年前 真龙学被打开的真相 我妈抬起头 眼神一灵 这地方有很多人 要是把这件事爆开 她下半辈子 就没法在江家立足了 江梁耐心地看了我一眼 这件事 跟我们没关系 你可以去问十二天街几位大先生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 不愧是江家人 这种若无其事 简直是一脉相承 不见得吧 我冷冷地说道 是有个大四相会 可进入真龙学的 还有尾随在后的小四相会呢 江梁一正 显然 她没想到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 可饶是这样 她也没往江夫人那看 她甚至根本没怀疑过 这话会是江夫人跟我说的 在她看来 江夫人根本就没有这个理由 江夫人看似镇定自若 可光洁的额头 隐隐站出了一丝青筋 她也很后悔 刚才为了等到祭祀效果显现 把真相说了出来 不 应该说 她是后悔 刚才怎么没用斩虚刀一下劈了我 她说真话 是因为没想到 我能活着出这个门 江梁先生 你也是小四相会的成员之一 我接着说到 第一个问题 那次进入真龙学的 除了你 江夫人 还有谁 是不是 江夫人的丈夫 江天 江梁一听我爆出了三个名字 更是一愣 我手一用力 三秒时间 说 还是看着我这个山寨 跟正牌同归于尽 三 二 我往下一压 江城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下来 别伤我儿子 江夫人忍不住往前一步 是有 那又怎么样 那就对了 这个江天 果然是当年那位未婚夫 很多线索 终于能浮出水面了 江城看了我一眼 你到底为什么对我父亲这么感兴趣 你管不着 我继续问道 那位江天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江年冷冷地说道 你找他干什么 他不是你能见的 我是想弄清楚 当年谋划一切 掀开九龙台关的 到底是谁 江梁终于看了江夫人一眼 江夫人再也忍不住了 让我去替我儿子 行不行 你要命 要我的命 这种恳切和心疼 是装不出来的 我手不由自主一颤 江城重重喘了口气 尽量冷静地说道 妈 你不要添乱了 可江夫人眼看着江城有危险 简直心如刀割 又往前了一步 那些事情 跟江城没关系 他是无辜的 无辜 他无辜 我又做错什么了 眼下这一切 不是你们一步一步逼我的 江天先生不会让江城这么死在这的 我缓缓说道 我要见他一面 得寸进尺 江年忍不住回头对江梁说道 爸 他不是中了邪术吗 我看 不如冒险试一试 把小叔叔抢回来 你懂什么 江梁冷冷地说道 这个险 咱们冒不起 江城 是江家振兴 唯一的希望 一丝插尺也不能出 你想见我 一个人从人群后走了出来 见了我 你就肯放我儿子 我一看那个人 顿时就愣住了 这人跟我不是第一次见了 这是那个穿着熊皮的人 第1639章 崇真人县 难怪 这个人眉目 依稀跟江城有些相似之处 也许 这就是他不肯露出真面目的原因 当然 那个熊皮 也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 也许就是那个熊皮 让他活下来了 之前江家人只尊称他为先生 估计也是要隐藏他的身份 看来我把江家逼到了绝境了 连这个传说之中的大人物 也亲自出来对付我了 江城早就决出 我的表情不对了 你认识我父亲 不光认识 还差点打死 他 就是那个江天 江夫人一看他来了 眼里燃起了希望 你救救儿子 而那双眼睛看向了我 则重新是怨怒 把那个李北斗给抓住 给儿子出气 李渔 李渔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还是在这种人手里 抓住了我 他可能就要下手 取得什么真龙骨 终结这个秘密了 江天不置可否 往前走了一步 李先生光临寒舍 是贵客 小而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让他给李先生道歉 何必大动干戈 你应该先问问你家里人 对我做过什么 不过我注意到了 他看着江城的眼神 根本没有一丝感情 江城眼神像是凝成了死水 一点见到父亲的亲热劲都没有 比路人还默然 他们好像就没有平常父子的亲情 江先生原来还没死 那你来得正好 我立刻说到 把你们那个小似相会的事 说给我听 江城也听出来我见过他父亲了 这才微微皱了皱眉 像是疑心我什么时候见的 他优雅滑贵地坐在了一个贵妃榻上 李先生想从哪里开始听 站着累 李先生也请坐 这种淡定从容 好像我手里不是抓了他儿子 只是抓了他们一把瓜子 而他这么一出现 所有江家人 似乎都有了主心骨 被感染得冷静了许多 不愧是那位 有他在 什么也不用怕 咱们江家 可不是就指着这两位家主了吗 但是我却注意到了 那个贵妃她的款式 跟欲知梦里见到 江夫人出事时坐着的那个 一模一样 难不成 我立刻重新凝聚精神 不让自己分心 就从你是怎么知道真龙学开始 江天沉吟了一声 摆了摆手 江城手底下的 和那些人立刻出去了 只剩下江夫人和江梁留在原地 江天看向了江梁 二十年 太久了 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 你还记得吗 江梁答道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那几年 发生了很多事 我心里冷笑 都是长矛的 演什么聊斋 他们俩都是人中之龙 真龙学又是大事 不可能会忘 不过是提前通个气罢了 这话得仔细分辨 没准哪里就有坑 江天一笑 那我就好好想想 一开始 是不是有个叫小景的年轻人来找咱们 对了 那个小景后来怎么样了 跟我妈给我讲的差不多 这事的发起人 是那个小景 没弄错的话 小景可能就是失踪的艳圣二当家 江梁沉吟了一声 之后就不见了 进真龙学的时候 他 齐百灵 成连真都没来 那就可惜了 江天盯着我 你想打听的 就是小景吗 我冷笑 你们知道他的身份 是不是 江天微微有些意外 点了点头 是猜出来了一点 猜 要是只猜出来一点 你们能信得过他 我看 八成是他们调查出了二当家的身份 但是一直装傻 就是野心勃勃 想进真龙学 得到里面的好处 进了真龙学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继续问道 是谁打开了九龙台关 江夫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了 像是恨不得 现在就把我舌头割下来 江天皱起眉头 这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那个地方 一片大乱 江梁点了点头 照着他们的说法 当时他们尾随江老爷子为首的四项会 来到了真龙学 被真龙学里的情景震慑住了 景朝在传说之中 是一个复数之极的朝代 而且对神明信奉虔诚 阴阳这一行游记兴盛 但是后来突然消失 就给景朝这个朝代 蒙上了一层十分神秘的色彩 作为热爱修庙 甚至把自己也封为神灵的国君 这个埋谷之处 肯定是有许多宝物的 他们有心理准备 可哪怕有心理准备 也没料到 那地方有如此多的宝物 更没想到 里面的风水布局 比传说之中的还精妙 震惊 大概是每一个进去的人 第一反应 哪怕那些天阶也是一样 天阶入内 遇上了很多奇怪的机关 有天阶打头 他们并没有跟危险面对面 而是翘无声息地跟在后面 畅通无阻 眼看着天阶清扫了障碍 分头行动 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里有法器 点击 甚至还有神器 修法经卷 比琳琅满目的财富更珍贵 一句话 每个人都能在这里 找到让自己着迷的东西 自然也分头行动了 江良找了不少法器 他随身携带的小盒子 和江家许多珍贵的神器 就是在真龙学里拿到的 江天没有取东西 而是观察这里的风水建筑 可就在每个人 沉浸在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之中时 真龙学里忽然传来了一阵异响 下一秒 每个人眼前都是一片漆黑 江天跟江夫人散开了 接着 这地方忽然涌出了很多奇怪的东西 那些东西 似乎是守真龙学的 杀不死 他们既然失散 当然只能落荒而逃 江天和江良 都是远远看到了江老爷子 跟着江老爷子才闯出来的 而其余跟他们一起进去的 一个都没有再见过 小四乡会里 他们是硕果仅存的生还者 而江夫人后来也跟他们会合了 至于遇上了什么 江夫人也不知道 大概是遇上了哪个好心的天接 顺手救出来的 江夫人对这一段 倒是面不改色 好像在听关于别人的故事 看来 这其中的内情 只有她自己知道 那 我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江夫人跟你 什么时候结的婚 江良一愣 像是觉得这个问题 突兀的可笑 江夫人盯着我 眼里有了杀意 江晨就更别提了 转脸看着我 眼神变幻莫测 可江天却面不改色 这跟真龙血有什么关系 我想问 你说不说 我卡着江晨的手 更死了 江晨是全江家唯一的希望 有他在手 比什么筹码都管用 我说 果然 江夫人立刻说道 我们 江天打断了他 半年之后 半年 凤子成婚 成婚之后几个月 就生出了四尘龙命的江晨 江良忍不住了 你问这些 居心何在 江天盯着我 那半年 我夫人因为在真龙血 受到了惊吓 休养了一段时间 而那个时候 她已经有身孕了 凤子成婚 又怎么样 所以 江夫人确实是在 进真龙血的时候受孕的 我脑子里乱了 我 到底算是谁的儿子 我肯定是我妈亲生的 可江家人 完全不知道 那一胎 有两个孩子 所以 他们认定了 江晨是真龙血里 寻找凤凰女 七身的那道龙器 落在了江家 是真龙转世 其他人 应该也是这么认定的 没人知道我的存在 耳朵里一阵耳鸣 为什么 可就在这一瞬间 侧边的 一道窗户忽然炸开 一道银线羞的一声 对着我脖子就缠了过来 我立马就反应过来了 江天之所以跟我说这些 也是因为 他想先稳住我 趁着我分神的时候 用其他方法 把江晨解救出来 我立马拽住江晨 挡在了自己面前 那道银丝跟活的一样 竟然硬生生 能在半路转弯 继续奔着我馋 江夫人见状 立声说道 崇祯人 千万小心 别伤了我儿子 崇祯人 我拽着江城翻转过去 带倒了一个贵妃踏 那个银丝 铺了个空 从贵妃踏上滑过 只听擦的一声 黄花糊沐的贵妃踏 竟然直接被一分为二 我不由道抽一口凉切 那种银丝 简直赶上激光切割了 而且 我想起来 崇祯人的这个名字了 据说是西川修行崇法的人 手里的金刚丝 是灵虫锻造出来的 能跟人融为一体 比刀还锐 一个细瘦的身影 从窗户后面跃出 咻的一声 银丝好像有生命一样 回到了他手里 但迅速又对着我削了过来 我只能继续往后躲 可身后 是个很大的多宝格 我根本就没地方退 江夫人恨不得冲上来 却被江梁拉住了 崇祯人的本事 夫人知道 江天泽还是从容不迫 似乎这不过是看台上一场戏 就在这个时候 银丝再一次缠过 我尽最大力量 带着江城翻过 这一下 银丝几乎是贴着我头皮过去的 擦的一声 多宝格也一分为二 里面装着的东西 扑的一下炸了出来 我看青橱里 天女散花一样炸出的东西 一下就愣住了 我全明白了 第1640章 制造真龙 那是撒金纸 传说之中 极其稀有的撒金纸 而就是这种撒金纸 才邀请到了当年那些天阶 促成了四项会的成立 上次我对撒金纸有了点研究 看得出来 这全是今年的老东西 跟我手里从田老爷子 那得到的勤俭 花色年份 一模一样 原来 组织大肆相会的 不是江瘸子 是江天 江天看着漫天的花瓣一样的撒金纸 眉头也微微一拧 这是个意外 他也没想到 撒金纸能炸出来 这些东西 应该是牢牢所在这里的 可很多意外 其实都是老天的巧妙安排 我抬起头盯着江天 原来是你 江天脸色冷了下来 这一瞬间 从真人的撕撕面八方对着我缠 我本身 就没有平时的能力 还要防着江城反手 这一次看似简单 凶险的程度 简直比之前更甚 那些银丝 简直在眼前捂成了一道银丝的云霞 我因为谐音鬼子母鞋术的影响 看都看不清楚 更别说躲闪了 又一道银丝 忽然划出凌厉的破风声 对着我脖子就下来了 江城不傻 抓住了这个机会 反手把我摔出来 倒是因为这一下闪避了要害 对着脖子的丝线打在肩膀上 也是一阵剧痛 可身边已经没有任何能容身的地方 我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快的银丝 对着我就卷了过来 江城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江梁早把他给接住了 关怀地看他伤着没有 而江城没管江梁的嘘寒问暖 转过脸眼神一粒 有了杀意 江天就更别提了 上次他就想弄死我 留活口 可万万没想到 忽然有个声音凛冽地响了起来 江夫人 我心头一震 他为什么要救我 啊 差点忘了 我自嘲地想起来 他要我的什么真龙骨 大概 那块骨头 得活着 取出来才有用 这一生下去 崇祯人得令 那道阴丝瞬间片开 我胳膊上一阵剧痛 没被切断 力道减缓 身体被结结实实地勒住了 接着 整个人跟傀儡一样 掉起来了 江夫人这才松了口气 可江天和江城全看向了他 眼神一灵 显然 他们觉得 我是个后患 这么好的机会 不把我给除掉 夜长梦多 我忽然一阵想笑 当初马元秋不想杀我 是因为 我是四项局唯一的破局人 他们想让我补局 江夫人不想杀我 是因为要活生生 取出我的骨头 李北斗啊李北斗 永远的工具人 这个时候 江城从江梁手里 挣脱出来 看向了江夫人 妈 你又跟着掺和什么 难不成 对他心软 江天也看了他一眼 话是没说 可眼神 像是再嫌他多事 江夫人立刻说道 我是觉得 他还有用处 江城不以为然 以前 他也曾经觉得 我还有用处 但是后来 他把我当成了一个灾 会让江家复巢之下 无完卵的灾 其余江家人也是一样 从想利用我 到现在 怕我 怕到一秒 都不想让我多活 你该不会 江城早就捕捉到了什么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 江夫人的脸 刷的一下就白了 这可真是冤枉了江夫人了 我冷笑 他做的这一切 可都是为了理于你啊 江天就更别提了 似乎一秒都不想多留 见识到了我的能力 只怕多一秒 就多一分变数 给我把他 这一瞬 我的皮肤锐痛 那些丝线 直接勒穿了皮肉 江夫人虽然也恨不得我死 可为了那块骨头 立刻看了虫真人一眼 那种震慑力 让虫真人瞬间松了手 江夫人像是豁出去了 我还有一点事 没解决完 想跟他单独待一会儿 江城和江天的眼神 更复杂了 显然 他们甚至开始怀疑江夫人了 好个天皇贵州一家人啊 谁也信不过谁 可我忍着疼 趁着这个机会 大声说道 你以为 我死了 你儿子就能成为真龙了 可惜 要让你们失望了 江城和江天都看向了我 江梁则冷笑了一声 李北斗 龙气是落在江家的 你赋予顽抗也好 张冠李带也罢 没用 我一笑 笑话 张冠李带的是你们 你们以为 真龙转世 是能人 为制造出来的 是不是 这话一出口 江家这几个人 眼神同时一宁 人为制造 江城看着我 李北斗 你什么意思 这得问你爹 我吸了口气 你爹当初 就是为了给江家 制造出一条真龙 才会做出那一切 那些天街的邀请 还是他发的 大四相会 和小四相会 全是他组织的 你 你妈 我尽量让声音平静一些 你妈也是他千方百计 取到手的 就为了你妈的凤凰命 为了生下一条真龙 一开始 都是他的计划 江夫人一愣 看向了江天 江天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看向了崇祯人 崇祯人刚要抬手 江夫人反应过来 还要拦着 可江天一个眼色 江夫人已经被江梁拦住了 夫人 这是大事 银丝猛然沉下去 我脑子里一空 但还是喊出了最后一句 九龙台关的盖子 是你打开的 话没说完 血腥气扑鼻 整个身体 似乎要四分五裂 这种感觉 极为可怕 我就要这样 死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啪的一声 那些银丝 全部断裂 封在耳边一擦 我整个人一下就坠到了地上 可就在最后一瞬 一只手扶住了我 是个 苍老干涸的手 手背上 还有吊针的羔羊 这是 随着这个人一出现 那些江家人 顿时全低下了头 包括江天 我身后 是个冒蝶老人 眼睛已经十分浑浊 嘴唇干裂 满脸是大块的老人般 他一张口 声音嘶哑 像是多少年没开过口了 孩子 你刚才说 九龙台关的盖子 是谁打开的 只有一个人 有这种地位 江老爷子 江藏徒 越过他瘦骨凌寻的肩膀 我看到 刚才那个套间的内门开了 住在里面的人 原来是他 第1641章 撒金之纸 难怪 江城不让我靠近 也或者 江城只因为这个地方 是他父亲的起居室心怀忌惮 也没想到 这江家为了怕我找到江老爷子 竟然把他弄到了这里来休养 刚才宁愿冒着江城遇害的危险 也急着要抓住我 是怕我惊动了江老爷子 巧了 江梁第一个反应过来 露出了又惊又喜的样子 您醒过来了 敌老爷子补局 真是万无一失 天佑咱们江家 我这就把医生找过来 说着 上前要扶着江老爷子 可江老爷子一抬眼 浑浊的眼神 好像滚过一团风霜 你没听见 我在问话 那个声音 跟上了袖的铁器摩擦声一样 钻得人耳朵疼 江梁前倾的身体 一下僵住了 低头说了个 是 可一侧脸 看向了江天 似乎想问江天 现在应该怎么办 江天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 但他手钻得很紧 背后尚浮起青筋 聪明如江城 八成早猜到 是情势什么走向了 但还是保持着冷静 显然在静观其变 江老爷子垂下眼帘看我 嘶哑地说道 孩子 你莫怕 把你知道的 告诉我 老头给你做主 我看到 他手背上的膏药 秘密还在躺写 显然 是刚把吊针给拔下来 可饶是这样 他这个震慑里 压的人根本站不直 我吸了口气 这就指向了江天 我知道 九龙台观是他打开的 二十年前真龙学被打开 恐怕也是因为他 只有他一个人 有这种动机 有这种能力 江梁显然是急了 大怒 你别无凭无据 血口 但接触到了江老爷子的视线 他不敢继续说下去了 只能用威胁性的眼神看着我 我指着那些撒金纸 就凭这个 就是证据 江老爷子自己 也认识这撒金纸 是不是 这一份 本来就是江家的东西吧 当时十二天街 和很多出类拔萃的先生 接到了撒金纸 觉得能给出这种 一张纸三两斤的 身份很高 不可小觑 内容又跟真龙学有关 这才特地赶过去相见 毕竟这种纸特殊就特殊在 每一个批词出来的 团花纹都有细微的变化 绝对不会重复 别人都不认识那种纸 只有江老爷子看出 那只是自己江家独有的那一份 这才认定是江瘸子拿去发的帖 立刻赶到了帖子里 写的玄黄酒楼 到了地方一看 谁都不承认 自己是组织者 家丑不可外扬 江老爷子当然也没提这码事 只能跟着去看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怕就怕 这是江瘸子设计 要通过四项局 跟江家报复 可现在 撒金纸都在眼前 说明那个帖子 未必是江瘸子写的 而是江家另外的人 比如江天 这只是烧不坏的 所以只能保存在身边 没在别处 而在江天起居室里 江天谨慎的滴水不漏 存哪里都不放心 踩索在自己身边 没想到 这些只会在这个时候 散落出来 发帖的 肯定是他 而他发帖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肯定通过了某种途径 得知了真龙瘸的事 比如 燕圣门主老二从江瘸子那 取得了打开真龙瘸的 某种关键之物 好比钥匙 老二以小景的身份 跟他打探过 江家和四项局的事 他认识老二 于是 他也对其中的真龙 动了心 觉得四项局 既然是用来抬真龙的 那如果把真龙 接到了自己江家 那江家就不会跟 祖宗遗言一样 风水散尽 做鸟受散 而是会依靠真龙瘸 万年永固 而自己 就能成为真龙的父亲 做惯了人上人 谁能眼睁睁看着家族离散 更别说真龙瘸里 各种诱惑了 可要打开真龙瘸 他和江梁肯定做不到 还有 他有什么把握 能把真龙给接出来呢 但他在圈子里 认识了江夫人 长着凤凰井 又生出真龙的凤凰命 对他来说 那是老天帮他 如果以江夫人的身体为载体 那就可以 把真龙接出来 做自己的后代 以江天的家世 能力和模样 没有哪个女人会拒绝 江夫人自然也成就了 这对他来说 简直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可要是在老二手上 怎么抢过来 那就只有借刀杀人了 把老二的消息 写在了撒金纸上 引着天阶和有名望的先生 去围追堵截老二 抢走钥匙 这事儿 应该也被黑先生知道了 黑先生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于是老二被江家设埋伏 后来遇上了三舅老爷 沉入到了杜富京 可以说 老二拼尽一生之力 研究四项菊 给燕圣血渊 到最后 却一场悲剧就是江天亥的 而四项菊的人 顺利从老二身上 取得钥匙 进入真龙穴 他们各怀目的 其老爷子和田老爷子 为了地流江 江老爷子为了江穴子 其他的先生 也为了真龙穴的各种传说 他们这帮小四项菊 紧随其后 等着四项菊做 先头部队 把真龙穴里的危险扫除清楚 自己也沉迷在了 真龙穴的宝物之中 自己才尾随在后 安全地潜入其中 当时江夫人进了真龙穴 觉得眼前一黑 八成也是江天下的手 那个时候 江夫人可能已经有孕 她拉着江夫人 到了九龙台关附近 打开盖子 把棺材里的东西惊醒 才让真龙穴里 出现了很多怪物 四项菊死伤惨重 四项菊的那些天阶 这个时候 才知道自己一番辛苦 是给他人做嫁衣 但是他们一直不知道 能把他们利用的团团转的 到底是谁 不知道事情是谁做的 那看看这件事 给谁带来的好处最大 就知道了 虽然不知道 江天开关之后做了什么 但江夫人顺利在 陈年陈月陈日陈时 生下了江城 龙器也归了江家 江老爷子也一直认定 这件事 是将穴子搞的鬼 而所有人 都觉得江城是真龙转世 到了这里 江天利用了所有人 自己算是求人得人 他身上某种脱胎换骨 他现在成为了一个大人物 八成 也拖来从真龙穴里 得到的好处 直到我凭空出现 把肖香的青龙局破了 他们才意识到 事情发生变数 某个环节 一定出现了差错 我看向了江天 我说的 对不对 江天没开口 江夫人一下就坐在了 贵妃榻上 剧烈地呼吸了起来 他对江天 应该是有真感情的 可惜 大家一样 都是棋子 江城也盯着江天 眼神十分复杂 他眼睛一瞬间发了空 这也就是江城 这一辈子见过大失眠 要是普通人 不知道会不会疯 江梁赶紧想获悉尼 夫人 江城 你们千万不要听 李北斗片面之词 这里头 还有一些误会 有误会 可以说清楚 江老爷子也看向了江天 面无表情 你说 这件事 是谁让你做的 打开九龙台关之后 你又做了什么 可江天不开口 下一秒 谁都没看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江天的身体 猛然往后一撞 重重摔在了门廊上 光的一声巨响 我心头一震 江天竟然 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而我身后的江老爷子 猛得地咳嗽了起来 嘴边淌血 江梁立刻扶住了江天 大声说道 这也是为了咱们江家好 这是一片苦心 胡说八道 江老爷子 瘦骨灵巡的身体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你们这帮 孽子孽孙 你们把祖宗的遗讯当成 话没说完 他又是一阵咳嗽 身体猛然就往后倒了下去 犹如一颗往日辉煌 全部轻颓的巨数 第1642章 回到正轨 我心头一震 伺候惯了老头 不由自主 就上手给他顺背 而江天在对面 扑的也是一口血 江梁别提多胶着了 一笔写不出两个江字 现在不是家族内斗的时候 他像是恨不得 把江老爷子铲出去 可惜不敢 我一边顺背一边寻思 这就是真正的天阶顶层 跟以前见到的天阶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阶层越高 那就越难以跨越 江老爷子身体到了这个状况 还奈把江天打成那样 年轻鼎盛的时候 有多可怕 难怪 传奇人物二当家 都被江老爷子制服了 江老爷子面如金纸 半赏才缓和过来 你 你是个好孩子 你叫 我叫李北斗 听了这个名字 江老爷子呼吸一鸣 叹了口气 才缓缓说道 好名字 他似乎费尽力气 才撑起了搭拉下来的眼皮 怕是 比江家这些狼心狗肺 鱼不可及的东西强得多 江辰终于抬起头 看得却不是受了重伤的江天 而是看向了我 他眼神里 有压不住的火 我知道 那火是怎么来的 我抢了他的身份 抢了他一件钟情的消香 抢了七星龙拳 抢了吼 抢了在他心里 他理所当然得到的一切 现如今 把手伸到他家里来了 我连他的家人都要抢 我一下就笑了 活该 世上总有报应 你种下恶因的时候 就该想到恶果 报应可能来得晚 但不会永远不来 江辰往前了一步 可他的手被拉住了 江夫人 江夫人刚才显然 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但他毕竟是凤凰命 坚毅果敢 现在虽然脸色惨白 也还是强行保持着镇定 鲤 不要过去 江辰几乎一丝犹豫都没有 直接甩开了江夫人的手 江夫人身体一歪 自然也知道江辰的想法 欺然一笑 他为了江辰 搭上了自己的一辈子 做妈的 大概对喜欢的孩子 一颗心都能全掏出来 可最后 就换来了这么一个结果 我更想笑了 但是一种巨大的酸涩 把整颗心全淹没了 我笑不出来 江老爷子喘得差不多了 看向了江天 你说不说 江天还是一言不发 我觉出来了 江天哪怕有野心 也未必能知道 关于真龙学的一切 他之所以能把四相会 和门主利用成这样 一定是因为 他背后得到了谁的指点 江老爷子就想知道 指点他的 到底是谁 江天不说 也可想而知 他这种性格 可不是忠肝义胆 为了朋友守口如瓶 他是不敢 好 江老爷子笑了 江老爷子的声音 本来就很可怕 这一笑 就更别提了 让人浑身发冷 江梁的眼神 一下就变了 显然 他怕的 就是江老爷子笑 他立刻往前了一步 明为了身体 千万不要动气 可这个气子还没说完 江梁的身体 像是被一个 看不见的线牵扯住了 猛然摔到了 多宝阁上 光的一声 多宝阁碎成了片 江梁重重摔在了地上 这一下是个惊天巨响 刚才那些江家人 听到了这个动静 没忍住 门一响 似乎响进来 可江天咬牙就是一声喝 谁敢 门瞬间就没动静了 而这一瞬 江天的骨头 发出了一阵 不堪重负的响声 整个人像是 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压住 咔的一下 就重重地跪在了地上 地板直接在他膝盖下 开出了一条链 我平住了呼吸 你们都当我老糊涂了 一个骗我 一大家子全骗我 江家船 洗了这么多年 最后 原来是坏在了你们手上 江老爷子还是笑 可这笑声里 却只剩下了苦涩和苍凉 列祖列宗 家神家灵 我将藏土对不起你们 到最后 还是让江家毁在了我手里了 我忽然想起了江家的家神 家神为了他们 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可这些江家人 只怨恨家神伯情寡义 抛下了他们 他们 被恐惧和利益蒙蔽住了 可江天 咬着牙 依然一声不吭 江老爷子再也忍不住了 一只手重重往扶手上一砸 你说不说 这一下 江天跪着的几辆猛的一颤 本来 他跪都跪得笔直 可这一下 彻底压弯了他的腰 不光如此 他的耳朵 眼睛 鼻子 都开始淌血 可他还是不说 嗨嗨 江梁挣扎起来 似乎再也忍不住了 大声就说道 您岁数带了 江天勉强开了口 别说了 为了江家 不能不说 江梁立声说道 如果不这么做 咱们家就真完了 祖坟屡次出现问题 风水树也死了 江家外墙中干 运势江河日下 您作为一家之主 难道就忍心 看着咱们江家家破人亡 再说了 四项局本来就是咱们祖宗修建的 理应有咱们江家一份 警朝覆免那么多年了 四项局改嫌更张 也没什么不对 那是江家祖宗 给咱们留下的家产 江梁说着 看向了跪在地上的江天和江辰 江天为了咱们江家 把自己一生全献出来了 江辰看上去养尊处优 可咱们家从小就是拿着他 当真龙来培养的 他吃了多少苦 您睁开眼睛看看 江辰那么优秀 是咱们江家的骄傲 凭什么不能做真龙 江老爷子听着这些话 笑得更大声了 一口一个祖宗 好一帮孝子贤孙 江家的运势算是到头了 我认了 江藏水 江藏水果然是个祸害 这一瞬 我忽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笑声 像是就在这个房间里 我后心汗毛一下 就竖了起来 这地方还有其他人 我竟然 一点都没感觉出来 而这个声音 像是从房梁上传下来的 而这个笑声 带着说不出的酸楚 说不出的怨恨 我立刻抬头 可将老爷子比我快 砰的一声乍响 天花板一角直接碎开 大片吊顶哗啦啦坠下来 一个身影 忽然就从那个位置 疏然跃出 蹲在了腰斩了的柜子后头 那个轮廓 江瘸子 他也来了 是你 江老爷子盯着他 果然 你早就该死 江梁见状 立刻站了起来 快来人 把江藏水给抓住 千万别让他跑了 外面的江家人提心吊胆 等得似乎就是这一句 哗啦啦涌入进来 一看江梁身受重伤 江天还跪在地上 顿时都愣住了 而就在江家人这一愣的功夫 江瘸子压着嗓子说了一句 你干得很好 我有种直觉 虽然这里这么多人 这句话 是对着我说的 江瘸子接着也笑 江家 也就这样了 他是在为几十年前 抱断腿之仇 难不成 两宗家抢走了他千辛万苦 从燕圣门取来的钥匙之后 是他转脸告诉给了江天 让江天去争回来 你跟燕圣门的门主 到底什么关系 那个钥匙 可我话还没问完吗 数不清的江家人 对着江瘸子就围过去了 江瘸子黑黑一笑 总有人会后悔的 听上去 是咬牙切齿的复仇 可我听出来 里面的无可奈何 江老爷子还是笑 可他浑浊的眼睛里 顺着皱纹 躺下了眼泪 人不能跟命争 谁都不能 不知道为什么 我却忽然一阵心疼 那种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对江老爷子 跟对江家家神一样 似乎 是与生俱来的清静感 我忍不住就想给江老爷子擦一擦 可身子一歪 忽然就听到了一阵破风声 对着我就冲过来了 我根本没来得及想 一脚将江老爷子 所坐的椅子踹远 肩膀上就是一阵冰凉 低下头 我看见明晃晃的斩虚刀 从肩膀后面冲到了眼前 我妈 不 江夫人 她的声音 比穿透身体的利刃更冷 只要没有你 这一切就重新回到正轨了 第1643章 我还给你 那个冷 从心里 一直扩散到了全身 仿佛把全部的血液 都给冻住了 我大口呼吸 可空气到了肺里 只让出了一片冰冷 和满口心甜 身上像是有个缺口 那个缺口越来越大 宛如被天狗吞吃的月亮 身体不受控制的前倾 浮在了地上 江夫人的声音 像是夹杂着风雪 鲤 她挡了你的路 抢了你的东西 是因为 她身上 有一件应该是属于你的东西 现在 妈给你拿回来 给你出戒 我看不到江晨的表情 可听到了啪的一声 像是江晨推开了江夫人 声音怒不可遏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的事情 不要再多管闲事了 这里危险 你出去 看上去 江晨是怕他妈有闪失 其实 我倒是知道 是江晨多疑 刚才斩虚刀分明能从要害贯穿的 可江夫人偏偏只刺 到了无关痛痒的地方 她八成一心 江夫人是故意对我手下留情放水 江晨素来在表面上教养良好 温文尔雅 原来她也有焦躁莽撞的时候 这种真实 只呈现在最亲近的人身上 像是小孩 只对母亲撒娇 真好 有能让她撒娇的人 不 没什么好羡慕的 至少 我身边的人 待我都是真心 江夫人立刻央求似地说道 李渔 你听妈的话 只听妈这一次 妈是为了你好 妈现在 就把那东西给你拿出来 可江晨似乎只想把江夫人拉开 都说父母对孩子的爱 是亲近所有 不要回报的 可孩子对父母 就未必了 结果两个人一争 斩虚刀却意外地 从他们手底下松动了 我身上 被刮骨的一样的痛 而这一瞬 一只干枯的手扶住了我 江老爷子 江晨健壮 眼神更是一案 他怕江老爷子救我 可江老爷子只看着我 嘶哑地说道 孩子 剩下的路 怎么走 照着你的心来 我勉强站起来 一阵剧痛之后 斩虚刀落在了 我自己的手里 刀刃上滚落的 是我的血 江夫人的脸色 悚然一动 立刻护在了江晨面前 眼里满是憎恨 你要赶伤鲤鱼 先杀了我 我冷笑 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 杀他就是侍母 别管他对我做了什么 这天地君侵师 是阴阳犯规矩里最靠前的 真要是侍母 这种罪孽 我一辈子别想上天间 也许 功德还会会打回很多 是不公平 可世上不公平的事 太多了 谁让我这个身体这条命 是他给的 杀他 也一样能帮他 唯一儿子扫平障碍 他恨不得我能这么做 身体还是很冷 但是咬着牙站稳 对他笑了笑 江夫人 我的命是你给的 身体是你给的 江夫人脸色死白 江澄就更别提了 他早就猜出什么情况了 可亲耳听到 齐长的身体 忍不住还是一颤 我利落地转过了斩虚刀 今天 既然你要 我把你给我的 还给你 以后 我李北斗跟你 两不相欠 恩断义绝 江夫人美丽极了的瞳孔 骤然一缩 斩虚刀猛然掉转 对着鹅脚的就伤疤 就踢下去了 斩虚刀很快 快的一瞬间 根本感觉不到疼 只有冷 这一瞬间 我想起了在玄武局里 碰上眼的时候 梦里那个他来了 那个他温和可亲 眼里心里都是我 为了我 能拿出自己的命 梦都是反的 我早该知道 我一直很想见他 很想认他 执念太果 成了心魔 蒙蔽自己太久 是时候断了 啪哒一声 一个东西 从头骨上声声弯出 雪见了江夫人脸上 恍恍惚惚 脑子里面 却是哪吒割肉还母 踢骨还副的画面 不由自嘲 我经常被人称为真龙转世 却竟然比锦玉龙 更像个哪吒 那种剧痛 让眼前全白 无感几乎全部消失 我什么都听不见 看不见了 原来 这就是死的感觉 似乎很喧闹 又似乎很平静 世界上的一切 全都跟我没关系了 很轻飘 很空灵 如释重负 像是一直在缓缓上升 到了半空之中 身上背负着的东西 都可以卸下来了 很舒服 自从入行以来 难得能有这种享受 可这个舒服之中 隐隐约约 却有一丝不安 似乎还有什么事情 没做完 是什么事情 千斤重担 有一个千斤重担 不能撂下 非我不可 隐隐约约 像是看到了一个人 坐在我对面 静静地看着我 跟我很相似 可比我闲适 比我锋芒毕露 穿黄袍的 紧朝国军 对了 答应他的事情 我还没做到 隐隐约约 似乎谁在喊我的名字 叫我回去 是啊 我得 言出壁国 这一瞬 好像从梦魇之中醒来 我猛然睁开了眼睛 我大口呼吸了起来 眼前从一片纯白 开始出现 朦胧的轮廓 和线条 我回来了 一只手捂在了我脑袋上 干枯 但是 异常温暖 很好 那个嘶哑的声音温和地说道 孩子 你很好 磨难全是靠着你自己熬过来的 剩下的路 你会一帆风顺 再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 姜老爷子 睁开眼睛 我看见姜夫人背对着我 在看着一个诡异打扮的人 对姜臣在做什么 血腥气 他要把那块真龙骨 移到了姜臣头上 我无声地笑了 这一瞬 姜老爷子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而姜天和姜梁 已经重新站起来了 眼里有了隐忍不住的神色 姜瘸子不知所踪 可姜老爷子 身体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没有意识的时候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不光姜梁和姜天 透过崇祯人开出来的那个窗户 我看见 齐燕和和她手底下的人 已经密密麻麻地聚集在了外面 好像等着猎物死亡 救下来着实的鹰 鬼衣忽然开了口 夫人 不行 不行 姜夫人转过了头 看向了我 微微皱起了眉头 声音一寒 你只管做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她一步一步靠近 盯着姜老爷子 姜老爷子 是唯一一个庇护我的人 可姜老爷子 现在体力也不行了 她眼神越来越不耐烦 你怎么还不死 真龙只有一个 她嫌 我给她儿子挡路 齐燕和在外面叹了口气 眯着眼睛 还是喜闻乐见的表情 姜老爷子亲自帮她续命 好福气 原来 现在的命 是姜老爷子帮我拉回来的 我对她笑了 血腥气 好闻的血腥气 我撸干净了脸上的血 绝出 额头上的伤口 在迅速地愈合 我妈的眼神一凝 这是 这是九尾狐那条尾巴的野蛮能力 谐音鬼子母的诅咒 对我来说 已经没用了 她表情猛然变了 我已经把该还的还给她 不再是她儿子了 她再也没法主宰我了 齐燕和在窗外叹了口气 显然也是异形阑珊 姜夫人 我早劝过你 现在未必是时候 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可你急着给你儿子 一只针龙骨 就是不听 她眼神一冷 笑意里也带了杀意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姜夫人呼吸剧烈了起来 往前了一步 我不信 我盯着自己的手 我手里 还握着斩虚刀 斩虚刀在我手里 熟练地划出了一道荧光 这里的血腥气太少了 姜天眼神一冷 已经抬起了手 这个李贝斗携扯老爷子 给我尽全力 救出老爷子 这是给姜家人夹鸡血 搞个哀兵必胜 不光姜家的 那些天师府也跟上来了 这是为数不多的机会 自然要背水一战 数不清的法器 对着我就缠绕了过来 是天女散花一样的破风声 九星连珠 金刚丝 可我一抬手啪的一声 那些东西 全部碎成了鸡粉 哗啦啦落了满地 第1644章 一身妖艺 周围一片安静 他们在怕 这个感觉很痛快 像是一把剑 没了翘 眼前重新变得清楚 我认识那些人 有些是出名家族出来的 有些 是上次在玄武局 要弄死我那些先生的亲人 有些要建功立业 百事流芳 有些 要报仇 来啊 我对他们笑 你们来啊 身上似乎还是存在某个窟窿 但不跟刚才一样冷的透风 一股子力量 源源不断地从窟窿里倾泻了出来 但各位三不半 一个老头站了出来 别个害怕 我不怕 我今儿赶来 就没打算胡伦回去 李北斗 你害死了我外甥 今儿信马得来报仇 不让你当个糊涂鬼 这个人 腰上别着带有三眼疤的烟袋锅子 以前是从属于三舅老爷 那帮黑先生的 他外甥是谁 对了 我从玄武局出来的时候 见过 敢施萨满 原来他外甥死了 我也不让你当糊涂鬼 又一个老太太 一步迈到了前面 这个老太太 一身蓝布蜡染 头发也编成麻花辫子 高高盘在了头上 不用自爆家门 这个打扮 是上次挟持白货香 反而中毒的五毒女家里人 我不信 你牙子百毒不清 这两个老资格的一上来 瞬间就把后面那些人带动了起来 把这个起居是簇拥的水泄不通 不收拾了这个妖邪 三界没有宁日 为了三界苍生 齐燕和就更不用说了 眯着眼睛微笑 咱们的目的 跟大家一样 那是自然 你们都要替天行道 可我到底 对苍生做过什么 一股子白雾 忽然就炸在了我面前 我看清楚了 是老五毒女鼓起别塞 冲我吹出了什么东西 白雾渺渺 一个枯瘦却皎洁的身影 鞋刺里冲了过来 与此同时 那些没被断完了的法器 再一次对着我罩了下来 这个阵仗足够对付一个 九丹大妖孽了 斩虚刀在我手里掉转 对着前面 娴熟无比地劈了过去 仿佛划破夜空的一道雷电 跟七星龙拳不一样 这是一道悦尔极了的龙银 能把面前的一切 全部劈破 那一道白雾瞬间荡青 老五毒女才一愣 那白雾结结实实 就重新打回到了他身上 他老麦的身体 跟个风筝一样猛然飘起 重重撞在了墙上 长长的发辫 散了一地 这一瞬 是打大行尸的手法 要断了我的锥骨 可我几乎没抬头 斩虚刀一扬 以我从来没用出过的速度 钉的一下撞到了乌光上 那个黑先生眼神一凝 眼睁睁地看着那个黑色的东西 镶嵌着打湿钉的烟带锅子 猛然被斩虚刀断出了一个链 咔 那个烟带锅子炸裂 他被震出去了五六步 还想冲过来 却低下了头 那七颗打湿钉 镶嵌在了自己胸前 他晃了晃 带着难以置信 也倒了下去 这两下极快 后面冲过来的人 有些没看清楚 有些看清楚 虽然露出悚然之色 可也来不及了 斩虚刀带着满身的妖气 长得像是八月十五的潮 人被掀翻 墙面崩裂 面前倒了一片 像是到了寿树的森林 面前豁然开朗 我重重地吸了口气 血腥气 好闻 尤其是这些吃阴阳饭的血腥气 我感觉出来 自己一身妖艳 一身血 你们跟我有仇 我跟你们就没仇吗 这是你们欠我的 多数人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来 后面有些运气很好 只是被那个力量 掀到了墙面上 这地方一片寂静 妖邪 真的是大妖邪 有人喃喃说道 咱们 能行吗 这么多人 怕他一个 可上次在玄武局 江天立声说道 上次 咱们已经吃了亏 这次再吃了亏 就再也压不住他了 现在不动手 等你们的子孙后代动手 这一句话 一下说到了那些先生的心里 是啊 人人都会为了后代考虑 这个苦 宁愿自己吃 也不能留给后代 做他们的后代 真好 退开 这个时候 最后一排一声力合 我们南马河的 来回回这个大妖险 南马河 也是最出名的武先生家族之一 代表作 是曾经在几百年前 猎过上古的奎牛 其余被他们抓住的神兽 也数不胜数 有个外号 叫真兽先生 这七个人 高矮胖瘦 男女老少 一应俱全 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 据说心意相通 话音未落 从七个方向 来了七道凶狠的破风声的 对着我就穿了过来 这是出名的猎仙锁 头上戴着七巧莲花钉骨钩 咬住不松口 据说是雷公铁做的 什么血物一碰上 瞬间全部妖气都会被锁住 更别说 这一行人配合巧妙 号称什么都抓得住 斩虚刀划过 果然 只听叮叮几声 竟然只在猎仙锁上 留下了一些划痕 不愧真兽先生 割断其他绳子也就算了 还想割断咱们的绳子 探出绳索那一排 传来了一阵笑声 皮肤汗大树 可笑不自量 他们家的绳子 是业内最坚固的 我记得 这东西比金丝玉尾要出名很多 但也稀少很多 据说是凤凰毛 玄武林 麒麟须混合龙血制造出来的 肩不可摧 薄纳重肠 什么神兽 都不在话下 不光如此 他们的方位 也不知道演练了多少次 以飞行入南斗行 堵住了七个方位 变化无穷 防不胜防 根本就躲不过去 果然 四个方向都躲不开 我只觉得浑身一紧 身体就被死死地束缚住了 不愧是真兽先生 周围一片沉寂 接下来就是一片赞誉 这么简单 就把他给困住了 少了咱们多少伤亡 那七个人满脸自得 早就说 让我们七个来也就够了 江先生谨慎 管是什么要挟 只要困住了 跑不拖 要刮铃要退毛 只听江先生的 剩下的人也都松了口气 接着笑了起来 这个李北斗 名声虽响 可跟真兽先生比起来 也不过如此 早要是请真兽先生出山 哪还有那么多变数 可齐燕和盯着我 却不由自主往后退了一步 同时 把天师府的人 也都带出去了好几步 有人注意到了 吃笑出声 还说江先生谨慎 这天师府的更谨慎 都抓住了 还躲那么远 怕李北斗吃人 还是怎么着 不对啊 有个人抬起头看着我 脸色一变 那个李北斗 表情不太对 都被抓住了 自然不能露出 什么好脸 刚才被我掀翻 断了腿的先生 勉强站起来 咬牙切齿 我现在就 可他看清楚了我的表情 表情悚然一动 他怎么 在笑 那七个拉出了 猎线索的南马河先生 也一愣 其中一个最年轻气盛的 力声说道 这小子死到临头 还笑 说着 手头一用劲 想把我拉倒了 让我当中出个丑 他来博得满堂彩 剩下六个南马河的健壮 力声说道 妖帝 别 可这一瞬间 七个力量 不再均衡 我反手对着妖帝 那个方向出了手 他的身体很轻 跟风筝一样 在那个强大的妖异之气下 他还来不及惊讶 已经控制不住猎线索 身体被带到了半空 其他六个兄弟姐妹 要救他心切 绳子紊乱了下来 我收了的那个力气 妖帝直接从高高的天花板 落到了地上 是一声闷响 我听到了六声惨叫 狠悦儿 第1645章 见你遗物 几乎所有的人 见到了我 都不由自主地往后退 好像 我很可怕 我自己倒是觉不出来 南马河先生 江梁立刻大声说道 你们的妖帝生死未卜 可千万不能放过李北斗 江梁说这话的时候 后曹牙咬得也是死警 江梁自然也恨我 要不是我 他最之爱的儿子江景 也不会倒霉 但他很能隐忍 今天 终于是抓住机会了 那六个南马河的先生 刚沉浸在妖帝出事的悲痛之中 一听这话 顿时全抬起了头来 他活不了了 一瞬间 他们改变了方位 扬起了手 他们的手心 都有极为厚重的茧子 为了练习这个飞心入南斗的阵 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那六道猎仙所猛然收紧 他们果然心灵相通 六个力量来得均衡 根本就没有挣脱的余地 那几个人 咬牙切齿 现在 就给妖帝报仇 吃的一声 绳子绷得笔直 他们想把我的骨头勒断 周围一片叫好的声音 不愧是南马河先生 这一下 阴阳行里 都得传遍了他们的大名 抓住了大妖邪 流芳百事 这六个人死人 还在为妖帝挨痛 但好话人人爱听 这一下子 脸上有了痛快 有了得色 那力道更大了 可多大的努力 有什么用 选择 比努力重要 我一笑 他们的练习 都是以七个人为基础 可现在不行了 腰地倒下 那就是一个大漏洞 身上那种妖邪的力量 猛然炸出 专挑最薄弱的地方 这一瞬间 六道绳索 全部被扬了起来 他们的表情僵住了 光的一声 那六个人 结结实实 全被甩在了墙上 到处都是血 这个味道很甜 剩下的人 悚然移动 我却抓住了这七条 缠在了腰上的绳子 这东西真不错 但是材料太珍贵了 所以存适量极其稀少 现在 到我手里了 姜良平住了呼吸 他没想到 我连这猎线锁都捆不住 姜天立声说道 在座的 现如今 这个大妖邪 已经迷了人性了 是群策群力 还是束手就擒 你们自己选 那些先生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哪个人没有父母孩 谁愿意死 姜天接着说道 干这一行的 谁不是一枪孤傲的硬骨头 束手就擒这种死法 除了给祖宗蒙羞 也留不下什么 还不如 拼个头破血流 说着 自己强撑着冲着抬起了手 怎么都是个死 站着总比躺着强 我算是知道 姜辰那种操纵人心的本事 是从哪里学来的了 这是祖传的 果然 这一生煽动 把那些先生们的畏惧 全部烧灭 热血被引得沸腾了起来 是啊 怎么都是死 为什么不体面些 崇祯人炸坏的窗户后 大门外头 甚至残损的天花板 到处都是破风声 身后一阵嘶哑的笑声 好个一腔孤傲 年代变了 很多祖宗的规矩 都不守了 无可奈何 可悲可叹 姜老爷子 他还能笑 但也只有苦笑 是啊 要是照着以前的规矩 一来 行内人绝不以多欺少 二来 剿灭妖邪的时候 一定要查清楚前因后果 杜绝杀了无辜 生杀与夺 必须谨慎 可那些规矩 现在都没人讲了 他们眼里 要么是名利 要么是仇恨 越过那些人 我看到了姜夫人的背影 她早就找好了 一块安静的地方 焦急地守护着鬼衣 给江城移植那块针龙骨 她不住地围着江城踱步 要么弯下腰护着江城 要么催问鬼衣 怎么还没弄好 我这边发生的事情 全部关心 不 偶尔也看我一眼 可那个眼神 嫌恶又不耐烦 似乎只嫌我死得晚 挡了她儿子的路 可我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她不是我 该放在心上的人 我对着面前的一切笑 要挟之气 沿着猎线索炸开 啪的一声 对着围守的江天就过去了 江天毕竟是江天 虽然被江老爷子 教训的那一下重伤 可身体仍然十分敏捷 翻身闪避了过去 可怜是擦着绳子过去的 顿时一道血痕 后面那些群情激愤的先生 就更别提了 全被一下阵翻 把精致的墙面 砸出一道一道的裂痕 这猎线索 简直笔斩虚刀攻击范围还大 每个人被震到了墙上之后 脸上身上都皮开肉绽 留下了几道血痕 像是盖了一个 专属于我自己的印章 好 江老爷子嘶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打得好 这些东西就是欠打 孩子 替我好好教训他们 江良撑着墙挣扎了起来 而其余的江家人听到了这话 顿时都露出了茫然失措的表情 老爷子 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 咱们才是江家人啊 老爷子 是老糊涂了 而江良转脸 看向了齐燕和 你们不也是 为了他来的吗 那你们还等什么呢 齐燕和 大概算是他们的帮手 齐燕和伸手搔了搔耳后 像是在考虑利弊 仿佛这是个不好办 却又不得不办的任务 这个时候 后面一个天师 富尔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齐燕和微微皱起了眉头 露出个嫌麻烦的表情 可抬起了头 就看向了我 眯着眼睛一笑 为了大局 只好得罪了 话音未落 极快的速度掠了过来 我反应很快 松开裂线索 翻过手腕 斩虚刀的锋芒 凌厉甩过 对着他就消 可出乎意料之外 我这一下 已经很快了 可齐燕和以极其轻巧的姿势 翻身就让了过去 下一秒 一手挽住我手腕 往后一戴 我吃了一惊 好快 身体本能要腻 他的手挣脱 可来不及了 喀啦一声 我就听到了腕骨一声脆响 斩虚刀竟然从手上 直接被他轻轻松松 磕到了地上 这动作清零飘逸 从容不迫 游刃有余 跟以前遇上的人 都不大一样 反而 我有了一种 十分熟悉的感觉 似乎 这不是人间能有的本事 天河 萧香 那种记忆 似乎就在眼前 可我一时间 脑子是空白的 想不起来 就在这一瞬 齐燕和一手攀过来 就要把我摁在了地上 光的一下 像是耳边 炸起了一道锣 天地翻转 额上一阵温暖 我的头 被重重撞在了地板上 眼前 从空白 炸出了数不清的金星 那一阵死忌 不知道是被谁给打破了 好 不愧是天师府的天剑 金星之中 江天和江梁 似乎也松了口气 可齐燕和却一丝高兴的意思 都没有 反而 一副被逼无奈的样子 好像马上就要发生 什么不好的事情一样 就在这一瞬 我反手勾住了他 摁着我脖梗的手 腰一支气炸起 直接把他反摔了过来 他的头 跟我一样 也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周围的喝彩声 戛然而止 可齐燕和被我这么一摔 非但没痛苦 反倒是笑了 我忽然就觉出 那些人刚才 为什么那么看我了 他们看我 跟我看齐燕和的感觉一样 这个人 不正常 而他翻开手腕 对着我脖梗就抓了过来 我歪头闪开 他的手从我脸边擦过 啪的一声 没入到了地板上 不等他把手抬起来 斩虚刀对着他的胳膊 就削了下去 可他翻身让开 手底下一个东西 对着我就甩了过来 那东西来得太快 对的是要害 可我侧身一闪 就觉出锁骨下一阵剧痛 这是 什么 我忽然有了一种 十分脱力的感觉 这一瞬间 那伸腰邪之气 像是被什么禁锢住了 我心里顿时一沉 这感觉我记得 很久之前 我好像就被这种东西打过 周围轰然就是叫好的声音 邪气消失了 那东西是神器 可齐燕和 还是异性阑珊的样子 像是并不为这件事情高兴 这个时候 那个沙哑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孩子 这些家伙 太欺负人了 有个东西 我借给你用 他一只手 抓在了我的手上 第1646章 来不及了 江天似乎已经察觉出什么来了 立声说道 拦住老爷子 他是真的老糊涂了 江良跟他想到了一处去 奔着这里就冲了过来 可江老爷子 另一只手一翻 江良整个人被震出去了老远 重重地就落在了江家人里 冲倒了一大片 老爷子 许多江家人反应过来 大声说道 您这是干什么 你守了江家一辈子 怎么能让这个灾心继续害咱们 您眼睁睁看着 咱们江家被他害垮 江老爷子一笑 嘶哑地说道 我是守了一辈子江家 可怎么守 我自己说了算 这一声 哪怕嘶哑 也威严凌冽 那些江家人 全被震慑住了 还不等他们说什么 江老爷子低声说道 孩子 攥住了我的手 越紧越好 江老爷子对我来说 天生就有一种清静感 不由自主 就照着他说的做了 一丝怀疑和戒备 似乎都不用有 那只手 瘦得 只剩下皮包骨 但是 很温暖 而且 让人心里 出奇地踏实 齐燕和叹了口气 这一瞬 江老爷子反手握紧了我的手 我忽然就觉出 一股子力量 猛然就从手心 奔着四肢百还灌了过去 本来 身体的妖气 像是被冻住了 可这个力量 简直跟温水和阳光一样 能把一切冰冷凝固 全部冲散 被奇眼盒 泄入了什么东西的锁骨下 猛然松动了起来 江老爷子那股力量 就是奔着那个位置冲过去的 我低下头 看见一块黑色的丁形金属 被直接冲了出来 像是一个暖壶 被冲下了筛子 身体非常充盈 但是跟刚才那骨子妖气不一样 这是一种安定祥和的感觉 力量却极大 江老爷子呵呵笑了 声音嘶哑而自意 去吧 以后 地上的 没有拦得住你的 奇眼和长长出了口气 抬起了手 他手里出现了一道狭长的白光 像是一道霹雳 那时 我脑子里 出现了灵星的记忆 停泥障 又是这种 明明自己没见过 脑海之中却存在的记忆 是九尾虎尾巴上带的 这个东西 跟那些吞天丝线完全不同 只有图神使者之中地位高的 才能拥有 九尾虎 是不是也吃过这东西的亏 这东西 不能击中额头 否则的话 灰飞烟灭 刚想到了这里 奇眼和翻过了手腕 平时一直眯着的笑眼 终于睁开了 目光如电 停泥障上 发出一阵十分细微的声音 子 那是 雷电将至的声音 对着我的额头 就劈了过来 这一下 比刚才更快 可我的眼睛 也比刚才看得更清楚 身体偏转 把那道狭长的锋芒 让了过去 一声巨响 我身后炸起来了一道霹雳 啪的一声 半面墙出现了一个大洞 砖石瓦砾 见得到处都是 而那附近的人 反应快地躲过去了 反应不快地 都没站起来 奇眼和转眼看着我 露出了无可奈何的表情 但是 他下一秒 手腕翻转 再一次 对着我的额头砸了下来 可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那种巨大而温暖的力量涌上来 斩虚刀划过了一个极其锐利的弧线 对着他的手腕就割了过去 那一下 霹雳被直接打偏 贴着我的耳朵 就炸了过去 哄 这不是应该在人间用的东西 忽然有人说到 那是图神使者的东西 李北斗 到了这种程度 不是人 他们 都不像是人 奇眼和吸了口气 以极快的速度 把廷尼杖调转过来 继续迎着我的头皮 我翻身 让过去 但这一下极快 根本来不及 吃的一声 那道霹雳 几乎是贴着胸口掠过去的 嘖的一声 身上一片灼热 奇眼和扬起了声音 你不会每次运气 都这么好 话音未落 廷尼杖翻转 精准地落在了我额头上 这一下 是躲不过去的 他眯起眼睛 还要叹气 一副给我送终的样子 可这一瞬间 叮了一声 他的眼睛瞬间睁开 满是不可思议 斩虚刀 硬生生挡住了廷尼杖 他难得睁开的眼睛骤然一凝 我却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胸口就踹了过去 这一下 他身体猛然一个亮枪 还要抬手 却发现 自己握着廷尼杖的手腕 已经被我死死捏住 他又叹了口气 因为他终于注意到 他已经正脱不开了 斩虚刀对着他 就斜劈了下去 当的一下 廷尼杖舒然落在了地上 变成了一个焦黑的棍子 像是烧过的巨型火柴梗 而他的身体 被那种强大的气 炸出去了老远 重重撞到了墙上 咔的一声 墙面一震 上面就是一道大猎 姜天他们全震住了 齐燕和反应极快 还想站起来 可我比他更快 斩虚刀上的气一炸 齐燕和的身体 跟墙上的碎屑 冲出了这间起居室 一路撞出去了老远 齐燕和的身体在地上 滚了好几圈 除了稀稀拉拉的 砖石瓦砾坠落的声音 这地方一片安静 我抬起头 看向了那些呆若木鸡的人 还有谁 这一声虽然不大 但是在一片寂静之中 石破天惊 那些先生们 哪怕都是老牌 出类拔萃的 可有一些 甚至直接坐在了地上 姜梁立刻看向了 齐燕和带来的人 几位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们还不跟我们一起合力 咱们人多 亲尽全力 未必没有胜算 不然 放任李北斗这样 会更加难以收拾 再说了 齐先生都那样了 你们做事不管 那些人低声商量了一下 可还没出结果呢 一个声音就响了起来 等一下 他们看向了声音 响起的位置 齐燕和 在砖石瓦历里 缓缓站了起来 身形一晃 拍了拍身上的图 我也有些意外 这样 也不死 姜天 姜梁 瞬间都有些惊喜 齐家天师没事 而齐燕和 立声说道 是我的人 现在就走 那些他带来的人一愣 瞬间就往后退了开来 姜天注意到了 脸色一变 姜梁就更不用说了 立声说道 齐天师 这跟之前说的不一样 你们干的 也跟之前说的不一样 齐燕和抬手擦下了后脑 被我撞出的伤 斜着嘴角笑了 姜夫人 我早劝过 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 可你们不听 接着他补上了一句 现在 怕是来不及了 第1647章 龙骨精气 咱们 既然管不了 就不管这里的事了 齐燕和大声说道 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吧 说着 抬起了手来 李北斗 后会有期 咱们很快就又能见面了 齐天师 姜梁立刻往前跨了一步 咱们之前明明是说好了 只要你帮我们 那九尾湖的事情 我们也会竭尽全力 我帮了 齐燕和无所谓地达到 可你们看见了 我帮不上 也或者 齐燕和看向了姜老爷子 这是你们姜家自己的事 该自己解决 齐燕和话音未落 身体就是一个量枪 天师府的人立刻赶过去 把他扶住了 齐燕和 你就这么走了 一直在后面没吭声的姜年 忍不住了 这到底 是啊 这就是你们的合作关系 可是 棋盘上的一圈死棋 谁都只能气如碧履 齐燕和连头都没回 姜梁拦住了姜年 看向了姜天 还有 姜夫人 哪怕到了现在 姜天也没多看姜夫人一眼 姜夫人不瞎 眼前这一切全看清楚了 哪怕是临危不乱的凤凰命 身体也控制不住的 有些速速发抖 我只是 我猜出来了 齐燕和这段时间 恐怕因为九尾狐的事情 无法分心对付我 而姜夫人却抓住了这个机会 她怕我死在了其他人手上 浪费了真龙骨 所以 她很久以前就开始供养 邪音鬼子母 就打算以自己的身份 拿我这个儿子做祭品 供养另一个儿子 很久之前 老黄就跟我说过 我会有一个很大的劫难 有人会害我 就在那个时候 她第一次出现了 可跟我总是擦肩而过 老黄还跟我说 那个劫难之所以推迟 是有人帮我挡住了 但不会不来 今天 还是来了 她也说过 前一阵子被牵绊住了 也幸亏被牵绊住了 否则 现在的我都差点送命 更别说以前的我了 齐燕和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来劝她 但是劝不住 她最怕的 就是我死在别人的手上 拿不到那块真龙骨 姜老爷子叹了口气 孩子 你怪可怜 我习惯了 就是因为得到的温暖 实在太少了 才觉得每一分温暖 都难能可贵 我盯着姜天 那人到底是谁 姜天 还是坚口不言 你当我们姜家人 死绝了 姜年出来 一声爆喝 是可杀不可辱 话音未落 她对着我就窜了过来 手底下一片乌光 扬起了雷弓锥 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可我抬起了手 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咔的一声 她的手腕就是一个脆响 其实姜年很有天分 也很有能力 只是得不配位 从联合棋验和算计 姜景开始 就注定了 姜家会按着姜仲黎留下的话 毁于兄弟之争 雷弓锥落地 姜年脸色一片惨白 又一道破风声掠过 姜梁再也忍不住了 姜景已经因为我倒了没 她不能再失去姜年了 可斩虚刀悬出一道荧光 势如破竹 剩下的姜家人大吼一声 一拥而上 现在对他们来说 除了同归于尽 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可他们一起上 也没用 左边来的被斩虚刀 直接横扫 右边被抓住 死死灌在了地上 后面有人压下来 我侧头躲开 顺势把他们的头 往下死磕 胖 周围的都是血腥气 谁也拦不住我 抬起头 还有几个没敢靠近的 大声说道 李北斗 你这个妖邪 何至于对我们姜家 赶尽杀绝 我们护着自己的家族 有什么错 你们要保护姜家 是没错 我想活下去 就有错了 接触到了我的眼睛 他们没有一个 敢对我对视 我抬起头 看向了姜天 他被姜老爷子那一下 撞成了重伤 但他还是硬生生 站在了原地 像是狂风过境 万物倒伏 却挣扎挺立 最后的一棵树 真龙的父亲 哪有那么好当呢 这事风险太大了 想受到了好处 就得扛得住后果 我冲着他走了过去 可这个时候 一个人影挡在了我前面 江城 江城头上有一大片伤 可他整个人 看上去不一样了 他周身终于算是有了龙气 金色的 哦 真龙骨看来移植得很成功 剩下的江家人 一下高兴了起来 对了 咱们还有江城 江城毕竟是真龙转世 这个李北斗 不知道哪里出来的妖邪 肯定没法跟江城相提并论 江夫人看着江城的眼神 都是光 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骄傲 他盯着我 冷冷地说道 李北斗 你欺人太甚 我冷笑 咱们到底 谁抢了谁的一切 接住 半空划过了一道乌光 江年挣扎着 给江城了一个东西 雷弓追 江城吸了口气 手腕翻转 凌厉地对着我就滑了下来 别说 自从被鬼一动了手脚 江城跟之前 不大一样了 之前他身上 就有很多的神器 可也许跟我自己的肉眼繁胎一样 并不能把神器发挥到了极致 可现在 那种金色龙气 气势磅 这一瞬 雷弓追 却引来了雷霆万军之势 对着我就劈了过来 他跟雷弓追 似乎相得一张 那一下又快又立 破风生锐的 像是腊月的风 一道雷 跟着雷弓追 就追着炸了过来 我一手撑地 躲了过去 趁机反手劈过斩虚刀 可江城有了那种金龙气之后 反应极快 雷弓追 往后一回 直接挡在了斩虚刀上 当的一声锐响 两件都不是地上的东西 死死隔在了一起 江城手上的龙铃猛然炸出 跟我之前的一样 是金色的 江城眼里 终于有了得色 这就是真龙骨的用处 江夫人别提多高兴了 鲤鱼 我就知道 真龙转世只有一个 以后该是你的 全会回到了你手上 作为母亲 能帮上自己的儿子 简直是无上的快乐 要恭喜他了 江城精神顿时振奋了起来 浑身的精气炸亮 所有江家人的眼睛 也跟着一起亮了起来 不管出了什么事 真龙好歹还是咱们家的 只要真龙是江家的 那就没什么好怕 李北斗到底是假的 江城眼里光芒更盛 浑身金色的龙气 光芒万丈 一鼓作气 就要把我掀翻 那力量很大 几乎能扫扫青鹿河 席卷八荒 这一下没躲过去 我整个人被掀出去了老远 重重撞在了墙上 四肢百骸 一阵剧痛 江城立刻追了过来 抬起了雷弓锥 我躲开了锋芒 一道雷几乎是贴着头皮炸过 砖石瓦砾见了我一身 好 周围全是喝彩的声音 江城眼里的得色更甚 他黑沉沉的丹凤眼 高兴地闪闪发光 似乎觉得 这一切 简直太值得了 我却想起了 我也用过那些惊奇 是啊 那些力量 强得可怕 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会损伤 可这个时候 我却一点也没有畏惧 真龙就凭你 也配称自己为真龙 他对上了我的视线 也不知道怎么地 忽然就有了恼羞成目 像是我的那个 不把他放在眼里的视线 能戳破他心里最深的恐惧 他是贵不可言 他是坐拥一切 可他一直在害怕 他怕这一切 不是他的 那在繁花似锦又如何 终究有一天 要还回去的 所以 他一直在焦虑 生怕我会夺走他的一切 焦虑的人 往往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 我记得 他性格开始急躁 就是从跟马元秋决裂开始的 也许 他本来不是这种人 可现在 因为那种让人窒息的焦虑 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等今天 不知道等了多久 下一瞬 那种精气炸亮 对着我就抓 我抬起斩虚刀 可他竟然比我更快 他一把摁住的我的头 抬起了雷弓锥 李北斗 他露出了一个 如释重负的表情 再会了 我却对他笑了 第1648章 不得好死 我一点也不怕 江城的嘴角僵住了 也许 他等这一刻 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想看着我害怕 这让他更加恼羞成目 精气大量 雷弓锥引了精气 对着我就下来了 可我被你抓住不抵抗 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我一头对着他的脑袋 就撞了过去 当的一声 脑膊也是的巨响 一股子剧痛 把两个人全部震住 我眼前是金花 耳朵嗡嗡一阵耳鸣 但抓住了这个机会 斩虚刀奔着他 就劈了下去 那种剧痛 让他失去了该有的灵敏 胳膊护住要害往后一退 当的一下 斩虚刀硬是消下了一层精灵 江城吃痛后退 倒抽一口凉气 江夫人一声尖叫 鲤鱼 他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我 李北斗 你死到临头 还敢伤我的鲤鱼 你不得好死 之前听生生之母说这种话 也许心里会痛 可现在不会了 他不配 该还的还了 剩下的人生 我要给自己过 可趁着这个机会 雷公追 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再一次对着我冲过来了 那精气 没人比我熟悉 确实不是人该有的力量 无往而不利 身体侧翻 雷电贴着胳膊炸过 整个左手一阵剧痛 而他已经一手挡在了右边 截断了我的退路 李北斗 他缓缓说道 你后悔吗 我却摇摇头 我要是你 就先关心关心你自己 江丞相 是不屑跟败者多说 抬起了手 又要一到雷劈下 我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个眼神 太好了 周围一阵喝彩 终于能了却这个心腹大患了 咱们江家 又能永固万年了 唯独江老爷子 还是那个闲事自如的表情 我是躲不过去了 但那是因为 我不想躲 他还不知道 刚才那一下之后 自己身上那金色的龙气 出现了变化 如同强弩之末 从光滑闪耀 瞬间变得十分暗淡 他本身的黑气露出来了 金气 简直像是被后来 居上的黑气给污染了 迅速地吸薄 乃至消失 他眼神一凝 雷弓追停在了半空 显然也绝出来了 不光这些镀金一样的气 那些金色灵甲 猛然就变了颜色 重新变回一片漆黑 江城的身体 一下就僵住了 他冷静惯了 难得看他露出这种表情来 可以说惊慌失措 可我 幸灾乐祸 不 这还没完 他额头上的伤 忽然在眼前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溃烂 他难以置信地 抬起了自己的手 下意识想摁住头上那个伤口 可惜 没用 跟我想的一样 一个东西 直接从上面跌了下来 像是没沾牢的瓷器碎片 那块针笼骨 哪怕到了他身上 也没法跟他合二为一 江夫人的笑容 也瞬间凝固了 不光江夫人 还有剩下所有的江家人 哈哈 江老爷子一阵嘶哑的笑声 好 做得好 我无声地笑了 你说得对 真龙 只有一个 身上那种安稳温暖的气 灵力炸起 斩虚刀对着江城就劈了过去 他反手抗衡 可身上的黑妾 打不过我 雷公追根斩虚刀又是一撞 可已经没法 跟之前一样 势均力敌 他的手被斩虚刀毫不留情地压过 睁的一声 雷公追从他手上被震出 跌了老远 江城齐长的身体猛然厚仰 可我已经乘胜追击 一脚冠胸 把他踹出去了老远 他的身体跟落叶一样 跌得轻飘飘的 光的一下 一个多宝格在他身后 全部炸裂 他顺着墙往下滑 但不甘心 还要坚持着站起来 可来不及了 我已经一拳痛痛快快地 砸在了他头上 倒下去的最后一瞬 他眼里还是难以置信 夹杂着一丝不甘心 是啊 我们之间的差距 越拉越大了 跟他担心的一样 我干嘛要客气呢 你欠我的 得还 这还不够 你让肖香跪过 我抬起了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手死死抓住了我的手 你不能伤他 这是个撕心裂肺的声音 江夫人 她生下我之后 只在骗取 我做邪音鬼子母的时候 抱过我一次 是为了江城 这是抱我第二次 依然是为了江城 他盯着江城 那双美丽极乐的 丹凤眼四周 阴晕了一片赤红 哪怕是最好的画家 都画不出他眼里的心疼 我挣脱开他的手 面无表情 可他还是死死抱住了我 死声吼道 你不是以前最宽人吗 你不伤人 他调查过 我是什么人 费心了 这个费心 也是为了江城 那是以前 以前 我是善良 我是心慈手软 我总觉得 人要多行好事 偶尔甚至以得抱怨 可那个我 被你亲手杀了 善良是你的天性 江夫人立刻大声说道 没有什么以前以后 你善良 就别伤害江城 不然 你跟那些恶人 有什么区别 世界上没有天生的恶人 我善良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现在 你又劝我善良 有些东西 就是因为会消失 才格外珍贵啊 我再一次甩开他 这一下 毫不留情 他的身体被撞出去了老远 重重跌在了地上 他不死心 还要过来 可我反手悬过斩虚刀 对着他所在的方向 就劈了过去 他被震出去了老远 一头重重 撞在了残损的门框上 耳朵开始流血 可他根本顾不上自己的伤 依然拼尽全力要爬过来 愤怒和憎恨 几乎把嗓子撕破 李北斗 你这个孽子 你对亲生母亲下手 你要天打雷劈 是我生了你 鸭有繁补之意 羊 有贵乳之恩 你是我生的 你得听我的话 别伤姜臣 话说到了这里 他的声音从灵力 逐渐变成了哀求 别伤他 他是我的命根子 这个孽子 我当不起 不是我不要你 是你不要我 你们家的家神 跟我提起过 请我放过你们一次 我答道 这个承诺 我早就兑现了 可你们没完没了 阴魂不散 这是你们 旧游自取 第1649章 副辞子孝 我低头看着姜臣 你背后的那位 到底是谁 江臣的呼吸 极为剧烈 他胳膊上那一层碎鳞 已经保护不了他了 可他抬起头 冷冷地看着我 你会后悔的 一路走来 后悔的事情 其实并不少 可这件不算 虽然跟想象之中的展开不一样 可结果 我能接受 我抬头看着姜天 你们两位 谁说 姜天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他死水似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姜臣 表面的沉静 也压不住底下的波涛汹涌 我听过一夜白头 可现如今 是眼睁睁地看着姜天 从之前的英姿飒爽 变成了苍老憔悴 雅儿方之父母恩 或许真是不假 可姜臣甚至没多看姜天一眼 你要问他 没用 我的死活 他不会放在心上的 不如直接动手吧 姜臣跟他爹 看来成见颇深 姜天听了这话 挺立得跟姑母一样的身影 猛然一颤 我见到 姜臣的一只手 似乎抓住了自己身上的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上 有个伤疤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姜臣也有伤疤 这样一个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的人 怎么会有伤疤 看上去 像是什么瑞乌克出来的 这种伤 显然是人为的 简直跟旧社会 对犯人的刺青一样 比起惩罚 更像是侮辱 让他永远记住 姜梁却忍不住了 大声说道 姜臣 你误会你爹了 他是打过你 罚过你 可他为的是什么 是你 有句话 叫望子成龙 我忽然想起来 上次姜臣对哭丧奶奶恶作剧 导致哭丧奶奶惨死的事情了 据说姜臣为此 受了重罚 很久没出来露面 姜臣也许 深恨他爹 天之骄子最忌讳的 就是别人践踏了他的尊严 爱之深 则之切 他只为了你 能让姜家繁盛兴旺 他罚了你 比你还难受 姜梁一边吼 一边把姜天的袖子撸了上来 姜天线条优美的胳膊上 赫然 有一个跟姜臣一模一样的伤疤 姜臣眼神一鸣 他罚了你 也罚了自己 罚自己没把你管叫好 你是整个姜家的希望 姜臣像是想说什么 可也许想说的太多 反而没说出来 没有人说出我想要的答案 父子同心 很好 我抬起手了手 斩虚刀对着姜臣就要落下去 你们每次都对我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这算是我没白给你们交学费 他已经没有抵抗的能力了 你是衬人之威 姜家人的声音气急败坏 姜年 衬人之威 我回头对姜年一笑 姜年毛骨悚然 我摇摇头 我不是衬人之威 是我亲手打成这样的 姜臣说不出话来了 做个恶人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我第一次这么酣畅淋漓 所有姜家人脸色一变 我看着姜天最后的机会 三二一 没想到生杀雨夺的感觉 是这样的 姜臣是不甘心 可再不甘心 他也没了法子 可就在这个时候 姜天猛然对着 我就冲了过来 跟他以前一样 宛如一只猎鹰 他挡在了姜臣面前 斩虚刀 生生地砍在了他肩膀上 温热的血 见了我和姜臣 满身满脸 姜臣一下愣住了 斩虚刀的风锐 不必我多说 而且刚才 我手底下没有一丝留情 姜臣抬起了头 血从他刘海上滑下来 满眼难以置信 那条手臂奇长有力 那个疤痕 尤其醒目 可现在 孤零零落在了一边 再也不属于姜天了 所有人都看清楚了 这里一片死寂 直到一声尖叫 打破了这片死寂 姜夫人 她终于没有了 凤凰井贵命女 该有的威仪 头发散乱 满身血迹 因为站不起来 甚至是四脚着地 拼了命地往这里爬了过来 你不能下这种手 你是个冷血无情 杀人不眨眼的疯子 跟您比 谁像是个疯子 我冷笑 看向了姜天 姜梁等人反应了过来 立刻奔着这里扑了过来 可我一仰手 他们哗啦啦就到 撞出去老远 姜梁挣扎起来 他发现 自己落在了 离着姜老爷子很近的地方 忽然一把抓住了姜老爷子 您为什么做事不管 这不合逻辑 我们才是 跟您血脉相通的人 可姜老爷子吝声说道 刚才 你们跟我顾念这个 血脉相通了吗 姜梁的手 一下就僵在了半空 而姜老爷子盯着我 接着怡然自得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 他身上流的是什么血 我 这话我好奇 可我根本无暇去过 姜辰盯着姜天的胳膊 第一次露出了迷惘 姜天脸色死白死白的 哪怕是什么脱胎换骨 也扛不住连龙都能砍的斩虚刀 但他没发出一声惨叫 还能缓缓说道 我知道 你有燕圣门的同气莲芝 我身上有些东西 也许你有用 这要是不够 我拿我的命 换我儿子一命 行不行 姜辰的眼神 一下就空了 姜辰等人忍不住了 欺人太甚 可放眼过去 已经没谁能帮他们了 这地方几乎失衡遍野 我抬起头对姜天一笑 不够 姜天眼神一沉 你们欠我的 区区几条命 还不完 不光是我 还有燕圣门老二 更多的人 太多人 为了你们这件 制造真龙的事情牺牲了 可你们呢 坐享荣华复古 把一切繁华似锦 开在白骨如山上 不够 我知道 你们做这件事 是因为后面的人 我盯着他 是谁让你做这件事的 姜瘸子 不单单一个姜瘸子 还有更上头的人 所以 他才不敢说 姜天脸色惨白 我不说的原因 你应该知道 我当然知道 是被威胁了 说出去 姜家别说江山永固了 甚至会被连根拔起 永不超生 这种苦情 也许很让人动容 可你们踩着别人的 尸首登高的时候 就该想到这一天了 那也是以后 我微笑 不说 就是现在 姜天吸了口气 还要犹豫 可斩虚刀已经扬起来了 姜辰的眼神 更复杂了 他陡然挣扎了起来 挡在了姜天身前 好一个副慈子笑 映衬的我 宛如灭门凶手 可我已经不可能 手下留情了 姜辰要挣扎 姜天闭上眼睛 谁也没想到 这个时候 一个身影冲出 直接挡在了斩虚刀前面 姜夫人 她的身体 被强大的气 直接震开 落在了面前的贵妃踏上 我心里一沉 跟玉之梦里 看见的一模一样 也跟玉之梦里一样 她对着我 伸出了手 姜辰呼吸 猛然凝住 冲着我就冲了过来 可我一抬手 她整个人 撞出去了老远 北斗 姜夫人喃喃说道 我 我有一句话 想跟你说 算是唯一的遗言 你听不听 姜天看向了她 眼神一冷 又是那种哀其不幸 怒气不争 在她看来 姜夫人这种行为 跟自杀没两样 而且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可她 不得不动容 我盯着她 你说 你生气 你杀我 给你出气 不要动我儿子 姜夫人缓缓地说道 妈 求求你 我嘴角一勾 对不住 你不是我妈 她瞳孔一凝 只剩下了绝望 妈 姜辰想过来 但是 她站不起来了 她骄傲惯了的眼睛里 第一次有了恐惧 而姜夫人 爱怜地看着姜辰 要是 能熬过这一劫 要记得 贴 贴妈给你的止痛药 接着 她看向了姜天 她可能还有话想问 但是 问不出来了 那双美丽的眼睛 合上了 第1650章 天之骄子 姜天 仅剩下的一只拳头 钻紧了又松开 她盯着姜夫人 眼神十分复杂 她身上的生人气 在飞快地消散 她蹲在了姜夫人身边 用仅存的一条手臂 抱住了她 在她耳边低声 说了一句什么话 不知道那话是什么 但是 姜夫人闭上的眼睛 缓缓躺下了一行眼泪 姜天对姜夫人 到底几分真 几分假 谁也不知道 也许 她自己都不知道 白酒糖 姜辰忽然立声喝道 把我妈救回来 我妈出了事 你要的东西就全完了 人堆里 跟小鸡出壳一样 爬出来了一个人 是刚才给姜辰 移植针龙骨的那个鬼衣 立刻跑了过来 就给姜夫人摸上了麦 想不到 她也姓白 可这个白酒糖摸清楚了 脸色疏然一变 眼睛四下一溜 像是想说什么 却省时夺势 吞回肚子没说出来 只是像模像样地 从怀里拿出了一卷针 跟白货香平时用的 几乎一模一样 煞有介事就往下扎 姜天却缓缓站了起来 常常出了口气 转脸盯着我 你满意了 满意 她变成这样 不是为了你们父子吗 问得着我 你利用她 给你生出针龙转世 如果不是为了 你们那个自私自利的目的 何至于死这么多人 到了最后 我其实也没想动她 她是给你们挡了那一下 可我不想争辩 我只觉得心里的窟窿 越来越大 像是个无底洞 什么也填不上 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凄凉 我为姜夫人难过 我为自己难过 不知道 跟姜夫人说的一样 我以前 一直给别人考虑 宁愿自己吃亏 可到最后 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我是想笑 可笑不出来 姜辰挣扎了起来 跟姜天站在了一起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 就从姜辰额头上 落下了真龙骨之后 他们额头上那种红光 再逐渐消失 像是秋天的树叶 风一吹 就迅速无影无踪 哪怕嫡老爷子 给他们补了局 可是到如今 姜家怕是真的不行了 姜辰背后的人 恐怕也来不来了 姜天和姜辰 都是聪明人 不会不明白 虽然也操控过棋盘 但归根结底 自己也只不过是棋子 但是 为了那天大的好处 这棋子 也当得心甘情愿 面前 一道破风声 乌光乍起 对着我就冲了过来 姜辰重新拾起了雷弓锥 他还有一身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澄澈的神气 他终于想跟我决一死战 可跟齐燕和之前说的一样 已经来不及了 他跟我的距离 已经越来越远了 我抬起了手 可只是轻轻松松一转 他的身体猛然飞出 重重撞在了墙上 他自然不甘心 还要扑过来 可再来 也是一样 这一次 撞在了残损的墙头上 齐长的身材 终于勾搂下去 整整齐齐的头发 也第一次这么凌乱 那张比我英俊的脸上 斜把灰尘 冲得一条一条的 看着他这个模样 我忽然想起来了自己 我终于知道 他让肖香下跪的时候 看着我的 是什么视角了 原来如此 果然 他抬起头看着我 眼神冰冷倔强 也许 也跟我那个时候一样 不甘心 他没有这么狼狈过 他一直是真龙转世 天之骄子 这个样子 根本就不像他 一次一次冲过来 一次一次 被我随手甩开 终于 他筋疲力尽 他喘起了粗气 抬起跟江夫人 几乎一模一样的单凤眼 咬牙切齿 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一笑 我改主意了 为什么要杀你 我想知道的 你还没说 他妈因我而死 他爹因我断臂 他们整个繁华无比的江家 因为我 终于家破人亡 他想报仇 可他跟被大树 压住的蚂蚁一样 根本无能为力 骄傲如他 这种侮辱 比杀了他还难受 他冷笑 你要是知道了 是谁跟你为难 也没什么用 你一个肉眼凡胎 不是对手 要是照着 你这么说 我跟他之前面对我一样 居高临下 那他为什么处心积虑 非要用这么多法则来对付我 江城的眼神凝住了 我一只手摸在了他头顶上 跟你一样 那个人 怕我 江城的身体 猛然一颤 有些人 不想让我回来 可阴差阳错 很多事情明明注定 就好像我去百度门的时候一样 如果他们 不把我当成灾祸 我也就不会成为灾祸 江城还要说话 可这个时候 身后扑的一声响 江天已经支持不住 跌在了贵妃榻上 脸色惨白 他再怎么强硬 也被斩虚刀削下了一条手臂 江城脸色一变 还想过去 可斩虚刀刷的一下 已经明晃晃地挡在了他面前 你身上的主神神器 是从哪里来的 我缓缓说道 不说 他也不行了 你妈已经这样了 你想看着你爹 也紧随其后 江城吸了口气 像是下定了决心 好 我身上的神器 是东海的水神 河洛给我的 跟我猜的一样 江城是个奇异的微笑 他就是幕后黑手 你去找他报仇吧 河洛给他神器 我其实早就知道 江城这一次 之所以没人来救 很大可能 是因为河洛被萧香 在东海给牵制住了 河洛的目的 不过是 利用他来对付我 河洛的神卫 是警朝国军赤锋的 警朝国军能命令他 他不敢正面 跟我相对 就借刀杀人 利用另一条真龙 可还有件事情说不通 河洛既然畏惧警朝国军 又怎么可能会让人 把警朝国军的棺材打开 对他来说 警朝国军被生生世世的风 下去才好呢 他放出个自己的天敌来 自寻烦恼 不过 我心里一动 河洛既然跟警朝国军 相交亲后 肯定知道这其中的内情 那个叫白酒腾的鬼衣 早就过去 要给江天止血 可江天一白手 意思是 不用了 这种伤 不用 错过最佳抢救时机 怕就没希望了 而我盯着江天 你真要看着江家 现在就家破人亡 江天摇摇头 闭上了眼睛 我累了 既然输了 我就输得起 他没有再多话 仅存的一只手 却抓住了江夫人的手上 我看着江城 江城知道 我的心思 我们俩 既然只能活一个 我都明白 现在就是时候了 斩虚刀寒光毕露 可江城对着我笑了一下 他缓缓说道 李北斗 哪怕你回来了 可你一定会后悔的 怎么说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真龙转世 会变成了两个 我知道 我盯着他 本来那个真龙 也许真的应该是你 你来了 占了那个位置 我就来不了了 可谁也没想到 江夫人生下了两个 咱们一开始 也许不用变成这样 江城忽然一笑 不过 不过 世上没有后悔药 到了哪里 什么时候 都是成王败寇 江城抬头盯着我 眼神一立 事情没到结束的时候 是啊 我还不知道 真龙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这一瞬 江城忽然抬起了手 他站在了父母面前 把全部的力量 都积蓄在了雷弓锥上 可这个方位 不是对着我 而是对着自己的头顶 我一愣 下一秒 一道霹雳 忽然轰然就落在了我面前 发出了一声炸响 那个力量 似乎能把眼前的一切 全部掀翻 第1651章 迷途归路 那果然不是人该有的力量 虽然不是真正的五爪金龙 可他到底也是一条黑龙 那道巨大的霹雳 灰弘壮大 简直 跟之前坠落到了萧香身上 却被我挡住的那道一样 天罚的雷 他就竟然能照出天罚的雷来 我心里一沉 立刻就要往前一步 可那种巨大的力量 连我也没法靠近 眼前一白 这一切 被那个巨大的霹雳 全部毁灭 白光和硫磺气息一起炸起 我后退了好几步 墙面裂开 灯具粉碎 一切摆设化作鸡粉 这个豪华的居所 一瞬间成了残垣断壁 四处只剩下了砖石瓦砾 哗啦啦地落在 起不来的人堆上 面前这些尘雾散尽 我看见刚才江城站的地方 一片焦黑 地面塌陷 被各种废料掩埋住 我心里猛然一阵发空 江城宁愿选择这条路 也不愿意受辱 这样比被我打败要痛快得多 我赢了 可心里却不见欢喜 只剩下沉重又巨大的疲惫感 江城 身后历声一喊 是江梁 江梁浑身是伤 但他根本顾不上自己 勉强拨开了压在身上的瓦砾 奔着这里跑了过来 他跪在了地上 下一秒 他什么也顾不上了 两只手就开始挖掘碎石砖头 很快 十根手指头 全是血肉模糊 江年立刻也钻了过来 跟着江梁一起挖了起来 还有剩下的江家人 能生还得寥寥无几 跟之前风水秘宝鉴赏会的时候 差得太远了 没有正常人 能在这种情况下生还 不长时间 其中一个江家人 一声嘀呼 江梁看了过去 立声说道 什么 那个江家人 小心翼翼地 把东西给捧上来了 是雷弓锥 上面一片焦糊 像是染上了烧坏了的血 江梁剧烈地呼吸了起来 一只手摁住了自己的胸口 抬起手想接 可身子一歪 倒了下来 爸 江年大吃一惊 立刻扶住了江梁 爸你不能倒下 现在咱们江家 就只剩下你一个主心骨了 江梁脸色死白死白的 嗓子里有了气声 小年 江家 就靠 靠着你 他没说完 江年大口大口地呼吸了起来 转脸立声吼道 白酒疼 可那个鬼衣 再也没出现 江年一声一声 喊得声嘶力竭 直到一个江家人说道 我刚才看见 在江城举起了雷弓锥的时候 自己捂着耳朵 跑到了外面去了 这个王八蛋 江年咬住了牙 抬起头 就看向了身边 寥寥无几的江家人 和这个废墟一样的地方 眼睛里 终于露出了几分迷惘 他现在 是成了未来的家主 可以说 如愿以偿 可这个家主 当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转过了脸 看着我 两只眼睛 像是能冒出火 深仇大恨 李北斗 他站起来 还想过来 却被其他江家人拉住了 别 别什么 是他把江家 害成这个样子的 江年生死历劫 我要报仇 不报仇 枉为江家人 对不起列祖列宗 可那些江家人 把他拉得死紧 你去了 又有什么用 咱们 咱们不能连你也没了 你真希望咱们江家 段子绝孙 江年一听 段子绝孙这四个字 身体顿时就僵住了 他还有这个责任 这个时候 身后一阵 吼啰吼啰的咳嗽声 江老爷子 他抬起头 看向了这些人 终于露出了 风水江家主 该有的悲鸣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江年反应过来 已经忍不住了 你还敢说 你这个老不死的 要不是你 咱们江家 不会变成这样 是啊 那个时候 我被咸音鬼子母 封住了刑切 是江老爷子帮了我 后来奇燕和 用那种奇怪的钉子 把九尾狐的妖气定住 也是因为江老爷子 拿出了自己的力量 我心里一动 确实是多亏了他了 可 为什么 江老爷子 却只是一笑 这都是命 我不这么做 结果也不会有所改变 这是从祖宗江仲离开始 就注定了的 谁也改不了 咱们家这些昌盛 这么些年 已经享受到头了 再多 就是罪孽 江年冷笑 还想说话 可被江家人 拉住了 咱们不能在窝里斗了 轻者痛 愁者快 好歹老爷子在这里 背靠大树 好成量不是 江年一寻寺 也是这个道理 江家现如今的昌盛 也全是因为 家里有这个天阶 只要江老爷子 他还在 很多事情 说不定还有转环的余地 这么一寻思 他眼里终于有了光 反应过来 回身去照料江凉了 而江老爷子看向了我 缓缓说道 你现在过来 我有话跟你说 我立刻过去了 没错 我之前 都是被江家害的 可要是没有江老爷子 我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只是 心里肯定也有愧 他虽然是我的恩人 可他同样也是风水江的家主 我在他面前 把江家弄一个天翻地覆 叫谁 心里也不会太坦然 而且 他为什么帮我 哪怕是江家人作念 外人还好 他一个家主 竟然胳膊肘往外拐 帮着我对付自己的血脉至青 他的手 握住了我的手 多谢 这两个字 比起江老爷子对我的帮助 简直十分苍白 可没有其他能表达谢意的方式了 江老爷子苦涩一笑 开了口 你要是想谢我 答应我一件事 我心里一动 难道 江老爷子跟家神一样 是想求我 放江家人一马 我转脸看着江年和江亮他们 有几个江家人听到了 眼睛一亮 低声说道 老爷子高瞻原主 肯定是在给咱们求情 可江年冷笑 求情 真要是高瞻原主 又为什么帮他 其他江家人拉他 他咬了咬牙 声音不大 可我却听得熬 这老不死的叛家之贼 以后 江家没有他的牌位 他死了 既没脸见列祖列宗 也吃不上后背的香火 江老爷子是什么人 自然也听见了 可他一眼也没朝着那边多看 真要是给江年求求情 看在那么大的恩情上 倒是也无所谓 他们的气数 连迪老爷子的风水局 都摆正不回来了 以后 成不了什么气候了 哪怕没有亲手把他们怎么样 他们也绝对过不上好日子了 甚至 会江和日下 命途多船 比死了还难受 可意料不到的是 江老爷子却摇摇头 江年的脸色 顿时一将 其实 谐音鬼子母那么做 有道理 江老爷子根本没看他们 一双浑浊的眼睛 只盯着我 缓缓地说道 既然九个孩子 注定要自相残杀 不如把孱弱的 送给强大的 只要是自己的血脉 延续下来就行了 是哪一个 没有那么重要 我耳朵里 顿时嗡的一声 这话我听明白了 他的意思是说 我身上 也有江家的血 这也是我一直不明白的地方 我跟江臣 如果真是一母同胞 又为什么我有真龙骨 他没有 我妈 又为什么爱他 恨我 还有 我身上关于宗家的秘书 当年在真龙学里 九龙台观之中 又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 我盯着江老爷子 真的是江家人 你这骨血都是江家的 自然算是江家人 只是 江老爷子叹了口气 你这命不是 你这一路 十分辛苦 江老爷子嘶哑地说道 我要求你的 就是以后生了第一个男孩 叫他姓江 告诉他 祖坟在西越山一大片 姓树林子后面 虽有迷途 终归不要往我来路 第1652章 不像凡物 我的心里猛然一震 可不对啊 我妈说 见过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 没也说见过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觉得 这是一大盘子拼图 偏偏去了关键的一片 有对不上的地方 我立刻问道 关于真龙学 您还知道什么其他的事 这件事还没完 哪怕我的出身挖掘出来了 可九龙台观被打开的事情 和警朝改局的事情 又是怎么回事 残损记忆里的警朝国君 跟我说的千斤重担 还有该讨要回去的东西 又是什么 这些事情 只有姜仲黎知道 姜老爷子缓缓说道 以前 他是留下了一些东西 不过 那些东西 都被姜藏水给盗走了 如果 有一天 你能见到那个老瘸子 他能告诉你的 比我知道的多 我点了点头 还有 姜老爷子盯着我 缓缓说道 你要是能见到他 替我问一句 后悔没有 是啊 这些事情 似乎都是将瘸子调起来的 从一开始 他坚持要改四项局 给姜家谋符指 到后来 他寻找到了真龙学的钥匙 再到让钥匙 落入到了四项会手里 促成了九龙台观的打开 到最后 寻找四尘龙命的 也是他 甚至这一次 拦着我 不要和姜夫人相见的 还是他 跟姜老爷子说的一样 他知道的太多了 无论如何 得跟姜瘸子见上一面 而且 我回头看向了那些砖石瓦砾 疲惫和空虚 更甚 姜辰 真的就这么消失了 有一种 虚脱 而不真实的感觉 既然你才是真龙转世 姜老爷子说道 真龙学 你肯定是要去的 那就是你来时的命 不过吗 我回头看向了姜老爷子 他握我的手 握得更紧了 你知道 有人不想你回来 跟姜辰说的一样 对付他们 也未必容易 所以这段时间 你多行好事 有好处 不过 说到了这里 他嘶哑一笑 我老了 到底是习惯了 你跟姜辰他们不一样 不用人叮嘱 但是 我盯着姜老爷子 也笑了 能得到您的叮嘱 我高兴 姜老爷子眼睛一眯 笑得更高兴了 但这一笑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我看得出来 他额头上的血管 都要绽开了 我连忙帮他拍了拍背 他咳嗽得越来越厉害 张口 就是一口血 我心里一沉 那血 是黑色的 我以前见过这种颜色 白货香在山里给人看病的时候 有老人吐出过这种血 他管这个 叫心头血 劳心劳神过肾才会出来 呕心沥血 说的就是这个 一旦吐出来 人命不久矣 他手背上吊真的痕迹不少 他确实跟传说之中一样 常年卧病在床 可这一次 但凭着他给姜天娜一下 也知道会给这副 孱弱的身体带来什么 姜老爷子 我的心里忽然就疼了一下 抬起了头来 想看看 那个叫白酒疼的 到底回来了没有 如果没回来 我得叫白货香 可他摇摇头 握住了我的手 竟然满是不舍 那些孽子孽孙欠你的 我是还不上了 他喃喃地说道 我就希望 你好 这一句话 忽然就让我的心里 一阵猝不及防的暖 硬要比喻 好像一道滚水 冲破了心里结的冰 到底还是有人疼爱我的啊 哪怕 是这个对我来说 名不正言不顺的姜家 眼里一阵发酸 我忽然想起了姜夫人 我知道 他恨不得我死 我不应该多想了 他甚至逼着 我给江城献上自己的命 而江城 跟我为难了这么久 名义上 他竟然是我一母同胞的兄弟 江天披着熊皮 几次差点弄死我 而我的骨血 是他身上的 姜家是家破人亡了 我又何尝不是 我不该难受 可这种悲伤和凄凉 只有我自己懂 我本来以为 这个地方 大家都只想让我死 只有家神 和姜老爷子 没有拿我当成罪魁祸首 只当成了人 家人 那粗糙的手 搁在了我脸上 姜老爷子还想说话 但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我回过神来 还要顺背 可姜老爷子 抬起手就拦住了我 自打从真龙学出来 这身体就不中用了 对了 不光是姜老爷子 其余那些进去过 真龙学的天阶现身 或多或少 似乎都有些后遗症 当初姜老爷子自己 怕是殿后 保护了七老爷子等人 所以 后遗症最为严重 才这么多年 都没出去走动 真龙学里的东西 确实很厉害 姜老爷子一边咳嗽 一边回答 不过 你不用怕 你只要 时时刻刻 记住你是谁 我点了点头 还有件事 姜老爷子接着说道 你过不了多久 就会见到我一些老朋友 老朋友 我一下就想起来了 对了 我竞选舞局之前 曾经听说过 那些天阶 全部消失了 说是 去参加青囊大会 可到了后来 也没什么消息 也不知道 他们到了哪里 去干什么了 我没去 就是因为在等着你 到时候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姜老爷子说道 帮帮他们 我 以前我并不知道 最高阶的天阶 有什么本事 但是这次 见到了姜老爷子 心里才知道 天阶高阶 跟普通先生的云泥之别 我行吗 姜老爷子一笑 傲然说道 我借给你的 那些东西在 怎么不行 你忘了 我跟你说过 以后 地上没有拦得住你的人 我立马反应过来了 您身体恶化 是不是 也因为把自己的力量 转给我了 姜老爷子一笑 我要跟一些老伙计团员了 这些东西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临走之前 送给你 做个临别的礼物 我虽然看出来了 可听他亲口一说 心里还是一阵锐痛 您先等我 我去找 我站起来 可那只手没松开 他微微一笑 多陪我待一会儿 我不由自主就蹲下了 他的手 搁在了我的背上 像是最寻常不过的 长辈和晚辈 他嘶哑的嗓子 轻轻也哼起了一首歌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问君子 去己时还 来时莫徘徊 我镇住了 跟家神消失的时候 哼得一模一样 这是小时候 一个老头儿交给我的 姜老爷子缓缓说道 可惜 再也见不到那个老头了 我刚要抬头 姜老爷子的头 就靠在了 我肩膀上 他闭上了眼睛 可嘴角 还带着笑 笑得心满意足 如释重负 我的眼眶猛然就酸了 呸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老不死的 现在一撒手死了 他还是风水浆的家主呢 做的是什么 吃里排外的事 姜年 姜年拾起了一片破瓦 奔着我们就砸了过来 破风声才起 我一只手就接住了 抬眼冷冷盯着他 你说谁呢 姜年接触到了我的视线 浑身一颤 他本来也是个 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虽然也谨慎 可这个时候 家里出现这么大的变故 他岁数搁在这 能有几分沉的筑气 直到这一瞬 他脸色才死白死白地 说不出话来了 但他还是哽着脖子说道 这老头 死了 也进不了我们姜家的祖坟 我对他一笑 你说了 不算 姜年眼神彻底凝住 还想说话 早被剩下几个姜家人给拉住了 其中一个姜家人 以前 姜年好像管他叫二叔 对着 我就拜了下来 参见家主 姜年一愣 你 你说什么 那个二叔大声说道 您的身世 我们刚才都听见了 以后 咱们姜家 跟燕圣就是一家子人了 家主您 我没回话 背着姜老爷子就出去了 身后一片喧闹 可我没回头 我要送他 去西岳山那一大片姓树林子下面 才出了门 就看见一大群人 奔着大宅冲了过来 程兴和跑在最前面 舌头都搭来了出来 好像夏天的狗 而他盯着我 连呼吱带喘 你 我没事 白货香他们也跟来了 对着我左看右看 程兴和果然跑回去 搬救兵了 而老四看着这个废墟一样的大宅 叹为观止 这 这是出什么事了 你做的 我笑了笑 还没吭声 玛丽亚姐就靠了过来 肯定是出大事了 是不是 我们都看见了 远远就见到 一道霹雳下来 还以为你给 齐骏赶紧推开 玛丽亚姐的脑袋 您可别乌鸦嘴 我怎么乌鸦嘴了 玛丽亚姐不服气地说道 我都问了 附近好些灵雾 也都亲眼看见了 那一声霹雳下去 这个宅子里面 出来了一个东西 哎呀 可霸道得很 不像是反物 我一愣 立马问道 是个什么东西 第1653章 金盘玉印 是一道极大的黑气 玛丽亚姐立刻说道 冲天 哎呀 有几个眼神好的 好像有脚 有爪 是不是 像是一条黑龙 玛丽亚姐立刻点头 哎 你怎么知道 所以嘛 我们还说呢 你不是什么真龙转世吗 别试着地方转完了 该往上都转去了 别的先不说 咱们之间 那事还没妥呢 你要转我不拦着 先把承诺兑现了再说 齐俊波拉开了 玛丽亚姐 看着我有些担心 里面谁死了 我回头盯着那个房子 来的时候 那个房子滑贵森严 可现在成了一个废墟 有些人 再也不会出来了 很多 很多是谁 程兴河终于闯够了 把舌头缩了回去 将真龙呢 不知道 凤凰会在火里涅槃重生 乾隆在渊 成雷而行 我说不好 抬起头 天上一抹很怪的云彩 啊 那是七彩祥云 玛丽亚姐立刻说道 也不知道是谁 要踩在上面来娶我 一边说着 一边瞄我 天逐渐亮起来了 戴青裹挟着电缆 非常美丽 而在晨曦之中 出现了一抹异样的色彩 像是被揉碎了的彩虹 雅巴兰也看见了 还真是七彩祥云 说着 逃出手机就要拍 不 那不是七彩祥云 这些颜色 是凶罩 这些颜色 跟真正的七彩祥云 是逆反的 这是天门打开 邪神现世 天下大乱 在旧时代 是大灾前兆 我常常出了一口气 背着江老爷子就要走 可被一只手拉住了 白货香 他盯着我 猫一样的眼神 有些复杂 我没事 九尾狐的尾巴 帮我修复了很多伤口 可他摇摇头 我知道 可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那个东西 跟你越交融 你的心魂 被影响的也就越大 是啊 是杀 是血 冷血无情 一些七情六欲 在增飞快的增长 或者消退 你答应我 白货香盯着我 眼睛里只印出了我的影子 记住你自己是谁 他的声音 第一次有了央球 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你上哪儿 一转身 白货香就追了上来 西月山 白货香没明白 看向了程兴河他们 他们还没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程兴河立刻也跑过来了 不是 江家人呢 天师府的呢 还有 我那个杀千刀的小舅呢 这倒是不重要 老四绷不住了 指着我背上的江老爷子 这是怎么回事 有的死了 有的跑了 我回头看向了齐俊 帮我个忙 齐俊眨了眨眼 什么 给我背个好棺材 齐俊一愣 但见到了我 背上的江老爷子 还是点了点头 有沉香金丝潭 剩下的 我帮你办 辛苦 我指着程兴河 跟他要钱 程兴河脸一白 还要说话 可视线落在了我身后 眼神猛然警惕了起来 一把就将凤凰毛 给抽出来了 我顺着他的视线 看了过去 就看到了远处 站满了图神使者 我冷冷地看了过去 可那些图神使者 没有一个靠近的 相反 倒是往后退了好几步 程兴河一愣 看向了我 我奔着想去的地方 就走了过去 目不歇视 哪怕有人挡着 就照着江老爷子的话 谁也拦不住我 第一缕阳光 冲着我打了下来 天朗气轻 程兴河他们 虽然莫名其妙 可也只好跟着我 就到了西岳山 再也没谁对我出手 果然 这地方有很大一片型树林子 后面豁然开朗 是一块圆满的盆地 山水环绕 盆地中间 有一座封碑一样的毒石封 最后面另有一大片 不知道多少年的松树林 和一个缓缓起伏的小山丘 青山绿水 虽然没有那种 繁花似锦烈火烹牛 但是鸟语花香 让人心旷神疑 显然 这是江家最开始的祖坟 有一个燕圣门里的 看清楚了 不又说道 这地方不错呀 前有金盘玉印 后有两散遮阴 按理说 出文贵 文贵 程兴河嗤之以鼻 文贵还不是 在人家手底下办事 可比那个真龙出海差太远了 难怪江真龙处心积虑 要从这里搬出去 是啊 后来江家又寻找到了 凤凰爆弹和真龙出海 说着 程兴河抱着胳膊 不过 肯定还是要以 这块最初的祖坟为基础 所以成了权贵 看来 江家以前就是官迷 雅巴兰想起来了 江仲理以前是国师是不是 我却有些意外 这地方 不是金盘玉印文贵地 这是风水先生地 整个盆地宛如一个硕大的罗盘 毒石风也不是御印 而是罗盘的指针 而松树和巨石 则是风水先生 随身携带的雨伞和包裹 住在这里 子孙后代端着罗盘 背着包裹出门 世世代代 都是风水先生 这是风水大师 杨君松传下来的任学法理 很出名的一种 我冷不丁就想起了 江老爷子那句话 虽有迷途 莫忘来路 江家本职是看风水的 以后 也只会看风水 我背着江老爷子 来到了盆地中间 还有之前祖坟的遗迹 甚至是还有几个 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被牵走的孤坟 上面长满了花木 绿草如荫 一片坦荡 竟然一派怡然自得 我亲自给江老爷子 选了位置 起了穴 不长时间 齐骏把丧礼上用的东西 都给送过来了 我给江老爷子 披麻带笑 扛翻摔盆 老四一看 我这个举动 一下急了眼 一把抓住了我 你疯了 你是咱们艳圣的人 给江家来得着吗 我回头看着老四 这是我分内的事情 老四暴跳如雷 可被师父给拉住了 咱们艳圣 只听门主的 对也听 错也听 你要是犯了门规 那罚也是罚你 老四虽然不服 可到底遵守艳圣的规矩 只好愤然蹲在了后面 嘀嘀咕咕 丧礼虽然一切从简 甚至冷冷清清 可不该亏待的礼数 我绝不亏待 我来送江老爷子 最后一程 承兴和他们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没一个拦着我的 都主动给我帮起了忙来 不管是兽医的五领三腰 还是镇魂关的三长两短 我都是轻力轻微 一概没含糊 直到那块沉重的沉香金丝潭 永远盖住了江老爷子的脸 一切照着规矩办完了 江老爷子终于入土为安 他给江家操心劳力一辈子 可最后 送他的 竟然只有这个一面之缘的我 压上了最后一泡土 我隐隐约约 听见了后面一阵叹气的声音 回过了头 后头却并没有人 要来也只有一个人会来 江瘸子 到了现在 他算是把一切想干的全干完了 是啊 他后悔吗 拍了拍身上的土 刚要动身 忽然看见老四站在松树后面 不知道在抠什么 看清楚了 抠了一大袋子茯苓 这地方的茯苓 长得很好 师父背着手过去 四宗家不是不爱吃茯苓吗 我是不爱吃 有人爱吃 老四的手一僵 难难地说道 不由自主就抠下来了 说着 回头看我 你爱不爱吃茯苓膏 我一愣 摇摇头 我不喜欢茯苓的味道 那就怪了 老四皱起了眉头 老二以前 最喜欢的就是茯苓膏了 还血脉相承 你怎么不爱吃 师父一笑 话不能这么说 你跟二宗家 更是一脉相承 不也是不爱吃吗 茯苓 这句话 却像是打在脑海里的一道雷 程兴和看出我表情不对 七星 你怎么了 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第1654章 金蝉脱鞘 程兴和莫名其妙 不是 你这一惊一乍的 又得到了什么灵感了 关于茯苓的灵感 老四抬起头 眼里有了希望 你是说 你现在发现自己 还是爱吃茯苓 那就没错呀 老二一天不吃 他就馋得难受 你肯定是老二的种 虽然说 他皱起了眉头 长得也没那么太像吧 但他立马宽容地说道 儿子像妈也很正常 行不似 神似 也是一样 这倒是 师父也跟着点头 验圣门的 个个都说 我跟老二相似 可跟银河大院里的胡老太太说的一样 我和老二 相似的地方 只在于气质神态 一举一动 模样 并不相似 那就对了 我遮过了身子 奔着后面就跑了过去 程兴和莉马追了过来 七星 你受什么刺激了 正汽水 我摁住他 你放血 有的时候人气血上涌 鬼迷心窍 乃至发疯 放放血人就清醒过来了 白货香也追 你能摁住再说 程兴和凤凰毛一出手就犯了难 回头瞅着白货香 我还真摁不住 他 他是七星啊 老齐 开车 老齐开来了个运棺材的大车 他一愣 哪 商店街 他没多问 一手拧起钥匙 一脚踏出油门 之前一直躲在了真龙雪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现如今一头撞出来 再也没有拦着我的了 天师傅可能是想拦着 可被九尾狐异动的事情 给牵绊住了 图神使者这边 貌似也接到了其他的命令 暂时没把我群起而攻之 这个时候 我才反应过来 看了老齐一眼 路上小心 有事 你就先跑 只要跟我在一起 就可能被我连累 老齐冷笑 在下看 哪个傻逼 敢撞咱手底下 我一下笑了 他的铺子 不光卖东西 也经营各种消息 这里头的事 他不会不知道 可他就是敢 有这些朋友 也值了 鸡鸡鸡鸡 这个时候 老齐的车上 发出了一阵响声 上了后座的程星河问道 老齐 你搞副业弄养殖就算了 鸡棚搭车里 那不是鸡 老齐纠正 是鸡精 太太乐的 滚 是野鸡灵物化成人形 跟个大款搞上了 被大款老婆发现 找了个打虎客 那野鸡灵物能力有限 往生奈何 他临死的时候 就惦记这些鸡崽子 没人管 鸡崽子就死绝了 程星河叹了口气 归根结底 还是搞养殖 都是命数 老齐一打方向转了个弯 在下遇上麻烦的时候 也有灵物帮过在下 而且 老齐的声音 竟然意外地温柔了下来 在下发现 这些无父无母的孤儿 对你永远一心一意 再冷漠的人 也总会有感情的 我心里一动 是啊 哪怕不是轻生的 把无父无母的孤儿养大 总归有感情 到了商店街 车在门口停下 鼓完店老板正在外头包花生 刚鼓足了腮帮子 要把花生衣子吹出去 一抬眼就看见了这个车 拉棺材的车 他脸色一变 妈爷 这谁死了 你家老头 程星河先从后头跳下来 不是 您能少乌鸦嘴一句吗 商店街上阳光明媚 跟前一阵子 绸云惨雾的样子不太一样 稀稀拉拉的 也有顾客了 街上有版面的香气 有音响放着左边 跟我一起画条龙 还有老妹儿你回来 得了尖算给解开个章的还架声 恍然 跟我刚入行那天差不多 似乎一切都没改变 可一切全都不一样了 我进了屋 老头跟往常一样 靠在了贵妃榻上 一手照样撸小白脚 收音机里也照样响着 雷起七星灶 同湖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 全凭嘴一掌 他嘴上 还是沾着点零食渣子 见到人来了 猛擦 三舅老爷 老头儿撩起眼皮 叼得一 还胡传奎呢 雅巴兰他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么着急 就是回商店街 程兴和却像是第一个 看出点什么来了 忽然转过脸 哎 你们吃板面吗 加豆皮 加茶鸡蛋 我请 雅巴兰十分激动 释出反常必为妖 铁公鸡主动拔毛 这么多废话呢 你那晚没了 那不行 我还得加个烤肠 加这么多 你吃麻辣半算了 师傅也犯难 哎呀 这东西票令太高 我怕痛风 师傅您闻闻味不至于的 那不行 给我来个双份茶鸡蛋的 不能扫兴 一行人风风火火 被程兴和带走了 纸白货香回头看了我一眼 他也知道 程兴和是想着 让我和老头 单独说几句话 小白脚抬起头 对我咪得叫唤了一声 我搬了个凳子 坐在了老头身边 给您报个信 我把之前发生的事情 从头到尾 事无巨细 都跟他说了一遍 老头表面上没动声色 可一只手握紧了又松开 脑门上开始有汗 到了最后 还是一声不吭 可他的身体 在微微地抖 岁数大了 很多事情 是遮掩不住的 跟贫穷和咳嗽一样 您不发表点什么看法 罚 老头撩起眼皮 临终见烟 罚款三千 放火烧山 老底坐穿 我一乐 就这 老头很肯定 星星之火 可以禁锁 我打断了他的话 你的仇 照着你的心思 报完了 老头忽然不吭声了 但他马上又要扯点别的 我接着说道 两宗家 你不要装了 我都知道了 老头的身体 猛然崩了一下 你 你说什么 他掏了掏耳朵 我耳朵里毛多 听不清 我一只手 就把他胡子上的渣子 拿下来了 茯林糕 是不是 老头身子一挪 像是要噎什么 早被我拿出来了 是一大袋子茯林糕 让老头吃的 就剩下一点底子了 老头健壮 立刻跟我抢 吃个糕你 也跟我抢 我犯法了 你是没犯法 我吸了口气 要不是江夫人那一句话 好些事情 对我来说 是不是 就是一辈子的未解之谜了 老头还是一副 什么都没听明白的样子 要把那个袋子给抢回来 你给我 我妈第一次来我看我的时候 留下过一句话 我盯着她 你不知道 我真正的三舅老爷 不吃茯林糕 对这东西过敏 老头马上就要 够到了袋子的手 冷不丁就僵住了 我把袋子还给了她 当时 我没往心里去 我妈第一次来找我 是古安店老板接袋的 我当时不在家 她裹得很严实 生怕别人看出她是谁 她没说别的 只看见桌子上 有一盒茯林糕 她对古安店老板叮嘱 说老头现在老年痴呆 什么都忘了 但千万别给老头吃这个 她一辈子不吃 过敏 本来 这只是 一句稀松平常的话 可因为那是我妈第一次露面 所以我从古安店老板 那听来之后 一个字都没忘过 而我从来不吃这种 药膳一类的东西 我从小体弱多病 吃药吃怕了 所以 只要一根药字沾边 我碰都不要碰 老头平常吃什么 挂着药味的 我也一样闻 都不要闻 根本不理会什么 茯林人参 直到今天 老四那一句话 我就全明白了 艳圣门老二 一辈子最喜欢的 就是茯林糕 每天不断 可老头抱 紧了茯林糕的袋子 南南就是一句 吃糕不犯法 不犯法 你的意思是说 光凭这个口味 我下这种判断 是无凭无据 我一笑 猜也猜出来 那天再度复经 发生什么事了 你用宗家法门 金蝉脱鞘 跟我真正的三舅老爷 换了蛆窍 是不是 第1655章 养育之恩 金蝉脱鞘 也是艳圣宗家 才会的法门 我虽然不会 但是再熟悉不过了 跟同气连之一样 几乎是个外挂一样的存在 就是这几个法门 让艳圣延续了这么多年 都一直被人畏惧 长盛不衰 很多人说 艳圣门人不是人 同气连之 是能把其他人的刑器 吸到了自己身上 金蝉脱鞘 是把自己的魂魄 替换到了别人的屈窍里 老头手一颤 那个弗铃膏的袋子 跌在了地上 里面的渣子 跟雪花一样 散了满地 小白脚从老头膝盖上 跳了下来 小舌头一点一点 在地板上舔势 意思像是在说 这么好的东西 别遭见了 老头心里的秘密 跟那些弗铃膏的渣子一样 全都抖落出来了 我盯着老头 您知道 很多人都说 我是艳圣门宗家的血脉 也就是 因为这个 我才成了今天的这个门主 第一个理由 是我身上 有非艳圣门宗家 不可的几个法门 比如欲之梦 和同气连之 这些法门 算是与生俱来的 如果没有宗家的血缘 就绝不可能会 我正巧 似乎天生就会几种 对艳圣门来说 我是老二的儿子 简直天经地义 无庸置疑 连艳血认清都不必要 可到了后来 师父把宗家的手册给我 我却一个新的都学不会 现在想来 如果 是有一位宗家 用移花接木的方式 把那几个 只有宗家才会的法门 转到了我身上呢 没人能从这个方面想 大家默认 老二已经没了 哪怕有 也没机会跟我有交集 更何况 他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法门 移花接木 到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人身上 第二个理由 是说 我跟艳圣老二的神态 举止 习惯 极为相似 好些艳圣门的人 光凭着这个 就认定这是遗传 我铁定是老二的儿子 可还有另一个可能呢 比如说 我是两宗家 亲自养大的 能不像吗 我盯着他 微微一笑 您装得一手好吃呆啊 老头张了张嘴 忽然叹了口气 他的神色 疏然就跟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老麦昏尘 一副神志不清的样子 可现在 他那双虽然也有几分浑浊的眼睛 金光四射 不像是个老人了 像是年富力强 比逆天下的直权者 跟江天一样 如果 他还是在自己的身体里 也许 他比江天还要出色 我忽然十分神往 那会是个什么人 是个从头到尾 都只活在传说之中的人 他是小四相会的小景 迎合大院胡姑娘的梦中情人 艳圣门叱咤风云的门主 天底下 似乎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 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只活在了传说之中的人 竟然跟我一直朝夕相处这么多年 我忽然有些想笑 他以前总跟我说 许多地方的各种奇闻一事 许多姑娘 含情默默的眼神 我从来没信过 今天才知道 他一直没骗过我 我盯着他 从头到尾 你给艳圣做的可太多了 一开始 从艳圣出来 他四面八方去找四项局的线索 接着 亲自去找地图上的实质位置 最后 甚至混进了那个十二天阶后代的圈子里 就为了打探出一切有用的线索 跟江瘸子也有过牵扯 甚至能从江瘸子那 取得了竞争龙穴的钥匙 他几乎是一个超人 传说之中的他 简直是个神 一切人办不到的事情 他办得到 一点都不虚 可想而知 他当时跟三舅老爷在杜夫经里 是个什么状态 当时他已经被江天算计 被江老爷子为首的四项会围追堵截 抢走了钥匙 几乎到了穷途末路 哪怕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可他还是能跟首席黑先生 整个上下高低 两个人一起沉入到了杜夫经 他不会水 可他仍然能跟黑先生对抗 杜夫经里的金怪说过 两个人纠缠在了一起的时候 忽然老二不动了 而三舅老爷 露出了一个十分迷惘的表情 估摸着 就是那个时候换的吧 这件事 他给我讲过 我接着问到 我真正的三舅老爷 在哪呢 他苦笑了一下 你不记得了 我怎么不记得 我常常出了一口气 一个人上来 另一个人淹死了 门主的身体 没法在水里存活 而金蝉脱鞘 只能用在活人身上 一方死了 就换不回来了 可想而知 他当时 亲手埋葬的是自己的身体 我盯着他 彻底明白了 我身上的经历 都不是正常的经历 是因为生我的人 养我的人 都不是一般的人 这一切 这才合情合理 应当应分 这是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等着让我自己 全部揭穿 他的眼睛里 终于有了几分犹豫 忽然问道 你 恨我吗 这句话 问得小心翼翼 像是瞬间 从那个叱咤 风云的门主 被打回到了糟老头子 要说恨 从何说起呢 没有你 就没有我 哪怕 你养育我 是有自己的目的 谁不是一样呢 所以我说 李北斗啊李北斗 永远的工具人 可老头露出了这么些年 都没露出过的交集 你个小王八宅子 你是真看不出人心 你去烫雷 你以为我愿意 你忘了 他因为岁数大了 身体老迈 一急起来 声音都卡了壳 咽在了嘴边 就是一阵壳 老眼昏花里 有泪 是壳出来的 还是急出来的 或者是 委屈出来的 我没忘 我抬起头看着他 诚挚地说道 你跟我说过的话 对我做过的事 我一件也没忘 我一直没忘记 我小时候发高烧 你给我擦身的时候 你的嚎啕大哭 我历历在目 我记得 你说过 不合阴阳群 不进风水门 不去洋水瓶 一直以来 你不是都不让我 跟思想局沾边吗 是因为 你知道 那是一个泥潭 谁靠近 都只能越陷越深 你想护着我 为了我能活下去 你甚至宁愿放弃 自己的计划 就跟老齐 养育那些基金的孩子一样 孩子对养育者来说 是最纯净的 看着我一天一天长大 他对我动了真感情 真的拿我当成了 自己的家人 可是 一切都是命 这一切 装装渐渐 哪一件不是事与愿违 你做事情 总有自己的理由 我坦诚地说道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老头不吭声了 他轰然对着贵妃踏躺下 抽出了一张报纸 盖在了自己的脸上 报纸上不孕不欲来 人爱的游默 慢慢被浸透了 小白脚重新跳到了 老头的膝盖上 脑袋拱着老头的肚子 似乎是在安慰他 一辈子 就这么过来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您的呢 我问道 你之后 是不是也进了真龙学 跟在了 我妈和江天他们后面 螳螂捕肠黄雀在后 谁都不知道 自己身后有谁 那肯定 又是另一个很长的故事 也涉及到了 我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个身份 对他来说 简直天作之和 我妈 正是我三舅老爷的外甥女 这件事情 确实是说来话长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在报纸下 醒了醒鼻涕 声音嗡嗡的 到了这个时候 我就把知道的都讲给你听听 是啊 还有很多事情 是我想知道的 这个四项局 从古至今 坑了多少人的一生 第1656章 金吕玉衣 老头终于把报纸 给拿下来了 缓缓说道 从哪里开始呢 啊 就从我从燕盛出来开始吧 既然你去过燕盛 总该知道 燕盛是个什么地方 我点了点头 老头出神地望着门口 外面的一片蓝天 那不是人呆的地方 我心里一沉 其实 可想而知 人人都说 燕盛的人凶狠暴力 冷血试杀 名声简直坏透了 可世上 没有天生的恶人 哪个人的因缘忌讳 都有因果 燕盛不狠 就没法立足 更何况 自从跟着天师府 和警朝合作 一起修四项局开始 又背上了 被人冤枉改剧的黑锅 跟天师府反目成仇 几乎被灭门 在藏里躲了很多年 除来做生意 也是东躲高原地 他们延续下去 就一个目的 洗刷冤屈 夺回自己该有的补偿 都说挨兵必胜 在这种压力下 燕盛的后人 不得不发奋图强 他们身上的担子 几乎压的人喘不过气 可偏偏一代一代都没成功 所以担子 一代比一代沉重 我现在还记得 现任几个宗家的亲爹 为了训练老四 活活把老四丢进了骨盆里 几乎把他吓死 也许 老二不出现 救下了弟弟 他就真的死在了 那个骨盆里了 这法子确实残忍 可照着燕盛的门规来说 弱者就不配活着 你弱 就要跟乌龟一样 永远背着那口黑锅 永世不得翻身 那件事情之后 我时时想起来 我四弟的那个哭脸 他才八岁 山外面 八岁的孩子 还在要讨糖葫芦 跟其他小孩放鞭炮 自己摔哭了 也是有人哄的 可为什么 我们艳圣的孩子不行 老头缓缓说道 能解决 我就要亲自解决 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你知道 我天生比一般人强一些 既然我有这个能力 倒是不求别的 只求事情 能在我手上解决 不想我的后人 还继续过这种日子 二宗家本来就天赋异禀 加上这个信念 果然在成人之后 就成了艳圣 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人才之一 他住的房顶上 甚至长出了 代表贵人的金马松 所有艳圣门人 都有了希望 有这个门主在 艳圣的这些哲辱苦难 总算有看见希望的一天 他不想其他人 背负这个担子 就自己扛上了 于是 他开始寻找 四项局的线索 拼尽全力 想要找出 当年改局的真相 洗刷艳圣 这么多年的冤屈 为了这件事情 无所不用其极 各种手段 不用细说 牺牲哥把其他人的后代 也没什么 毕竟 这世界就是要弱肉强食 他以艳圣残粉的地图 加上了预知梦的本事 很快就找到了全部的地图 不过 虽然他有外挂一样的预知梦 也只是能知道一些片面的未来 而不是能随意改变未来 甚至 有些未来昭示在他面前 简直就是 要为了推动那个结果一样 根本无法改变 我也会预知梦 当然没有老二那么厉害 但我也深刻明白 哪怕未卜先知 也会无能为力 好像百度门里成了灾一样 老二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杜复金 也就是玄武局所在的位置 只要得到了玄武局的地理位置 那他就可以测算出 真龙学的所在了 但是当时有个难题 哪怕他知道了真龙学的所在 可真龙学是什么地方 哪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进去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通过预知梦 见到了某年某月 江瘸子会带着一个 跟四项局有关的东西 经过这里 不用问 江瘸子也是通过玄武局 来确认真龙学位置的 老二固然年轻 可他靠着宗家的那些法门 还是轻而易举地 抢到了那个东西 通过预知梦 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那个钥匙被放在了什么位置 江瘸子猝不及防丢了钥匙 自然不甘心 可老二已经把钥匙抢走 奔着真龙学去了 结果他到了真龙学附近 就遇上了两个力量的夹击 一个是被江天命名集结来的四项会 一个是黑先生 那件事的结果 我早就知道了 随败犹容 老二提到了杜复金 赫然也是神采飞扬 马连生是黑先生里最好的风水先生 没有人不怕他 可我还是能从他手底下赢 一辈子值得夸耀的事情不多 这算一件 我听到了这里 心里则十分复杂 真正的三舅老爷马连生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如果 那件事情上 门主的金蝉脱鞘没有成功 活下来的是 真正的三舅老爷 这个故事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谁也不知道 像是蝴蝶笑影 老头拿着我当自己人惯了 但是说到了这里 猛然想起来 那个才是我的血缘亲人 脸色也瞬间古怪了下来 我连忙装出了满不在乎的表情 请他继续往下讲 他这才尽快转过了话头 这以后 你觉得 我要干的第一件事 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报仇 找那个把他行踪泄露出来 害得他 被四相会和黑先生围追堵截的幕后黑手报仇 要不是那个通风报信的人 他也许已经赢了 因为这个身体 是黑先生首席风水师马连生的 所以打探消息实在太容易了 他很快就知道了 泄露秘密的人是谁 小四相会的江天 他之前就认识江天 知道江天是个有野心的 只是没想到 他的野心竟然这么大 他立刻跟上了江天 江天非常激进 但他要杀江天 跟碾死蚂蚁 也没什么区别 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他打算进了真龙学之后再动手 让江天当个明白鬼 知道验圣人都是什么人 可等到跟着江天进了真龙学 他看到了李淑云这才恍然大悟 江天的野心 竟然比他想得还大 他要当真龙的生佛 绝不可能 他一路尾随到了九龙台关附近 是想着查探清楚改局的真相 可这件事比他想得困难 江天下手很快 根本就没留给他多少时间 就在江天要打开九龙台关 忽然也有了个念头 真龙转世 如果真龙转世 是自己养大的呢 那改局的事情 不就更容易被查出来了 为了改局的事情 验圣拼上了几百年 多几百年 倒是也没什么 于是 他尾随到了龙关附近 趁着龙关一动 也看清楚了棺材里的东西 说到了这里 他忽然抬起手 摸了一下脸 我看得出来 他眼神里 都遮掩不住的经步 我立马问道 龙关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东西 能让他这种人 隔了二十来年 还能经不成这样 果然 他放下手 努力平息了自己的呼吸 那是个 怪物 我从来没见过 那么可怕的东西 硬要形容 龙关之中 确实是个人形 可也仅限于是个人形 棺材外表是十分滑美 壳里面 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 简直跟千百年的老树根一样 求绕错节 把那个人死死缠住 那些奇形怪状的东西 有灵有肘 可看不出是什么 唯独能看出 那个人体的轮廓 被怪物几乎全部包裹住 保持着一副挣扎的样子 似乎是被活埋进去的 只能从怪物的缝隙之中 看到一丝一缕的金光 像是穿着一件金驴玉衣 那个年代 金驴玉衣 不是谁都能穿的 我心里猛然一沉 活埋 老头儿吸了口气 下一瞬 龙关里那个怪物动了 我一愣 隔了几百年 还能动 那东西挣扎了出来 更可怕的是 那个活埋的人的轮廓 像是坐起来了 金驴玉衣里露出了一个东西 匪夷所思的东西 第1657章 借负投胎 听到了这里 我几乎平住了呼吸 老头儿吸了口气 那是一只手 一只 风润的 简直跟活人一样的手 那个人 是活的 可很快 那只手就惊动了 缠绕着他的那些树根一样的怪物 只一瞬 那些禁锢他的怪物 重新动了起来 要继续把它缠住 甚至 吞噬 江天却抽出了一个东西 将那些东西 一下削开 那像是某种神器 因为当时太过震惊 老二也没确定 是从外面带进来的 还是在真龙学就地拿的 而那一下破风生过 树根一样的怪东西 瞬间被劈开 里面露出了一件 前所未见 华丽至极的金驴御衣 不知道是多少金丝银线 秀出来的 时隔这么多年 在微光之下 光滑炼焰 上面隐隐 有龙 和金戈铁马的精致纹样 随着光线变化 简直像是在奔腾跳跃一样 那是一国之君 才能穿的东西 那个身体缓缓动了一下 他当时就愣住了 那个东西 确实不是人 可哪怕是他 甚至也认不出 到底是什么 绝对不是普通的行尸 那东西有神器 可也不是神灵 更像是四处不沾的怪物 江天带着江夫人 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只看到 那些枝条一样的怪东西 奔着穿着金驴御衣的人形 缠绕了过去 像是根本死不了 要把金驴衣重新埋没 而江天又是一甩手 忽然一道精气出现了 接下来他感觉到了 一股子极其强大的力量 几乎把猝不及防的他 也掀翻 与此同时 这地方一片大乱 那些枝条似的的东西 猛然从九龙台关里 延伸了出来 像是要把一切全卷进去 不光是棺材里的枝条 整个真龙穴 都猛然渗出了许多 他们都没见过的邪物 见人就吞噬 就是因为那些东西 很多正在真龙穴里 对各种宝物探为观止的先生 全被席卷了进去 这一切 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瞬息发生的 老头目睹一切 眼看着江天 要把江夫人给带走的时候 一下打碎了照亮的琉璃灯 在一片漆黑里 趁着真龙穴大乱 他抓住了江夫人 江天察觉出来 自然也要把江夫人给抢回去 可已经来不及了 这里的怪物跟长巢一样 哪怕是老头自己 也仅仅能带江夫人勉强逃生 再多一个伙伴 或者再晚一步 也没有如今这个故事了 老头从里面逃出来了之后 真龙穴全部坍塌 喘云了气 他才发现江夫人身上有血迹 他腹部的衣服出现了划痕 看上去 像是某种锋锐的碎片写了进去 老头当时觉得 他肯定是在刚才受了伤 因为怕他出事 所以老头掀开伤口的位置 检查了一下 但没想到 江夫人的腹部 虽然残留着血污 却竟然一丝伤痕都没有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像是什么东西 穿透衣服进入腹中 划出了血 可伤口却迅速愈合了一样 老头自己是会忘记的 仔细一看 就看出来了 刚才九龙台关里出现的精气 竟然像是留在了江夫人身上 这一瞬 他就明白了 江天做这一切的野心 而这个时候 他通过预知梦 得知这地方 会有很可怕的人出现 立刻把江夫人带走了 躲在了安全的地方 他看到 图神使者出现 堵住了其老爷子 像是在跟他商量什么事 当然 老头就算好奇 也没法过去偷听 为了自保 就把江夫人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江夫人醒来 发现了身上有血迹 脸色忽然就变了 老头就试探着问他怎么了 江夫人回过神来 忽然抱住他 嚎啕大哭 三舅 我以后可怎么活呀 他知道 这个身体的原主人马连生 是凤凰景的亲生舅舅 他就好言好语地哄着江夫人 问他出什么事了 不管有什么 他给扛着 江夫人从小就不是一般的女人 要刚毅端庄许多 他拳头握紧又松开 才告诉老头 他怕是出事了 原来 真龙学里 江夫人在失去意识的时候 仍是个半梦半醒的状态 在那个时候 他似乎见到了一个年轻男人 那个男人十分英俊 气势射人 穿着一身明黄色的华贵衣服 光芒四射 简直让人不可逼世 哪个女人见到了那个模样 都会愣上一瞬 江夫人也不例外 而这个男人 模样虽然华贵 声音却十分温和 夫人 暂时借用一下你的身体 以后 我会报答你的 接着 那个男人就抱住了他 这一瞬 他掘出腹部一阵锐痛 抬起头 见到那个男人 额脚上有一块伤疤 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当然了 老头知道 说是借用身体 其实是借用江夫人的凤凰命 投胎到他身上 不设其他 没有江夫人 他绝对没法从真龙学里出去 可江夫人不知道 他把这四个字误会 成了其他的意思 对女人来说 这是奇耻大辱 他认定 自己被坏了清白 还是在跟未婚夫 一起出去的时候发生的 他根本没法忍受 这种痛苦摧残 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老头自然是好言安慰 可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老头怎么可能让他自杀 索性就告诉他 你这命像 要有孩子了 你死了 一失两命 马连生是黑先生的 头号风水师 他的话绝对无庸置疑 他当时就愣住了 先是高兴 可后来又疑心了起来 这孩子是谁的呢 这件事 让他更痛苦了 如果是未婚夫的 他会为了孩子活下去 可要是那个 讹角有疤的男人 他几乎要把牙咬碎 难怪 我想起来 他看我的眼神 只有恨 他觉得 我就是个孽种 他说 看见我 就想起来了那张脸 让他恶心 老头说到了这里 看了我一眼 犹豫了一下 你 怪不怪我 怪他没把真相说清楚 让我妈一直恨我 恨到了死 当然不可能感谢 不过我完全明白 他这么做的理由 他自己 也想要这个 真龙转世的孩子 有了这个孩子 他就能知道 改局的真相 这一切努力 甚至搭上了 自己的人生 由风华正茂 变成了老头 也值得了 哪个人 没有自己的目的 老头莫然 倒是笑了 不愧是我养大的 你这个脑子 还是随我 跟我猜的一样 老头当机立断 立刻顺水推舟 说这种事 谁也不能确定 你只能生下来再说 不过你放心 你爹妈都不在 天塌了 三就给你挡着 江夫人自然知道 老头的本事 攥住了老头的手 声嘶力竭 就要老头给他报仇 一定要杀了 那个穿黄袍的 他毁了他一辈子的幸福 老头满口答应 江夫人就躲在了 老头这儿 梅一也是这个时候 见到了他 还想把个花盆 推他头上 搞个恶作剧 当时他也见到了 那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也许 是那个寄宿在江夫人身上 紧朝国君的魂破出来 保护了自己 暂时栖身的地方 梅一不说 谁也不知道具体内情了 可江天一直没有放弃 他虽然一时 没找到江夫人 可心里还是放不下 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棋 怎么可能就这么撒手 江天到底是江天 拼尽了一切 还是找到了江夫人的踪迹 而他知道 江夫人有孕的时候 别提多高兴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计划 成功了 真龙 进到了他未婚妻的身体里来了 江天立刻找到江夫人 要跟他结婚 给肚子里的孩子负责 江夫人看未婚夫 这么信任自己 又是高兴又是难受 高兴的是 江天一丝也没怀疑他 难受的是 他不知道 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 他这就来找老头 给他出个主意 第1658章 龙弃北斗 老头也知道 江天不会这么善罢甘休 真要是闹大了 江夫人知道了内情 就不好掌控了 他也看出来了 江夫人恐怕对江天 还是有感情的 两个人重归于好的几率 实在太大了 江夫人唯一忧心的 也就是那个孩子的生父 到底是谁 老头就跟他说 别让那个错误 惩罚自己一辈子 尽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别把幸福断送在一场意外之中 剩下的 只管交给三舅来做 江夫人心里也就有了底 就这样 他跟江天成了婚 很多人见到 龙器归于江家 代产这几个月 对江夫人来说 是十分煎熬的 而代产的时候 他也知道 肚子里是双生子 终于 到了陈年陈月 陈日陈时那一天 他把老头叫去了 孩子降生的时候 北斗心大量 因为有这个担心 他坚持要亲老头进产房 老头名义上是黑先生 实际上是艳圣二当家 迷人魂魄的方法 简直太多了 他能轻轻松松洗干净 产房人的记忆 让那些人浑然不觉 孩子一出生 老头就知道 这事不大对劲 这两个孩子同时出生 也都是四尘龙命 这倒是没什么 同一个时间段 出生的孩子太多了 哪怕有四尘龙命 也未必是真龙转世 可怪就怪在 两个孩子身上 都有龙气 而且 这两个孩子出生之后 都没哭 两双眼睛 互相默示地看着对方 那眼神全不是婴儿该有的 说是兄弟 简直像是前世的仇人 真龙 只有一条 老头当时就犯了难 这两个孩子的龙气 都极为茂盛 不分宣治 他仔细一看 倒是看出来 其中一个 额头是有个伤疤 跟江夫人说的一模一样 可单凭着这个 还不够 他不能出一丝的错 而能留给他的时间 是极短的 他是想法设法 在江夫人的帮助下 混进产房的 外面一大家子 将家人守在门口呢 随时会进来 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分辨个万无一失 他正一筹莫展呢 忽然发现 江家有个奇怪的龙气 说是龙气 极为微弱 好比掺水啤酒一样淡 他这就发现 江家竟然有个鸡爪娇 这是世上最小的娇龙 只有手臂那么长 脚爪像是鸡爪 愣一看像是个蜥蜴 是西川跟江家 交好的家族送来 给江夫人滋补月子用的 他把两个心身分开放好 用验圣法 勾来了鸡爪娇 这鸡爪娇看着不大 却极为凶猛 能跟比自己大很多的动物搏斗 还有一个爱好 吃摊 对鸡爪娇来说 刚出生的小孩 那简直是无上的美味 果然 鸡爪娇一靠近 先是到了脸上完美的孩子身边 可瞬间就被吓退 往后倒了好几步 根本就不敢靠近 瞬间就跑到了 另一个孩子那去了 老头有些高兴 能让娇龙畏惧的 只有真龙 他正要把脸上 完美的孩子抱走的时候 一转脸 就愣住了 鸡爪娇 是到了另一个孩子 也就是头上 有疤的那个身边 可僵住不动 前找屈下 是个下跪的姿势 老头立刻靠近 再看清楚 更是大吃一惊 鸡爪娇保持住了 那个下跪的姿势 就不动了 阔嘴边露出几点滤汁 苦胆吓破 吓死了 而那个鹅脚有疤的孩子 对那个可怕的鸡爪娇 只抬了一下眼皮 那眼神 凌冽 高高在上 说一个刚出生 浑身皱巴巴的小孩 能露出高高在上的神情 谁也不信 可老头 是亲眼看见的 老头心里有了谱 他放下了脸上 完美的那个孩子 江夫人醒了 第一件事 就要要看看两个孩子 可心惊胆战起来这一看 他见到了老头儿怀里那个 当时就觉得如遭雷击 第一眼看见的孩子 额脚上就有个伤疤 跟穿明皇的那个人 位置形状 一模一样 他当时就要挣扎着 从铲床上下来 掐死这两个孩子 接着同归于尽 可老头儿拦住了他 给他看了另一个孩子 另一个孩子脸 是干干净净的 这个孩子 一下就把江夫人的母性 给激发出来了 江夫人把干干净净的孩子 抱过去 仔细一看 忽然就发现 这个干净的孩子 脑后有一个悬 那个悬在接近后井的位置 十分特殊 跟江天和几个江家人 一模一样 江夫人当时就愣住了 他是高兴的 这个干净的孩子 毋庸置疑 就是江家的孩子 他看着那个孩子 千喜欢万喜欢 进真龙学之前 虽然他跟江天 只是未婚夫妻 可也有了夫妻之时了 在他看来 这个孩子 就是上天给他的一个恩赐 他跟江天的孩子 只要有这个孩子 其他的一切 他全部放在心上了 不对 除了另一个 那个邪碎 他转脸看上了头上 有疤的那个孩子 要亲手掐死 可老头跟他摇头 说不用费这个力气了 这个头上有疤的命波 已经死了 说着 就把那个孩子 倒提在了他面前 他很有些不甘心 就这么死了 自己还没出那口恶气 那个孩子 简直是世上最恶心的污秽 不过 既然是污秽 虽然没法报仇 也不至于脏了手 他还要跟老头说话 外面就是一阵惊喜的欢呼 北斗星的光和龙气 都都落在咱们家房顶了 两重 老头立马把那个干净的孩子一打 哇的一声 就是一个响亮的啼哭 而他飞快地把头上有八的死鹰 藏在了自己的怀里 在江家人进门之前 溜出去了 他这一走 产房里那些工作人员的 迷魂术才解开 江家人进来一看 只有一个孩子也有些疑惑 不过江夫人说 也许是一个孩子太强壮 把另一个孱弱地吸收了 那个苦命的 只怕溶到了血水里去了 这种事也不稀奇 江家人也看出了干净孩子的龙气 高兴得简直不能用语言形容 哪还有余余去想别的 神龙终于落在了咱们江家了 不枉一片苦心 天佑咱们江家 江天就更别提了 自然是对江夫人极尽温柔 江夫人很高兴 沉浸在幸福之中 觉得老天终究对自己不薄 自然没去细问那个 被自己三舅抱走的孩子 后来是什么下场 管是土埋还是火葬 反正死了 更没想到 那个三舅本来就不再是三舅了 而头上有八的孩子 也根本没没死 是被三舅用了个障眼法 只为了骗过他 第1659章 蒙面虎称 老头说到了这里 嘿嘿一笑 看着我有几分心虚 他还是怕我恨他 因为他 我才没法跟母亲长大 可我却想 我有跟母亲一起长大的命吗 江夫人我见过了 他确实刚毅 但也十分执拗 自己认定了的事情 不管是谁 不管是什么目的 只怕都没法改变他的心意 坚持挖出我的真龙骨 就是一个例子 哪怕当初老头跟他说 我不是被玷污的产物 他会相信吗 不会 他只会认定老头是宽慰他 他只听自己的心 他根深蒂固 入骨地认定我是个要挟 既然不相信 那他生下我之后 心愿也不会改变 为了杜绝 让江天和自己受辱的可能性 他还是会把这个 鹅角有疤的孩子给解决掉 退一万步说 哪怕当时他留下了我的命 可以他跟江天的感情 和我这个跟警朝国君 一模一样的容貌 我也许 根本长不到成年 老头用障眼法 骗他我死了 才是救了我的命 我长长地出了口气 我想起了警朝国君的那一句 将来会报答你的 如果 我能跟他一起长大 我会把他看得跟自己的命 不 甚至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可惜 他没容许我报答 我让老头别有心理负担 还有件事 我一直不太明白 我既然头上有真龙骨 可我自己之后 怎么一直不知道 要不是在幻龙世家 机缘巧合被他们伤了额头 那个就伤疤 到现在也还没露出来 白霍香说 是被极其厉害的医生滋补的 那个法子极其高明 哪怕是他一个过头虎称 甚至江长寿 都没法做得那么好 老头眨了眨眼 这也是一件怪事 原来 老头把我抱回来之后 就预备着 要把我的额头给盖住 万一什么时候被江夫人发现 那就麻烦了 可很巧 抱着我出来的时候 他在大道中央 遇上了一个人 那个人打扮得很怪 头脸都掩盖着 像是诡异 又不像 身上也带着个虎称 却是个极小的虎称 挂在了脖子上 没见过这种戴法 更怪的是 连老头 也没看出那个人的真实身份 这让老头感觉毛骨悚然 如果是他都看不出来路的 那很大的概率 是他斗不过的 可以他的身份来说 他能斗不过的 寥寥无几 而那个人给他一种感觉 他就是在这里等着我们的 果然 那个脖子上挂着小虎称的人 却压着嗓子 问他是不是要找人帮忙 他愿意搭把手 诡异是有这个习俗 就跟我们吃阴阳饭的 会去寻找功德 来让自己升阶一样 诡异也会找病人看病 累积功德 帮特殊的人治疗 那得到的功德 就也会特殊 老头一寻色 自己正是要把我额头上的 就伤疤搞定 这不是睡觉挨枕头 正合适吗 他也就大着胆子 把我送过去了 他知道 对方是个厉害人物 以他的本事 大可以勉强 根本没必要虚与伪仪 果然 那个鬼一看清楚了 就笑了笑 终于回来了 而我当时在墙堡里 不哭不闹 反而对那个鬼一笑了 那个感觉 让人毛骨悚然 好像 那个人是我的老乡识一样 那个鬼一放下我 竟然对我拜了几拜 接着说道 为了护着你平安回来 在下迫不得已 老头这就看到 我竟然在墙堡里 安然点了点头 他大吃了一惊 这就是 真龙转世 而那个蒙着脸的鬼一叹了口气 就拿出了一个柳叶刀 又狠又准又稳 瞬间把我额头上的 就伤疤下的骨头踢了出来 老头当时就直眼了 可他觉出一种射人的压迫力 并没有上前阻拦 因为他看见 这个小婴儿受了这种伤 也是安之若素 一点哭闹的迹象都没有 他出了一手心的汗 而那个鬼一手速奇快 已经把小婴儿的额头伤口修补好了 简直 跟没受伤过一样 老头接过了我 手开始发抖 而那个鬼一淡然说道 这孩子伤了根基 抱回去之后 前七年会体弱多病 费心多照顾 说着 转身就要走 老头一愣 就拉住了他 为什么 鬼一没回头 答道 那是真龙骨 他现在这个情况 不能带着 会招来灾祸的 老头是什么人 立刻就明白了 踢出了那个东西之后 我的龙气 几乎瞬间就暗淡了下来 是怕 我被谁给盯上 于是他立刻问道 那之后 他体弱多病 我还能找你帮他吗 其他的鬼一 比起普通医生来说 就跟神一样 而这个鬼一 跟普通鬼一来比 也跟神一样 鬼一摇摇头 这些年 暂时不能让他 沾上我们这种人的气息 你放心 能活下去 是他的命数 不能活下去 也是他的命数 老头更是一愣 这种人 是什么人 可在一抬头 他只觉得手里一松 只灌过了一阵夜风 那个鬼一 消失了 老头脖梗上的汗毛 瞬间都竖起来了 在老头面前 以这种方式消失的 除非 已经不是人了 老头把我抱了回去 一开始 他对我还是戒备的 看时间长了 果然跟那个鬼一说的一样 我开始哭闹 随地拉尿 跟任何一个普通的小孩 都没有什么异常 他开始尽心尽力地养育我 对我好 准备着 我什么时候长成了 就可以帮他报仇了 他算是 把一辈子 都压在了我身上了 确实是拿着我当工具人的 可说到了这里 他忽然叹了口气 我千算万算 就是没算 人心都是肉长的 那一年我发烧 他是有心理准备的 我体弱多病 并不稀奇 可等到医生说了那句 准备装过衣服吧 他脑子里一下就空了 会死 去他娘的什么命数不命数 这孩子不能死 不只是因为 他是工具人 更重要的是 他是李北斗 他的李北斗 他当时嚎啕大哭 只为了一个原因 就好像江城是江夫人的 命根子一样 他在不知不觉的时候 也已经把我 当成了自己的命根子 他是付出了一切 他是肩负着 燕圣门的使命 可以想到我会因此而死 他第一次有了后悔 他只想让我 好好活着 他给我擦身之后 甚至跪地跟天球 祖师爷 要是能让这小子活下去 我宁愿 把报仇的事 往后撩 甚至 不报仇也行 那天 也许祖师爷真的听见 他那句话了 我真的好了 也是从那天开始 他给我定下了规矩 不和阴阳群 不进阴阳门 不去阳水坪 阳水坪 是青龙局的所在 而他为什么选择了一个 离着青龙局 这么近的地方居住呢 是因为这个商店街 是个很厉害的风水眼 养龙器 给我住 再适合不过 为了让我好好长大成人 他宁愿低调行事 过了捉襟见肘的日子 就为了积累功德 给我积累功德 可惜 说到了这里 他伸出了手 摸了摸我的头 跟小时候一样 我感觉到了他的大手 干燥又粗糙 比小时候打我屁股的时候 更是老得厉害了 我眼里一阵发酸 哪怕 他为了我 做到了这个程度 到了最后 还是事与愿违 老头儿轻声哼哼了一句唱词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第1660章 四大家族 这下子 我就明白个差不多了 难怪 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黑先生 头号风水师 会突然急流涌退 金盆洗手 乃至绝技江湖 不这样 他的身份 早晚会被揭穿 只是拿走了真正马连生的身体 又不是拿到了他的全部记忆 而燕圣门二当家 也在同一时间 销声匿迹 当时风水行当里顶尖的两个人 原来发生了这种事 为了我 我常常吐了一口气 看着老头儿 这些年 您吃苦了 老头儿拍着我的手停滞了一下 自嘲地说道 也不知道 这个苦 吃得值不值得 我最后 还是被牵扯进去了 像是被磁石吸附的铁线 根本就没有抽身的余地 老头儿叹了口气 当初觉得 江家有了那个真龙 估计是能消停点 我只想 他们要破局 要改局 只随着他们去 反正跟四项局沾边 就没好事 跟咱们就没关系了 让他去当那个龙 也没什么 可最后 假的 到底也真不了 所以 老头儿拼尽全力 让我上学念书 就为了 能有其他傍身的本领 过个普通人的人生 哪怕平平淡淡 可到底平平安安 是啊 这是个太长的故事 每个人 似乎都是 被缓缓扣住的齿轮 你推我 我推你 把这个庞大的事情 逼得一路发展 后来 我总是拖着 也可能岁数大了 懒了 跟韩浩鸟一样 今天拖明天 明天拖后天 拖来拖去 越拖延 越不想你出事 你得记住了 什么事情 也不能乱拖 这些我倒是都懂 说到了这里 我忍不住问道 可是 您之前一直装痴呆 是怎么回事 对我彻底失望 听之认知了 我一入行 他就痴呆了 老头盯着我 一阵苦笑 你猜 我皱起了眉头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 您只怕 是被谁给盯上了 不得已而为之吧 能是被谁给盯上 让叱咤风云的他 也小心成了这个样子 哪怕我差点因为 萧香从乾隆指出来 而献上自己的命的时候 老头也没松口 仔细一寻思 恍然大悟 马元秋是不是来过 在老照片上看见过 马元秋 跟真正的三舅老爷 马连生 长得极其相似 不是儿子 就是兄弟 老头答道 没错 具体他跟马连生的关系 我也不确定 唯一确定的 就有一件事 他也跟马连生一样 竭尽全力 想破四项局 想破四项局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 立马全明白了 难不成 我盯着老头 马家 也是四大家族之一 守青龙局的那一家 老头黑黑一笑 撸起了猫 眯着的眼神看着我 极为得意 像是一个艺术家 在欣赏自己一生之中 最合心意的一件作品 这就说得通了 四项局 其实不是每个人 都知道内情的 艳圣知道 是因为当年四项局 是艳圣修的 天师府知道 是因为天师府 也牵涉其中 江家和夏家知道 是因为 他们是四项局 总工程师的后代 这成狗 墨龙奶奶 雅巴兰 都知道四项局的事 是因为 他们是身设镇守 四项局的四大家族 当初那位黑先生 马连生 对四项局 趋之若鹜 后来的马元秋 对四项局 势在必得 再加上他们 这么清楚 四项局的内情 就只剩下这个原因了 他们身上 有来自青龙局的诅咒 所以 没人比他们姓马的 更想破局解局 如果是这样的话 马元秋 肯定也因为诅咒的事情 拼尽全力 难怪 我还说青龙局的家族 一直没人露面 也许是灭绝了 可没想到 首先参与的 就是他们家 那马家的诅咒是 我看向了老头 守青龙局的马家人 到了一定年龄 会变痴 老头吸了口气 比起其他三个家族 更可怕的是 每个人变痴呆的年纪 都不一样 果然 马家在四项局的能力 是天生 对各种法门聪颖领悟 是修行法门的天才 几乎一点就透 别人学习百年的 他们一朝一夕就能学会 可相应的代价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人就傻了 是啊 一下砍下来的刀不可怕 用细丝挂在你头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落下的刀 难怪 马连生是黑先生里的 头号风水师 马远秋年纪不算太大 却有那种本事 万物守恒 一切皆有代价 马远秋跟马连生 早年就因为 什么事情闹翻了 老头接着说道 这对我来说 倒是个好事 那天 老头发现了马远秋 出现在了门脸附近的时候 表面不动声色 心里也大吃一惊 哪怕他这个身体不是假的 可马远秋是什么人 几句话就能知道 他身上发生的内情 毕竟关于正主马连生 有的能打探出来 有些打探不出来 装成痴呆 是最好的选择 马远秋知道 是马家人 或早或晚 总会有这么一天 难怪真正的马连生 当初那么拼命 而马远秋这一次一出现 生活就算是发生改变了 你不知道 以马远秋的本事 他会不会在你这里 放了什么法门 搞清楚 你这里有什么秘密 这也就是老头 每天坚持的 隔墙有耳 马远秋来了之后 看到老头已经痴呆 微微皱眉 再一看我 平平无奇 看似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也就没有再多 进一步了解 老头儿算是松了口气 索性就开始装成了 痴呆度日 直到那天 他做了欲知梦 看到酒鬼压关的开了 而肖香 被我的乾隆纸 给带出来了 一睁眼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下楼找我 可才从楼梯上往下 就知道来不及了 他看到了青龙局 冲天的煞气 这个煞气 把他从楼梯上一震 就是这么摔下来的 我跟这件事情的联系 也就是这么开始的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明把自己的宗家本领 移花接木到了我身上 也是这个原因 老头儿静观其变 知道我已经被牵涉进去了 要挽回也来不及了 而他交给我的东西 只能糊口 没法子跟那些人斗 所以把欲知梦和同气连知 全偷偷地移植到了我身上 是什么时候呢 我自己根本不知道 他的机会太多了 他叹了口气 我能为你做的 也就这么多 给厌胜的也是一样 这些本领 简直是宗家的命 反正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就真的痴呆了 那这些东西 留在身上 也是浪费 难怪 那个时候 验圣门忽然打探到了消息 说前任门主有后 开始拼尽全力地 从各处寻找寄人的宗家 看来 也是老头儿在后面操作的 当时验圣内乱 他不会不知道 可又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亲自现身 我这个宗家 回去了 就能结束这个群龙无首 乃至让验圣覆灭的危机了 更重要的是 他想把验圣门留给我 尽了自己一切力量 要保护我 他是真的 把我当成了他的后代 有的时候 我也在想 这些事情 做得对不对 老头儿摇摇头 不过 做都做了 竟然是顺天命吧 我能活到现在 其实很大程度 也是依赖了老头儿 给我的这几个本事 老头儿说得对 竟然是 顺天命 午后的阳光 顺着地板折射到了他脸上 他的眼神开始迷糊 露出了老年人特有的疲态 如果不是这些事 他现在是个多英姿飒爽的人 可惜 他却没法再离开这个身体了 金蝉脱鞘 一生只能用在同一个人的身上 不然 这简直是个违背天理的长生不老数了 一阵秋风灌进来 天越来越凉了 小白脚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趴在老头儿膝盖上睡着了 肚子一起一扶 发出了呼噜噜的声音 街上板面的香气 更浓郁了 我犹豫了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我其实不敢去问清楚真相 老头儿却看出来了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想说什么 你就说吧 哪天我真的痴呆了 你想问都问不出来 我吸了口气 这才问到 这是给我最好的朋友问的 您 跟柳桥成家的陈连珍 到底是 陈狗他爹 到底是怎么死的 第1661章 一身红袍 老头儿随手拿出了一瓶子风油精 在自己太阳穴上点了点 又深深一吸 浓烈的薄荷味 瞬间把板面的味道冲过去了 他缓缓说道 哦 陈连珍 我记得他 这话 轻描淡写 他那双眼睛很有用 当初老头儿 不 那个时候 他还不是老头儿 是小四相会的小景 他打探到了小四相会 这个小四相会 是江天和夏家的夏天生几个人组织的 风水行当的那些二世祖 全聚集在了其中 二当家想法子也混了进去 在那地方结识了陈连珍 陈连珍对四相局的热切比任何人都更甚 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了 我一直记得 陈狗跟我描述的 是会预知梦的人杀了他爹 所以 陈兴和知道我会预知梦之后 挣了很长时间 我身上顿时一冷 难不成 陈狗他爹 真是老头儿杀的 陈狗当年 也是老头儿要抢的 那小子一来 我就认出了那双眼睛 老头儿缓缓地说道 长相 也跟陈连珍差不离 那小子命苦 可惜 当年没能把他抢回来 真的 是老头儿 老头儿习惯性地撸着小白脚 当年 我要找陈连珍合作 也是为了选武局 那是我们早就说好的 二当家当时有一个难题 就是选武局的具体位置 事情的顺序是这样 要找真龙学 就得确定选武局的具体位置 要确定选武局的具体位置 就得找到一处要学 可那个要学 不是谁都能点的 必须有二狼眼的人才行 就好比我之前进选武局 如果我没有那个国君的身份 就绝不可能进去 要进出选武局 就必须那个家族的后人来 这就是守局的意义 不过 点那个学 有极大的风险 那种大学 肯定会伤及到了点学者自身 很可能要命 陈连珍跟程兴和的怕死 简直是一脉相承 陈连珍并不愿意 可这对他来说 是两头堵 你点了 可能得死 你不点 也一样到了受限会死 老两对他尊尊教诲 你想想后人 陈连珍苦笑 说 我就不想要后人 老二拿出了杀手锏 你要是能帮我点学 只要你不死 我就可以用一花接木 把你的二狼眼跟人换了 这我倒是知道 程兴和当初寻找宗家 也抱着这个目的 这一换 没了二狼眼 就不用死了 这对程家人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诱惑 柳桥程家 当时也只剩下他一个了 这好歹也是祖宗遗愿 他还是答应下来了 他跟二当家 约定了一个时间 是一年之后的8月15 那是玄武局开学的日子 二当家跟他就此告别 继续去查探该查探的事情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头一副很遗憾的样子 到了日子 我去找程连珍 他却后悔了 我猜出来了 是因为 他跟二当家分开的这段时间 跟齐老爷子的女儿 也就是成狗他妈七百零好上了 他恳求二当家 他想看着孩子出生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一去 也许就再回不来了 可二当家自然不肯答应 8月15 一年只有一次 这次错过 就得等到明年 你能活到明年吗 活不到 这一切就都完了 二当家是个狠人 说你不去也可以 你儿子 不是也有二狼眼吗 这一句 一下就把程连珍给震住了 他先答应了下来 说是回家告别 其实能想到的法子 也就是躲 可他躲不了 二当家能做欲知梦 他能做的 也仅仅是让妻子 把孩子带走 来了惹不起的对头 他还是被二当家 抓到了玄武局 二当家后来顺利地 找到了真龙穴的位置 显然 当时也顺利地点了穴 我手脚更凉了 就是说 程连珍 就是您害死的 万万没想到 老头一愣 谁说 是我害死的了 又逼人 又抢人 不是你是谁 老头立马说道 我做的事 我自然会认 什么时候 轮到你这个小王八蛋 来给我扣黑锅了 那 老头被风油精 逼出了两个喷嚏 问声问气地说道 是程连珍自己命不好 他们 在点穴的时候 遇上了真正厉害的角色 是守护四项局的东西 那个时候 程连珍刚认准了穴 却忽然看向了一个位置 皱起了眉头 说那个地方不对 怎么不对呢 跟着程连珍的眼神看过去 他看到了一个 穿着红袍的人 那个时候 是深更半夜 荒山野岭 而那身红袍 极为华贵 一丝尘埃也没沾上 这不是人 月光打在了那个人的脸上 他们两个同时毛骨悚然 那个人 在笑 他缓缓说道 四项局 不是你们能碰的 接着 一抬手 平地里 就是一阵利风 我顿时明白了 图神使者 老头叹了口气 看来 你早也遇上他们了 他们就跟一支队伍一样 实力不是均衡的 有兵族 也有将领 而他们遇上的 正是其中非常厉害的图神使者 图神使者连神都能杀 更别说人了 他们两个 差点全死在那个图神使者手底下 但是最后一瞬 是程连珍靠着自己的二狼眼 找到了一个缝隙 两个人从中坠落了下去 就在一下去的同时 那个红袍人一抬手 整片山坡全部崩塌 他们几乎是被活埋了 可也因为如此 红袍人或许是无法追下来 或许是认定了 他们两个必死无疑 倒是并没有追下去 也巧 山间下面有一棵茂树 把他们俩兜住了 二当家还好 可等清醒过来 发现程连珍不行了 他运气不好 追骨全断了 二当家立刻要背着他去找鬼衣 可当时他已经气弱犹斯 我不行了 我把血点给你 在某处某位置 二当家也不是铁石心肠 让他留着口气续命 可程连珍摇摇头 说 注定活不过25 就是活不过 最后只求你一件事 二当家不可能不答应 把我儿子的二狼眼 用一花接木 我求你 让他活 话没说完 程连珍挂在树上 那双澄澈如水的二狼眼 倒映着月光 永远凝住了 二当家跟他 不是没感情 可他哭都无法高声 怕惊动了那个穿红袍的 那不是人有的本事 他能做的 也只有背上了程连珍的尸身 一点一点挪到了下面 等他想方设法 找到出路的时候 已经过了好几天 最后那几天 对等在了柳桥的 齐百灵来说 也是个天降意向 不吉利的天降意向 8月15 对他们一个 不南不北的地方来说 绝不可能跟雪沾边 可偏偏就下了 三天三夜的雪 齐百灵 一直等着程连珍回来 冻得大病 等二当家找回去 齐百灵已经死了 而其老爷子 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已经把程兴河 用风水镇给藏匿起来了 就怕二当家 再对唯一的外孙做什么 就此 程家算是跟 玉知梦家族 结下了深仇大恨 齐老爷子也不是普通人 所以 二当家哪怕有 玉知梦 也被干扰的 没能找到 程兴河的下落 二当家没办法 一想 还有25年的时间 倒是不急于一时 于是 他就急着 去寻找真龙穴了 再后来 就更找不到 程兴河了 直到程兴河 出现在了病房里 他当时不是不吃惊 可为什么没有遵守承诺 把程兴河的二郎眼 移花接木解决掉 因为他有私心 他重新把报纸 盖在了脸上 我知道那个私心 他知道 我已经被四项局 牵扯进去了 有二郎眼的人 能给我帮上大忙 我皱起了眉头 这么说 那才是程兴河 真正的杀父仇人 穿红袍 挂着笑的图神使者 第1662章 全体失踪 也许 那个图神使者 知道关于四项局的 前因后果 老头盯着我 立刻说道 你可别告诉我 你还要去见 那个穿红袍的 我出了口气 受人之托 残存的潜意识里 紧朝国君的记忆 托付过 而且 我答应过程兴河 会跟他一起报仇 更别说 肖像当年受过的委屈 我不会不帮他讨回公道 这些 全跟四项局 联系在一起了 哪怕第一个旅程 到此结束 可后面 还有很多的事情 需要我去弄清楚 好比说 江城身后的人 到底是谁 从我入行以来 还是萌芽的阶段开始 就要把我扼杀掉的力量 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 也就是最重要的 我盯着老头 我一定会找到 警朝的时候 四项局改局的真相 还燕圣门一个清白 把真凶昭告天下 老头猛然一颤 这是老头毕生的梦想 可是 我自愿的 我达到 我知道 你把我养这么大 其实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 却不希望我为你送死 我现在 就一定要完成你这个心愿 说着 我一笑 江夫人有句话说的 其实很对 压有繁补之意 养有贵乳之恩 你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愿意拿命来报 老头一动 一只手遮着脸 一只手拼命去找卫生纸 我却早看到了 报纸后面 那满是沟壑的脸上 终于老泪纵横 我给他擦 他还一个劲儿的便捷 主要是 那风油精太呛人了 下次 不买这个牌子 嗯 不买这个牌子 我笑了 老头好不容易擦干净了泪水 可脸上 还是露出了难以形容的不安 一想到 你要跟那个人物面对面 我睡觉都不安生 那不是人 我对老头一笑 没关系 迄今为止 遭遇的一切磨难 一切痛苦 多如烦心 锐如利刃 可我全挺得住 哪怕更多 我也没问题 我抬头看向了老头 坦然说道 因为 我是商店街里被抖 我是你亲自养大的 老头盯着我 忽然破涕微笑 重重一拍贵妃她的扶手 终于也是豪情万丈 说得好 你小子 我没有白养 就从老头这个豪情上 我俨然像是看到了 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艳圣门主 那才是 真正的老头 说着话 他习惯性地 又把那个福林高的袋子 举了起来 还要掏呢 这才发现 里面已经空了 他顿时露出了一副 异性阑珊的表情来 我去给你买 不用 老头一转身 打开了一个柜子 柜子里面 是满满当当的福林高 老四说得真没错 老头一吃福林 这跟上瘾一个样 也多亏了他这个爱好了 江夫人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看到了福林高 恐怕也不是高老师给他买的 而是他自己买的 我还想起来了 说起来 江夫人养胎的时候 跟您住过一段时间 她没发现你吃福林高 老头扯开袋子 大块朵頤地在嘴里塞了一把 豪迈地说道 你说呢 她当时怀着你 想死的心都有 会留意我吃什么 我呵呵鼎红她都没心情关心 不过吗 她有点懊恼 要是江夫人提前关心了 她就不会露出这个纰漏来了 不过 也好 我们总得相信 有一天回过头来 会发现 一切其实都是最好的安排 真好 不过 高老师 我隐约想起来了 高老师也不是什么善茶 她能单枪匹马 从银河大院里逃出来 她能跟江彩玲旧时 却在商店街 开个卖野药的店 她又是谁 高老师算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就问老头 高老师是什么来历 老头皱起了眉头 你问我 我问谁去 我一愣 不是 您也别推得这么干净 高老师说 您对她有恩 她对您做什么都值得 啊 我想起来了 该不会对她有恩的 不是您吧 是这个身体的救主 真正的马连生 老头点了点头 原来 高老师出现在了商店街上 是如俊一上梁山 不请自来 这一来了 就对老头来了个拜见 说 如何感谢老头当年的恩情 老头当时也吃了一惊 这人是谁 他根本就不知道底细 可为了避免露出马脚 自然也只能敷衍 而高老师一丝都没露出怀疑 倒是把幼年的 我给抱了起来 爱不释手 说这个孩子 真招人喜欢 从此之后 他就开始安安生生地 在隔壁卖野药 时不时就会提着点心韭菜送上来 表面上木铃友好 看出来我们缺钱 明里暗里 接济我们 老头皱起了眉头 上次我也觉得奇怪 他怎么跟百度门的扯上关系了 不过 你防着他点 我一愣 有些事情 太巧了些 程兴河是他给你带来的 银河大院的地图 也是他给你带来的 上选武局的装备 还是他给你带来的 老头缓缓说道 你觉得 他会是个普通人物吗 月说着 老头看向了我 倒是一笑 不过 你小子 比我交友广阔 他看着我的眼神 是无比的骄傲 交友广阔 对了 我忽然想起来了 有个姓胡的姑娘 老头 不 老二抬头看了我一眼 就是在杜复金遇上你的那个 他让我告诉你 我说道 他等了你一辈子 老头没在吭声 我知道 以前对老二 含情默默的姑娘很多 可看得出来 那个胡姑娘 也许 是比较特别的一个 如果没有这些事情 他会不会娶了胡姑娘 生几个有宗家能力的孩子 可惜 一切都没有如果了 我抬头看着老头 你还回验圣门吗 老头犹豫了一下 还有很多人等着你呢 他们等来了你 也就够了 老头常常出了口气 你别惦记我了 惦记惦记你自己 下一步 你打算怎么走 先上真龙学去看看 说到了这里 我还想起来了 老头 你说 姜天到底是怎么知道 转世之谜的 也靠着姜仲黎留下的资料 你上奈何桥去问问 老头说道 我听说 你跟个狐狸眼鹰差有交情 那不敢提交情 还有一件事 我忽然想起了千眼玄武 千眼玄武说 有人在玄武局动过手脚 不然 我不会那么容易就破了局 他提了一嘴那位先生 是敌是友 你说你 四面树敌 老头又开始担心了起来 天师府能让你去真龙学吗 说也巧 天师府正忙着对付九尾狐 我答道 暂时没法分神来对付我 不过 还有件事很奇怪 老头聊起眼皮 十二天街 全体失踪了 我答道 您说 会是为什么 夏季常识早就消失了 可现在 除了离世的那几位 剩下的全部都没了音讯 就连乌鸡和杜横指 都没有他们的音讯 有能力把他们扣住的 会是谁 老头皱起了眉头 全体失踪 是啊 将老爷子临终前 还让我到时候 帮他们一把 一切看似昭然若揭 可风平浪静下面 却像是 隐藏着更大的谜团 老头寻思了一下 不知不觉 又是一具戏枪 这是出反长纳 必为妖 第1663章 养育龙骨 现在的目标 就是要找出改局之谜 要找出改局之谜 就得进真龙学 我看向了老头 您先告诉我 真龙学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过去看看 老头摇摇头 不着急 我一愣 为什么 你不是 为此等了一辈子 现在未必是好机会 老头缓缓说道 我当初是去过那地方的 要进去 是十二天街 道场那几位 和许多高阶名门 齐心合力 才破开了一层一层的机关 你现在确实是个人物了 可你扪心自问 现在的本事 比当年那些人 合起来还要强吗 我皱起了眉头 虽然我得到了 江老爷子一个人的能力 可比起当年的规模 自然是不如 而且 因为真龙骨被剔除 精灵和金色龙器 暂时都没法用了 老头说道 那里面的东西 未必还能认识你 既然不认识你 你去了 是不是送死 您的意思是 你的真龙骨 迟早是能重新长出来的 长出来再去不迟 老头说道 你也记得 那东西在你一出生的时候 就被剔除了 后来逐渐生长 你才有了那些 关于警朝的记忆 所以 稍安勿躁 我一早就交给你 荒则生乱 你就是不听 不 这四个字 救了很多次我的命 那得多长时间 我忍不住了 再来二十年 老头这个躯体 未必还能等到那一天 你傻呀 老头奔着我脑门 就打了一下 你再想想 老头这一下 正是打在了就伤疤上 不过 这一下 我瞬间就明白了 难不成 真龙骨的生长 不是需要时间 而是 需要功德 我出生的前二十来年 一丝一毫的怪异记忆 都没有 但是自从入行以来 获取了许多功德开始 我开始有了关于 锁龙锦吃龙的记忆 锦朝国君的记忆 精灵 甚至后面的精气 老头得意地矮了一声 越看我越自傲 那表情 像是在自吹自擂 这么优秀的孩子 也只有我教得出来 那我赶紧去多做功德 这样 真龙骨就能快些生长出来了 记忆来说 功德越多 那这东西生长的速度 也就越快 我自从上了地阶 几乎就开始停止升阶了 似乎功德是个无底洞 怎么做也没有用 原来 积累在了这个地方 天底下 还真没有白费的努力 不过 说起了真龙骨 我妈是怎么知道 这个东西的呢 而且 她按理说 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 又是谁给她通风报信的 老头也看出来我的心思 低声说道 你知道 许多人 并不想让你回来 就是那其中之一 告诉了我妈我的事情 逼着她杀我 我迟早要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总而言之 那个姜仲黎 简直不是人 老头捶了捶自己的后颈 露出了个心有余悸的表情 而且 那地方我是去过的 你先让自己上了天阶再说吧 真龙骨 天阶 都需要巨大的功德 可满身杀孽的萧香 在我的寄生府里 我跟他功德共享 除非 先帮他赎清当年的罪孽 既然如此 哪怕精卫填海 我也要一步一步积累 要是现在 有一件巨大的功德 让我做就好了 老头则拍着贵飞踏 眯着眼睛 又是一句唱词 据食杨柳不多大 归来树木竟发芽 我看向了老头 对了 那个钥匙呢 老头眼皮一抬 什么钥匙 开四项局的那个钥匙 你从江瘸子身上抢来的那个 我对这东西 一直很有兴趣 那是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 能打开真龙穴 那是修建四项局的夏季 常存在了百度门的 一切事情 都是从那个东西上引起来的 当初做四项局 是让四项局永久震江山 又为什么会留下一个 重新开启四项局的东西 老头坐起来 那个盒子 我打不开 几天几夜都打不开 这么说 老头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 看来 只有江老爷子知道 可惜 江老爷子人也没了 要想知道真相 这是几百年前的事 知情的 几乎都化作了白骨 看来也只有找到一个人了 夏季常 夏季常 又到底被藏在哪里了 密托道 百度门的初逃长老 你放心吧 老头的手盖在了我的头上 这次劫难之后 你的运势会扶摇直上 该偿还的债还完了 一身轻松 我苦笑 这个债 是说 我欠江夫人的那条命 和那一次的暴打 可是一想起了江夫人来 我的心仍然像是漏了一个窟窿 不停地灌着冷风 刚要说话 门口的风铃响了起来 接着就是一股子板面味 程兴和他们舔着肚子就进来了 成狗的T恤上 一片酱油痕迹 哑巴兰也是 这俩人估计为了茶叶蛋打起来了 说得差不多了吧 程兴和一脸肉疼 这一次 我他娘的 比产妇出的血还多 师父和老四也跟进来 舒舒服服地坐在了最前头的主人椅上 两位都是长辈 在这地方 从来拿着自己当主人 老四一边踢牙一边说道 街头小吃 全是地沟油 下次可不要叫我 是你非要跟着去的 师父在按摩着肚子 哎呀 我这胃口不行了 霍香姑娘 劳烦你给我拿两板子 见味消失片 我看向了老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又把那张报纸盖在了脸上 这一次 是春风得意马蹄级 高考状元割包皮 这一夜朝上 我忽然就想起来 我有一阵子 出门在外 老头唯一一次给我打电话 就是因为美人谷那件事情上 验圣门的人被欺负了 叫我讨回公道 我早应该知道 可惜 江彩平没在这里 希望 真的跟千眼玄武一样 还有见面的机会 不过 千眼玄武 我顿时来了精神 我想做大功德养真龙谷 可以跟那个万世通打探打探吗 最多 找法子补偿他的眼睛 横竖那么多呢 我还没开口 老四忽然来了口 对了 刚才家里来消息了 发生了一件怪事 我一皱眉头 什么怪事 但是再一寻思 我立马明白了 是不是跟灵魁有关 江城跟灵魁 是同体同命的杰灵术 江城引了天雷劈自己 那灵魁绝不可能毫发无损 老四把牙签取出来 大乐 不愧是咱们门主 你还会未卜先知了 第1664章 联刀祭坛 之前 灵魁被我抓到了手之后 验圣门里不少人群情激愤 要通过灵魁惩罚江城的 不过被师父给拦住了 师父的意思是说 这是个有用的筹码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于是 灵魁自从被送入了验圣 一直被关在特定的地方 这种禁闭一样 不跟外界接触的感觉 是十分难受的 可他硬是一声都没出 估摸是满怀希望 还等着江城来救他 可昨天忽然有了异动 照常巡查的时候 发现他躺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程兴和立马问道 江城已经招了雷 他是不是也一起死了 没有 老四摇摇头 他一睡不醒 程兴和立马皱起了眉头 这什么意思 我们都知道 江城胳膊灵魁杰灵 有一个很大的用处 就是能保平安 灵魁身上背着天法 只能活着赎罪 根本就死不了 既然如此 跟他有杰灵的江城 也死不了 可那一道天雷 又同样让人活不了 所以 灵魁跟江城一样 应该是徘徊在 生死边缘的情况 哑巴兰一下极了 这什么意思 江城也没死 我想起了很多灵雾 看到的那个黑龙的踪影 摇摇头 说不好 一般人自然好说 可江城不是一般人 我是带着真龙骨的 警朝国君转世 那他 又到底是谁 不如 也去问问千眼玄武 我回头看了老头一眼 他还是躺在报纸下面 一动不动 我故意说到 说起来 我们家老头 还没上燕盛去过 这一次 带着老头去见见世面 他不会没有思乡之情 他一定还记得 自己房檐上的金瓦松 老头挂在脚尖上 摇摇晃晃的拖鞋 啪的一声就给掉下来了 那感情好 师父早就握住了老头的手 眯着眼睛笑 咱们老东西 有共同话题 而且 燕圣门里 还有不少弗林膏呢 麻仙堂古法的 老头犹豫了一下 这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啊 给我制备金斗云呀 我不用风火轮 晕车 我一下笑了 师父也眯着眼睛笑了 也许 关于老头的秘密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一大群人浩浩荡荡离开了商店街 这个小小的门脸 承载了太多的记忆 不知不觉之间 门脸里 已经多了这么多人 真好 我终于 有能力保护大家了 程兴和的命回来了 肖香也出来了 许多迫在眉睫的事情 都得到了解决 让这一次的旅程 愉快地像是一次家族旅行 燕圣门开了一个豪华品牌的MPV 程兴和掏出了一包 真空包装的小鱼竿 嚼得两个腮帮子都炸了起来 小白脚上头用爪子抢 他扣扣索索 只给了一条 哑巴兰专心致志地学习手机上 怎样提升男性格人魅力 苏勋跟我一样上车就睡 这一次 怀里紧紧抱着那个避水车渠和 嘴角勾起带着笑 也许是梦到了自己的爷爷 老头死死抓住了车窗 奔着外面看 满是老年般的手 在微微发抖 他已经很多年 没有离开县城了 车使出了商店街 街道两排 是风貌高大的银杏树 一片耀眼的金黄 秋风起 满树的金色叶片在阳光下 犹如数不清的蝴蝶 碾过了黄叶子 桥下的长水犹如玉带 明镜如镜 跟蓝天交香灰映 岸边坐着不少垂吊的人 一切都很美 水 萧香现在跟河落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对了 还没用过姜老爷子的气呢 我抱着跃跃欲试的心态 就引气 看向了那一片水 这是强盛的天街之气 强大而沉稳 金气虽然锐利 到底商身 姜老爷子的天街行气 用耻老怪物交给的调吸法 引上来 是出奇的舒服和通透 我瞬间看到了 许多以前没见过的色彩 可这些色彩 让我眼里发酸 不是不舒服 是我想起了姜老爷子 他是唯一一个 对我好的姜家人 只可惜 我还没来得及对他好 没成想 这一看之下 我就皱起了眉头 这一片水 满眼消沙 像是出现过血光之灾 水里的东西 各个元气大伤 奇怪 难道也是因为 萧香和河落的水神之争 我不由一阵担心 萧香现在怎么样了 萧香虽然不在我身边 可其实却帮了我大忙 牵制住了河落 也许 也牵制住了图神使者 两个心就水神相争 他们不会袖手旁观 要是没有萧香和九尾狐 上次在江家 图神使者和天师府 一起全攻之 还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样的 要是能联系到他就好了 我想听他 跟我报个平安 一阵浓密的东青树从掠过 我看见了白货香的倒影 正在盯着我 好像正在出神 转过脸 他猫一样的眼睛瞬间凝住 似乎本能想躲闪 可马上又意识到 这一躲闪显得心虚 索性耿着脖子瞪着我 瑟莉那人露出一副看你 又怎么样的表情 搞得我倒是赶紧 把脸转过去了 不过 这一瞬 我看到他手上有一些伤口 奇怪 怎么弄的 他把手往后面一藏 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 那是很严重的擦伤 对诡异来说 手比命还重要 他平时最爱护 怎么会弄成这样 程兴和一边嚼鱼干一边说道 你还问呢 赖你 我 昨天你不是在江家出事了吗 我寻色了半天 与其跟你一起送死 搬救兵生机更大 原来 白货香当时早就等急了 早上出门 说好了 晚上就回来 可一直也没有音讯 他怕就怕这一出去 遇上了图神使者 而程兴和趁乱披水母皮 往家里一跑 进门就喊 七星在江家出事了 快去救 白货香一下站起来 抓了药包 就要往外头冲 可跟老头说的一样 荒则生乱 他一下栽在了门口的小路上 我心里疏然一紧 龙气地的小镜 铺着很好看的石头子 但是十分粗利 人一摔 手着地 自然会有擦伤 可白货香当时只把手在裙子上一抹 就要拽着程兴和出门 把程兴和的衣服也染上了血 而看见了我平安无事 白货香这才常常出了口气 只顾着高兴 也没管自己的手 说着 低声说道 最近白货香信佛了 昨天往江家去的路上 念了不知道多少阿弥陀佛 那嘴就没闲着 白货香一张脸通红 抬手就要给程兴和来几针 程兴和一边躲 一边指着他的手掌 对了 蒸汽水一直没来得及给自己处理 你看看 别夹杂着什么碎屑 要灌浓的 我一下 就截住了他的手 程兴和说得没错 那手的窗口 现在还没清 夹杂着草屑石头渣 白货香要挣扎 我却一把抓紧 别动 白货香手一颤 真的乖乖不动了 像是屏住了呼吸 车上有药包 我拿了镊子 仔细地给它清理好了 凤凰山的仙药还有没有了 白货香声音很细 有 给它涂好 小心裹上了绷带 好之前别碰水 用人的地方 叫我 其实 仙药起效很快 我们都用过 白货香轻轻点了点头 雅巴兰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开始在桃花宝典上 粪笔记书 身边是一阵呼噜声 老头睡着了 这个呼噜声 简直像是有传染 不大一会 我也觉得眼皮越来越沉 闭上眼睛 做了个梦 面前香烟缭绕 香烟后面 有一个巨大的建筑物 前面摆满了各种祭祀 三生五处 看着规格 像是祭祀某个主神 果然 祭坛中间有个神主牌 不过那个神主牌烟熏火燎 黑漆漆一片 上面的金字已经剥落 一时间看不清楚 写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祭祀 台子上有一个娇小的背影 正在念念有词 他身上有神器 可这一瞬 他身后出来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黑影身上 背着一把巨大的镰刀 这个东西 我屏住了呼吸 好凶 而他扬起了镰刀 对着那个娇小的 带着神器的背影 就消下去了 第1665章 东边桑树 这是谁 可那一下 几乎像是能批破天地 破空声之下 梦境之中的一切全部破碎 我猛然睁开了眼睛 窗外的阳光已经消失 暮色深沉 东面亮起了第一颗星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那个祭坛 又是个关于什么的祭坛 神灵 会不会跟肖香有关 可肖香的身影 我简直再熟悉不过了 那个娇小的背影 绝对不是肖香 我心里一揪 阿玛 小龙女 也不大象 既然不是他们 我还认识哪个带着神器呢 想不出来 那又是个什么祭祀仪式 简直跟旧社会 献生祭仇神一样 好几百年 没有那么野蛮的祭祀法了 不对 凤凰山的时候 白虎女张伟丽 就差点倒了眉 总之 这个玉知梦 让人十分介意 我会参与进一个 跟神灵有关的事情里去 一番周车劳顿 终于到了燕圣所在 这一进去 我也想起来 自己已经很久 没有回到燕圣了 门里早制备好了 大桌宴席 灯火通明 老头的一双布鞋 踏在了裸底方砖上 手抖 我知道他的意思 有生之年 没想到还能回来 他看的 果然是那个生 长着金瓦松的房颜 宴席上 也全是燕圣习惯的口味 老头的家乡味 老头几乎流下了眼泪 对外说是太辣 说起来 我真正的三舅老爷 这具身体真正的主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飞先生里的首席风水师 让数不清的同行 肝胆剧烈 是个怎样的狠人 如果 杜富金里赢的是他 故事 也许就是另一个走向了 吃完了饭 老头要去饭后摆步走 我明白 回到了故乡 能不四处看看吗 我说陪着 他不让 反正这地方安全 我也就去看 林奎和千眼玄武了 到了林奎所在的地方 唐一正守在了门口 一抬眼看到了我 别提多高兴了 恭喜门主 门主所向披靡 大获全胜 我连忙摆了白手 大可不必搞什么口号 搞得跟千秋万代 一统江湖似的 不过唐一还是高兴 您的仇人被您首认 这是大好事啊 我已经跟底下人说了 买最好的鞭炮烟花 咱们热闹几天 门主知道 咱们西川烟花 是天下一绝 九转红梅 千山白雪 我一边笑着 听唐一滔滔不绝 一边看向了门内 果然 林奎蜷缩缩在了屋里 彻底露出了原形 是个毛皮雪白 很像是梨子的动物 却比普通的梨子 高贵典雅很多 已将老爷子的天阶 行器一望 果然 这东西 一身苍绿色 这是我以前 没见过的气色 代表着念 这东西造孽太多 注定没那么容易死 果然 江城也未必是真的死了 不过 那个雷弓锥 也确实是沾满了血污 他如果活着 那还是算是人吗 黑龙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一转脸 就看见墙上有个东西 隐然不见了 眼睛 千眼玄武的 我奔着千眼玄武所在的地方 就过去了 之前他一直住在龙气地 后来赤灵老来 戳他的眼睛 他坚称有赤灵梅塔 就上这里来了 还是跟在玄武局里一样 他周身满是瞪着的眼珠子 因为避不上 一副十分疲倦的样子 眼白上全是红血丝 墙上 窗户上 都跟散养的羊群一样 跑得到处都是 这一进门 就听到一声叹息 怎么 看见我不高兴 那些眼珠子 同时咕噜噜乱转 老夫心疼老夫的眼珠子 你这一来 又得少好几颗 反正那么多呢 千眼玄武所有的眼珠子 同时怒目而争 好像孔雀开瓶一样 老夫不是人 可你是真的狗 好家伙 知道他不出门 便知天下事 没想到流行语学得也这么快 你可得当心点 我说到 好多人说 骂我要遭天打雷劈的 呸 千眼玄武十分不服 那是打你 哎呦 啪的一声 他背上又抱了一只眼 原来如此 我说成狗怎么一直 平平安安活到了现在呢 你说这个社会 水电不要钱 吃喝不要钱 物业费不要钱 我让你在这里住着 你房租多少抵扣一点 哼 千眼玄武的声音十分悲戏 天下乌鸦一般黑 找老夫的 都是黑心 我就不废话了 我蹲在他面前说道 江城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千眼玄武破罐子 破摔死地说道 人家也是龙命 能那么容易死吗 啪 我心里一沉 果然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自然是得到了 厉害人物失以援手 你的对头 比你想得还厉害 啪 那他 你要老夫说也行 千眼玄武一边 倒抽冷气一边说道 你把那个小姑娘叫来 他在 老夫就不害怕 白货香 门后是一阵咳嗽声 原来他早等在这了 我开了门 他傲然进来 猫似的眼睛骄傲一番 还是那个习惯性的 没有我行妈的意思 接着跟跟后面 勾了勾手指头 程兴和就跟在后面 不情不愿微信转账 999元 原来俩人 在外面就打赌 白货香说 我离了他肯定不行 成狗不信 你俩属实 有些人傻钱多 白货香手往千眼玄武的 伤口上一抹 千眼玄武顿时就舒服地 吸了口气 真龙转世 就是有福气啊 江城身后的真凶 千眼玄武也不敢说 我继续问道 那江城变成了什么 下一步什么打算 他处于不生不死 不仙不磨的阶段 想方设法 找你报仇呗 啪 千眼玄武所有眼睛 都因为痛苦瞪了起来 你能换个话题吗 薅羊毛 也只顾着一只羊 我和程兴和白货香一对眼 不生不死 不仙不磨 那是什么鬼 得了 我不问江城了 我接着问道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我要养真龙骨 所以需要大功德 你给我指条路 我上哪去做大功德 好说 千眼玄武答道 你向东走 什么时候看到一棵最大的桑树 什么时候下车 能遇上大纪元 不过吗 话没说完 啪的一声 又抱了一只眼睛 千眼玄武一边倒吸冷气 一边说道 不过 这虽然是个大纪元 可风险也大 你会遇上一个对手 这个对手 啪 可怕 说到了这里 千眼玄武所有的眼珠子 都暴征了起来 今天不行了 不 这几天都不行了 这是我好几十年的修为 你这的房租 可不是一般的贵 这一阵子物价飞涨 谁也没办法 大桑树 那是个什么地方 晚上伺候老头睡觉 给他洗脚 老头最喜欢烫水 把脚丫子烫红了 才觉得舒服 我正给他抹脚皮呢 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忽然皱起了眉头 你明天 要去见个旧香石 我一愣 那个大纪元 会跟旧香石有关 这个旧香石 老头端向着我的脸 楠楠说道 恐怕来者不善 每一次善过 不过 既然我的运气已经变好了 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霍国妖妃也说过 我那个劫难过去 将会一帆风顺 起来倒水 肩膀上的小绿 很讨厌热气 简直跟饭 恶心似的 一歪头 吐出个东西 那东西滴溜溜滚在了地上 是个金属小球 一看清楚了 我才想起来 这是杜大先生 叫我跟胖先生要的 叫万行乾坤 可我到现在 也不知道这东西 到底怎么用 趁着这机会 我看看像了老头 你也别卖关子了 这东西 到底是干啥用呢 第1666章 老物成岁 顾名思义 老头常常打来的哈欠 什么地方都能去 照着字眼 倒确实是这么个意思 要说你的运气 也真是不错 这稀罕东西 也能到手 老头摇摇头 除了几个天街 还有我 或者 还有百度门那几个老不死的 没人知道这东西的厉害 那具体呢 我把那个小球 在手里团了团 认一门 那我想去白厄记 看看霸王龙 老头一把打在了我头上 你看个屁的龙 这么跟你说吧 你知道狐仙取亲吗 这我当然知道了 这种传说 素来是不少 偶尔有些平时 没人住的荒原 会灯火通明 欢声笑语 一乡并饮 来来回回私竹不断 这就是狐仙取亲 有胆子大的人偷偷进去过 只见里面吹拉弹唱 跟凡人结婚没两样 大摆流水席 这人也跟着上桌子吃饭 发现桌子上的器皿用具 精致绝美 简直不像是人间之物 于是这个人长了个心眼 就偷偷拿了一个 玛瑙蝉丝杯 后来这人酒醒 发现自己趴在荒原里 荒原一片荒芜 什么都没有 好像昨夜不过是黄粱一梦 可怀里 还有那个蝉丝玛瑙杯 过了不久 某个豪妇人家宴请兵客 这个人也到了场 主人说 把好器具拿来给贵客用 那器具锁了好几重 上头还有封条 赫然已经封了八九年了 打开一看 那里正是一套 玛瑙蝉丝杯 结果主人一愣 竟然少了一个 这封 这锁都积着厚厚的陈辉 封是主人当年自己封的 怎么可能隔空丢失 而这杯子珍贵就珍贵在 一套器具的花纹 是能联系在一起的 犹如拼图 这人不由自主 把自己珍藏的杯子 拿出来一放 株连闭合 很多人生活之中 也会遇上这种事 一个东西怎么也找不到了 可过不了多长时间 又会重新出现在 某个很显眼的位置 传说 就是被狐仙借走 又还回来了 所以 狐仙有隔空取物的能力 而狐仙本身 不会携带那么多好器具 需要的时候 不管那东西在什么地方 都能随手借来 随手归还 不过 这跟这个小球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去了 这个东西 据说就是一位大狐仙 用自己的能力做出来的 只要有这个东西 三界万物 没有借不来的东西 我一愣 万行乾坤 原来是这个意思 老头点了点头 不过 这东西 一般人可驾驭不了 狐仙的东西 一般人能用吗 上次没告诉你 是因为告诉你也没用 你就玩不转 我现在 是不是能玩转了 你试试也行 老头不抱任何希望的说道 可要借东西 非得满足三个条件 你精准地知道 那东西叫什么 长什么模样 具体放在什么位置 拖起了那个小球 平气凝神 开始想一件东西 什么呢 对了 门帘里 有小白脚的猫石盆 上头有一层小红花 调动了全身的刑器 逼上了这个小球 在门脸挨脚柜子第二格 把小红花猫石盆借来 可这个感觉 十分微妙 感觉得到 小球承载了行器 开始在手心里 飞快地旋转 不过 无论如何也不能起作用 像是总差着什么 我支撑不起来 松开手 小球重新落在了手里 老头也看出来了 却并不失望 你还没上天阶 急什么 再说了 你能知道多少三阶的宝物 对你来说 暂时是狗咬茉莉花 拿着也是浪费 可我却赫然想起了一件事 一件我之前都没弄明白的事 之前在额图及雪山的时候 我差点被褪皮人给弄死 那一次 我第一次生出了龙铃 算是生死交官 当时我手里出现了一个金色的东西 犹如一把长剑 就是靠着那个 才打败了褪皮人 但是后来 那个金色的东西 就消失了 再也没见过 我甚至疑心 当时徘徊在生死边缘 是不是记忆出现了偏差 可七星龙拳和悬素齿 当时都没用上 如果是记错了 根本无法解释 那个长剑是从哪里来的 难不成 当时就是以灵死的潜能 催化出了万行乾坤的力量 借来了某件东西 可我根本不认识那个剑 也不知道放哪 怎么来的 精气 也许是真龙骨的潜藏技艺 真要的 有了能催动这个的力量 那这玩意儿 简直可怕 呼噜 身后又是一个呼噜响 我把老头照料好了 也就去休息了 燕圣门里的床木 是从百里香松做成的 味道醇厚沉稳 特别安神 很快就睡着了 虽然还有不少 悬而未觉的事 但这已经是我这一路来 睡得最安稳的一次了 对明天 总要抱着希望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很想梦到萧香 可没成功 也许她很忙 叽叽叽叽 眼前是一片金色的阳光 不少的鸟在上面 蹦大叫唤 我揉着眼睛坐起来 这一瞬 我闻到了一股子焦糊的味道 七星 你还不快起 外面是成星河 极头白脸的声音 还伴随着 金毛上蹿下跳的呜呜声 我一咕噜起来 着火了 得赶紧把老头背出来 成星河声音一梗 类似吧 从屋里出来一看 好家伙 厨房的位置 冒出了滚滚的浓烟 郑汽水说 这趟出门 东边都是荒地 非要自己做点什么便当 成星河压低了声音 人家便当要钱 他的便当要命 白货香正站在厨房门口 脸上手上 全是黑灰 触目惊心 可还是那个豹猫一样的凶狠表情 说都是因为成星河 在一边叽叽歪歪 说什么支水手 他嫌烦 直接在热油锅里 放了一勺水 哄 我也没啥敢说的 人没事就好 等踏上东边旅途的时候 我们确实也没带什么好吃的 白货香是带了几盒子焦炭 成星河开车 一路往东 皱起了眉头 你说千眼玄武 就不能说句人话吗 不从地图上标出来 还让咱们找 谁知道哪个桑树最大 看见一个大的 要万一后面 有更大的呢 千眼玄武说是 看了就知道 全且就这么听吧 给他省省眼珠子 不过 开出去了几天 我们都没见到合适的桑树 不光没找到桑树 旅途也并不平顺 连住的地方都不好找 终于这天到了日暮时分 成星河眼间 看到了一个小房子挂着番 死人店 一般住在这里的 都是一些单帮先生 或者打虎客什么的 他们跟行当内的交往都不多 还好 没人多看我们几眼 大概也并不认识我们 免去了很多麻烦 第二天一早 我们在大堂里喝粥 就听见死人店的几个客人 交头接耳 这事儿要是真的 那是大买卖 是啊 那是坟里处的东西 能是扇类吗 坟里的 古董 成星河和苏巡 忍不住就把耳朵竖起来了 那地方是有点邪性 一个留着落三胡子的打虎客说道 看那桑树 也不善 我顿时就来了精神 立马靠过去了 几位 刚才说的桑树 是个什么桑树 他们也并不认识我们 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你们也是为那事儿来的 什么事儿 嘶 就前面大桑城啊 那地方 可出怪事儿了 不少不该活的 这几天 突然活了 简单来说 一句话 那地方 出现了很多物灵 物灵 我们对看了一眼 那就是 一些今年累月的老东西 变成了邪碎 我给他们买了两瓶子酒 请他们细说说 第1667章 灵谷童女 这几个打虎客 日子过得普通 一见 有人请喝酒很高兴 就滔滔不绝地 跟我们讲了起来 说是那个大桑城里 最近怪事儿频发 比如说 有夜班司机路边 见着个姑娘拦车 穿的是古装 披肩长裙 绣着万字花纹 一上车 身上是哗啦哗啦的首饰声 这年头穿汉服的姑娘并不少 司机也不以为意 就问上哪儿 姑娘说上白兔山 这地方 没有白兔山啊 姑娘就给她指路 往前往左往右 结果到的是个荒地 这司机寻思 这姑娘拿她找乐子呢 憋着气一回头 魂快吓飞了 后头没人 可车门一直没开 司机吓得不行 天亮了闲晦气 说把车冲冲吧 这才发现 后座上滚出来个小木头人 雕刻得栩栩如生 一身古代装束 跟她昨天看见的那个穿汉服的一模一样 披肩长裙 裙子上雕刻出来的花样 是万字花纹 有识货地认出来了 这叫迅偶 什么叫迅偶呢 顾名思义 就是古代人死之后下葬 陪葬在棺材里的 让死人在底下 也有使唤丫头用 这种迅偶有个特点 就是两脚中间挂一个铁链子 意思是 生生世世给主人做奴仆 跑不了 但是这种东西制作起来繁琐 只有大户人家课得多 演变到了现在 就是大家都见过的 纸扎同男同女 那司机一想 脚上的铁链子 那不正是哗啦哗啦的手势响吗 无独有偶 其他白酒摊子的也见过 半夜有人来喝酒 喝到了最后给了一把纸钱 老板大怒 抓着人撕打 这一打 那人啪的一声脆响 脑袋掉了 老板惊魂否定 发现那人不见了 地上落下了一个逃人 已经碎了 露出来一肚子他们家的酒 仔细一看 那种泥人浇木口 跟活人宅底前面有石狮子一样 这墓口是专门给死人 看门的陶土保安 这些东西 都像是随葬的东西 而接触到了这东西的人 无一例外 都得了重病 这倒是不难理解 有机会撞上这种东西的 肯定是食运走低 再加上这种东西阴气重 不病才怪 有人传言说 大桑城的风水出问题了 一时间风声鹤唳 都要找打虎客过去 给自己宅子扫清净 所以 这个死人店才这么热闹 在一打听 这大桑城以本地的风景为名 顾名思义 是因为城中有一棵很大的桑树 我们几个一对眼 这次八城找对了地方了 千眼玄武说的机缘 怕就在这里呢 老头常说 是出反常壁为妖 这地底下的东西 突然跑上来 肯定是有问题 难不成 解决了这件事 就能促进真龙谷的生长 我就问 这些怪事发生之前 有没有什么异常 死人店的老板过来上菜 倒是说道 其他的没有 有个小地震 不过问题不大 就是把我们店里一面老墙阵列了 那就对了 听上去 应该是这个地震动了什么风水 所以 有些东西压不住了 不过 一个古墓 能有多大的机缘 我们吃饱喝足 就带着那几个打虎客 一起往大桑城去了 他们去做买卖 正好搭个便车 没到地方之前 还寻思着 这大桑城没准是个穷乡僻壤 没想到过了一重山 面前是豁然开朗 车水马龙的 原来这地方是个旅游城市 别有洞天 越过了屏障寺的一座山 一眼就看到了一棵极大的桑树 矗立在了马路中间 几条马路都为了它让路 我们都没见过那么大的桑树 那繁茂的枝条 犹如数不清的手臂 迎风招展 让人目瞪口呆 而桑树上 还挂着许多的春条 也就是写着祝福化的 红布安保园 这树不小啊 程兴和伸着脖子往外看 是个物质文化遗产 我随口就问 那两个搭便车的打虎客 这里是不是有阴阳上 很出名的女性 那俩打虎客一对眼 你怎么知道 这地方的来路我看了 两侧是抱驰山 中间有草木 这叫凤凰寒珠 一成的风水 都凝聚在这个大桑树上 而这个大桑树属婴 上面的气微带桃粉 夹杂神气和灵气 说明肯定有某个 很厉害的女性角色 哥们你是像风水的 那俩打虎客嘖嘖称奇 看得可够准的 你听说过灵谷童女吗 我一愣 灵谷童女 程兴和也立马回头 真的假的 所谓的灵谷童女 是一种很特别的身份 硬要比喻的话 跟转世活佛有相似之处 也就是 这种童女 生来就记得前世 甚至前前世 而这一生 她的职位 是一种能沟通阴阳三界使者 而她的工作 就是帮助冤屈的人 讨回公道 好比说 我听老头说过 曾经有一个模样 特别出众的男戏曲演员 有一天唱戏回来 忽然直没瞪眼 开始玩命吃东西 家里人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面面相去 吃得也怪 平时他注意嗓子和体型 都吃点清淡量 少的食物 可这次 辛辣油腻 口味大变 吃完就睡 睡完还吃 也不说话 就这么过了两年 家里人想尽办法 也没能解决 后来找了老头 老头看紫屑了 就说 这一般人是管不了的 得找灵谷童女 他们家还真有这个命数 真从某个村子 找到了一个灵谷童女 那童女年纪虽然不大 但一来了 秋水似的 瞳孔就是一道威严 贺问道 人呢 戏曲演员直接就跪下了 说这事不赖他 闹半天 是个女邪神经过听戏 看中了戏曲演员 把她魂拉过来 给自己当情郎 不过阴丝律法森严 女邪神找了一个饿死鬼 塞到了戏曲演员身上 意思是 一个萝卜一个坑 别让阴丝查出来 那饿死鬼愿意啊 有的吃了 灵谷童女闭上眼 没过多长时间 戏曲演员就正常了 对着灵谷童女就哭 说 谢谢娘娘 把她从那地方给拉回来了 听起来很像是神婆 但是比神婆更受尊重 至纯至敬 应该说 是个上头下放到 人间的三界监察比较合适 哪怕邪神也不敢不给面子 类似民国剧里的特派员 所以 灵谷童女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神仙 是为数不多 活着就能享受香火的身份之一 白货香也跟着点头 我也听说过 我爷爷给其中一位看过病 他们一辈子闭上 都带着手工纱 不嫁人 没错 灵谷童女之所以得名 乍一听很像是一辈子不老 其实是会一辈子不嫁人 传说之中 嫁人之后 会有来自男人的污浊 之气 没资格再来当使者 有灵谷童女的地方 几乎能跟有香火鼎盛的庙一样 按理说 没有敢来闹事的 哑巴兰也点头 我祖爷爷跟我说过 但我没见过 据说现在已经越来越稀少了 还以为已经失传了呢 不过 我盯着那个大桑树 皱起了眉头 大桑树上的桃粉色 是十分暗淡 而且残破的 一定有难处 难道 就是因为灵谷童女遇上了麻烦 这地方才会出现这种邪碎 很快 车驶到了打虎客要来的地方 这就是那个 跟墓口打架的烧烤摊老板 果然 那老板脸上又是晦气 又是阴气 人哀悠哀悠地 丢了半条命死的 打虎客下去出晦气 老板娘就直叹气 本来我们这里 就没出过怪事 有灵谷童女呢 什么邪碎 赶上我们这里来闹 可惜童女出了事 老虎不在家 猴子称大王 我们这些老百姓倒霉了 我们就问 童女能出什么事 老板娘大惊小怪地说道 怎么 你们还不知道 童女也中邪了 你说 这是个摩子年月 我们几个一对眼 都愣住了 这灵谷童女 虽然确实算是活人 可连邪神都忌惮 自己怎么可能中邪 第1668章 五虎为羊 是真的 老板娘看我们像是不幸 立马说道 你说 我们这灵谷童女都中邪了 是不是来了个 特别厉害的邪碎啊 哪怕大邪碎 也未必有这个本事 难道 我这一次来的机缘 就是 能帮助灵谷童女 灵谷童女住哪 就在大桑树下面 东边红钉子小房里 你去了就看到了 老板娘说到了这里 还来了兴趣 小哥 你们不会想 给灵谷童女驱邪吧 我笑了笑 我们只是看看 告别他们出来 看见这个城市 源源不断 打虎客和善邦武先生 越来越多 承兴和意味深长地 看了我一眼 七星 你知道关于灵谷童女的 另一种传说吗 啥 这灵谷童女的气息 是至纯至静 他压低声音说道 要是被吃掉了 能补仙灵气 你说 千眼玄武让你来 该不会 是以行不行吧 用灵谷童女 补真龙骨 我让他那眼神 看得毛骨悚然 人家是童女 又不是人参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但是 我想起来玉之梦里 那个举着镰刀的东西 他又跟着灵谷童女 和这地方出现的随葬邪碎 有什么关系 还有 老头说 我会见到老乡时 老乡时 又是哪个 到了地方 果然一眼 就看到了一个红顶小房子 那个小房子 门外一圈矮墙 可上面都是一些 鸡蛋和菜叶子的痕迹 像是被人 拿这些东西打过 上面还都是 各种颜色的涂鸦 大片子 骗人眉皮眼 挂羊头卖狗肉 扫把心滚出去 杀人偿命 还有踩壁画的人行 是个小姑娘 踩着凳子上吊 旁边是 你ZA不去SI 歪歪扭扭地带拼音 像是字都还没认权 我们几个顿时一愣 这谁弄的 这个时候 又有几个小孩过来了 嘻嘻哈哈地 一人提着一个水气球 不对 里面的不是水 一瞬间 那俩小孩 就把两个气球 砸在了门板上 光的一声炸响 一股子很难闻的味道 见了出来 你不是中邪了吗 我们请你喝童子尿 两个小孩一阵坏笑 那表情 跟以为自己是小英雄一样 我瞬间皱起了眉头 这家人 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那俩小孩 看屋子里人没出来 索性对着门口脱裤子 旁若无人 还要在门口解大手 哑巴兰早看不过去了 一把抓住他们俩 你们这么干事 家里人知道吗 那俩小孩 没想到一个小姐姐 这么大劲 吓得就叫唤了起来 你们谁啊 凭什么多管闲事 我们教训大骗子 你们也是大骗子的帮凶 里面是骗子 程兴和问道 怎么说 其中一个小孩 振振有词地说道 他给我堂哥看事 收了我们家两包红糖 可我堂哥第二天就死了 他给我三爷爷驱邪 也没救回来 拿了两兜鸡蛋 这把程兴和给气笑了 好家伙 这损失可真不小 两包红糖两兜鸡蛋 就能指两条人命了 那怎么了 他是干这个的 就得好好干 小孩振振有词 吃什么饭 卖什么力气 我们给的少 他也不能干不好 小孩不会说这种话 八成是跟大人学来的 不过是不对劲 这灵谷童女突然没先灵气了 还是怎么着 他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俩小孩一看我面膳 也不想搭理我 可哑巴拦手一紧 这俩小孩立刻踢蹬了起来 杀人了 我们说 我们说 原来 住在红房子里的 也就是本地的灵谷童女 他们都管他叫红姑娘 他是个老妖 一生下来就会说话 稍微大一点 就会判断急凶 能看见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 还记得他没出生时 就发生过的事情 红姑娘一出生 他妈就因为月子病没了 他爹寒心如苦 把几个孩子养大 前几年干建筑工的活 摔死了 好在红姑娘两个哥哥长大成人 对他很好 不过 今年一个出了车祸 一个出了意外 被高空坠物砸了头壳 全都死于非命 好些人窃窃私语 真要是灵谷童女 那怎么自己家里的人 倒是保不住 不过好些怪事 要指望着红姑娘解决 大家也就没多说 可最近 红姑娘看事 忽然不灵了 跟那几个小孩说的一样 几个人得了邪病 甚至丧了命 他也无计可施 不光如此 他自己似乎也招惹了什么 成天躺在床上不动 满口胡言乱语 与此同时 本地大乱 人人都说 他自己也中邪了 有小孩听见家里大人抱怨 他要是不倒下 也没这么多事 所以就跑他家来捣乱 给大人出气 大人也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抢倒万人推 骂他的越来越多 他索性闭门不出 亚巴兰把那俩人小孩给撒开 看了我一眼 知恩不图报的人 简直太多了 有句话说得很对 你做对了 没人会记得 你做错了 没人会忘 那小俩孩一落地 撒鸭子就跑了 一边跑一边回头 说我们跟臭片子是一伙的 现在就找人来收拾我们 程兴和看了我一眼 我则看向了那个红房子 这个红房子 果然带着一股子凶煞之气 我顺着凶煞之气一看 看见这房子附近 有五颗黄花红木 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忽然从门内 细细地响了起来 多谢 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 这个小姑娘长得很好看 娇怯怯的 只是脸色很差 唇白如指 一看就正在生病 她体格也是一种病态的消瘦 细长的脖子上 还挂着个长命金锁 是个骨体的红字 亚巴兰瞬间眼里有了几分惊艳 她素来喜欢柔弱的小姑娘 我却想起来了 预知梦里那个娇小的身影 是不是她 你就是红姑娘 她抬起眼皮看着我 点了点头 满眼狐疑 我把来一说了一下 听说你遇上点麻烦 我想问问 是不是能帮上什么忙 可没想到 红姑娘立刻摇摇头 你们快走吧 别管 说着 回一身就把门关上了 程兴和很不高兴 不是 这叫什么待客之道啊 咱们是来帮忙的 又不是来打劫的 这咱们开了好几天车了 也不能白来一趟吧 至少给泡个茶喝 亚巴兰连忙说道 人家小姑娘冷不丁看这么多人来 害怕也是正常的 古代有城门立雪 三顾茅庐 咱们在这等等 表达一下诚意 程兴和一副你一张嘴 我就看到 你嗓子眼的表情 这个时候 胡同另一头 传来了一阵嘲嚷的声音 像是奔着这里来 要讨回个公道的 我就走到了那五颗 黄花糊木后头 拿了个小刀 在上面刻了几个东西 程兴和跟过来 你不去城门立雪 在这里搞起艺术来了 不是搞艺术 是帮他换换风水 他运势走低 跟这五颗黄花 糊木也有关系 胡同虎 这种树可以种在家附近 但是不能五颗 只要是五颗 那就是五虎为羊 大兄 会给你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事 好比被众人霸凌 命数不好的 甚至把命搭上 都有可能 但是也好破解 把黄花糊木 对着他们家的方向 刻上虎尾就行了 这样 老虎背对你 就从五虎为羊 变成五虎护羊 危机力解 果然 那些喧闹声靠近了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又离开了 诚心和嘖嘖称奇 别说 我看你用了这么多次风水术 还是觉得这玩意儿 很神奇 是啊 风水术不神奇 四项局怎么来的 这个时候 门开了一个小缝 红姑娘又探出了头 谨慎地看着我 你 真能帮我的忙 这个忙 可不好帮 我立刻点点头 你说给我听 我有心理准备 第1669章 黄童大鹅 她吸了口气 细瘦如牙菜的身体 在门口一让 示意我们进来 一眼望进去 这个姑娘 过得很寒素 家里是这个年头 很少见的低矮平房 院子里 栽着一棵歪脖子的柿子树 树梢挂着 稀稀疏疏疏几个果子 被鸟咬得差不多了 进屋试个一排木椅子 算是家徒四壁 就没什么值钱东西 不过收拾得很干净 她请我们坐下了 摸出了半盒廉价香烟 哑巴蓝连忙白手 意思是 我们不抽 没成想红姑娘 旁若无人自己点上了 两只脚盘在了木椅子上 鼻子里娴熟地 喷出了两道白气 他们说的没错 我是中邪了 哑巴蓝立马露出了 不明觉厉的表情 似乎觉得红姑娘挺酷 我们几个则都吃了一惊 真中邪了 我还看出来了 红姑娘一抬手 白嫩的胳膊上 全是紫黑色的鱼伤 是手指头硬 和牙印子 那到底是 我倒是想看看 什么邪碎这么厉害 她左塞很吸一口烟 嗓子沙沙地 说来造孽 我那俩不长进的哥 我更是一愣 还是自己家里人 这件事 就是从这一次 地里的东西 窜上来开始的 跟我们听说的一样 整个大桑城都出了问题 邻谷童女 就是坐镇着地方的 自然要看看 这是什么情况 她看出来 怕是这一阵子地乡变动 大桑城底下的 厉害东西上来了 她自然是要去管一管的 可没想到 一出家门 她就碰上了 两个死去的哥哥 之前 我们已经从熊孩子那听见了 红姑娘两个哥哥 死得都很惨 那俩人挡在外头 就是不让红姑娘出去 红姑娘说这不行 我就是干这个的 你们俩是不是 有什么心愿未了 我可以给你们烧 可那俩哥哥 已经沾染了邪气 无法跟刚死的鬼一样沟通 凶神恶煞地就拦着她 甚至打她咬她 这要是对付别人 红姑娘不过是一瞪眼的事 可那俩 是她哥哥 她下不去那个手 而那俩哥哥 跟门神似的 在外面一挡 她出也出不去 之前答应的那些驱邪什么的 都没法进行 有几家提着礼物 上门的受害人命薄 硬就这么耽误死了 与此同时 这地方开始出现 各种殉葬品作祟的事情 她再焦急也出不去 本来身体就不好 这下更是一病不起 虽然她身份在这里 但身体是活人 吃五股杂粮 也还是会生病 说到了这里 她咳得更剧烈了 也没舍得掐灭了手里的烟 白货香给她来了两针 你这个肺 不能再抽烟了 这两针下去 红姑娘咳嗽得不那么厉害了 这才摆了摆手 再抽不了口烟 活着就更没意思了 哑巴兰看上去更担心了 你说 这外忧内患的 确实不容易 做个父母神也难 红姑娘痴笑了一声 又是一口烟 也没什么 有些人 死了倒是少受点罪 不像是父母神说的话 不过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里的人怎么对待他的 我们也都看见了 接着他看向了我 刚才他没看出我什么身份 信不过我 是知道我跟一般人不一样 但怕我出手太重 伤了他哥 所以不想让我插手 可一看我兵不血刃 就改了他的风水 这才动了心思 我看这事很简单 哑巴兰立刻出来吹牛 八成是那个大邪碎 把你哥给控制住了 抓人软肋 不瞒你说 地里游的水里跑的 就没我哥对付不了的 程兴和让他把舌头捋直了 再说话 你要是真想帮我 他又喷出了一口烟 抬起眼帘看着我 能不能先跟我说好了 别伤我哥 哑巴兰说的 确实像那么回事 听上去 他那俩哥像是被邪碎给控住了 只要找到了那个 控制他哥的大邪碎 事情就好办了 我答应了下来 你放心吧 你先跟我说说 那个大邪碎 是个什么来路 他盯着我 又是一口烟 是个罪神 罪神 所谓的罪神 其实跟斩虚刀传说里 那个故意下错了雨的龙王一样 顾名思义 是造了大孽 三界律法是很森严的 这罪神既然犯了错 结局差不多三个 一 跟那个龙王一样 被斩杀 二 被驱逐进须迷川 成为迷神 三 就是跟幻龙室里的万龙洞一样 看在昔日立功 被镇压某个地方处罚 等于有期徒刑 这个罪神 一不在须迷川 二没被杀 那肯定是之前被某位大人物 给封在这里了 风水一动 就出来作孽 我皱起了眉头 真要是罪神 是灵谷童女的管辖范围 却不是我一个肉眼凡胎的范围 而红姑娘一只手拍在了我肩膀上 对我又是一口烟 这一下猝不及防 我嗨嗨地咳嗽了起来 红姑娘接着说道 这件事 算是我委托给你的 你只管去做 我看见你背得斩虚刀了 这东西 能图神 我也就点了点头 横竖 也不是第一次跟这种东西打交道了 程兴和却插了句嘴 说起来 这不是图神使者的工作范围吗 他们怎么没来 红姑娘又咳嗽了几声 那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听说 他们最近有某种大事 也许 是人手不够 图神使者跟天师府 会不会都在忙九尾湖的事情 说走就走 我带上了红姑娘 就奔着外面走 果然 之前没留心 黄花湖沐后面 是有两个身影 程兴和责了一声 现在有姜老爷子的天街气息 我也看清楚了 对面是有两个年轻男人 这俩人伤得可不轻 一个上身下身 几乎完全错开 一个脑壳崩裂 两个人身上 都有一种灰气 这种灰气 也是心静靠着姜老爷子的行器 看出来的 代表心窍蒙媚 说简单点 就是执念 他们俩蹲在红姑娘出门的 必经之路上 那表情 让人毛骨悚然 好在我们有水母皮 早就盖在了红姑娘身上 我们这么一靠近 那两个身影盯着我们 十分犹豫 似乎是捕捉到了红姑娘的气息 但是又没看到 加上我身上的煞气 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吓人的 所以并不敢贸然靠近 红姑娘本来是很紧张的 一看我们这么容易就过去了 高兴极了 很快 绕过了 她那两个哥哥 我们从大桑树附近出来 红姑娘就指向了一个方向 到了地方 是个小山丘 导航上显示 那叫奋进山 可到了山附近 这山倒像是个白兔 我想起了搭乘出租车的 那个驯偶说的话了 这地方 难道在他们那个年代 叫白兔山 没错 这地方确实是 有个贵人大幕 而且 是个全清一时的武将 因为白兔附近 有许多山峰围绕 很像是京剧演员背后插着的令旗 四面令旗环绕 是调兵遣将 号令天下的意思 而这个白兔山的山间 赫然有一股子神器 混合黑气冲了出来 正是邪神器 以前我也认识 但是没有 现在看得这么清楚 那位大邪祟 看来就在这个山里呢 我们进了山 几乎没费什么功夫 就找到了大幕的入口 而大幕附近 有几个东西 正在转来转去 肚子挺大 脖子挺长 伸展着翅膀 像是大鹅 不过 那鹅不是真的 浑身一股子金属色泽 是铜鹅 成星和眼睛一直 哎 这是不是跟顾瘸子 做的那个鲁班小狗一样 我摇摇头 这些东西身上 没有鲁班符 跟迅偶一样 是物灵 老东西成精 说的就是物灵 而红姑娘看清楚了 那几个铜鹅 瞬间就皱起了眉头 被关在这里的 是个阴灵神 阴灵神 我们几个互相一看 这是个什么职位 没听说过呀 第1670章 阴灵之神 也难怪你们没听过 这种神被封禁了很久了 红姑娘说道 这种神是管徒鹿的 只要一出现 那活人就会变成阴灵 因此得名 时常出现在战场上 或者其他大天灾里 一般来说 神是被人敬爱的 而这种神 恰如煞神 不和神一样 是被人畏惧的 而在阴灵神所活跃的旧时代 往往是风烟四起 鸣不聊生的年月 家里人上街上田 遇上了阴灵神 可能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所以 很多百姓会跟阴灵神祈求平安 红姑娘还给我们讲了个故事 说当年有个老太太 有天外面大暴雨 看见屋檐下 站着个年轻男人 侨服打扮 没有缩衣没有伞 就在外面淋雨 老太太看着这男人 跟自己儿子 差不多的岁数职业 就让他进来躲雨 喝口热茶 那年轻男人愣了一下 还真就进来了 老太太问她 是来干什么的 男人说 上头需要三万个名副修桥 是来招人的 一问老太太的情况 原来老太太跟儿子相依为命 过得很拮据 可老太太毫不吝啬 把珍藏的腊肉 拿来给男人吃 说吃饱了才好赶路 男人十分动容 天晴的时候 跟老太太说 今天午夜之前 无论如何给你儿子吃个桃 老太太很纳闷 桃 这大冷天 也不是吃桃的季节啊 可再一转脸 男人已经不见了 老太太大吃一惊 等儿子回来 就告诉了儿子这件事 也巧了 儿子上山砍柴 正带回来了一根桃树枝 上面坠着个干了的桃 儿子吃了之后 母子安睡 结果第二天 将滴绝口 整个城都被淹没了 儿子和老太太 抓住了木板子 侥幸逃生 水退了之后 听说方圆百里 淹死了整整三万个青壮年 老太太这才知道 那位年轻人 未必是人 而逃是什么意思 逃啊 这就是感念 她的热茶辣肉之情 让她儿子逃过一劫 这以后 附近的人 每到了某个特定节日 都会给自己家 亲近的男性买逃吃 搞得那个时间段 很难买逃 后来逐渐演变成了 现在的送淘罐头 这个传说我也听过 端午节的时候 杂货店街杂货店的秀莲 年年给我一罐子 我们几个听得津津有味 雅巴兰连忙问道 这英灵神听上去知恩图报 不是挺够意思的吗 这要在别的传说里 好歹也得给她的一个妙啊 可红姑娘摇摇头 可前几百年 关于英灵神的祭祀 被明令禁止 这个英灵神 也就逐渐让人给遗忘了 要不是看见 那几个大鹅 我都快忘了 大鹅 程兴河刚要纳闷 雅巴兰抢着 就跟红姑娘问话 大鹅跟英灵神有什么关系 程兴河看着雅巴兰那个劲 把嘴撇得跟个疤一样 因为英灵神有一个能耐 红姑娘答道 她能让活的东西变死 死的东西变活 程兴河眼睛一直 雅巴兰立马把程兴河 扒拉到了后面来 没放过任何一个发言的机会 那她还是英灵神 那不是跟阎罗王一样 红姑娘摇摇头 差距太大了 阎罗王会让胎儿变成人 可英灵神会让死物变成怪物 她看向了那几个大铜鹅 果然 那几个铜鹅的姿态十分奇怪 跟哨兵一样 伸着脖子四处看 而这种家情很激进 看家护院的本事 比狗差不了太多 所以 有的牧主会铸造铜鹅在外面看门 以前在城北王纳 也有这种东西 还偷吃了本地人的粮食 被本地人追杀过 而这一瞬 那几个铜鹅一转脸 就看见了我们 忽然同时转过脸 笨着我们就扑过来了 我抬手要把斩虚刀 可红姑娘摁住我 别打草惊蛇 对了 斩虚刀能图神 里头的那位 很容易被惊动 我被一摁住 凤凰毛疏然探出 卷了三只 亚巴兰反手 就是一道猎线索 这是南马和那七个先生的传家宝 后来到了我手里 我就给亚巴兰了 金丝玉尾确实是好东西 但比起猎线索还差一件 亚巴兰拿到了手之后 别提多高兴了 龙气地里的麻雀 几乎每一只都被他打过 吓得不敢回来了 这两下破风声出去 八个铜鹅就被卷了过来 每个铜鹅身上 都有一种残破的黑气 附着上了阴灵气 被凤凰毛的仙气 和猎线索的煞气一打 成了普通的铜鹅 这就是阴灵神 把死变活的作品 之前的搭车迅偶 和喝酒偶人 看来也是一样 亚巴兰在红姑娘面前 小露伸手 格外得意 摆了个类似 红姑娘没看亚巴兰 对我说道 这一进去 几位都小心一点 能不碰里面的东西 就千万不要碰 这位邪神 并不好对付 有能把死物变活的本事 当然不好对付 不过 富贵险中 求 要求大功德 养成真龙骨 也就得干点这种 刀尖舔血的买卖 眼看着 程兴和和亚巴兰 也快到了升阶的时候了 要是可以的话 我想让他们的功德 也更上一层楼 不过我一抬眼 就皱起了眉头 不对 这鹅是八个 可按理说 守墓的铜额 要按九九归一来布置 应该是九个才对 跑了一个 果然 一抬头 就看见一个金属色的维羽 消失在了一个洞穴里 通风报信去了 那就赶紧进去吧 典学探墓 对我们看风水的来说 是必修课 有一些翻山课 就是风水型改行过去的 我很快探出了口 把墓穴口的金马十一改 就露出了一扇石头门 石头门上 刻着一行字 一身转战三千里 一件层挡百万诗 果然是个武将的灵寝 武将 白霍香有些好奇 是说那个英灵神是武将 摇摇头 这是一种镇压邪神的方式 大家都听说过门神 除了耳熟能详的神术玉律之外 还有勤穷玉池弓 这两位之所以能成为门神 就是因为 在唐太宗被恶鬼讨命的时候 曾经护卫在门口 挡住了凶煞 应该是英灵神被封禁了之后 为了怕英灵神报复 所以在神庙附近 建立了大统领墓 好镇压住英灵神 因为小地震出现了问题 这个大统领墓 非但压不住 里面的殉葬品 还被英灵神所用 出去作乱 顺着白石子小鹿 进到了墓穴之中 就听到了一阵风声 阴冷刺骨 阴气极盛 而触目所及 这里很多灰色的气息 跟红姑娘哥哥身上的一模一样 执念 墓道两侧都是壁画 内容是金戈铁马 历经了几百年 可壁画依然是栩栩如生 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金箔的痕迹 程兴河有点来劲 这地方的好东西 估计不少 正说着话呢 前面忽然啪的一声响 这一下把我们突如其来 把我们都给吓了一跳 什么玩意儿 墓穴很拥挤 最多两个人并肩 雅巴兰立马就窜到了 最前头自告奋勇 我去看看 是个耳室里面发出来的 这种片墓室 一般就是给随葬的人 或者永坐的 雅巴兰到了门口 亮了一朵天花 暗淡的光一闪 忽然就愣了一下 我们也跟过去了 瞬间也被惊了一下 墓穴入口虽小 可里面十分宽广 这个耳室里 密密麻麻 全是兵马俑一样的偶人 简直是千军万马 那些俑人身上 还残留着当年华丽的色彩 雅巴兰奔着里面就走 可我拉了他一下 雅巴兰一愣 哥 怎么了 你眼瘸啊 程兴河答道 你没看见后面 是啊 整整齐齐的俑人后面 有一个似乎动了一下 第1671章 三星贺喜 雅巴兰因为红姑娘的缘故 今天跟打了鸡血一样 一抖手把猎线索抽出来了 奔着那个方向就打了过去 别说 雅巴兰本来模样就好看 这一出手 偏若惊鸿角落游龙 赶得上现代舞 红姑娘的眼神 都没忍住惊艳了一下 这一下 更是让雅巴兰信心大增 猎线索滑出一道破空声 对着那个位置就劈了过去 可哗啦一声 数不清的俑人 跟骨牌一样 哗啦啦就倒了一地 成星和一皱眉头 你别说这手法是跟我学的 连我戴魔龙奶奶 丢不起这个人 雅巴兰十分尴尬 不是 我准头没这么差 我却提高了嗓子 出来 我看见你了 他们俩一愣 这才发现 最后一排的战车后面 蹲着俩人 那俩人身上 还有红色的生人气 那俩人速速发抖 一听这话 才双手举高 缓缓站了起来 其中一个当失了 我们错了 我们不该来 几位神仙爷爷手下留情 我们家里八十老母堂钱座 成星和打断了他们的话 强宝交儿音音提 是不是 行了 别来这一趟 我们不是神仙 这句话 简直算得上是 翻山课的惯口 一旦夏目遇上了诈尸 就拿来卖残保命的 这俩人一听 立马抬起了头来 同行 谁跟你同行 原来刚才 雅巴兰那一下过去 这俩人怕被打到 慌乱之中 把俑人推下来挡在 雅巴兰一看 不是自己没准头 顿时重新神气活现了起来 而这俩人 一看身后背着的铲子 跟腰上缠的挂件 就看出来了 果然是翻山客 原来他们也听说了 大桑城殉葬品成灾的事 就知道 这地方肯定有大墓 很快就找了过来 从一侧挖了的道洞前进来的 压斜神的墓也赶来 比我们还富贵险中求 成星和摆了摆手 我要是你们 现在拍屁股就走 这地方形式复杂 关的不是正常东西 你们见好就收吧 可那个当湿了的 却抬起头来 认真的问道 你们是干什么来的 成星和一皱眉头 你管得挺宽 人口普查呢 别不听老人言啊 不是不是 几位前辈误会了 当湿了的翻山客 立刻说道 你们要是也进去 咱们搭个伴 我这会儿看清楚了 别看当湿了的 那个胆子小 可眉毛长而浓密 走势绵长 显然是个长寿 且重情义的人 就一乐 跟我们进去 可得考虑考虑 八成比你们 自己进去还危险呢 不是不是 当湿了的那个 立刻说道 我们 想找个人 谁啊 这俩人一对眼 我们大哥 大哥 对 当湿了的点了点头 眼睛也湿了 抬起手就擦了擦眼睛 我们大哥 那真是一条好汉 为了我们 闹半天 他们俩其实不是专业翻山客 是被一个发小组织来的 翻山客很少有跑单帮的 这其中一个赌了个底调 另一个炒股赔了个金光 正是要钱不要命的人选 那个大哥确实厉害 看地势变心斗 有条不紊 顺顺当当就搜罗到了不少好东西 可没想到 到了主牧室 遇上了邪碎 大哥 为了保护他们俩 被邪碎给抓了 他们俩慌不择路地逃了出来 是可以一走了之 可舍不下大哥 正在这合计着呢 当时的那个不小心撞翻了一个勇人 当时就是一声巨响 把我们给引来了 吓得半死 当时那个盯着我就说道 一看你们就是有本事的 要是能带着我们进去找大哥 我们 他大概是想说 愿意把宝贝分给我们 不过在一寻思 这地方的宝贝肯定不少 俯首皆是 我们也看不上 要说别的 又什么都没有 只能尴尬地停了嘴 只有眼睛满怀希望地看着我们 成心和一乐 想不到 你们几位还真是单手开法拉利 有情有义呀 也不敢说有情有义 倒是对不起大哥 当时了那个低下了头 楠楠说道 要不是我们 大哥也不会出事 原来 这地方真是个大幕 还没到主牧室 三人东西就拿不下了 大哥 说够了 可这俩人不干 谁都知道 非得主牧室里的东西 才是真正的值钱货 你下来一趟不入主牧室 那不成了结婚不动房 一场白忙吗 大哥却说 这地方凶得很 主牧室的东西 未必有命拿 可这俩说一进来 也没见到什么怪东西 软磨硬泡 非要上主牧室 要不就不走 大哥无奈 只好带他们去了 结果遇上了邪碎 大哥 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跑 可拿身体堵住了邪碎 这俩人叫他 他说 让他们先走 他们俩是他窜夺出来的 他承诺过 哪怕他自己出事 也得让他们全须全已地回去 这俩人到了外头 另一个段眉毛地说 要不咱们走吧 别让大哥白死 可当时的坚决说 要走断眉毛地自己走 他不能扔下大哥 果然又是一次贪心的悲剧 不过 这种兄弟情深 谁看了都会心软 他们都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则看向了红姑娘 毕竟 这事儿是为她来的 红姑娘扑了吐出了一口烟 怪可怜的 哑巴蓝亮起了心心眼 不愧是灵谷童女 菩萨心肠 我也就松了口 你们要是想跟着 可以跟着我们 不过 话先说好了 里面什么情况 我们现在不知道 真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们未必能照顾上你们 断眉毛地有些犹豫 可当失了得 急切地就说道 那感情好 前辈哥 我们保证不给你添麻烦 不是 一瞅这人四十上下了 跟我喊哥 有点折得慌 不过他们这一出现也好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顺口问道 你们遇上的 是个什么邪随 当时的张嘴就想说话 可话到嘴边犹豫了一下 像是苦思明想寻思 怎么形容更合适 那东西 腿特别多 腿 我想起了以前遇上的 巴丹大蜘蛛来了 可这地方 没有那么强大的亲戚 我也不会说 反正好几个腿 当失人立刻说道 不过 那东西硬得厉害 我们的小钢炮都打不透 说着 举起了根铲子 缠在了一起的鸟枪 这种鸟枪改造过 威力很大 这玩意儿都打不透 金属吗 不光这几个 当失的说道 这里特别怪的另一点 就是这地方 很多东西 都像是活的 说着抓耳挠腮 我也不太会形容 我带你们上 里头看看就知道了 说着 当失的就要在前面领路 结果一下撞翻了一排泳人 手忙脚乱要扶 断媒赶紧帮他 结果断媒一弯腰 身上背着的东西 哗啦啦都窜出来了 他要护住自己的宝贝 又想扶住泳人 奈何没多长几只手 自己也掀翻了一排泳人 诚心和宜乐 这俩不光是业余选手 还是俩笨贼 我则寻思起 他们刚才说的话来了 活的 英灵神有能把死物 变成怪物的本事 弄出什么来都不奇怪 一看那些勇人的装扮 我皱起了眉头 不知道哪里 就觉得怪眼熟的 好像见过这种打扮 想清楚了 后脖梗子一凉 这不是上次去阿四所在的祖坟 见到那里五官兵族的打扮吗 这个五官 也是警察人 心里顿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现在有两件事不大清楚 一 英灵神到底想干啥 二 他到底是 为什么被封的 又是谁封的 我想起了那个不吉利的欲知梦 那就先过去看看再说 离开了那些勇人 正往里走呢 忽然 我们同时听到了一阵很怪的声音 断断续续的 像是丝竹之声 但是非常细微 几乎跟蚊子哼哼一样 要不是这里极为安静 我们可能都听不出来 红姑娘皱起了眉头 这是 三星贺喜 这是个曲目 给老人贺寿用的 红姑娘看向了一个位置 我也听出来具体方位了 过去看看 奔着那个方向没多久 到了另一个耳室 照着这个墓穴的行制 这地方应该放置的是 墓主人平时喜欢的东西 比如书籍 歌舞 兵器什么的 有一个秦国墓就是 一个司法官员 在墓室放满了金卷 天花一点 我们看见了那个室内 有许多黄灯灯的东西 程兴和一把抓住了我 指甲几乎陷入到了我肉里 金杂 金子没什么稀罕的 红姑娘立刻说道 里面 我的视线 也越过了那些贵金属 看到黄灯灯的摆设后面 有一个很大的戏台子 上面锣鼓喧天 竟然正在上演一出 热闹非凡的曲目 要是在外面还好说 可一个古墓里正在唱戏 简直是说不出的 让人毛骨悚然 你看见没有 程兴和压低了声音 那些东西 这是一出鬼戏 第1672章 棺材伸手 那些唱戏的愣一看上去 跟人似的 可仔细一看能看出来 那些人身上 也缠着一层一层的黑气 跟那些大鹅身上的 一模一样 鬼戏的传说 素来都不少 很多人夜行 遇上了野外的戏台 往往就会被吸引过去看热闹 有些就回不来了 而是有这种东西 这么看来 牧主人生前还是个票友 当诗人和断媒 一看见这个台子 瑟瑟发抖了起来 求助似的看着我 就是这个 这里 竟是这种东西 能在古墓里面唱戏的 当然不会是善茶了 戏台上 站着俘禄兽三星 还有几个八仙过海搭扮的 红姑娘皱起了眉头 阴灵神 雅巴兰已经护在了 红姑娘面前 英勇地说道 你放心 有我呢 说着 回头就想看看 红姑娘是不是被 她的萨爽英姿给迷住了 结果一回头 红姑娘就是一口烟 顿时喷得她睁不开眼 我就要仔细看看 他们身上的那些黑气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戏台上的几个角色 忽然猛然回过了头 齐刷刷地看向了我们 那个动作 别提多整齐了 那个感觉 也别提多甚人了 今日宾客旗帜 不慎惶恐 上头一个扮演 福星的角色 拿枪拿掉地说道 彭壁生辉 来啊 赢贵客 那个声音 尖锐又嘹亮 这歌在外面 不给贺彩是说不过去的 可在这地方听见了 哪怕我们算是 见过些世面 也不由自主 开始毛骨悚然 这声音 简直跟指甲刮骨头一样 而这一声下去 旁边几个角色 忽然奔着我们就冲过来了 赢贵客 人还没到 破风声先到了 对着我们卷过来的 是数不清的水秀 程兴河从不斯文 一份黄毛下去 五六道子水秀 应声被火苗截断 其中最前面的一个角色 直接被程兴河拽到了前面来 啪的一下 身上的黑气 被凤凰毛的仙灵气净化 当朗朗就落在了地上 伸手一触 是个茶壶大小的铜人 身后还背着个乐器 是博物馆里 时常能看到的五月勇 合着那个英灵神 喜欢cosplay女娲娘娘 喜欢把死物变活 成心和冷笑 可惜 话虎不成反泪犬 这东西 哪怕会动 也没有魂 爱好 哑巴兰咳嗽得差不离了 已经把红姑娘护住了 哑着嗓子说道 没错 这玩意儿是能动弹 可跟壁虎尾巴一样 动弹不了多久 我立马一把抓住了她 小心 她光顾着耍帅了 没看出来 不光台上有 台下也坐着不少 下面一排椅子 算是个观众席 好多人就在底下坐着 伸着脖子看戏 而这地方这么一乱 那些观众忽然也一拥而上 对着我们抓了过来 其中有一个 奔着白货香过去了 我立马要过去 把那个东西给砍断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白货香一抬手 一道子荧光闪过去 面前那个角色 也立刻扑街 落在地上 一披两半 是个牧人 白货香傲然扬起下巴 对我一笑 还是那个熟悉的 看我厉害巴的表情 我正要乐呢 可这个时候 四面八方 数不清的怪东西 对着我们就扑过来了 我立马护住了白货香 拔出七星龙泉就扫了过去 那俩翻山客 蹲在了地上 就哆嗦了起来 说是遇上麻烦不管他们 可好歹也是同伴一场 我就护着他们 把他们身边东西也劈开了 没敢用力气太大 斩虚刀大概会直接毁了这里 可七星龙泉 也一样太过丰锐 很容易就把这地方搞塌了 可哪怕这样 我还是听见了一道 离着我比较近的梁柱 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声音 我赶紧拿东西 把梁柱给架住勉强加固 雅巴兰立马来给我帮忙 有雅巴兰的力气 这事很快就完成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雅巴兰忽然疑了一声 脸色就白了 我顺着她的视线回头 心里也沉了一下 大家都在胆身上的浮土 没发现 少了个人 红姑娘不见了 程兴和也发现了 一愣 卧槽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能悄无声息地 从我们身后偷人 那个英灵神 我一回头 就看见了两个身影 一闪而过 是 红姑娘那两个哥哥 我立马奔着那个方向 就追过去了 雅巴兰跑得比我还快 红姑娘哥哥的身影 消失在了一个脚门 身后那俩翻山客 跟着就喊 就是那个脚门 那是 主牧师 我一头奔着里面一冲 煞气扑面来 好险没把 我给撞在了地上 神器 极为强大的神器 不愧是英灵神 红姑娘两个哥哥 正蹲在一个 巨大的棺果后面 这个棺果 出现了一道 巨大的裂缝 而红姑娘的裙子 就被夹在了裂缝之中 有个东西 要把红姑娘 给拖进了棺材里去 我二话没说 奔着那个位置 就抓住了 红姑娘的裙子 可那个力气极大 我刚抓住了 差点把我也给拖进去 我一只脚 就利落地卡在了棺材外延 那个力道一致 雅巴兰就抓住了 石鸡扑过来 也死死拽住了 红姑娘一条腿 千万别撒手 那个力气 简直跟黑洞一样 使劲 雅巴兰 嗨呀 一声 似乎是真把蓝家的怪力 发挥到了极致 真跟棺材里面的力量 抗衡住了 下一秒 我忽然就觉得天地翻转 连我带红姑娘 一起跟泥潭里的 萝卜一样 被拔了出来 三个人重重地 撞在了后面的墙上 我以最快的速度 护住了红姑娘 红姑娘和我自己的 体重一带 没了龙铃 后背一阵剧痛 四肢摆还快散了 一抬眼 我心就揪住了 抬手就要 拔出七星龙拳 一只手 从棺材里伸出来了 刷的一下 凤凰毛对着那只手 就抽了过去 那手一抬 可原神剑 没给他喘息的机会 那只手瞬间 就缩了回去 程兴和他们跑过来 看我们都没死 松了口气 红姑娘抬起眼 死死盯着那个棺材 好大的胆子 而那两个哥哥的魂魄 忽然抓住了红姑娘 就要把她拖出去 我立马就明白 这东西 为什么要放出 那么多东西来作乱了 原来她还没有 完全脱困 是想吃了红姑娘 这个铃骨童女 恢复自己的力量 这么说 那两个哥哥 根本就不是帮凶 是知道这里危险 无论如何 都不让妹妹靠近 才拦着她的 因为被执念蒙蔽 所以没法 好好跟妹妹沟通 只能用那种手段 强行阻拦 你是谁 一个冷漠的声音 忽然从棺材里响了起来 我看你眼熟 第1673章 戏曲人勇 虽然没见到面 但我觉出来了 这话 像是对我说的 还没等我回答 程兴和一份黄毛 就卷过去了 眼熟就对了 我看你有点像 我家那头走丢了的老母猪 啪的一声响 那个巨大的棺果 直接被凤凰毛 砸出了万点火星 一道身痕 那只手瞬间就缩了回去 接着 就是一声冷笑 像是看出了什么端倪 傲然道 不 你不是他 这一声 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解恨似的 跟那一位 姑母深仇大恨 而这一瞬 当诗人 他大名叫马二龙 忽然学着我 刚才在耳市 抽七星龙拳的样子 一下把身后的铲子 拔了出来 奔着那个棺材 就劈过去了 大叫一声 还我大哥 怎么 他那个大哥 也跟红姑娘一样 被抓进棺材里去了 这个地方 是用武将的棺材 做门绳 来压制那个鞋绳的 这叫宝塔葬 顾名思义 就是把一个棺材 葬在了一个东西上头 好比拿石头 压住了井口一样 就是不让井里的东西出来 而棺材上开了裂缝 看来那位挺身 做门绳的武将 已经遭了殃 这个鞋绳 那一铲子 趴地拍在了 铁甲丝的棺材板上 瞬间就把马二龙的虎口 震出了血 可他似乎根本就没察觉到 一下一下继续往下拍 似乎不把棺材劈裂了 不拉倒 不知疲倦 不知疼痛 无所畏惧 凤凰毛往后一旋 程兴河感叹了一声 这沉香救母也就这样了 这小子很重义气 而作为同伴的断媒看到了 一时激动 也握紧了铲子 想上前帮忙 可终究不是这块料 上去两步 浑身颤得跟筛糠似的 又退回来了三步 这一瞬 啪的一下 我听到了棺材下面 有一个声音 像是有人打了一个响指 而红姑娘耳朵一动 立刻说道 危险 话音未落 我就听到了一阵 稀稀苏苏的声音 像是数不清的东西 正在从整个牧师的四面八方 往这里聚拢 也巧 这一阵 天花正好熄灭 眼前一片漆黑 苏寻刷的一下 又是一朵天花窜到了房顶 而这第二朵天花亮起来了之后 触目所及 我们瞬间全给骂了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我们身边已经 翘无声息地围满了人 全在仰着脸 对我们笑 那些人细高个子 身上都是细装 嘴里还咿咿呀呀 哼唱着支离破碎 却让人毛骨悚然地取掉 这附近的戏曲人勇 这些东西脸色煞白 偏偏涂着红唇 看上去跟真人无异 可他们没有活气 今日贵客临门 一住繁花四景前程好 二住家庭兴旺子孙笑 三住裁员滚滚金满屋 四住身体康健乐逍遥 话都是好话 可那种邪气森森的调子 只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是 讨赏 程兴和听出来了 据说旧时代是有过这个风俗 戏曲演员上台演出 对请他们唱戏的主家或者观众 说了吉利话 那主家里应把钱 撒在了戏台上 给他们叫个好 当然 只限于草台班子 大班子明绝 是客人心甘情愿打赏 说着那些怪模怪样的眼睛 眼巴巴地盯着我们 可我们大眼瞪小眼 拿什么赏 这个年月 带现金的都不多 哪怕有现金吧 这些东西也不认啊 他们认的是真金白银 客不动 那些声音怨对了起来 是不拿咱们唱戏的 看在眼里 那咱们 也不必客气了 怪气森森的戏枪出口 数不清的水袖 对着我们就抓过来了 哑巴兰护在了红姑娘面前 猎仙索哗啦一下砸出去 抡倒了一片 她手被擦了鼻血 算是来了脾气 要杀就杀 哼哼什么 而其中一些带着乐器 比如有一些背着一把戏长的 我们没见过那种款式的弧琴 奔着我们呼拉一下就砸了下来 亚巴兰你这品位素养 还是有待加强 什么哭丧 这叫艺术 成星和一凤凰 毛先翻了一片 大家分属同好 拿我来说吧 我是国家一级退堂鼓表演艺术家 这次 你对自己的定位倒是很清晰 我也想抽出七星龙拳 可有了刚才的经验 一转脸 先看着地方的建筑 果然照着七星龙拳和斩虚刀的能耐 一出窍是可以荡平了那些人勇 可同样 这地方就得塌 我们全得找孟婆喝汤 面前一阵子噼里啪啦被打碎的声音 数不清的淘气碎片 牧人蟹落在了地上 可新的怪人 源源不绝 这个地方殉葬的人勇和殉偶 固然是没有秦始皇那么大 但数目也绝不少 他们几个又不是人 现如今都出了一后脖梗子的汗 那个棺材里 竟然跟着在轻轻哼鸣 像是十分享受这种音乐 那种闲事的感觉 就等着这些人 永把我们一网打尽 他好直接吃了红姑娘脱困了 红姑娘大怒 那个邪神 连他都不看在眼里 那就把上头都不看在眼里 这简直跟袭警的罪过一样 摆明是要破斧沉舟了 那两个哥哥的魂魄 正要把红姑娘给拽回去 他们俩的声音 也是一样支离破碎 一一无无 可我现在 有将老爷子的天接行器 听出来了 他们说的是四个字 妹妹 回家 哪怕这样 还是要保护红姑娘 红姑娘也听出了 一震 眼圈就犯了红 可现在 人流水泄不通 我们打退堂鼓 都没地方打去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得赶紧把眼前这些人 永给解决了 而棺材底下 被压着的那个东西 冷笑了起来 像是正在观赏 一场自导自演的戏 戏 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立马对着那些泳 就喊了起来 噓 这一声下去 那些戏曲泳 忽然就停下了 成行和他们一愣 回头就看着我 七星 你最近还会念咒了 不是念咒 这是何道采 果然 那些戏曲人泳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难堪 和愤然的表情 管用 小时候跟老头出去看戏 听见一些岁数大的 就是这么喊的 我立马接着喊道 不给赏 你们自己心里没数 下去吧 这些靠着记忆吃饭的 最畏惧的只有一种 自己赖以生存的记忆 被人质疑 果然 那些人泳 都露出了被侮辱的表情 而棺材底下那一位 也没声了 似乎 十分意外 我跟成行和他们一打眼色 他们顿时都露出了 了然的表情 接着 齐心协力 对着那些戏曲人 勇喊了起来 下去吧 唱得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些人泳 不光是露出被侮辱的表情 甚至 有一些往后退了好几步 吃开口饭的 气性大 脸皮薄 被虚下台了 打人 就得往软肋上打 这一下开了个头 剩下的人泳 竟然都退后了好几步 讲面子的戏班子 被人虚了 下台是规矩 第1674章 四个巨人 那些泳人 既然拖来英灵神赋予了生命 那自然继承了该有的属性 大鹅看门 保安喝酒 都是例子 这一帮泳人 肯定也继承了警察戏曲的规矩 成行和一回头 神了 你怎么知道的 好说 自从知道了我跟警察国君的关系之后 我找古玩店老板 和琉璃乔的元保守赵老教授 学过不少警察的资料 当时就记得这一条 警察的戏曲演员都很刚 一旦有人喝倒彩 必定下台 真要是自己没唱好 是给自己立规矩 让人喝倒彩 就没资格继续演 要是观众寻衅滋事 无中生有 那就是给观众立规矩 你们不配看我演的戏 所以那个时候 轻易没人喝倒彩 一方面演员都有尊严 自己就不许自己犯错 一方面 这是行业里很严重的事 没深仇大恨 干嘛砸人饭碗 当然了 这个规矩也仅限于警察 后续的年代是 没有这么严格的 就拿着现在来说 哪个明星没人喷 可人家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年代不一样 观众也不一样 果然 那些人永扛不住这些道彩 拂袖而去 诚心和一下乐乐 兵不血刃 七星这脑袋 还真不是为了显格高材长的 我则看向了那个棺材 里头的英灵神 到底什么情况 而这个时候 那两个哥哥的魂魄 一看人永散开了 拼命就要拉红姑娘 回家 妹妹 回家 可红姑娘含着眼泪摇摇头 哥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这是我该干的事 我不能走 他也看向了那个棺材 马二龙正在棺材边爬起来 把脖子上一个水袖 给拽下去了 脸憋得跟一截子子鼠一样 看来再晚一步 他也要给他那大哥随葬 可哪怕刚遇上生命危险 下一秒 他回过手 继续就要敲那个棺材 而红姑娘大声说道 拦住他 我知道红姑娘什么意思了 怕马二龙就自己的大哥心切 把棺材移开 那英灵神就彻底封不住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 可我还没来得及动吗 一道闪电式的身影就撞了过去 反手就把马二龙给来个被摔 光的一下砸到了我们面前 程兴和吸了口气 闪电侠 哑巴兰 他还把头发往上撩了一下 动作生硬 估计是从怎样提高 男性个人魅力里学来的 一双眼睛光盯着红姑娘 现如今 红姑娘说的话 比圣旨还灵 这一下 把个马二龙摔得七荤八素的 他挣扎了起来 还要奔着 那个棺材爬 我 我要救我大哥 雅巴兰还要拽他 我蹲下 把他拉起来了 他回头看着我 留下一条鼻血 我帮你看看 马二龙眼睛一下就亮了 真的 我点了点头 不过 先说好了 你待着不能动 否则会坏了大事 他立刻拼命点头 接着我就看向了红姑娘 既然这是红姑娘的使命 我当然要送佛送到西了 红姑娘立刻站了起来 就要过来 那俩哥哥还要拦着呢 程兴和一份黄毛过去 他们俩不松手 也得松 妹妹 那俩哥哥含含乎乎地说道 回家 好像 他们只能说这四个字了 红姑娘假装没听见 头都没回 只对程兴和煞着嗓子说道 要是可以 帮我送他们一程 程兴和的二狼眼 能号令死人 虽然现在因为玄武局被破坏 时灵时不灵 他还是点了点头 豪迈地把凤凰 矛轮出了一圈火星子 交给我吧 红姑娘奔着那个棺材就过去了 亚巴兰立刻跟在了后面 这个棺材的形质很特殊 外面有一层金腰 仔细一看 上面有黄喜的风 厉害啊 这在锦巢是一种殊荣 亲自给立下过大功的臣子 跟古装剧里的黄马挂一个意思 显然这位门神是个宠臣 而这棺材的质料 也十分特殊 正是坚硬的金刚铁柏 陈湘金丝坛做棺材是见过 可金刚铁柏极其少见 这东西硬度极大 耗费工本不说 灵魂也会被困在里面 不可超生 看来 是要那位武贵人 生生世世在这里做门神 红姑娘蹲下 就仔细看了看 忽然疑了一声 怎么了 这个棺材的位置不对劲 红姑娘低声说道 压关石不见了 所谓的压关石 算是固定棺材位置的一种机关 下葬讲究入土为安 尤其是这种用作门神的 尤其半分半毫的都不能差 当然了 棺材自己很沉重 轻易不会挪地方 但万一出现了天灾地动 就需要有东西 保证棺材不一味 压关石就是一道保险 我立马明白红姑娘的意思了 心里一沉 英灵神能作祟 不是因为之前那场小地震 而是有人故意下来 把英灵神给放出来的 红姑娘咬了咬牙 是谁干出这种包藏祸心的事来 是啊 按理说 知道英灵神的都不多 这地方没被人动手脚的时候 英灵神的邪气也不会泄露出来 绝不好找 那个人到底是谁 放出英灵神 又是什么目的 而这一瞬间 我立马又听到了棺材底下 一阵啪的响指声音 不好了 那个英灵神反应过来了 又要弄出什么活物了 果然 下一秒 我们身边响起了一阵 咔啦咔啦的声音 像是多少年没动过的 轴承响了一样 接着 在天花暗淡的光线下 我们看到了四周围 落下了细腻的尘土 地面微微地颤动了起来 四个角落 有东西在动 看清楚了 我立马大声喊道 小心 这个墓室是五桂墓 那在警朝的形制上 东西南北四角 就有威武庄严四大统领的 巨大时刻 果然 大家一回头 就看到三米多高的石雕巨人 弯腰而起 对着我们缓缓抬起了手臂 可破风声一炸 却重重地对着我们砸了下来 英灵神怕我们把棺材归位 让他重新被压住 一看人永不管用 把四大统领给活动过来了 这一下呼的一声 砸到谁头上 那当场都得是一张肉饼 那个速度 每个人都自顾不暇 好在我们这帮都是见过世面的 保护自己不成问题 可哑巴拦离着远 护不住红姑娘 我则一下 挡在了红姑娘前面 就在一道石头手臂 要砸到了红姑娘头顶的时候 七星龙拳出鞘 尽量调整力道 只听咔的一声 那道石头手臂 应声轰然坠落在了地上 碎成了好几节子 红姑娘惊魂否定 谢谢 我刚要说不客气 可鹅角瞬间就是一丝久违的疼 我顿时高兴了起来 真龙谷开始生长了 对了 红姑娘作为领骨童女 功德无量 我能保护她 那就是大功德 而且 看着这地方的形制 我不又想起了 城北王上和玄武局的 无极施菲虎大统领来了 这地方 肯定也跟警朝国君有关 这一次 真龙谷要是能再生长出来 说不定 我能得到更多关于警朝的记忆 早晚能找到改局之谜 当然 根本不容我多想 又一条巨大无比的石头手臂 对着我们就砸了过来 我抓住了红姑娘侧翻 当的一声 我们刚才站的地方 石板全部成了粉 地面上 是一道触目惊心的深坑 和延伸到了四面八方的裂纹 挡住这些东西 红姑娘立刻说道 底下的那个 我来亲自对付 红姑娘打算亲自动手 把棺材的位置给震回来 重新把英灵神给压在下面 这一声 我们都听见了 不过这石头大统领百无禁忌 没法用别的法子 只能硬钢 我用江老爷子的天阶行器一看 立刻说道 大家想法子 黑气凝结在眉心 打眉心 一旦把眉心的黑气打散 这东西就动不了了 他们几个一听 苏寻第一个射出了原神剑 可这英灵神的能力 实在太强了 一只原神剑 也只打散了一小部分 这东西虽然迟缓了一下 但仍然能动 诚心和吸了口气 跟个猴似的 敏捷地奔着石头大统领身上 就攀爬了过去 用凤凰毛卷 可也只能把黑气浓度降低一些 同样没法一击致命 不过 他们对石头巨人形成了干扰 趁着石头巨人分身乏术的时候 红姑娘一只手撑在了棺材边上 看向了雅巴兰 点了点头 她对雅巴兰的戾气 简直再认可不过了 这让雅巴兰得意非凡 立马一只手碰了碰眉毛 表示愿意随时效劳 红姑娘看着雅巴兰那个样子 就是一笑 我个人认为像是个看傻子 雅巴兰显然没有我这么悲观 她坚信 这是秋香对唐伯虎一笑定情那种笑 红姑娘说道 往对位动三寸 雅巴兰嗨呀一声 就要动手 可这一瞬 一只巨大的石头脚奔着这里扫了过来 我立马甩过七星龙拳 冲着那只大脚削了过去 石头茬子一溅 忽然就听见身后动静不对 一回头 只见一个人 奔着雅巴兰就撞过去了 别堵棺材 我大哥还在里面呢 第1675章 一手生死 卧槽 雅巴兰当时全身贯注 注意力都在面前沉重的金刚铁板上 哪想得到 马二龙忽然扑过来了 这一下 雅巴兰身体直接被撞歪 那个棺材 非但没能挪正三寸 反而又偏了一寸 这一瞬间 一只手猛然就从棺材底下的裂缝里伸了出来 对着红姑娘就抓 我遮过身子就冲了过去 可已经来不及了 红姑娘的裙子 直接消失在了缝隙里 我没犹豫 也奔着下面就冲 可这一瞬 头上轰然一响 一道巨大的破风声 对着我就打下来了 是其中一个石头巨人 但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胳膊僵住了 程兴和爬到了这个石头巨人的身上 直接打散了石头巨人的眉心黑气 可另一个石头巨人 前扑后继地撵了上来 苏寻一道原神剑掠过 跟程兴和齐声喊 这里有我们呢 我一回头 见到白货香 也躲在了安全的地方 他打不过 就绝对不会让自己来添乱 眼前一道影子一闪 哑巴兰先下去了 其他的我也顾不上了 转身也就窜下去了 一阵破风声擦着耳朵过去 出乎意料 这宝塔葬的下一层 竟然十分宽广 估摸着四五米深的距离 先是听见哑巴兰落地 胶珠的力量 也让我平平安安地落在了地上 一道天花亮起 我就看见对面有两个身影 一道猎仙锁 已经冲着对面勾了过去 直接缠在了红姑娘的腰上 猎仙锁一下就绷直了 对面力气也极大 但我立马跟着哑巴兰 一起拽住了猎仙锁 死死往后一拽 抓住了红姑娘的那个人影 猛然回头 一眼看见了我 似乎吃了一惊 就趁着这一惊 我和哑巴兰 把全部力气用出来 瞬间就把红姑娘给勾回来了 红姑娘气喘吁吁 抬起头就看向了那个人影 英灵神 你连这地方也不想待了 要直接去须弥川做迷神 我看清楚了那个人影 不 不能说是人影 那是极其盛大的神器 几乎快赶上肖香那种主神的气息了 可见当年 他享受过了多大的荣耀 拥有多大的能力 而我立马把哑巴兰眼睛给挡住了 别见他正面 只要是神器喧和的神灵 凡人最好不要去见真身 真身正面的神器 很可能会伤到凡人 传说中的神仙显灵 其实往往也是神 化身出现 遮盖了神器 阿满和肖香 平时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人形 就是这样 真的目睹真身 还是有风险的 哑巴兰也明白 只好拿出了个蕾丝手帕 把眼睛给遮上了 但还是没心没肺 哥我像左萝卜 你像菠萝 我立马看向了红姑娘 你没事吧 红姑娘摇摇头 我说呢 她那只手被封上了 我用将老爷子的天接行器 挡在了眼睛上 这才清楚 对面那个身影 看清楚了 心里一沉 那是个年轻男人 身后背着一把镰刀 跟欲知梦里见到的 显然就是同一个人 而那个人坐在了主位上 居高临下 浑身是刺眼睛的神器 而她身下 正是欲知梦里 那个极为宏大宽广的祭坛 这地方 八成是她的老根据地 英灵神庙 这个规模 以前得吃多少香火 可比我们县城的大城皇庙 气派多了 可唯独 两只脚被长长的锁链缠住 右手一丝神器也没有 被封着呢 这就是她要把红姑娘 引来吃掉的原因 要给自己的右手解封 从而扯断了锁链 逃出升天 红姑娘低声说道 英灵神有两只手 一手主生 一手主死 还好 是那只死的手被封住了 这位英灵神 能让活人变成英灵 这么说 要是主宰死的手自由了 我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了 那可真是够显的 不过英灵神的神器旺盛 哪怕靠着江老爷子的天接行器 我也觉出眼前一阵刺痛 只能把头低下 不过 约略看出来 那应该是个很英气的年轻男人模样 说起来 他刚才看了我一眼 就大吃一惊 难不成 又跟警察国君有关 按着这一路的经验 八成这位英灵神被封 也跟丐妙狂人 柴妙能守的警察国君有关 那个穿黄袍的 他娘的不只是八面树敌 简直是十面埋伏 这一路走来 到处都是他当年得罪过的人 全找我报仇 我之前也不知道骂了他多少次 可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上次在梦里见到了他之后 我却有了一种没有任何依据的直觉 他是个英雄 难道是因为知道他确实是我的前世 有了滤镜 不过我也没顾得上多想 转脸看向了红姑娘 现在怎么做 目标就要从脚踏实地的开始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帮助红姑娘 获取功德 重新长出真龙骨 拿回那种巨大的力量 红姑娘低声说道 我必须得抓住他的手 打他的元神都到了这个地步 也不必跟他客气了 打元神 雅巴兰听见 有些好奇 打完元神会怎么样 红姑娘答道 我灵骨在身 一只手 能打散他的元神 让他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也就是 跟普通人的魂飞魄散一样 难怪邪神都畏惧他 这一下下去 连迷神都没得做 我们顿时一个寒静 可这话从红姑娘嘴里 轻描淡写 不愧是上头的特派员 不过 他能活动的时候 我不容易打到 红姑娘低声说道 你们想法子牵制住他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雅巴兰早就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看我的 你悠着点 可红姑娘侧脸对着雅巴兰 又是一笑 似乎很欣赏雅巴兰的勇气 得亏雅巴兰蒙着眼睛 不然手脚估计都不知道往哪了 而这一瞬 那个英灵神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跟警朝国君 什么关系 我一愣 他跟之前的那些宿敌不一样 竟然没能认出我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估摸着 以前那些 都是靠着那块真龙骨 认出我来的 可现在 真龙骨被剔除了 他只觉得我像 不确定我事 红姑娘看了我一眼 也是一愣 警朝国君 我来了个打蛇随棍上 趁机问道 你跟警朝国君 什么过节 这说不定 是能让红姑娘 给他来个如来神掌的机会 第1676章 那个英灵神冷笑了一声 警朝国君残暴肆虐 人神共愤 那冰冷的声音一沉 他现在 在什么地方 看着那个咬牙切齿的劲儿 似乎恨不得 要把警朝国君给手刃了 雅巴兰虽然蒙着眼 也还是奔着我 这个方向转过了头来 该聪明的时候 他还是聪明的 并没多话 我一寻思 就说道 我哪知道 胡说八道 那冰冷的声音怒道 你跟他 长得一模一样 必定跟他有关系 话音未落 我就听见哗啦一声 一道铁链子 对着我就窜了过来 这一下 我要躲是十分容易的 可心念一动 不靠近了他 又怎么帮红姑娘牵制住他 于是就装成了 不小心的样子 故意没躲 那铁链子 立刻缠在了我脚腕上 耳边风声一掠 我疏然就被勾到了祭坛下面 哥 哑巴兰的声音 几乎是瞬间就远了 先别过来 我立刻回头 把红姑娘保护好 与此同时 一个冷冷的声音 猝不及防 就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这种虚伪的镜头 也跟警朝国君 一模一样 我心里却一阵高兴 其实很久以前 我就很希望 能遇上一个 跟警朝国君熟悉的人 我一直很想知道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为什么他的口碑 一会儿是水天王 和阿四口中的人善 一会儿 又是跟四项局 相关者口中的残虐 我甚至有些疑心 他是不是多重人格 而他的性格 跟四项局的建立和修改 都有莫大的关系 弄清楚他是个什么人 对着帮老头 和肖香洗刷冤屈 是至关重要的事 那个国君 我立刻问道 为什么要把你给封在这里 顶着江老爷子的天阶行器 我抬头看向了这个英灵神 这英灵神打扮的 还真跟传说之中一样 一席素衣 跟其他寺庙里 富丽堂皇的神不大一样 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 自以为是 那声音咬牙切齿 他懂什么 不过是一个暴君 他什么都不懂 这些话 给人一种狂暴 而神经质的感觉 跟以前见到的邪神 都不大一样 也好 他居高临下地盯着我 能把你送过来 那就是他的命数 我迟早能找到他 现在 他抬起了鹰雾的眼神 看向了红姑娘 先出去再说 亚巴兰已经护在了红姑娘面前 铁链子一想 他就要对着红姑娘抓过去 可七星龙拳出鞘 已经割住了铁链子 挡在了他面前 七星龙拳的煞气虽然大 可在强盛的神器面前 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呈现出一种即将折断的角度 哦 这一下 英灵神倒是有些意外 你好大的胆子 这话 比起暴怒 倒不如说十分心急 我趁机说道 我是为了你考虑 你要是真把铃骨童女吃了 那你就真没有回头路了 英灵神更有兴趣了 你自己死到临头 还来管我的闲事 这倒不是 我一边找机会稳住他 一边说道 我就是觉得 那个警朝国君 既然罪大恶极 你真为了他 死在了铃骨童女手下 那警朝国君干的恶事 不就没人知道了 不如你告诉我 你要是出不去 我把他的罪孽公之于众 让他遗臭万年 这英灵神 既然是几百年前 就被封在这里的 自然还遵循着 那个年代的道德观 人活一口气 许多人命都不要 只为了一个名声 果然 英灵神被我给说动了 你跟他这么相似 倒是通情达理 你是他的几世后人 叫什么名字 好说 我叫警光耀 要说后人 还得是警光耀 那个飞毛腿 是正牌 那 告诉你也无妨 叫你知道 你的祖先 是何等的厚颜无耻 几句话的功夫 骂锦朝国君的成语 都能出本词典了 方方面面 就没他想不到的 请讲 这个英灵神 显然是个反骨神 吃软不吃硬 得顺着驴 他沉吟了一下 那一年 本神马上就要成为 主神之一了 一提起了本神两个字 他身材挺起 一派威严 似乎 他已经很久 没提起这两个字了 越是拿起身段 越像是英雄垂目 反倒越让人觉得凄凉 可他自己浑然不觉 盯着身下的祭坛 似乎自己重新回到了 那个辉煌的年代 那个时候 数不清的善男信女 来到祭坛下面 瑟瑟发抖 恳请本神放过 他们的父兄家人 本神曾经是 最宣赫的神灵之一 是啊 人求的 都是最缺少的 那个年代 最缺少的 就是安全 来信奉本神的 本神自然要加以庇佑 要收英灵 就要从其他那些 不信奉本神的人下手 所以 没人赶不来 本神的力量 也就越来越大 许多信众为了 让自己平安 倾家荡产 给本神献祭 可那个锦朝国君 他冷笑了一声 竟然阻挡那些信众 说 比起信奉这种邪神 不如以此为君相 随他打下一个太平 自己的命运 要抓在自己手里 在他看来 这不是跟给戏曲人 永和道采一样 是给人拆台吗 他自然大怒 还没来得及降灾 锦朝国君 就把他的神庙里 那些价值高昂的 祭祀夺走 在乱世之中揭竿而起 扩充君相 对着乱世打出去了 锦朝国君一战成名 坐拥江山 而自此之后 锦朝国君 劫略英灵神的事 被世人传唱 说他是个邪神 根本就没多大能耐 要有能耐 锦朝国君 连他的神庙都敢动 可最后 怎么成就了万事功勋 他的香火 一落千丈 谁还信他 畏惧他 做主神的梦想 一下就完了 他怀恨在心 可锦朝国君 那是真龙转世 并不好下手 他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战役里 显露一下神通 让世人知道 知道他的厉害 就是那一次 他跟锦朝国君 结下了更大的梁子 第1677章 继神之戏 那一次 英灵神要收六万个英灵 他知道 锦朝国君跟敌队的势力 正在打仗 手里的兵力 正好六万 只要自己去把那六万兵力 给收了 锦朝国君兵败如山倒 那他正好把之前的仇 给报了 以锦校游 让天下看看 他英灵神的能耐 和开罪英灵神的下场 不怕回不到 原来那个宣和的地位 他到了那个山梁 他预备着 催动敌军夜袭 把锦朝的兵 杀一个措手不及 可他没想到是 等他赶到的时候 那个地方 上了一场 极为盛大的继神戏 继神戏跟祭祀一样 是专门献给神灵 请求保佑的 一看继神戏上的神主牌 出乎意料 正是锦朝国君 给他英灵神献祭的 他的面子 可以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这锦朝国君之前 抢了本神神庙里的东西 现在还不是乖乖 要给本神社 祭祀赔罪 真该让那些 愚蠢的信众看看 神灵是人 敬奉出来的 所以跟人一样 也喜好和憎恶的东西 以前就有管寿命的新君 爱吃鹿肉爱喝酒 吃人嘴短 给求寿的人严寿的传说 而英灵神最喜欢的 就是看戏 这继神戏 简直算是投其所好 他停在了继神戏前面 想看完了这一出戏 再去收紧朝国君的英灵 可那戏连绵不绝 你方唱把我登场 一场比一场精彩 英灵神看得入了神 那一场继神戏 整整唱了个三天三夜 神是不会有疲劳的 等他回过神来 对面警朝国君的仗 都已经打完了 这已经非同小可 错过了收拾 警朝国君倒是小事 更要紧的是 他收的那六万个英灵 跟龙王爷将雨一样 是有严格规定的 晚一分钟 都是天罚 他赶紧到了战场 只看见警朝国君的棋子 插在了山上 大获全胜 他一气之下 想过去追缴英灵 可添罚下来了 他错过了三天 按着规矩 那是重罚 承受了重罚之后 他勃然大怒 他认定 这是警朝国君 给自己设下的圈套 这口气不出 他这个神位 就真的坐不住了 于是 他奔着警朝的人 就展开了报复 几乎所有的警朝百姓 都遭受到了灾厄 一时间哀声遍野 其中有一些 就跪在了皇宫前面 请求警朝国君 去跟英灵神请罪 不然警朝 都要成了鬼朝了 他这才稍微有些解气 可更没想到的是 那个警朝国君 不按理出牌 一番灾祸下去 非但没有去向他请罪 警朝国君 竟然下了一个赤领 要废除英灵神的神位 称他为邪神 要封禁 全部属于英灵神的神庙 谁敢私下祭拜 重罚 警朝国君坐视 雷厉风行 命令一下 大大小小的英灵神庙 全部被移为平地 而他这第一个主神庙 竟然被直接就地掩埋 上面还盖了宝塔葬 让一个屠戮过许多人的武将 镇压在上头 那个警朝国君 以惊喜御印 亲自把那个武将 封为桑城平安神 就压在了他头上 这个速度极快 加上他 本来就是戴罪之身 一下 就被压得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他自然不甘心 可他被那个桑城平安神压住 根本就出不去 一直 在底下被关了这么多年 如今机缘巧合 他被唤醒了 那第一件事 哪怕舍弃了最后的神力 也要找警朝国君 去报这个血海深仇 可惜 那个桑城平安神的棺材 也只不过被稍微挪动了一些 没法让他出去 只有一个法子 能让他尽快恢复往昔的神力 并且挣脱封禁 就是灵谷童女 说着 他看向了灵谷童女 现在 你知道 你那个祖宗 做了什么事 难怪 连邪神的圈套都赶下 不愧是能给自己封神的人 真没有什么事 是他干不出来的 不过 我却觉得有点奇怪 他怎么知道 英灵神会过来收人头 他还能为不先知 可那个戏 也确实是以 锦朝国君的名义祭祀的 谁都应该服从本神 他的声音有些可不 他居然敢骗本神 我是神 他最恨的 甚至不是被锦朝国君封禁 而是被锦朝国君给骗了 锦朝国君 挑战了 他作为神灵的权威 那 我立刻问道 我记得 后来锦朝国君 好像也没吃到什么好果子 您既然是神灵 还记得 他那一世的下场吗 说到了这里 英灵神冷笑了起来 多行不易必自闭 原来 他一开始被封在了这里的时候 听到了上头有人来祭祀 这个所谓的桑城平安神 对方痛哭流涕 痛惜这个平安神死得早 国君养虎为患 被身边一个最亲近的人杀了 最亲近的人 您是神灵 肯定知道那是谁吧 英灵神表面 尚没动声色 可我看出来了 轩鹤神奇后面 他眉头似乎微微一动 估计他也不确定 但很快 他就反应过来了 有可能 是那个穿黑袍 骑黑马的 穿黑袍骑黑马 警朝国君身边 还有这么个人 是不是 言为有志 是个中年人 叫江仲黎 可英灵神摇摇头 不是那个老十字国师 是个跟警朝国君 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警朝国君身边 还有这么个人 模样跟警朝国君 依稀有些相似 难道是阿四 可阿四 怎么可能杀警朝国君 可不对啊 阿四跟着警朝国君 是专门做替身 穿黄袍的 那个人 也是个枭雄 英灵神的声音 竟然有几分欣赏 本神 倒是喜欢那种 杀伐决断 果然不是阿四 可那到底是谁 之前都没有听说过 一息相似 黑袍 难不成 我心里顿时一沉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 忽然响了起来 你这个邪碎 还我大哥 卧槽 马尔龙 刚才一片慌乱 我都不知道 他竟然也跟着下来了 马尔龙摔伤了 一瘸一拐 站得都勉强 可他哽着脖子 就盯着英灵神 无所畏惧 不好 这货固然重情义 可他在这里 肯定要坏菜 我立刻喊道 哑巴兰 把他拉开 照着现在的情况 英灵神 未必能把红姑娘 给怎么样了 可这个马尔龙在 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因为我看见 他身上 也开始蔓延了 那种灰气 他身上 也有执念 救出那个大哥的执念 大哥 英灵神一开始 像是没听明白 什么大哥 但很快 英灵神就露出了一种 十分危险的笑容来 哦 可以 你想要你大哥 一道锋锐的东西 划出了灵力的破空声 稳稳当当地 落在了马尔龙面前 就用这个东西 取一些你身边 那女人的血 马尔龙一把 接住了刀子 亚巴兰已经 奔着马尔龙扑过去了 这跟恶虎扑家雀似的 几乎一点悬念也没有 马尔龙就被亚巴兰 扑在了地上 但下一秒 马尔龙忽然浑身 抽搐了起来 亚巴兰一下愣住了 癫痫 马尔龙嘴里 吐出了满口白沫 红姑娘见状 立刻过去了 亚巴兰连忙拦住了 红姑娘 危险 可红姑娘推开她 这是人命 亚巴兰一愣 看着红姑娘的表情 像是看到了 挥着翅膀的天使 红姑娘熟练地 卡住了马尔龙的脖子 防止窒息 可 我立马喊道 别过去 跟我猜的一样 下一秒 马尔龙睁开眼睛 手里的小刀子 猛然就从红姑娘的 胳膊上划过去 雪溅了她自己一脸 阴灵神一声轻笑 下一秒 这个地方 刷的一下 周遭 像是起了一阵裂风 那个小刀子 已经沾着红姑娘的血 回到了她手上 她的风 要解开了 第1678章 原来是你 这下坏菜了 我立马把斩虚刀抽了出来 奔着它 就削过去了 可已经来不及了 当的一声 这地方的铁链子 一节一节全部炸碎 阴灵神手上的神器 猛然就亮了起来 我后心一凉 刚才被束缚住 她都奈把这附近的死物变活 一旦恢复了平时的力量 那个代表死的力量也恢复了 不是更难弄 果然 刚才的神器已经十分喧和 可现在 比刚才更喧和了一倍 我几乎被掀出去了一个跟头 而阴灵神 见到了我手里的斩虚刀 顿时露出了十分意外的表情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马二龙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 大声喊道 我帮你弄伤这姑娘了 我大哥呢 阴灵神冷笑了一声 答话都没答话 只一仰手 马二龙的身体猛然被掀翻 重重地撞在了金远的墙壁上 不动他了 我看清楚 脖梗上汗毛一炸 马二龙身上的气 瞬间就从红色变成了青灰 就好像 他的生人气 全被阴灵神给收走了一样 成了个 死物 哑巴兰见状 立刻护在了红姑娘身前 个 快回来 阴灵神居高临下地盯着我 冷笑 不愧是警朝国君的后代 你祖先骗我 你也骗我 话音未落 我只觉得一阵破风声 对着我脑门 救下来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力量 简直开山猎石 用在我一个凡人身上嘛 简直是杀鸡用牛刀 可我手腕一翻 将老爷子的天接行器 顺着斩虚刀炸起 一下就挡在了前面 这可是斩虚刀 哪怕阴灵神 都不自觉地后退了半步 斩虚刀锋锐道 连神器也能直接劈破 阴灵神似乎衡量了一下 转过身 对着红姑娘就扑了过去 红姑娘的血 不过是够她解开 现在身上的风 只要是吃了红姑娘身上的领骨 那她一下 就会恢复成之前的力量 那就更不是 我能对付的了 我立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翻身继续在前面拦住她 跑跑跑 雅巴兰二话没说 把红姑娘架在了肩膀上 跟背着一袋粮食似的 猎先锁出手往上一缠 就要带着红姑娘 从棺材缝里出去 可红姑娘立声说道 不能走 雅巴兰的脚 就在要离开地面的时候 僵住了 红姑娘盯着阴灵神 我要是走了 百姓们就完了 阴灵神一旦出去 那肯定会重新去 获取活人的信仰 什么方式 跟以前一样 恐怖镇压 信徒越害怕 她的力量也就越大 雅巴兰犹豫了一下 可是 如果我离开了 就没人能拦得住她 红姑娘的声音 是跟自己年龄 完全不同的冷静老恋 你要是真想帮我 带着我到她身边 只要能在阴灵神 恢复本身力量之前 被她打散的晶元 阴灵神就没戏唱了 可你自己怎么办 要是打不散 就被她给 我转世这么多次 红姑娘缓缓答道 就是为了做这种事的 不然 我来人间干什么 雅巴兰抬头看着她 看愣了 眼神里 有惊艳 也有憧憬 这一瞬 阴灵神冷笑了一声 又是一道响指 我眼看着一道 颜色清晖的神器 对着红姑娘和雅巴兰 就冲过去了 这个颜色 跟马二龙身上的一模一样 要是被撞上了 那他们俩 也得成了死物 我哪儿还顾得上别的 把全部刑器压在了脚上 以自己最快的速度 悬过斩虚刀 就挡住了那道神器 躲 雅巴兰反应过来 立刻背着红姑娘 就躲在了祭坛后面 你还有心情管他们 英灵神冷冷地说道 怎么不管管你自己 话音刚落 我忽然就觉出了一阵不对劲 手 我立刻看到 那种青灰色的邪神器 落在了我的手上 我脑壳顿时就炸了 立刻用迟老怪物 交给的调吸法 把全部天接刑器逼到了手上挡住 但已经来不及了 当狼一声 斩虚刀直接从我手上跌落了下来 我的手上 也沾染了那种死气 简直跟石化了一样 保持着刚才握紧斩虚刀的姿势 动不了了 雅巴兰看出来了 哥 你没事吧 我只好口是心非 我没事 别管我了 为什么 英灵神盯着我 冷冷地说道 有的人 总为了别人 乐意自己送死 你当然不会明白了 因为 我看着他 我们长着人心 你没长 透过护在眼前的天接神器 我看出英灵神的眼神 微微一致 下一瞬 我听到咔的一声 眼角余光就看到 脚底下的那些石板 猛然崩裂 他动怒了 下一秒 他右手一动 一骨子死气 对着我的脑袋就下来了 手是不能动了 我索性身子一歪 滚在了地上 就看见那骨子死气 对着我刚才站着的地方 太山压顶 石板猛然崩裂 炸了我满脸满身 这个动作自然是狼狈至极 不过 龙铃现在滋生不出来 命比面子重要 哥 外头也传来了 成星和他们的声音 七星 你没事吧 还有白货香急切的声音 李北斗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连他们都听到了 我立刻直着嗓子喊道 别下来 我没事 可身边风声一起 英灵神的目的 本来就不是我 对着红姑娘就冲过去了 挡不住的话 英灵神一定会冲过去 直接把红姑娘吃了 我尽最大力量翻身 直接撞到了英灵神面前 在英灵神要抓红姑娘的最后一瞬 挡在了红姑娘面前 可这一瞬 英灵神忽然露出英森森的表情 果然是你 啥 但这一秒 我掘出鹅脚就伤疤的位置 猛然臭痛 刚才 为了救红姑娘 又积累到了功德 真龙骨 重新缓缓要长出来 被英灵神看见了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哥 英灵神音测测的声音响了起来 警察国君 看来明明白白死在了本神的手底下 是你的命数 下一秒 一股子死气对着我就盖了下来 现在斩虚刀不在手上 在手上也没用 我的手跟死了一样 根本就用不了 耳鸣声一炸 不对啊 不是说我经历完了我妈那个劫难 将会直挂云帆济沧海吗 怎么可能 就死在这地方了 不行 我得赶紧想法子 可死气就在头上 能有什么法子 就在这一瞬 我眼角余光 忽然就看向了蹲在了肩膀上的小绿 万行乾坤就在小绿的手上 如果能用万行乾坤借来什么东西 说不定就能挡住这死气了 人有希望 总会有潜能 我瞬间以自己都没想到的速度 翻身再次躲了过去 光的一声巨响 我这次站的位置 比之前还要可怕 地上 直接是个半圆形的深坑 他恨警察国君 是恨到了什么程度了 而这一瞬 他还要抬手 我立刻看向了小绿 把那个球搁在我手上 小绿反应很快 奔着我已经将死的手 就吐出了一个东西 正是那个小球 随着真龙骨逐渐生长 我开始搜索哭肠 去寻找那种残损的记忆 想起来 想起来点什么 模模糊糊 脑子里是出现了什么记忆 有一个黄色的东西 很像是一道莲木 那是什么来着 还没等我想起来 那骨子死气 再一次对着我就砸过来了 第1679章 尖脸汉子 不行 这下躲不过去了 可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身影 挡在了我面前 啪的一声响 那人面前的石板 全部炸起 石屑滑出尖锐的破风声 顺着祭坛 滑出了一道白痕 我的心一下 凝制了起来 是谁 没有一个活人 能挡得住这种死气 可看清楚 我顿时就愣住了 这个人身上没有被死气笼罩 相反 他身上有一种极其淡薄的神器 淡薄道 要不是我有将老爷子的 天阶形器 甚至都看不出来 不是我身边的人 但就凭着淡薄的神器 就跟一道玻璃罩子一样 硬生生就把那些青灰色的死气 给挡住了 这是 谁啊 那是一个很瘦弱的身影 瘦的肘部和膝盖骨 甚至是往外突出的 我不认识他 可他回过头 就看向了我 满脸关切 您没事吧 是一张完全不认识的脸 下巴削尖 颧骨突出 妥妥是个福伯命短相 活不过三十 而且毕生穷困潦倒 这种人 怎么会有神切 还没等我想明白 马二龙立刻大声叫道 哥 哥你还活着 这就是马二龙的那个翻山客大哥 为什么 对我这么好 而这个尖脸汉子转过了脸 看向了阴灵神 冷冷地说道 你敢伤他 阴灵神死死盯着他 表情十分复杂 你还没魂飞魄散 尖脸汉子嘴角一斜 露出了跟穷酸外貌 截然相反的豪迈 受人之托 终人之势 不敢魂飞魄散 那个笑容 竟然有几分熟悉 可是 好像不该出现在这张脸上 除非 我挣扎起来 我知道他是谁了 果然 外面一阵喊声 大哥 是你不 你还没死 断霉的声音 从头顶响了起来 不慎欢欣喜悦 大哥 把马二哥带出来 咱们走吧 可见脸汉子回过头 看见躺在墙下的马二龙 露出了一脸欠然 楠楠说道 你们怎么还回来了 不是说好了 赶紧离开吗 断霉的声音 急切地响了起来 马二哥 不 是我们 放不下你 尖脸汉子神色一宁 好 好汉子 是我不好 把你们拉下了水 现在快走 还来得及 可这个时候 面前一声冷笑 英灵神 他猛然抬起了手 对着那个尖脸汉子 就砸了下来 你不走 本神送送你 这一瞬 空气似乎都被 汉天阵地的死气劈开 尖脸汉子飞快转身 我只觉得眼前一花 这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拽着 我就躲在了祭坛前一角 嘣的一声 我们前面的那块石头 轰然震开 咻的一声 死死歇在了墙面上 我喘了口气 多谢 尖脸汉子却摇摇头 两只手交叠 过了眉毛 是属下愧对龙恩 亚巴兰已经背着红姑娘 凑了过来 一听这话 顿时一愣 个 他 认识你 红姑娘吸了口气 桑成平安神 你还在呢 我以为 尖脸汉子有些欠然 给娘娘添麻烦了 亚巴兰一愣 他 他怎么 他就是那个 金腰棺材里的正主 显然 这个尖脸汉子 并非他的本貌 他是拖赖了 这个尖脸汉子的身体出去的 目的 应该就是 一个人的力量 不足以把英灵神给封住 想找几个帮手 果然 这位桑成平安神的本职工作 就是专门看守这个英灵神 这些年来 一直是相安无事的 一开始下葬 还时不时会有一些善性来拜计 但是时间久了 这个地方 已经被人淡忘 深深埋在了山里 桑成平安神 也就沉睡了很久 直到前一阵子 他察觉自己的棺果被移动了 这个宝塔 葬是十分精密的 就跟保温杯的盖子一样 松了一分 就不起作用了 这下子 英灵神压不住了 墓穴之中那些随葬的东西 都被英灵神弄活了 出去作乱 那些乘坐公交的驯偶 和喝酒的陶土人 都是诱饵 就是为了 让本地的灵谷童女过来收尸 英灵神吃了灵谷童女 就能逃出生天 找锦朝国君复仇了 他自然要阻拦 可他 被封为桑成平安神的时候 只是一个活人 之后又断了许多年的香火 根本没法跟强大的英灵神相抗衡 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棺果 重新推回到了正确的位置 这个时候 也巧 一个翻山客 看出这里英气外泄 认出这个地方 有大量名气 立刻潜入进来 也就是那个尖脸汉子 尖脸汉子高兴得不得了 一来就来到了主墓室 可他贪心猛眼 不等英煞气 散尽就想开关 结果被英灵神强大的煞气 和今年累月的英气冲撞上 和了他福报命前 承受不了大财的命数 横施当场 不过 这倒是给桑成平安神了机会 他立刻附着在了尖脸汉子身上 想把官果移到了正确的位置上 可一个人的力量仍然不够 那是金刚铁柏 必须得出去找帮手 他一出去 正碰上了马二龙和段梅 这俩人也听说了 迅偶作祟的事情 也想分一杯羹 平安神立刻就带着他们进来了 想借助他们两个的力量 合力把棺材给封上 可没想到 这一重新回来 英灵神的力量 已经越来越大了 三个人的力量 也不够 于是 他就让马二龙和段梅 赶紧拿着自己 已经得到了的那一份离开 也千万不要上主墓室 他想重新想法子 可马二龙和段梅不肯 他们非要去主墓室 怎么也拗不过他们 于是 他也抱着侥幸心理 万一能封上呢 可没想到 英灵神已经从棺材下伸出手来了 他只能自己挡住 让马二龙他们俩快走 说到了这里 他经不住一脸惭愧 到底 还是连累了无辜的人 我立刻问道 这个地方 是被人给动了手脚 英灵神猜出来的 你的压关石 是谁动的 尖脸汉子 两手交叠过眉 还想说话 可这一瞬 又一个响指的声音响了起来 光的一声巨响 四面八方 再次出现了传促的响声 像是数不清的东西 奔着这里围拢了过来 英灵神用了生的那只手 第1680章 穷心三格 一瞬间 周围全部都是千军万马 红姑娘转脸看了过去 立刻说道 快点 这地方撑不住多久了 我也听到了一阵咯吱的声音 好像这地方不堪重负 仔细一看 好像涌上来的除了人涌 还有各种各样的怪物 之前是装饰在神庙梁柱上的 这些怪物张开了嘴 对着我们就扑过来了 不过这些梁柱一动 这地方的支撑点也就发生了松动 看上去 很快就要它陷下来了 这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啊 我转脸看向了斩虚刀 可斩虚刀在离着我很远的地方 更何况 哪怕斩虚刀回到了手里来 我这手也动不了 英灵神显然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 他垂下眼睛 居高临下地盯着桑城平安神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神了 你配吗 话音未落 数不清的死物 对着我们就冲了下来 哑巴兰用猎线索打翻了一片 可四面八方全是怪东西 根本打不完 而红姑娘死死地盯着英灵神 看向了我 我得赶紧过去 我也想 可现在各种死物实在太凶了 怎么过去 要是白货香在身边 手上的死气是不是还能驱散 可现如今 绝对不能把它也拖下水了 好像心有灵犀一样 上头响起了白货香的声音 李北斗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顶住那些人勇 要是这里塌陷了 你们赶紧走 上头没动静了 这一瞬 我就听到了一阵风声 像是什么重物 被抡起来的声音 抬起头 是好几个个头很大的人勇 举起了那个年代的兵器 流星锤 呼啦一声 好几个流星锤 对着我的脑袋就砸过来了 可现在三百六十度环绕都是人勇 根本就没地方躲 我正要护住红姑娘 可一个身影 一下就挡在了我面前 那个尖脸汉子 他抬起了手 只见他身上那种薄弱的 跟羽翼一样的神器 猛然闪耀了来 光的一声巨响 对面那些死物 轰然全部分崩离析 哑巴兰看清楚了 男男说道 这就是 神 是啊 哪怕是极其弱小的神 可神就是神 但这一下 尖脸汉子身上的神器 显然是被透支了 丹西就跪在了我身前 我想伸手扶住他 可手一直保持着 刚才攥着斩虚刀的姿势 根本就伸不出去 尘下无能 尖脸汉子没有回头 之前那豪迈的声音 现在却满是自责 您信得过尘下 尘下去 这哪儿还是说这种话的时候 我立马就想用胳膊 把他给拉起来 这可一瞬间 我本能 就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 是那个英灵神 抬起了能主宰死的右手 人勇怪物一出现 已经把我们能隐秘的地方 破坏殆尽 而人勇怪物 则全部被肃清 没有任何东西 能遮挡住我们了 死气长驱直入 那我们就 我看向了自己的 那双僵硬的手 小球还在里面 想起来 我拼尽全力 去触动真龙谷里藏匿的记忆 想起来 那个金黄色的沙帘 到底是什么 可这一次 小球还不如在老头面前那一次 甚至连转动都无法转动 好似两只手绝缘了一样 而这一瞬 一个人影奔着英灵神就赶了过去 红姑娘 她的眉心 微微一亮 一只手上也炸出了神器 她要在英灵神 还没有完全恢复力量之前 把英灵神的元神给打散 我心里一沉 她是认定 与其等死 不如破釜沉咒 可是不行 红姑娘固然是勇气可嘉 可她现在过去 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我立马喊道 雅巴兰 雅巴兰不用我说 飞身窜了出去 直接把红姑娘给抱住了 红姑娘大怒 你放开我 雅巴兰却极为倔强 你不能送死 你送死了 不光是你自己 这里的百姓怎么办 红姑娘细瘦得身体一僵 可已经来不及了 英灵神对着红姑娘 就抬起了右手 死气 我立刻大喊 躲躲躲躲 雅巴兰眼角余光已经扫到了 她要躲 是可以躲开 但拽着红姑娘 就来不及了 她几乎没有犹豫 一只手把红姑娘甩到了一边 自己转过身子 凛然就挡在了死气前面 我的心猛然凉了 奔着那边就扑 可离这太远了 够不到 我眼睁睁地 看着雅巴兰在我眼前 身体的青灰色 游挡在前面的手臂 一路向着四肢百骸 扩散了过去 雅巴兰 红姑娘就更别提了 死死地盯着她 你 你为什么 雅巴兰耿着脖子 凯然答道 你是姑娘 是爷们 就得保护姑娘 可这话没说完 她的身体就凝固住了 好像一座完美的大理石雕像 她的脸 虽然还是姑娘一样的娇俏 却有男人独有的英气坦率 无所畏惧 红姑娘愣住了 我耳朵里嗡的一下 是剧烈的耳鸣 可耳鸣之中 我听到英灵神冷笑了一声 破风声一起 红姑娘的身体 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给抓住 下一秒 她的脖子 已经被英灵神的手给卡住了 红姑娘眉心的神气 猛然亮起 可顺着跟英灵神身体接触的位置 就流入到了英灵神的身上 而红姑娘自己连神器 带生人气 一点一点消失 脸色一片清灰 眼看也活不成了 坏了 尖脸汉子浑身一颤 吃了灵骨童女 封不住了 我却转过身 笨着她就冲过去了 哑巴兰 你他妈的把哑巴兰还给我 手势不能动了 我一头对着英灵神就撞过去了 这一下 不光是将老爷子的天接刑器 还是狐狸尾巴的暴力刑器 一股劲儿 全用出来了 英灵神正 专心致志地吃红姑娘的灵气 没想到 我竟然有胆子撞上来 不由也是吃了一惊 这一下 红姑娘直接坠落到了地上 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英灵神盯着我 声音一沉 你倒是着急 我根本没心情回答她 只是把全部的力量 都放在了手心的小球上 动起来 给我动起来 我要借用一件东西 十万火急 可这个时候 一只手握住了我的手 温暖 带着药箱 这个气息 是再熟悉不过了 白货箱 我一抬头 愣住了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好了 让你在上头等的吗 白货箱只专心致志地 盯着我的手 放心不下 程兴和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这个动静 你是不是当我们傻 心里一热 可又是一酸 别管我了 快去看看哑巴兰 白货箱一愣 哑巴兰 一抬头 他的脸色也是一变 苏寻正盯着立在原地的哑巴兰 愣住了 可英灵神冷笑了一声 楠楠说道 这帮人的脑袋 恐怕也不怎么清楚 快让开 我一下挡在了白货箱前面 那骨子死气 猛然炸出 比刚才 要浓重好几倍 可一个身影 还是挡在了我面前 是尖脸汉子 他只靠着陷入金比羽衣 还薄弱的神器挡着我 而我眼睁睁 看着那个羽衣一样的神器 越来越薄 直至 消失 他回过了头看着我 眼里一抹内疚 沉下 惭愧 因为薄弱神器消失 他整个身体 承受不住巨大的死气 分崩离析 我的心一宁 我甚至忘了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 英灵神一甩手 跟秋风扫落叶一样 尖脸汉子的身体消失了 他那张不可一世的脸 甚至露出了几分嫌恶 而他一甩手 那柄巨大的镰刀 已经到了他手上 对着红姑娘 跟玉之梦里一模一样 他要 把红姑娘的灵骨砍下来 成星和健壮 立刻就要扑过去 可英灵神的神器实在太大 直接把他给震回来老远 苏寻早搭起了原神宫 可原神宫 也根本没法接近 英灵神望着我们 已经极为不耐烦 他再次抬起来了右手 要把我们 一网打尽 你的手 一直聚精会神的白火箱 忽然大声说道 试试看 吃 就在这个时候 我手心里的小球 飞快地旋转了起来 脑子里面 清清楚楚 出现了一片记忆 那个金色的帘子 叫真元王 放在 穷心阁第三个格子里 能阻隔一切神器 第1681章 万行乾坤 额头一阵剧痛 应该是真龙骨 继续生长了起来 那种剧痛 让人眼前全是白的 没法往下细想了 我只有一个念头 借给我用用 可念头刚起 面前是山崩海啸一样的神器 像是 能把一切全都掀翻 我那骨子力道 对着我们就过来了 这个力量 巨大到可怕 我一下挡在了白火箱前面 白火箱一愣 我抬起头 就看到那骨子 比刚才不知道强大多少倍的死气 对着我们冲了过来 真要是挨上了 大家只能一起坐下了 礼背道 白火箱忽然从一边抓住了我 护在了我身前 就要把我拉开 坏了 他怎么跑我前面去了 这一下 先得打他身上 一股子气冲着蹊跷 生疼而起 出来 出来 可手上飞速旋转的万行乾坤 忽然不动了 这其实只是瞬息之间 可那种感觉 像是一切都被放慢了 大家 真的要一起死在这个地方了 我眼睁睁看着 白火箱仰起来的头发 瞬间失去了光泽 完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金光 促然照亮了 这个黑沉沉的地方 那个沙莲似的东西 凭空出现在了白火箱身前 那么刚猛的神器 竟然就被那个沙莲 举重若轻地挡住了 白火箱的头发 枯萎了三分之一 他自己也觉出来了 回过头 满眼难以置信 不光白火箱 那个英灵神更是如此 他盯着那个网子 喃喃地说道 你连真元网都能拿到 这东西具体是什么来历 我并不知道 那个穷星格是什么地方 我更不知道 可我 竟然真的能用 旺行乾坤借来东西 老头之前说 只有天阶才能控制 看来 这是把我全部的潜能 都给逼出来了 趁着英灵神吃惊的 这一瞬间 我立刻抓住了那个网子 引出了全部的力量 对着英灵神就置了出去 英灵神反应过来 转身就躲了过去 堂堂一个大邪神 竟然也能露出 那么狼狈的姿态 他对这个帘子 像是充满了畏惧 可我已经一脚 把斩虚刀从地上踢起 凌空抓住 冲着他的退路 就劈了过去 九尾狐的邪气 裹挟着斩虚刀的煞气 猛然窜出 英灵神盯着那个煞气 却愣了一下 他认识这个气息 我是好奇 可这没耽误反应速度 我一脚 就把那个网子 逼到了英灵神的身上 那个帘子 跟活的一样 附着在了英灵神身上 瞬间就把他死死缠附住了 红姑娘一丝犹豫都没有 扑过来 对着他的头 就举起了手 是啊 他请我来 等的就是这一瞬 他却没能拍下来 英灵神仰起了头盯着他 现如今 他的神器 已经全部被那个帘子包裹住 一丝都泄露不出来 他的眼神里 有憎恨 有咬牙切齿 还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怀疑 像是疑惑 红姑娘为什么不下手 他这种大邪神 跟我们又仇身四海 留着是养虎为患 没想到 红姑娘咬了咬牙 立声说道 你把他丢救活 他指的 赫然是哑巴兰 英灵神盯着红姑娘 也十分意外 为了一个凡人 浪费消灭本神的机会 红姑娘救急复发 细瘦的身体一抖 重重地咳嗽了起来 你 你管不着 原来 被英灵神拿走了生命的 就只有英灵神能送回来 哑巴兰还有叫 我顿时就高兴了起来 可这个时候 我忽然觉出不对 吃的一声 小球再一次在手里 飞快地旋转了起来 奇怪 我没有要用他 他为什么转 但我耳朵里嗡的一下 瞬间就想明白了 万行乾坤是能借来东西 可借东西的时间 是有限制的 这就好比我刚开始 学会旺气的时候 一天只能旺三次 看样子 等小球旋转完了 那真远网 就要被还回去了 不行 哑巴兰还没救 怎么可能让你停 小球旋转的速度 越来越慢 觉得出来 应该是再次停止旋转的时候 真远网就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了 我立马拿出了 自己全部的行器 去催动那个小球 转一会儿 再给我多转一会儿 白货香绝出来了 大声说道 你身体已经损耗 很多行器了 一下子用这么多 对你身体没好处 自从在三清盛会上 拿到了天师府的灵食 行器是可以源源不绝 但我毕竟还是递阶 过量使用 不属于自己的行器 确实会有损耗 可谁管它损耗不损耗 我要哑巴兰回来 耳边一片温热 像是躺了血 可我没在乎 只盯着英灵神 你听见了没有 把他救活 英灵神却没挣扎 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万行乾坤 抬头 难以置信地盯着我 九尾狐的尾巴和东西 怎么会在你身上 也是你杀的 对了 老头说过 万行乾坤是一个大狐仙 用自己狐狸嫁女的本事 做出来的 我当时没多问 现在看英灵神的表现 难道 也是那个九尾狐做的 这个英灵神 也跟那个九尾狐有关系 我一寻思 咬着牙 假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要是把我朋友救活 我就告诉你 可这个时候 因为要拖住万行乾坤 我耳朵里的耳鸣声 越来越重 整个人 有种气血逆流的感觉 英灵神看了雅巴兰一眼 这才说到 真元王捆着本神 本神伸不出手 红姑娘立刻点了点头 意思是 她的手就在英灵神额头上 真有意外 她一掌就搭在天灵盖上 那就 把真元王打开一脚 别说 那东西真的跟人一样 竟然真的松开了几分 刚好容英灵神的手露出来 英灵神缓缓抬起了主圣的左手 果然 下一秒 雅巴兰身上那种青灰色 瞬间消失 她恢复了生人气 跟解冻了一样 往后一倒 正被苏寻给扶住 英灵神抬起头看着我 该你了 九尾狐 到底怎么样了 她的眼神 有急切 也有担心 第1682章 借刀杀人 我吸了口气 索性实话实话 她没死 被关起来了 英灵神抬起了眼眸 难以置信 有人能关她 三清老人 我答道 跟一般的人 不大一样 三清老人那个时候 应该是天师府最高的战力了 不过在风九尾狐的时候 也因为两败俱伤 身体都留下了后遗症 南震当年的雄风 哪怕这样 只怕也比普通的天阶强很多 而这一瞬 英灵神勃然大怒 好大的胆子 因为左手已经挣脱了真元王 她身上的神器 跟炸裂一样 猛然地席卷了出来 坏了 我立马看向了红姑娘 我已经快支撑不住万行乾坤了 红姑娘绝出来 立刻抬起了手 重重就要拍到了英灵神的头上 可这一瞬 整个大庙忽然传来了一阵异动 红姑娘身形一个不稳 手劈空 差点没扑到了地上 程兴河也从地上挣扎了起来 地震了 不对 她的声音一片骇然 七星 又她娘来活了 我绝出来了 这个地方 自身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历史 说年九十休都是抬举她了 哪怕当年的建筑坚固 可饱受了斩虚刀 和英灵神神器的蹂躏 早该坚持不住了 不过这个力道 不是本身的崩塌 是来自上头那一层的力道 有一股极其强烈的煞气 从上头透了下来 是有人想趁着我们拳下来 移动平安神观谷的机关 连我们 带英灵神 一起重新封起来 我的心顿时一提 看向了苏巡 苏巡已经把哑巴兰背在了身上 大声说道 这个地方的阵法 应该是很多先生一起步的 凭着咱们出不去 不说也猜出来了 程兴河看向了我 英灵神都能封住的阵 咱们能逃出去 才有了鬼 这就对了 当初拿走了平安神观谷的压关时 把英灵神唤醒的 恐怕就是这个目的 好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英灵神也觉出了 一下皱起了眉头 红姑娘立刻挣扎了起来 一只手要盖在了英灵神头上 她是想着 斩草除根 既然已经下来了 那好歹把英灵神给收拾了 免得以后 她还会出去作乱 我心念一转 却大声说道 红姑娘 手下留情 这一下 一口血就从我嘴里给喷出来了 红姑娘的手 就差一丝 就盖在英灵神天灵盖上了 英灵神和红姑娘同时一愣 与此同时 我嗓子又是一阵心田 行器再也支撑不住 小球猛然停止了旋转 跟断了电一样 落在了我手心里 就在这一瞬 真元网的金色疏然消失 英灵神再也没有了控制 红姑娘接近英灵神的额头的手 却猛然被那个巨大的力量给掀翻 英灵神猛然站了起来 我就听到白货香尖叫了一声 李北斗 风在耳边猛地擦过 英灵神那张英气的脸 疏然几乎贴近了我面前 她狭长深邃的眼睛里 一片盛怒 凤凰毛啪的一下 从后面弹了出来 你撒开七星 可凤凰毛根本就无法靠近英灵神 离着老远 就被震开了 甚至她自己的身体 都被带出去了老远 一个亮枪 好像英灵神身边 有一道极为宽广的 看不见的屏障 同样被震出去老远的红姑娘 也勉强站起来 不住地磕 为什么 英灵神的眼神里 也是同样的意思 红姑娘马上就能散了她的元神了 我为什么非要叫停 我抬头看向了英灵神 是因为 有件事 我得告诉你 你这一次 之所以醒过来 不是有人想帮你 是有人不把你放在眼里 要戏耍你 英灵神狭长的眼睛一按 你说什么 就是在外面动宝塔葬 想把咱们封在这里的人 我吐出了一口血墨子 是啊 一开始 他们移动了宝塔葬 把你唤醒 看上去 像是在帮你得到自由 可现在呢 你看出来了吧 他们重新把宝塔葬封回去了 为什么 就为了利用你 来抓我们 在英灵神听到了利用两个字之后 我立刻觉出 身边的空气 似乎都是一阵震动 她大怒 我立刻接着说道 从你放出迅偶 又骗灵谷童女 倒把我们一起引下来 你一步一步 都是被他们算计的 你以为你报仇了 其实呢 是被人骗了 你现在明白了吧 英灵神身上的神器 几乎沸腾 神是人供奉出来的 也有人的性格 英灵神最看重的是尊严 而之所以 恨警朝国君 就是因为警朝国君 把他给骗了 不把他放在眼里 他最恨人 践踏他的尊严 可现在 外面那利用他的人 就是这么做的 不过是想借助他的手 来铲除我们 他根本就接受不了 自己的尊严 被人当枪使 我立刻就说道 你要是想报仇 现在宝塔葬 还没被移动到 正确的位置 杀出去 让他们看看 英灵神真正的力量 让这些藐视神灵的东西 知道知道 这是什么下场 不然得化 我接着说道 你又要 被他们重新关在这里 继续不见天日 这种日子 你没过够吗 这口气不出 你咽得下吗 英灵神听到了 简直是个正合我意的表情 头顶上那个缝隙 只剩下一线了 就在那一线光合拢之前 轰的一声 我们就听到 周围一阵爆裂的声音 砖石 木材 似乎一瞬之间 全部崩塌 暴躁而喜怒无常的性格 其实是最容易被煽动的 上头一阵惊呼 那道裂缝瞬间扩大 宛如被天狗吐出的月亮 那些人 英灵神咬着牙 是谁 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数不清的砖石瓦砾炸开 风声一掠 我就掘出眼前一亮 英灵神身上的长长锁链 已经全部碎裂 他轻轻松松 就到达了宝塔藏的上一层 那个巨大的金腰棺材旁边 一行人 正在推那个棺材 是一群图神使者 根本不出意料之外 其实诚心和说得对 如果英灵神苏醒 是因为地震 或者四项局被破坏 引发的风水不稳 那图神使者职责所在 应该自己来搞定 可他们却没有出现 逼着 灵谷童女亲自来解决 为什么 就是为了让英灵神 吃掉了灵谷童女 得到了原来的本事 那个时候的英灵神 哪怕不是主神和正神 力量也是极为可怕的 对付我 绰绰有余 英灵神重获力量之后 第一件事是什么 肯定是去找 把自己封禁 跟自己仇身四海的警朝国君 也就是我 一旦英灵神找到我 那我绝对是没有还手之力的 妥妥 是个借刀杀人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我竟然在千眼玄武的指点下 自己也跑到这里来了 那对他们来说 就更简单了 什么时候 我们下到了这个宝塔葬下面 那他们跟平安神做的一样 重新把英灵神给封住就行了 英灵神都逃不出来的阵 我们一行人 也只能陪葬 为了对付我们 他们真是没少费心啊 能想出这个法子的 也只能是图神使者之中的谁 我盯着那些图神使者 是哪一个 我想起来了 老头跟我提起过的 那个穿着红衣的图神使者 他 会是四项局这件事情之中的真凶吗 还没等我看清楚 英灵神巨大的力量炸出 那些图神使者 几乎全部被掀翻 英灵神的力量 果然可怕 第1683章 不合规矩 那些图神使者健壮 显然也十分意外 因为照着他们的计划 我和英灵神现如今在底下 应该是互相厮杀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了一起 这些图神使者 虽然数目没有之前 合落出现的时候那么多 可看上去 煞气比之前那些强得多 对了 他们也分三六九等 这些 无疑是跟灵雾的七八丹一样 算是图神使者里的好手 其中一个图神使者大声说道 英灵神 你不是要杀警朝国君吗 现在警朝国君已经在你手上了 你可以 结果话没说完 一股子死气 奔着那个图神使者就过去了 那个图神使者 不愧是能站出来说话的 身子偏然一翻 直接就把死气给让过去了 一道墙在他身后 轰然炸出一道深坑 那种面具一样的笑 终于沉了下来 英灵神 别忘了你的身份 我当时就笑了 你说了这句话 那我就省事了 跟英灵神之间的一场仗 是你自己亲自点的火 果然 话音未落 铺天盖地的死气炸出 前面的图神使者 全被撞出去了老远 那些图神使者身上 都跟平安神一样 有一层神器 算是能跟防弹衣一样 抵御死气 所以一时之间 没有跟亚巴兰和马尔龙一样 当场扑街 程兴河已经从后面钻了上来 社会我灵哥 神狠话不多 那些图神使者 因为自己的身份 也是被各种正神邪神畏惧惯了 一看英灵神竟然抬手反击 表情也冷了下来 散神思 那个领头的一声利和 我心里一紧 这东西 我在从须弥穿出来的时候 见过 能把神器打散 图神使者 就是靠着这个来猎杀犯了过错的神灵的 英灵神也不会不认识 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 这一瞬 数不清的散神思 奔着这里就划过来了 像是批破夜空的 一道又一道闪电 可我手一翻 斩虚刀对着那些散神思 就划过去了 嘣的一声 那些散神思 竟然在斩虚刀下面 分崩离析 许多图神使者 都被震住了 斩虚刀 实货呀 我翻转手腕 冷笑 咱们比比 看看哪个锐 那些图神使者 暗地对望了一眼 都露出了不妙的表情 散神思是可以打破神器 可斩虚刀 能图神 不过 我隐隐约约有种感觉 这些图神使者 似乎对斩虚刀很熟悉 图神 难道 这把能图神的刀 曾经跟他们图神使者 有什么关系 没容我多想 那个为首的图神使者 立声说道 不管他能拿到什么 今天不把事情给结了 咱们回不去 剩下的听见了 都跟想起来了什么似的 对着我们就扑过来了 数不清的散神思 对着这里一冲 我挡住了前面大部分 程兴河的凤凰毛紧随其后 苏寻把哑巴拦往身上一杯 原神宫也覆盖了一部分 而这个时候 红姑娘也和白货香一起出来了 盯着那些图神使者 立声说道 你们这么做 不合规矩 也许 守规矩 就没法杀了我 屡次杀我 屡次失败 他们已经被逼到了 无计可施的程度 几个图神使者对看了一眼 红姑娘 其实也是他们利用的一环 但红姑娘身份特殊 要是把事情捅出去 对他们来说也是麻烦 所以他们才希望 红姑娘能跟英灵神 还有我们一起消失 眼看着散神司 再一次冲着英灵神过来 斩虚刀又是一消 一回头 却发现英灵神看着我的表情 凝制住了 怎么了 英灵神微微皱起了眉头 你 为什么要帮我 为他挡住了散神司 我对他一笑 我听说 你给过一个侨夫 逃过一劫的机会 英灵神没回话 显然 他没忘记 当年警朝国君不尊重他的事情 认定我们俩 应该是你死我活 仇身四海才对 斩虚刀一旋 面前的散神司再次出现 也再次被全部切断 我回过头 不瞒你说 以前的事情 我全部记得了 现在 我就在找那些记忆 不过 我觉得 但凡是知恩图报的 总不会坏到什么程度 英灵神愣了一下 可现在根本就不是说话的时候 数不清的散神司铺天盖地 交错纵横 几乎成了一道密实的网 英灵神皱起了眉头 忽然抬起了左手 哗啦一声 许多人涌了扑了过来 用自己水袖 跟散神司死死交缠在了一起 但那些水袖 怎么可能跟散神司相提并论 一瞬间 全碎地跟鹅子翅膀一样 散神司确实厉害 可这里的人勇 实在是太多了 加上之前被我喝了倒彩 脸上全有怨怼之色 他们如同一道堤坝 正把图神使者暂时牵制住 英灵神指向了一个位置 你们先走 我一愣 你不杀我了 不光是我 程兴和他们都看向了英灵神 是知道他喜怒无常 但不知道到了这个程度 他没看我 只看向了人勇候那些图神使者 自从坐在了这个位置上 对我好的 世上没有几个 我明白过来了 世人给他的 只有畏惧 没有温情 他喜怒无常 也是因为极度缺乏温情 所以会把信仰和尊严抓得很紧 看得很重 所以 那个老太太不过一饭之恩 他怎么也得还 得到的不多 就格外珍惜 我一直想成为一个正神 他缓缓说道 我一直很羡慕那些平安神 财神 喜神 因为他们会给人带来好事 每个人见他们的时候 都喜笑颜开 我觉得 这是因为 他们都是正神 又有图神使者的散神司 席卷了过来 数不清的人勇 挡在了英灵神前面 被直接撕碎 但很快 与后春笋一样 又起来了一批 交错闪烁的神器 似乎见到了他的眼睛里 那狭长的眼睛 璀璨亮起 所以 我一直都很想成为正神 你下令 劫走我神庙里祭祀的时候 我已经接近正神了 甚至 只要成为了正神 我可以做主神之一 可因为锦朝国君 他的信仰一落千丈 一切全完了 换位思考 谁都会恨 那些人勇 虽然是在帮他抵御 那些图神使者 可身姿十分曼妙 甚至 不知道什么角落 还想起来了一些 依稀的唱词 不外乎才子家人 你来我往 英灵神跟着那些声音 半闭眼睛 一只手 轻轻打着拍子 我喜欢听戏 其实就是因为 戏里的悲欢离合 我体会不到 我拥有的 只有畏惧 他这句话 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自己参与不到 才特别入迷 一个高枪 不知道在哪里扬起 在这一片屠戮厮杀之中 十分突兀 异曲 唱进人间事 台下悲欢谁人知 英灵神似乎很喜欢这一句 他没有再说话 一只手 指向了那个位置 你可不能死 收拾完了这些东西 我跟你的账 再慢慢来算 还有九尾湖的事情 你慢慢告诉我 那个地方 是一个很狭窄的小洞 应该是之前 翻山客挖出来的道洞 程兴河扯了我一把 意思是 赶紧走吧 我带着他们 就往那地方赶 一群徒神使者涌了上来 要拦住我们 可不管谁来 英灵神一抬手 全部飞出去了老远 他亲自给我们 开这一条路 我回头想道谢 可他根本就没看我 可这个时候 程兴河拉了我一把 那个图神使者的领头的 舒然挡在了我们面前 那个表情像是在说 你出不去了 第1684章 炼狱之火 我看向了白货香 帮我个忙 白货香立刻点头 你说得出 我做得到 他不由自主 就把胸膛挺起来了 似乎等这个机会很久了 一会儿 我把图神使者牵制住 你跟苏巡 把雅巴兰带出去 白货香一愣 那个领头的图神使者却一笑 针龙骨都没了 还能说出这种大话 话音未落 数不清的散神思 对着我就卷了过来 不愧是个领头的 速度和力量 跟之前那些称得上好手的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可斩虚刀裹着九尾狐的妖气 奔着那些散神思 就冲过去了 当 左手边 出现了一个缺口 白货香还想看我 我一把推在了他背后 快 他身体一颤 终于扶着苏巡肩膀上的 哑巴兰奔着道洞就冲过去了 在哑巴兰和苏巡的身影 在道洞之中消失的时候 他忽然回过头 大声说道 我只等你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我要是不出去 他就会折回来 承兴和叹了口气 七星 要说你点背吧 其实 你挺幸运的 谁说不是呢 可有些幸运 很沉重 还没等我答话 几个图神使者奔着我就冲了过来 这一下是四面受敌 我笑了前面几个 可图神使者目的就是我 四面八方 几乎是没有死角 掀翻左边的 右边的承兴和帮我挡着 后面又是一股破风声 但我一回头 一个娇小的身影出现 对着我后面 一巴掌就盖了过去 啪的一声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图神使者 浑身坚不可摧的神器 疏然就散开了 下一秒 那个身影退出半步 就疯化了 散得像是鹅兔级的一把沙子 我和承兴和一下看愣了 洪姑娘又是一阵咳嗽 气喘吁吁地说道 你们欺人太甚 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和承兴和一对眼 同时倒吸一口凉气 不愧是铃骨童女 邪神口中的娘娘 剩下的图神使者 眼见这一切 不由自主就色缩了一下 可那个领头的立声说道 后退的 别想回去 说着 自己率先一把散神丝 就冲过来了 承兴和用凤凰毛 推开了一部分 不是说散神丝 是创世神的头发 制造出来的吗 这么多头发 他老人家 是不是该用霸王了 什么大不敬的话也说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我甩手削断了一片 承兴和十分不服 我也只是说说大不敬的话 你连他老人家的头发都削 干得那是大不敬的事啊 不要在意这么多细节 面前寒光一闪 那领头的 再一次追过来了 我抬起斩虚刀挡过去 但是这一下 我手上就是一重 接着 一疼 一低头 卧槽 整个被散神丝缠上 细密的丝 直接勒入到了肉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一把散神丝 从他手底下撒出来 死死死缠住了我的手 他手底下一转 我跟古代被缠住手的流放囚犯一样 顿时就被他拉了一个猎钱 七星 程兴和立马就要用凤凰毛 把散神丝勾断 可凤凰毛 怎么能跟创世神的头发比 不断就不错了 不可能拉开 这个领头的冷笑了一声 那两兄弟 真是你打败的 那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他这一生 充满了怀疑 还以为 你多厉害 现在看来 他们俩是该让位了 领头的一笑 充满了野心 看来 谋求这个活 他没少伤心 就是想立个大功啊 我立刻拼尽全力 去积蓄手上的气 可面对这种散神丝 哪怕太碎牙 朱邪手 九尾狐的煞气夹起来 都没法扯断 能弄开的 只有斩虚刀一样 可这个时候 我身后猛然 炸起了一道神器 简直 贯穿还宇 这一下 面前的那个首领 身体不由自主 就摔出去了老远 直到重重地 撞在了墙上 这是 英灵神 果然 那个冰冷的声音 在脑后响了起来 本神说过 这条路 本神给你开 那就谁也拦不住本神 我一笑 跟煞神一样 直接把斩虚刀叼在了嘴上 往下一刻 手腕上的散神丝 全部断开 那个首领一撞之下 大怒 力声说道 都给我挡 全部的图神使者 把这里 围绕得水泄不通 本来以为用不上了 那个图神使者 冷冷地说道 把那个拿出来 其中一个人手上 拿出了一个盒子 一见到了那个盒子 英灵神的眉头 一下就皱了起来 接着 他一只手 推在了我肩膀上 现在就走 那东西 连英灵神都记得 我只看见 盒子的锁 是个莲花形的 爬到了到洞里 我回过头 看向了英灵神 我就说一句话 英灵神看向了我 挑起了眉头 似乎疑心 我能说出什么来 正神照料了凡人的愿望 是赏善 固然重要 但是 罚恶 也总得有人来做 我盯着他 我觉得 你做的是 其他神做不到的事情 那些亡灵 总得有人来收 恶人 总得有人来惩治 慈眉善目的菩萨身边 也有怒目金刚 不过是分工不同 目的 一样是普度众生 英灵神一愣 回头看向了我 不管你是正神 是邪神 我接着说道 英灵神 只有你一个 独一无二 你孤单 也许 只是因为你特别 这句话一想起来 英灵神狭长的眼睛 猛然就亮了起来 这一瞬 那个盒子被打开 出现了一道黑色的东西 看上去 像是一团黑雾一样 陀罗炼狱火 红姑娘立声说道 那东西 能把神灵 烧成灰飞烟面 而那个首领 直接把那个东西 对着我们就泼过来了 可英灵神猛然抬起了手 那谷子神器 把全部都挡住了 不光如此 所有的图神使者 身上那种薄薄的神器 全部被荡敌上 接着 碎裂 他们彼此看了看 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尤其那个首领 喃喃地说道 不可能 可那些青灰色的死器 争先恐后 蔓延到了他们身上 英灵神居高临下 这就是 你们冒赌本神的下场 那些图神使者 化成了一个一个 人形的沙丘 全散开了 包括那个首领 他好了 我顿时高兴了起来 不愧是英灵神 他对我笑了笑 忽然开了口 谢谢 这个笑容 十分满足 我也想笑 可没笑出来 成星和大声说道 七星 你看后面 图神使者是消失了 但是那个黑色的东西 没有消失 下一秒 英灵神的神器 竟然被那道 黑色的东西烧开 接着 那黑色的东西 顺着英灵神的神器 对着他就蔓延了上来 活像一团燃烧的黑火 活的 红姑娘声音一颤 这下 英灵神完了 第1685章 还你自由 完了 成星和立马问道 还能救吗 成狗自从跟我在一起 见这种离合悲欢 简直太多了 可他一直没有麻木过 红姑娘吸了口气 来不及了 原来 那种陀螺炼玉火 蔓延到哪里 就消灭到哪里 所以连图神使者 也不会轻易用 一旦拿出来 不烧灭一切不罢休 等于同归于尽 玉石俱焚 谁都不想魂飞魄散 眼看着那黑色烟雾一样的东西 奔着英灵神烧过去 英灵神缓缓闭上了眼睛 但是 嘴角是个心满意足的笑 他缺的不光是别人的温情 还缺对自己的认可吧 红姑娘拉我一把 快走 不然咱们也 我却回过头 踹了程兴河一脚 带红姑娘出去 程兴河一愣 你说啥 我却遮过身子 从盗洞之中扑了出去 七星 程兴河几乎跳脚 你疯了 我从盗洞窜出去 那黑雾已经吞噬到了 英灵神的素色长袍下面了 英灵神觉察出来 睁开眼睛看向了我 狭长的眼睛也是一凝 还没等他发问 我早就伸手 对着他说道 你愿意跟着我吗 等我弄清楚了一切 还你一个庙 带你去听戏 英灵神愣住了 这个时候 黑色的烟雾 眼看着要吞噬到他的身体了 你要是信得过我 给我个寄身符 他忽然笑了 也好 这是你欠我的 一个黄铜小牌子 沉甸甸地落在了我手上 跟阿满的满字金箔很相似 上面写着两个囚禁的字 祝铜 果然是神的名字 那些黑色的烟雾 对着我就扑了过来 但是烧过了铜牌的一瞬间 那些黑色的烟雾消失了 隐隐约约 像是听到了一句话 我可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我自己 程兴河已经窜了出来 怎么样了 成了吗 没有那么容易 红姑娘叹了口气 那是陀螺炼玉火 果然 我低下头 看向了手心的黄铜牌子 那个黄铜牌子 一片焦黑 那英灵神 她的神器 被燃烧殆尽了 呼唤不出来 到底 还是没来得及 红姑娘摇摇头 像是做好了决定 把寄身符 从我手里拿过去 自己握紧了 等她还给我的时候 我发现 寄身符的焦黑后面 隐然露出了一丝神器 极其细微 英灵神 没有完全消失 红姑娘答道 算是我 偷偷给你们个人情 可别告诉别人 我一下高兴了起来 她是不是还能回来 大概 等到了合适的时候吧 红姑娘冲我眨眨眼 谁也说不好 只要神器还在 哪怕她暂时消失 以后总还是有希望的 有希望 就比什么都强 你很聪明 红姑娘看着我 这也许是 唯一能救她的方法 也许 这是我欠她的 回头看向了 那个金腰棺材 那一位 也在这里守了很长时间 我冲着金腰棺材走过去 一只手盖在了棺材上 这里面 是桑城平安神 他尽忠指手 在这里镇压英灵神 这么长时间 哪怕是个有期徒刑 也该到时间了 额头一阵剧痛 隐隐约约 似乎想起来了什么东西 这金腰棺材里 躺着的 应该是个年老 却依然睽萎的将领 我还记得 他看似和善 可冲锋陷阵的时候 怒目远睁 让人肝胆欲裂 可一旦回到军营 风趣幽默 尤其喜欢听书 会跟着说书人的故事里的喜怒哀乐 拍桌大骂 或者机掌叫好 简直旁若无人 是个性情中人 他最爱热闹 有一次 因为跟军事游戏 耽误了行军时间 他要受处分 挨三百鞭子 看在他年老的份上 要他单独关在帐子里三天即可 可他瞪起眼睛 关陈下三天 那陈下请恩典 还是打陈下三百鞭吧 一个人憋三天 那个劲 那比三百鞭子还难受啊 可现在 他一个人镇压在这里 几百年 难怪这里这么多五月勇 不光是英灵神喜欢 他也喜欢 我低声说道 如果 当初是我把你封在这里的 那现在开始 桑成平安神 你自由了 这里 没有需要 你再继续镇压的东西了 想上哪里 就上哪里吧 我听到了咔嚓一声响 像是什么东西裂开了 隐隐约约 像是看见了 一个身影出现了 对着我败了下来 一直以来 你辛苦了 多谢 那个身影磕了个头 疏然消失了 像是 如释重负 可这一瞬间 那个裂开的声音 却并没有停止 相反 一路蔓延 我们简直太有经验了 守护这里的平安神都离开了 这地方 留不住了 眼看着这地方要塌陷 我们立马冲着倒洞 就钻了过去 天花板大片大片的塌陷 砖石瓦砾擦着身体 哗啦啦往下掉 跟下暴雨一样 弄了我们一人一身灰 我们一路 往倒洞冲了过去 可一回头 倒洞也堵死了 完了 程兴河回头看着我 那就 超近的地方没有了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 我们的来路 我们只好遮过身子往外赶 运气还算不错 目测勉强能出去 可没想到 出了主墓室 竟然看见了墓道里 黑压压一大片的人 是本地的居民 都在抢这里的随葬品 红姑娘一愣 那人头攒促得跟春运一样 把牧师口都堵满了 唉 你们绝没绝出来 这地方有点不稳当 有人嘀咕着说道 害怕就赶紧走 我反正还得往里弄点 要是让公家知道了 肯定把这里保护起来 就没咱们什么事了 说起来 红姑娘呢 是不是在最里面 找最好的东西去了 鸡贼 后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是我们 带着红姑娘上这里来的路上 被那几个熊孩子跟踪了 他们一直想着报复红姑娘 看我们来了这个地方 就把家里人给喊来了 那些人好奇 跟进来一看 才知道满城的鹰雾 是从这里出来的 他们确实怕鬼 但是穷比鬼还可怕 知道这里 有大量值钱的殉葬品 一传石十传百 全来哄强了 坏了 程兴和听着后面的动静 这帮渔民再不让开 大家都得压在这 我立马大声喊道 都让开 这里要他了 可那些人听见 还嘻嘻哈哈 哟 来了 自己捞肥了 怕咱们分一杯羹 还吓唬咱们呢 全让你们独吞就好了 听得进去 那就不是愚民了 程兴和立马说道 咱们先把命给保住 别成了大将 红姑娘叹了口气 看向了身后 后面哗啦啦 以极快的速度 全部坍塌了下来 可外面的人不知道 还在争先恐后 往里面拥挤 根本就不信 这里会塌陷 自己还没捞到好处呢 他就不能塌 我们能逃出去 可放着不管 这些人就不行了 红姑娘看着我们 你们先走 那你呢 她没答话 一只手拍在了墙上 四周围 忽然出现了璀璨的神器 数不清的身影 交错出现 挡住了这里的塌陷 那个碎裂的声音 煞时就停止了 原来 是红姑娘 把附近的闲散小神 召唤过来了 快走 一股子极大的神器 从里面 向着外面逼了出来 那些人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撒腿就往外面跑 闹鬼了 还真闹鬼了 跑呀 程兴和也要拉我跑 可我回过头 察觉到 红姑娘脸色不对劲 第1686章 黄铜牌子 她额头上 那个神器大圣 可身体其他部分的生人器 开始迅速下降 我是再明白不过了 她为了救那些 进来捞便宜的人 把不该用的力量 也用出来了 这样的话 自己的身体 绝对承受不住 就在最后一个人 也跌跌撞撞地 跑出去的时候 她看向了我们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只能用眼神 让我们赶紧走 咯吱 那个碎裂的声音 再一次响了起来 我吸了口气 给程兴和使了个眼色 程兴和跟我想到了 一处去了 二话没说 一下就把红姑娘 扛在了肩膀上 奔着外面撒腿就跑 红姑娘一愣 这一下 神器消失 这个地方 坍塌得更快了 我活动了一下脚踝 蓄积了行器 以自己最大的力量 直接把他们俩给撞了出去 风掠过了耳朵 眼前一亮 我们三个就从里面冲了出来 几乎是同时 墓穴全部坍塌 离着我的脚 就差一萝卜皮的距离 程兴和给红姑娘做了肉垫 压得喘不过气来 程兴和 你没事吧 我不是程兴和了 我是程兼饼 倒也没有那么吹弹可破 我把红姑娘扶起来 红姑娘的脸色难看得吓人 额头中间的神器 瞬间消失了 看样子 元气大伤 我立马问她 有事没有 她摇摇头 五年之内 没法再用神器了 不过 比起被压在里面 强多了 说着一笑 竟然是心满意足 比我上一次转世 也幸运多了 那一次 冷得很 原来 她上一次转世 也是为了救人 说着 咔咔地咳嗽了起来 还落下了胎里带的病根 那些被神器推出来的人 横七竖八躺了一地 这才刚缓过来 看着她陷了的木道 全愣住了 有几个人是从远处来的 不知道发生的事情 一看坍塌 不由锤胸顿足 你们是捞够了 怎么还给弄她了 难得有点便宜 一点活路都不给人留 知道他们是渔民 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这么好 程兴河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们那么对你 你也不生气 红姑娘微微一笑 跟李北斗说的一样 有人理解如何 没人理解又如何 有些事情 总得有人来做 这一瞬 一个老太太忽然从地上挣扎了起来 她也是被冲出来的一个 怀里满是迅偶 十九年前 也是一样的 她盯着红姑娘 一模一样 也是这种 原来 十九年前 本地大寒 附近的水库 结了一层厚冰 十值年关 许多人跑到水库那破冰钓鱼 当时 上一个领古童女跑过去 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说这地方危险 底下有东西 赶紧走 可破开窟窿 就能拿到鲜鱼 过年添好几道菜 谁听 过来钻窟窿捞鱼的越来越多 那个老太太拦不住 就叹了口气 哗啦一声 冰层忽然翻了 冰上的人全体掉了下去 只有这个老太太看到 上一任领古童女下了水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气 那些人硬是从水里挣扎了出来 谁也说不好 是怎么出来的 唯独上一任领古童女不见了 到了现在 也没人知道 上一任领古童女的尸身到 哪里去了 只是隔了不多久 红姑娘出生了 我和成心核心头一阵 做了领古童女 看似能镇压邪神 可肉眼凡胎 一样凡人的生老病死苦 都逃不掉 难怪 她说 上次冷 留下了病根 老太太说着 把命似的迅偶撒开 对着红姑娘就拜了下来 大声说道 多谢活菩萨 其余的那些被救的人 也都反应过来了 刚才没有那个神器 别说取东西了 大家全得压在里面 哗啦啦一声 附近的人全跪下了 我后心一阵一阵地发冷 没法想象 沉入冰层 陷入瓦砾的时候 人会有多痛苦 多绝望 可她哪怕有一次 甚至几次的经验 还是选择牺牲自己 来救这些人 成心核盯着她 值得吗 其实 这些人说的也是 吃哪样饭 受哪样累 红姑娘看向了那些跪下的百姓 微微一笑 众生皆苦 你说 他们要是风衣足时 会冰天雪地 去挖窟窿钓鱼 会冒着坍塌的危险 是啊 人人都是蝼蚁 可每一个蝼蚁 都想尽可能让自己 过得更更好一点 这是活着的宿命 可是 在看穿一切丑恶之后 还能贯彻坚持给他们服用 并且永不后悔 这是真正的神 那几个晚来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你看我 我看你 随大流逝的 也跟着跪下了 那几个 往红姑娘门口砸尿的小孩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也都傻了眼 还想说什么 可脑袋被家里人摁下去了 不让他们抬起来 程兴和如释重负 你那个画虎尾巴的风水术 别说 还真管用 接着 她看向了红姑娘 那几个图神使者 敢对你做出这种事 是不是得弹劾弹劾 红姑娘自然点头 可是 我心里却明白 弹劾容易 那几个 已经被陀罗地狱火 烧得死无对证 什么锅 死人都背得懂 程兴和有些不服 可他们做的事 就这么算了 那自然是不能算 每一笔账 早晚都要他们还 保不齐 还要算上一些利息 红姑娘看着我的额头 皱起了眉头 一开始 我没认出你来 剩下的路 恐怕不好走 没关系 好走不好走 我也会一路向前 红姑娘对我一笑 我信得过你 我看向了手里的 那个黄铜牌子 她重新沉睡 可我还不知道 英灵神跟九尾狐 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个九尾狐 好大的来历 希望英灵神 有一天能醒过来 可以让我亲自问问 警朝国君欠的债 可真不少 身后一阵脚步声 是白货香 他们过来了 他们从道洞后面 绕过来 看见了眼前这一切 也愣了一下 但是 立刻就猜出什么情况了 一看我们全须全已 也都松了一口气 红姑娘看向了雅巴兰 却皱起了眉头 雅巴兰到现在 还没醒过来 第1687章 魂魄冲散 我立刻看向了白货香 她怎么了 白货香摇摇头 也一脸担心 她的魂魄冲散 找不到了 这下麻烦了 当时雅巴兰 是被英灵神 亲自吓得死气 魂魄 应该是直接给冲出去了 虽然后来 英灵神把她身体复活 可她的魂魄 可能遭受的冲击太强 还没能回来 能用的收魂法 我们都用了 白货香皱起了眉头 可就是回不来 成星河把鞋脏下来 对着雅巴兰脑袋上就打 兰如月 回家吃饭 兰如月 回家吃饭 苏巡一下 拦住了成星河 没用 有用早就回来了 你轻便 别把她打傻了 要论这方面 我们都是杭家里手 可魂还是收不回来 是迷路走远啊 可雅巴兰人生地不熟 能上哪去 我立刻四下里 去寻找她的生人器 可把四周围都看了一遍 也没找到 英灵神的力量太大了 可得抓紧了时间 苏巡脑门上已经出了汗 十二个时辰回不来的话 我和成星河一对眼 我们经手过这种事 当初梅姨就是这样 十二个时辰不回来 就回不来了 雅巴兰得当一辈子植物人 这个时候 红姑娘忽然靠近 把脖子上的长命 所拿了下来 套在了雅巴兰的脖子上 上头下头 还卖给我几分面子 带着我的长命锁 五天之内不成问题 红姑娘说道 你们先回去喘口气 磨刀不误砍柴工 明天再找 可雅巴兰这个样子 谁放心得下 红姑娘微微一笑 你放心吧 说着 从怀里拿出了一叠纸 用朱砂写了一些东西 念念有词 接着 原地焚烧了起来 火光似箭 我们看到其中一些纸线 呼的一下 就从火苗里窜了出去 飞到了不同的方向 简直跟蝴蝶一样 她看向了雅巴兰 她是为了我才变成这样 我不会让她出事的 成星河低声说道 是神送信 红姑娘给附近的神灵朋友 发了求助信 请她们留心 哑巴兰的下落 我顿时也松了口气 有这一层关系 那就好办多了 红姑娘又是一阵咳嗽 如果不是神器损伤的太大 找她 就更容易了 认识神灵 我立马问道 红姑娘 你知道 胡姑山的山神阿满吗 自从银河大院里出来 我就没有她的消息了 寄身符 也一直没有回应 红姑娘皱起了眉头 胡姑山 很明显 她表情微微一变 但很快 她就把表情调整了回来 我帮你打听一下 有种直觉 她明明是知道的 却出于某种原因 没有说 不能说不失望 但我也明白 做神 也有做神的苦衷 那 多谢 亦有消息 麻烦尽快告诉我 要是能带话 就更好了 她如果没事 帮我跟她说一声 我很担心她 红姑娘点了点头 请我们先回她家休息 我又看了看自己的寄身符 阿满 安宁 小黑 灰百仓 我收了不少的寄身符 可到了现在 越来越少 跟着我 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好事吗 后脑勺被打了一下 成狗 别想那么多了 成星河说道 你自己也说了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路还是要往前走的 他们又没死 总有一天 会回来的 真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这个时候 第一个对着 红姑娘下跪的老太太 忽然过来了 拉住了红姑娘的裙子 活菩萨 我们 我们得报答你 剩下那些人 也回过神来了 对对对 怎么也得报答 有一些 是知恩图报的 还有一些 是因为之前误会了红姑娘 眼看着红姑娘有真本事 是害怕 心虚 想通过这个 跟红姑娘重修就好 以后没准 还用得上人家呢 红姑娘一笑 真要是想报答我 也好 她看向了这个山包 在这里 设置个大祭祀 来谢谢那些来帮忙的朋友们 韭菜不要吝啬 最重要的是 她长长地出了口气 请个戏班子来 在这里 演出三天三夜的祭神戏 好办好办 他们满口答应 我也长长地出了口气 这是本地那些 搭把手的神灵应得的 事情传得很快 我们回到了大桑城的时候 本地人几乎是家道欢迎 到了红姑娘的家里 他们家外墙上 所有的脏屋 早就被人给扫除得干干净净 院子里 也全是各种 新送来的生活用品和食品 不知道 是不是那些 在他们家乱涂乱画的人做的 进了红姑娘家门 红姑娘立刻就上屋里 翻箱倒柜 在最深的柜子里 找出了几床一看 就没盖过的新被子 红底子 各种颜色的牡丹花 承兴和摸了摸下巴 笛声说道 有点像是架装备 我给他来了一厨子 费什么话 铃骨童女 一辈子不出架 哪来的被子 白货香要帮忙 可红姑娘却摇摇头 一边忍着咳嗽 一边亲自把被子给扑平 苏寻把雅巴兰放上去 也想帮忙 可不管是擦脸 还是椰背脚 红姑娘都是亲力亲为 收拾妥当了 看着雅巴兰睡着了一样的脸 默默出神 承兴和拉了我一下 意思是 别在这当电灯泡了 我回过神来 也要走 可忽然想起来了一件事 还有个地方 想跟红姑娘打听打听 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 穷星阁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借出了 那个真元王的地方 红姑娘转过脸看着我 微微皱起眉头 穷星阁 之前红姑娘瞒着事 能看出来 可她这一皱眉 还是能看出来 貌似 她并没有说谎 那个神情显然是真的不知道 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连转世童女都没听说过 只能自己去找了 到了院子里 承兴和伸手 从堆在台阶上的礼物里 掏出了一个砂糖瓜 当地的点心 糯米粉做成窝瓜的形状杂 出锅滚一层砂糖 那里有粒子绒作线 很受上岁数人欢迎 别名老头了 我摇摇头 太甜不吃 承兴和巴唧巴唧吃了起来 你的真龙骨 长得怎么样了 感觉得出来 帮助了红姑娘之后 增长了不少的功德 虽然没能恢复到 踢出之前的程度 但也心满意足了 龙铃和精气 暂时也没恢复 不过有种感觉 也许快了 毕竟花了那么久长出来的 一朝一夕就能复原 也不现实 只能尽力 再寻找 寻找做功德的机会了 不过 承兴和和雅巴兰 还有苏寻帝功德 也有了很大的积累 估摸着 再跑个把买卖 他们也能上地阶了 这一次 没有白来 连万行乾坤 也能试着用一次了 这东西比想象之中还厉害 真要是恢复了 警朝国君的记忆 是不是还能找到 更好用的东西 正寻思着呢 白货香一只手 卡在了我脑袋后面 扎了一根针 哎哟 现在知道疼了 早干嘛去了 不用回头也知道 白货香现在肯定 又是爆猫一样的表情 承兴和伸手 抓了几个砂糖瓜就要走 可被白货香喝住 坐着排队 你也跑不了 身后痴的一声笑了 是红姑娘望着我们 跟幼儿园的小孩一样 排排坐 吃果果 承兴和叹了口气 他哪是幼师啊 他是容嬷嬷 哦 优惠筹兵 先给一针 我一乐 阳光打在了头上 就有点想打瞌睡 估摸着 白货香找了什么睡学一样的位置 想逼着我休息 也好 我闭上了眼睛 再用预知梦 看看哑巴兰的魂魄 到了什么地方 得赶紧把弟弟给接回来 闭上了眼睛 思绪沉寂下来 忽然浑身发了 这是 水里 水里有一种很奇怪的声响 像是在奏不成章法的乐曲 第1688章 天女奏乐 从水面下往上看 就看出来 头顶上一片璀璨 下化现像是灯红酒绿 顺着水面往上 眼前豁然一亮 只见面前 是一个极为奢靡的宴席 金坛版茶桌 千里香木椅 桌面砸成着各种真修佳肴 空气里都是甜蜜的酒味 许多极为美丽的女人 杂作四周围 玉壁上裹着菱锣 先腰上系着锣圈 肌肤风泽 拆环玉垛 俨然像是 飞天仙女 那些音乐声 就是从这里传来的 许多飞天仙女拨弄琴弦 像是再奏不知名的远 这是个 什么地方 好像是 神话传说里的天堂 不过现如今 预知梦用的纯熟 哪怕被眼前的美色震惊柱 也没忘了来的目的 哑巴兰呢 他是不是也在其中 难怪这小子的游魂乐不思蜀 感情是到了温柔香 舍不得走了 我是又好气又好笑 可这里美人太多了 一眼也没找到她 正想上岸去找 一只玉璧对着我伸了下来 妹子 我拉你上来 妹子 我回过头 看了看身后 可水池子里 似乎只有我自己 哪来的妹子 可一低头 我脑壳就炸了 我身上 竟然也穿了一身金丝钩花裙 手指上 被凤鲜花染的通红 岸上的美人 似乎有些意外 我看到 她胳膊上 有一道细长的伤疤 哎呀 铁蝉仙来了 这个时候 许多飞天仙女欢呼了起来 回身去赢 远远的 我看见对面 来了一个风流倜傥的身影 可逆着光 看不大清楚长相 只看到 她额头上有个什么东西 很亮 周围的思弦音乐声 越来越杂乱 池子里的 那个人却目光炯炯 似乎第一眼就看到了我 是谁 可这个时候 一个很重的东西 压在了我身上 像是把我拉下了水 我猛然睁开了眼睛 晨光细微 已经睡了一夜了 隐隐约约 思弦的声音 还是不绝于耳 我坐起来 也想起来了 这是阴灵神庙堂的位置 开始唱技神戏 肚子上一阵发沉 妈的 是成狗的狗腿 红姑娘家里 除了闺房 就一排大亢 是她那两个哥哥 生前住的 亚巴兰 应该是被留在 唐屋好户里 苏寻指贴墙 占了很小的位置 还没醒 但眉头是锁的 一看 睡得也不踏实 估计是担心亚巴兰 我把成狗的腿 拉下去 穿衣出门 一伸脚 踩到了一个 特别软的东西 吓了我一跳 那东西打了个滚 金毛 她也累坏了 伸手摸了摸她的毛 到了庭院里 天色一片带蓝 最后一颗星星 已摸在晨光里 空气微凉 带着清晨特有的露水味 很好闻 很久没睡得这么好了 很有精神 转脸去堂屋 看亚巴兰 一开门 发现红姑娘 正坐在亚巴兰身边 拿着手绢捂着嘴咳嗽 像是怕飞沫 见到了亚巴兰 我一愣 刚想问这么早 可看清楚了 红姑娘不是早 这一晚上没睡 她衣服袜子都没换 看我来了 她瞬间有点高兴 你气色不错 我一笑 可你气色不太好 白货香也说 她有胎里带的寒气 得好好休养 一朝一夕治不好 熬夜抽烟 都是大忌 可她一样不落 手帕刚拿下来 又是一口烟 我蹲下去看亚巴兰 她的生魂 还是没有回来的迹象 想起了那个欲知梦 我皱起了眉头 真是在什么地方 乐不思蜀了 红姑娘吐出烟圈 示意我坐下 眼睛一扫哑巴兰 来馅了 我顿时高兴了起来 在哪呢 离着这里几十里地 有行路神来了话 说是见到了 她的生魂出现过 红姑娘打开了手机导航 指了一个位置 葱容山 不远 我立刻说道 我们这就过去 等一下 红姑娘抬起头 这个地方 据说是个仙山 什么意思 原来几百年前 这个山友一天遭了雷击 自此之后 有行路的行内人就看出来 上面有了仙灵器 山上有仙灵器 一般两种可能 一是修行者上山清修 与世隔绝得了道 二是上头的某位 被贬折下来 在这地方撕过 两种都不好惹 所以知道的 都跟这种地方保持距离 本地一船开了 外带那个山上木头不成材 药材不成形 本地人也不去那讨生活 这些年来 一直是相安无事 闲 我想起了 预知梦里那些 数不清的仙女来了 会不会 跟清灵是一类 伸手 我下意识把手伸了出来 红姑娘 把一个红色的信封 放在了我手里 我现在不能用神器 去了野室 拖累你们 我留下照顾小兰 这个东西你带着 说不定能帮上忙 这是什么 用的时候再打开 传说之中的锦囊妙记 我就收下到了线 雅巴兰还跟着孩子似的 睡得很香 不过一低头 我发现他脑门上长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像是被马蜂钉了 是个红肿的包 摸了摸 竟然是硬的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时候 我闻到了一阵焦糊的味道 一转脸 厨房的位置冒了烟 赶过去一看 好吗 大噪里一片漆黑 白货香翻炒了几个本地人送来的鸡蛋 下一层焦糊 上面还流汤 他抬起头 爆猫一样的眼神 锐利地盯着我 我立刻 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退了出来 喂 是爱心便当 不长时间 他们几个也都起来了 一听雅巴兰友消息 都挺高兴 收拾停荡 就要往葱茸山去 成心和眼尖 看见白货香那几个保鲜盒 自己先带上了一大包的砂糖瓜 这东西奈储存 这个季节 一周也坏不了 红姑娘自己照料雅巴兰 虽然她暂时不能用神器 但是地位在这里 我们也都挺放心的 车开起来 我们一路奔着葱茸山就去了 想起了那个玉知梦 我还是觉得莫名其妙 这好端端的 我怎么也穿上裙子了 很快 我们就到了葱茸山附近 这地方是个繁华小镇 一派和乐 老人们坐着摇椅晒太阳 小孩满街乱跑 巷子的二楼 挂着五颜六色的衣服 养着五颜六色的花 街上有芝麻糖的香味 程兴河下车踏上青石板路 这地方养老不错 不过 在芝麻糖的香气里 我闻到了熟悉的香火气 从巷子里找雅巴兰圣人魂的时候 我发现这些地方 家家户户都供着一个小神龛 插着香花上着供 程兴河也看见了 这地方的人很虔诚嘛 这个年代 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家家户户都供神的 哎 那都什么神 你认识吗 我仔细看了几眼 摇摇头 一般人家供神 都是求平安福禄 多为文武财神 观世音娘娘 福禄寿三星等等 可这地方的人 供的全是年轻美貌的仙女神像 什么风挫 这会儿 我们正经过一个卖芝麻糖的铺子 干净透亮的玻璃台子下面 是琳琅满目的芝麻糖 薄脆如蝉翼的芝麻糖 厚重如琥珀的花生糖 香气浓郁 琳琅满目 我一看她是个珠子耳朵 消息灵通 就跟她打听了一下 大姨 这地方家家户户 供的都是什么神 那大姨一听我问 笑容却僵住了 愣了愣才回答道 你们几个 是外乡克末 那是 天女像 天女 我们几个一对眼 都没听说供天女的习俗 但我注意到 她眼圈红了 大姨 你是不是遇上难事了 我问到 跟你女儿有关 第1689章 头上灵芝 卖芝麻糖的阿姨一愣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她的子女宫一片晦暗 黑气翻到了印堂 要说 最近有什么不舒心的事 肯定就在这上头 而且 我发现 他们家 似乎并没有天女的神龛 相反 放着很多其他的符咒 像是驱邪的 这个时候 白货香拿了糖给金毛吃了 也抬起了头来 好奇地看着阿姨 阿姨一看见了 白货香的长相 顿时跟吃了一惊似的 不光阿姨 其他路上的人 看见了白货香 也偷偷摸摸指指点点的 天女 可不是吗 这个模样 一定是天女 白货香被搞得莫名其妙 几乎疑心 自己脸上沾了什么东西 可她好面子 耿着脖子装得若无其事 这个时候 程兴和给我挤了几眼 你看四周围的天女神像 都有一个特点 年轻貌美 程兴和往脑门上一指点 这儿 顺着她指点的一看 我才看出来 在病发拆环的眼影下 所有的天女像 鹅角都有一对痕迹 像是 鹿角 大姨当时 就叹息了一声 造孽啊 你们还是快走吧 这地方 不是你们该来的 程兴和已经抱着 那一大把花生糖进了屋 大姨你慢慢说 我们是专业团队 你是吃瓜的专业团队 大姨看我们铁了心似的 一寻色 说道 也好 告诉给你们 你们就快点走 还来得及 说着 看向了自己的堂屋 真是不想 别的父母 再受这个罪了 为了通风 内室的门是开着的 扮演着一个纱窗 我们都看见 里面躺着个姑娘 身上盖着薄被 头上戴着睡帽 像是在睡午觉 那个姑娘 白皙苗条 哪怕睡颜 也看出五官精致 是个美人 可再多看一眼 我一下 就皱起了眉头 这个姑娘 跟哑巴兰一样 不是睡着了 是生魂没了 白货香也看出来了 跟我对看了一眼 阿姨眼圈又是一红 领着我们进了内室 指着那个年轻姑娘 就说道 这是我家女儿 叫珊瑚 她 阿姨拿了只醒了醒鼻涕 她成了灵芝天女了 灵芝天女 我们几个一对眼 这四个字 还真是第一次听见 没听见也正常 大姨叹了口气 全国 大概只有这里才有 说着 她担心地看了一眼白货香 都是她这样的漂亮姑娘 原来 本地一直有这样的怪事 如果哪一家的姑娘 出落得特别漂亮 偶尔突然有一天 半空忽然响起了 风铃鼓月的声音 姑娘说一句来接我了 接着 就会一睡不醒 姑娘这一睡 家里人往往会梦到姑娘 在梦里 姑娘穿着绫罗绸缎 打扮得跟壁画上的天女一样 美艳绝伦 飘然欲仙 笑音音地跟家里人说 不要担心 女儿是去做天女了 天上应有尽有 快活逍遥 这一去 就不回来了 要是想念我 给我立个像吃香火就可以了 一有时间 我就回来探望您 一觉醒来 这姑娘就真的跟梦里说的一样 再也醒不过来 说死了吧 身体是暖的 还有呼吸 说没死吧 可这跟植物人也没区别 更神奇的是 偶尔家里 还会出现一些本地没有的珍奇东西 什么值钱的首饰了 精致的食物了 像是天女回来帮衬娘家了 这娘家 往往也会格外富裕昌龙 这样的怪事 已经百十年了 那个年代 人们受穷吃苦 女儿做了天女 那是值得夸耀的事情 左邻右舍都羡慕 都成了神仙了 谁不高看眼 家里姑娘不好看的 可能还得挨说 又馋又懒 你有本事当天女去 我们也跟你沾沾光 时间长了 约定俗成 见怪不怪 本来特别漂亮的姑娘 也不是很多 一个家族出一两个 底下的家庭都跟着百天女像 祈祷天女给娘家人谋福利 不过时代变迁 谁家都过上好日子 犯不上让女儿去当天女 加上时常真的会出现 这种脑死亡 本地姑娘开始毛骨悚然 纷纷搬离 难怪这里年轻人这么少 而大姨本来是外乡人 早年没了丈夫 日子过得不好 来这里投奔亲戚的 亲戚把这事跟她一说 他们母女俩并不相信 女儿还开玩笑 说真要是能当天女 我就去应聘 妈还能少受点累 谁知道 一语成衬 有一天 大姨晚上 听见外头 有风铃鼓跃的声音 还以为女儿在看电视 可那个声音太诡异了 简直就跟半空真的有人奏乐一样 大姨一想 自家的电视 声音也没这么逼真啊 上去一看 傻了眼 女儿躺在了躺椅里 睡着了 这一下大姨吓坏了 怎么叫也不起来 倒是把附近的邻居给惊动了 这么多年没听见天女乐了 你家闺女成了天女了 那些邻居都是老卖昏馈人 甚至还带来了红糖鸡蛋等等东西 来祝贺 自己也沾一沾天女的神器 好保佑自己平安顺遂 大姨急得不得了 想方设法 要把女儿给唤醒 可女儿真跟传说之中一样 你叫 喊 哪怕用针扎 用辣椒水灌鼻子 也不管用 看医生 也一样 检查不出毛病 看上去 就跟睡着了一样 大姨吓坏了 她也忘了自己扛了多久 是实在支撑不住才睡着的 别说 这一睡着了 还真梦见了女儿 可跟本地传说之中 可不一样 女儿非但没有喜滋滋报喜 反倒是痛哭流涕 说自己不知道怎么 到了的地方 就回不来了 请大姨想想法子 一定要救她 大姨心疼得不得了 问她 到底是到哪里去了 女儿哭着就说了六个字 葱容山 铁缠仙 一边说 女儿还看向了身后 像是在害怕什么似的 就把一个东西 塞在了大姨的手里 大姨还想问呢 可一觉醒来 是个梦 可一张手 手里 有个金灿灿的东西 是个极为精致的 金指甲套子 上面是金雕细琢的 各种图样 镶嵌着各色宝石 那种做工 把村口金匠吓住了 金匠说 机器也做不出 这么好的东西 怕不是天上来的 跟前些年 做过天女那些 娘家人拿到的 一模一样 我寻思了一下 看向了那个 午睡的姑娘 问道 那些出过天女的人家 把天女的身体 怎么样了 有的就仰着供着 等着身体自生自灭 有的 大姨没说下去 不说 我们也猜出来了 身后一阵恶寒 眼看着天女的身体 是永远也醒不过来 就活埋了 白货香吸了口气 眼神一冷 天女 真正的天女 身体跟缠退一样 不可能还活着 这分明是被勾了魂 苏寻立刻问道 刚才你说 这些天女的名字 叫灵芝天女 这是什么意思 大姨把那个姑娘 头上的睡帽拉了下来 我们一看 都愣住了 只见姑娘光洁的额头上 竟然生出了 两朵小小的东西 乍一看跟陆容一样 可仔细一观察 晶莹剔透 柔滑润泽 更像是肉质的灵芝 成了天女 再也不回来的姑娘 鹅脚上都会生出 这种东西来 大姨说道 都说知蓝之气是仙气 所以管他们叫灵芝仙女 难怪之前那些塑像上 鹅脚上都有一点痕迹 原来是这个东西 我和白货香一对眼 就想起来了 雅巴兰的额头上 也出现了细微的红色痕迹 估摸着 再长长 也会变成这样 第1690章 神仙洞府 看来 雅巴兰的魂魄 也机缘巧合 跟那些天女混在一起了 我越过了巷子 看向了前头的山 葱容山 没错 山顶上 是有一层闪烁莫测的仙灵器 看来 跟那个山 脱不开关系 说着 大姨看向了白货香 你们也都听见了 还是赶紧走吧 莫要把这个姑娘 也变成了我女儿一样 她看向了床上的姑娘 眼泪啪哒啪哒就往下掉 白货香问道 那 大姨 你的女儿 你打算 白货香对姑娘的情况 了如指掌 知道情况跟雅巴兰一样 都不用扎针摸麦 砸锅卖铁 我给治疗 大姨一听这个问题 声音顿时就提起来了 这是我闺女 我不管她是当了天女还是地女 怎么着 也不会让她走到了我前头 这会吃多少苦受多少累 她不会不知道 本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 却搭上这种事 还是那句话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这四个字 却在我心里滑了一下 我想起来 江夫人也是这样的 不过 只对江辰 大姨 你放心吧 白货香却说道 我们会想法子 把姑娘给带回来的 大姨一愣 你们 程兴河把个芝麻糖 扔进了嘴里 嚼巴的咔咔响 我们这一趟 也是为了叫醒一个人 大姨看着我们 半信半疑 救你们 是啊 但凡是这一门买卖 哭主全是看资历看年龄 估计瞧着我们这岁数 容易认定是实习生的水平 白货香指着我 胸膛就挺起来了 眼里是遮盖不住的自豪 她什么都做得到 她相信我 胜过相信自己 那种自信 甚至把那个大姨都感染了 忽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真要是这样 那大姨求求你 我就那么一个闺女 我养她不容易啊 我妈如果是普通人 她会不会 也这样对我 但我立刻 就把那个念头给掐灭了 命里注定 我和她 都不是普通人 我点了点头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那个葱容山 怎么上去 大姨摇摇头 那地方 上不去 程兴河皱起眉头 不是吧 珠穆朗马峰 都有人能爬上去 那个山历还在哪了 你仔细看看 大姨说道 那个山叫葱容山 就是这个来历 葱容也就是肉葱容 是一种中药材 宝塔形状 果然 仔细一看 那个山两面都是峭壁 只有山顶 是一层葱绿 跟个绿色的火炬一样 我们一行人一之后 确实不容易上去 程兴河碰了碰我 你说 丢的都是魂 该不会咱们得成了魂 才能飞上去吧 那还真有点难度 铁蝉仙 那是个什么动线 先过去看看再说 到了山下 果不其然 那四面的绝壁 非得专业登山人员 用专业工具才有希望 哪怕是他们 姑母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这地方 一手难攻啊 白货香忽然说道 我有个主意 我有点猜出来了 不行 白货香一愣 我还没说呢 那个铁蝉仙 专门抓美女 你想着拿自己当诱饵 等到铃声鼓跃响起 我们跟着 你被抓走的生魂上去 我答道 太危险了 白货香脸一红 显然是心事被拆穿了 一边的程兴和 吃的一声就笑了 白货香又羞又气 鼓着腮 不 你才不是这个意思 我一皱眉头 那我什么意思 他猫一样的眼神瞪着我 你就是觉得我丑 铁蝉仙肯定也看不上我 才不会拉我当天女 是不是 我瞬间傻了眼 不是 这是什么脑回落 你别不承认 白货香越说越生气 你就是这个意思 死渣男 说着 转身就上了车 砰的一下把车门关上了 脑袋一歪 像是躺下了 我干啥了我 这不是女人心海底针吗 简直流星砸在脑袋上 无妄之灾 说起来 他已经很久没叫我渣男了 程兴和在一边笑出了猪叫声 金毛趁机把他手里的花生糖 抢过去了 程兴和反应过来去追金毛 可金毛的舌头跟错刀一样 追上也来不及了 苏勋则皱起了眉头 只盯着那个衫 你看出什么来了 苏勋回过神来 那上头确实不好上去 那上头的藏叫神仙洞服 这种阵法 我也听说过 这种阵法 是专门用来保护地仙 或者修行者的 地仙是本事大 修行者是清修之中 绝对不能被人打扰 只要有这种阵法 可能洞服就在你面前两米 可你就是看不见 也可能机缘巧合之下 你一脚踏进去了 可你绝对不可能顺利回来 这种阵法 甚至会让人忘记时间 好比说侨服御仙 下山过去了几百年 就是这种阵法 你再回来找 也绝对不可能再找到 桃花元祭 烂科传说 都是这一类 所以被称为神仙洞服 这种阵法听上去跟藏很像 却比藏药高级 不是地上的人能设的 洞服一日 人间千年 看来 那上头的 确实不是普通邪碎 八成背景很硬 非得里面的人出来迎接咱们 咱们才能上去 苏勋皱起了眉头 可咱们 联系不到小兰 我们这一行人里 苏勋是唯一一个 不跟哑巴兰交外号的 也对 一开始哑巴兰不说话 是因为 他怕让人当成怪物 等苏勋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哑巴了 那怎么弄 我们也不可能 眼睁睁看着哑巴兰 被困在那一辈子吧 这个时候 我倒是想起来了 红姑娘 给了我一个红色的信封 这个时候 已经是一筹莫展了 不如拿出来看看 我刚掏出来 还没来得及打开呢 忽然程兴和提起了声音 后面的朋友 别藏头鹿尾了 出来认识认识 回过头 只见一个 枝繁叶茂的 真子树下面 就出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到三角身材 很健壮 小麦肤色 有点像是电影里的 特种战士 他盯着我们 倒是一副 来者不善的样子 你们是干什么的 悠喝 成心和一乐 怎么 这山头是你们家的 可我一看这人的气 却微微皱了皱眉头 他印堂上有功德光 是久违的同行 第1691章 半脸之人 还是个地阶 比成心和他们 还强一些 不过 这个人应该是 跑单帮的 看样子 并不认识我们 这倒是省事了 那小子扫了我们一眼 似乎觉得 我们几个都不是天街 大家都是一茶菜 就用前辈的口气说道 我劝你们 想活就别上这地方来 哪凉快哪待着去 这把成心和给气笑了 这哪来的白萝卜长须子 愣冲千年人生呀 那小子冷笑了一声 活腻了想寻死 那随你们便 说着 自己笨着那地方就上去了 反正你们也去 不成想去的地方 成心和做出了个傻逼的口形 我却看出来 这个人耳朵上有红光 他肯定知道 上山的途径 我立刻说道 这位师兄 咱们都是为了天女的事情来的 殊途同归 不如交个朋友 结伴一起上去 那人没回头 显然有点看不上我们 你是地阶 可你那几个朋友 都是拖后腿的 我去救人 不是放羊 凭什么带你们 成心和一撇嘴 这是牧羊犬当习惯了 张口闭口本职工作 大汉转身 显然有了怒意 成心和天不怕地不怕 像斗鸡似的 把脖子梗起来了 我拦住了成心和 对大汉说道 当然了 你是知道怎么上山 你心爱的女人 在上头当天女吗 你是来救她的 那咱们可得赶紧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了 那位恐怕没几个时辰了 壮汉的身体立刻僵住了 眼睛盯着我 惊疑不定 我接着说道 我们也是来找人的 多个朋友好办事 再说了 山上不光有仙灵气 也有仗气妖气 我们几个有点力气 打打路上的小怪不在话下 相逢是缘分 大家互利互惠 稳赚不赔 再说了 我们也能跟你约定好 要是我们跟不上你 那算我们没本事 你直接抛下 我们就行 不给你拉后腿 成心和很不爱听 给我翻了好几个白眼 不过聪明如他 自然知道我的意思 难得这壮汉有门路 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向导 不用白不用 壮汉考虑了一下 盯着山上的胀气 也动了心思 这种规模的胀气 是行内人就知道 一个人上去很够呛 他才抬脚继续往前走 但还是不吭声 成心和还要问他 是不是吃了哑药啊 他才闷声来了一句 你们身上带了昏物吗 平时说昏 一般是用在昏菜上 也就是肉食 这个字 统称屠戮生命之后 得到的东西 比如羊皮鞋 牛皮腰带 则统称昏物 我的腰带 是江彩瓶给我买的 说是头层牛皮 带了昏物 现在就扔了 他沉声说道 浑身不清静 上不去 这算是答应了 我赶紧把皮带解开了 成心和一脸肉疼的 把庄龄前的皮夹子 放在了后备箱里 左看右看声 怕被人偷了 苏循默默把一串 骨头护身符拿下来 我就上车 亲自请白货香 白货香转过身不看我 不过手没闲着 把几样动物皮 内脏制成的药材 留在了车上 看出来了 这个气 估计一时半会儿消不了 我们就跟着大汉往前走 大汉一看 我们身边竟然跟着个漂亮姑娘 却露出了几分嫌弃 想说话 但到底没说出来 一副自生自灭的表情 就上去了 这山是个极其陡峭的峭壁 几乎让人望而生畏 更别说面前杂草丛生 都是没人踩踏过的处女地 插脚不下 大汉第一个踏进了蔓草里 左看右看 你找什么呢 我问的 说出来 大家可以帮你一起找 大汉有些不屑 我的眼力算可以了 告诉你们 你们能找到 可说是这么说 他没找到 只能装成自言自语的样子 紫色的六瓣花束 哎呀 那不是对位呢吗 程兴和没等他说完 指着对位就说道 哥们 你那俩眼多少有点玻璃体浑浊 大汉一转脸 还真看见了一颗紫色的六瓣花束 吃了一惊 回头就盯着程兴和的眼睛 忽然恍然大悟 二狼眼 程兴和一撇嘴 跟歌提眼力 美团外卖 菜到家了 大汉大怒 但似乎觉得救人要紧 只能按下怒气 奔着六瓣花束过去了 我们紧随其后 绕过了六瓣花束 简直跟变魔术一样 后面竟然出现了一道 十分狭小的小静 大汉大写 射击而上 小静一次只能过一个人 我们就一个爱一个跟在了后面 小静雕卓得很粗糙 又很陡峭 在上面走起来 是非常耗费力气的 外带这小静 不知道多少年没人上来过了 上面全是湿滑的青苔 越高越危险 不过 总比直接爬上去墙太多了 程兴和一边爬 一边盯着大汉的背影 哎 这小子是不是有地图 他怎么知道 六瓣花束后面有路 我嘴上说 小鸡不尿尿 各有各的道 跟他走就行了 哪来这么多话 可心里也好奇 加上他本来就是同行 我就问道 师兄 你是哪一家的 那大汉冷冷地说道 问这么多干什么 要换碗 我们不收菜籍 换碗是夜内行话 意思是带着本领 转投其他师傅门下 这把程兴和给气的 不是 一句话恨不得把人噎死 这或是粘高投胎是吗 大汉不知道 真没听见假没听见 只顾着往上爬 根本不想搭理我们 摆明了 是不想跟我们 有过多的交集 不过 苏寻低声说道 他的风水 灵很特别 是啊 一般风水 灵是一个或者四个 代表一生万物 或者四面八方 可这个大汉 挂了六个 那六个铃铛上的雕刻 也十分细致 可惜看不清楚 具体内容是什么 我们继续往上爬 过了晌午 也都累了 都想休息会 尤其我看了几次白货香 他虽然也经常翻山越岭 但这地方太难走了 肉体繁胎 谁也扛不住 唯独大汉跟个 涌动机式的 不知疲倦 程兴河看着 他身上凸起的肌肉 嘀咕着 这小子这肌肉快过期了 还是怎么着 完命的用 我注意到白货香 快坚持不住了 就大声说道 师兄 稍微歇一歇 磨刀不误砍柴工 大汉跟没听见一样 只顾着往上走 早先话都说前头 不给他拉后腿 现在不能打脸 于是索性回头说 咱们先休息 程兴河汗流加倍的 等的就是这句话 一屁股坐在了台阶上 拼命扇风 妈的 咱们也不必跟那么紧 都上了道了 他着急 让他先烫雷也行 说着掏出了水壶 咬了一口砂糖瓜 可这个时候 大汉的脚步却停住了 我还以为他 要跟程兴河斗嘴 可这才发现 他看的不是程兴河 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 我心里疏然一提 他看的是一棵很大的松树 松树后面 露出了个女人的身影 那个女人的身体 藏在了松树后面 只露出了半张脸 盯着我们 露出了个诡异的笑容 哪个女人 能在这里出现 看清楚了她的牙 果然 不是人 第1692章 山来丑女 那一排牙齿暴秃 常常垂下 过了下唇 闪着冷森森的光 一身清气 而那个女人的半边脸 也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看上去别提多可不了 金毛反应过来 对着那个女人 就发出了威胁似的嘀吼 在野外遇上这种东西 一般人可能要当场吓尿 但我们则信奉一个原则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毕竟 这地方是他们的家 无奈何 这个东西 似乎不是想的 那女人从松树后面 转过了身 一步一步 冲着我们就过来了 看清楚了她的长相 成心和那口砂糖瓜 梗在了脖子里 都没咽下去 这是一个面目极丑的女人 无短身材 极为粗胖 一张脸蜡黄浮肿 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 只有嘴大 披着一头乱糟糟 沾着树叶的干枯长发 此时 她一双眼睛 盯得是离着她最近的苏寻 那几步还是助跑 下一瞬 这东西猛然抱起 对着苏寻就扑了过去 那个势头 像是要抱着苏寻的脸 亲她的嘴 我们一惊 全闻到了一股子 极其难闻的新山气息 苏寻一个洞仔 这种世面见得不少 头都没抬 元神宫奔着那女人 来的方向修的一下 当的一声 那女人直接被元神剑贯穿 挂在了松木上 那女人挣扎了半天 不动弹了 新山之气 却更大了 我肚子里没东西 都差点吐了 成兴和刚吃进去的砂糖瓜 也挖的一声全呕出来了 山塔 没错 就是山塔 而这个时候 那个领路大汉皎洁的翻身 就要继续往上跑 我也把白货香拉起来 赶紧走 不然这东西的味道 跟信号弹一样 会吸引更多的同类 白货香也知道 山塔是何方神圣 立刻就要站起来 可这一路上 她已经走得十分勉强了 我也看出来了 没征询她同意 一下把她背在了身上 可上去没几步 金毛停下了脚步 对着四周就沉下了脸来 我们就听到了周围的灌木丛 嗖的一声响 像是四面八方 聚拢了不少的来物 果然 一转脸 山樱桃后面 黄连麻下头 密密麻麻 全是那种女人 都有一个特征 一个比一个丑 这都是山塔 何为山塔呢 这东西最出名的 就是一个字 银 如果居所附近有这种东西 男人的内衣 就很容易丢失 会被这种东西 拖到了窝里去闻 而晚上 也会感觉被窝里 多个毛毛糙糙的东西 秀自己身上的味道 也是这个作祟 要是挣扎不动 这东西就会顺着人的嘴 吸洋气 心山无比 让人身为奇恶 一般精怪 吸人洋气修内丹的传闻 也不少见 可这种算是恶名昭彰 是真的喜欢男人气 堪称寿中第一花痴 但是因为 没有其他灵物种族 先天上的优势 所以 山塔哪怕修成了人形 那模样也没有一个好看的 外带味道极为新山 很难跟其他灵物一样 顺利勾引到书生 所以 形成恶性循环 越吸不到阳气越丑 越丑越吸不到阳气 只能霸王硬上弓 而这东西一旦有选择 也是外貌协会 男人多的话 就肯定要找长得最好看的下嘴 苏寻在我们之中颜值第一 所以那东西没犹豫 奔着苏寻的嘴就下去了 那些丑女 估计也没同时见到过这么多男人 哈喇子都快留下来了 粗略一看 没有上千也有几百 密密麻麻地 把我们给围住了 接着 跟下包子一样 对着我们就冲 那个味道就别提了 简直跟晕车一样 我差点 没把胆汁给吐出来 正要运行器抵御呢 但鼻子上一阵清凉 白货香匆忙之中 给我鼻子下抹了什么 这一下 张脑丸和薄荷的清凉气息 直冲大脑 眼前瞬间清明了 一抬头 三四个山塔丑女 对着程兴和的嘴就扑过去了 都是满眼欲望 一脸搓疮 争先恐后 要给她来个蛇吻 把程兴和恶心坏了 一抬手 凤凰毛撩起 打散了一大圈子 可山塔丑女浑然不惧 你等我 我猜你 争先恐后 就还想着奔着我们过来 苏寻的原神剑 又当当当把好几个射到了树上 估计新山味道越来越大 远处开始哗啦啦一阵响 数不清的山塔丑女 对着这里就围了过来 金毛护在我身前 熬屋一张大嘴 对着那些东西 就咬了过去 可这东西的味道 搞得金毛歪过脑袋 把之前吃的芝麻糖 也给吐出来了 我抬手 就把斩虚刀给拿出来 九尾狐妖气一出 先翻了一片 这要是别的邪碎 一件这么锐的东西 早下的回家找妈了 但山塔丑女不一样 他们没这种脑子 可这个刑期太大 一下把不远处的程兴和他们 也震得几乎站不稳 物伤有军 这地方实在太险峻了 小镜也跟走钢丝一样 一个不小心从山剑滚下去 就得成了肉泥 我吃了胶猪 也许是摔不死 可他们万一不小心被碰到 那就完了 一抬眼 越过了密密麻麻的山塔丑女 我看到领路大汉一边回头 一边抓紧往上爬 估计是郑庆幸 我们能帮她挡雷 才想到了这里 几个山塔丑女 奔着我就扑过来了 要亲嘴 我还没抬手呢 只听啪的一声 那几个山塔丑女脑僵蹦裂 全落在了地上 后面的还要来 一把银针洒过去 寒光一闪 那些山塔丑女抱着眼睛 就在地上打滚 是背上的白货香 这个手法上看 怒气还没消 正把这些东西当出气筒了 金毛缓过来 对着那些丑女就冲了过去 一边咬一边呕 我一阵心疼 不用斩虚刀 有什么其他法子 我一寻思 立马说道 苏寻 把你衣服脱下来 扔到了山剑下面 苏寻没问为什么 立刻把外套给脱了 外套顺着山剑一飘 哗啦啦一声 数不清的山塔丑女 奔着那个外套就追过去了 跟下包子一样 半嗓 隐隐听到了一片 西瓜落地的声音 那些山塔丑女 为了衣服 跌下去摔死了 程兴和一看来静了 立马把衣服也拽了下来 往下一扔 果然 大量的山塔丑女 也争先恐后奔着她的衣服 哗啦啦地摔下了山剑 而靠近要亲嘴的 被白货香大量近距离击毙 一个个死相极惨 有的嘴边冒绿汤 有的追骨错位 还有的口眼歪斜 金毛可算是解了气 伸出大脚 把不少山塔丑女的尸身 给踹到了山剑下面 永做轻道夫 别说闻啦 这看着就难受 程兴和喘了口气 七星 你反应还挺快的嘛 有你爹的风范 有你大爷 这东西性格也不算聪明 诱不起来也是十分容易的 只要拿出男人的衣物 这东西就跟于上钩一样 争先恐后上去绣纹 一抓能抓一扇 所以 现在这玩意儿极为罕见 因为这地方人际罕至 才有一些漏网之余 白货香从我背上下来 伸手想取一些山塔的器官 但又把手缩回去了 他没忘 大汉说了 这次上山 不能沾昏 是啊 这东西要说有用 也有用 身体的某种部位能入药 做古代的围禁药 正这个时候 头顶上哗啦一声响 一抬头 好吗 又有数不清的山塔丑女 抓着个东西飞檐走壁 那个领路大汉 那个大汉还在拼命挣扎 不过山塔丑女太多了 他在厉害 双拳难敌四手 根本挣扎不出来 第1693章 身后吹气 承兴和顿时解气 叫他跑 该 可话是这么说 眼看着大汉 要被吸成了人干 我瞅了承兴和一眼 承兴和知道我什么意思 叹了口气 凤凰毛出手 聊起了仙灵气 一下就把大汉给卷回来了 那些山塔丑女不甘心 还要追过来 承兴和一件背心出手 哗啦啦那些东西 全跟着掉下了山剑 剩下的则被原神剑击毙 金毛咬死拱下 大汉被凤凰毛卷回来 惊魂斧定 喘了半天气 表情殷勤不定 又不甘心 可也有尴尬 这才勉强说了一声谢谢 声音跟蚊子似的 承兴和立马一只守护在耳朵上 哎你说什么呢 我耳朵长毛了 听不清 大汉脸跟个高亮似的 就冲了血 把脸给转过去了 他的嘴唇是棒壳唇 这种人嘴紧 不善言辞 我摆了白手说算了 接着看向了大汉 带着我们 不亏吧 大汉的表情 这才和缓下来 毕竟是吃人嘴软 欠情难还 但他看向了我们身上 表情有些犯难 你们这样 不行的 我一低头 就明白了 我们身上多多少少 都溅上了血解 这按着大汉的说法 都是昏 进不了头顶的神仙洞府 现在山都爬了一半 回去换衣服 那肯定也不现实 唯一的法子 就是把这些沾了昏的衣服 也给脱下来 我们不禁有些犯难 天倒是不冷 可白货香还在这呢 我们也不能 把当野人啊 大汉扫了白货香一眼 眼神像是在说 早就不该 让女人跟上来 白货香也弄清楚了 不禁也有些尴尬 想开口 估计是想说 要不自己下去 可在意寻色 认定这地方危险 我们没他不行 所以耿着脖子 假装没懂 事已至此 也只能勉强往上走了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吧 我们一向是很乐观的 程兴和盯着那些 山塔丑女的残骸一声感叹 妈的 还是第一次有雌性 要来亲我的嘴 我说你这意犹未尽的 要不你留下做女婿吧 天天能把你的嘴缩吐露皮 金毛嗷呜了一声 表示陈复义 程兴和说 你个单方面 抛弃水猴子的渣男还说我 我可不跟你当怪物连金 临走的时候 领路大汉看着这些遗骸 皱起了眉头 我看出他眼神不对 怎么了 大汉这才说道 按理说 身上没有昏物 是不会引来这种东西的 这些东西是怎么出现的 有点不对劲 我们几个对看一眼 确实是没有其他带婚的东西了 程兴和忍不住问道 哎 你怎么知道 在这里带婚会引来怪东西 大汉回过头 给我们个后脑勺 全都攥紧了 上头全是清静 是 我爱人告诉我的 爱人 大汉抬起头 看向了葱容山 大汉跟我们想的一样 是个跑单帮的 说起来跟技工差不多 走到哪 买卖跑到哪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这一阵子到了本地 不走了 遇上他爱人了 没脚的鸟 也终于要落地 他爱人也跟他提起过 这山上有天女的传说 他看了看这个山 也认出来山上的东西不好惹 提议让爱人跟他离开 可他爱人对这片土地有感情 不肯走 加上他老父亲独居 也放不下 就笑着说 真要是有这种事 你是干什么吃的 有你保护 我什么也不怕 大汉听了这话 心里比蜜还甜 哪个男人不乐意 让女人崇拜信赖 他也就下定了决心 说那行 说定了 不管是什么 感动他爱人 他就跟他玩命 他爱人伸出小指 就跟他拉钩 他一直记得 爱人笑得很好看 像是春日里山上的象羊花 有自信倒是好事 可惜葱容山上的东西 给他上了一课 那天 他爱人去阁楼洗澡 久久不回来 他着急 就敲门去问 结果 就听到了一阵 鼓越风铃的残响 打开门 他爱人已经在淋浴下躺下了 再也没醒 他大吼 他拳头砸墙 他把脑袋撞出了血 也没法发泄心里的难受 自己怎么就没把他保护好呢 男子汉大丈夫 说话应该算数啊 困倦急了 就做了个梦 梦到妻子哭着说 自己到了这里做天女 也想他 也惦记着孩子 他的身体有孕了 求他赶紧来救自己 跟他一起的 还有好多其他的天女 大汉立刻答应了下来 就要抱住梦里的爱人 可爱人却闪避开 摇摇头 说他现在是天女 不能沾上男人的味道 让大汉记住了 要上这地方来 有几件事 可一定要记住了 不然就完了 一 上葱龙山 身上不能带昏雾 洞府是清静地方 沾昏上不来 清静能保平安 二 上山都是绝壁 不过有一条小路 在某个位置 找紫色六瓣花树后面 三 一定要在初期这天来 晚了就来不及了 还嘱咐了一些其他的事 尤其当心这地方的山精水怪 全部好惹 最后 请他千万不要忘了他 大汉立马问他 到底是谁把他接去做天女的 爱人泪眼婆娑地说道 是铁蝉仙 叫你初期来 是因为他初期要出门 但愿 你别跟他打上照面 他大怒 好个什么铁蝉仙 这事没完 他醒过来 盯着拉过钩的小指头 恨不得当场砍下来 自己让他 受了那么大的苦 却被老丈人拦住了 你要是把手砍了 还怎么救他 大汉如梦初醒 把爱人交给了老丈人 自己奔着这地方就来了 遇上了我们 今天就是初期 这大汉性格果然又躁又冲动 不过 真是爱气心切 是个痴情人 白货香刚才看都没看大汉一眼 可现在 盯着大汉的眼神 也有了几分敬意 我和程兴和一对眼 我们能遇上他 八成真是那铁蝉仙 运势到头了 程兴和就低声说道 你说 这个铁蝉仙是个什么玩意儿 整这么多天女干什么 这还用说吗 我扫了一眼附近的山塔残骸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长毛的也有 程兴和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其实来的时候 我就看清楚了这里的风水 这倒是也不奇怪 这是葱茸山吗 葱茸是一种中药 也叫肉葱茸 功效是什么 懂得自然懂 跟山塔能入药的理由 大同小异 这地方的风水 会让居住者产生强烈的爱美之心 所以 山塔丑女都比一般的疯狂 山主掳掠美女 也是一个意思 程兴和叹了口气 那还叫天女 那不是金屋藏娇吗 光的一声 她话还没说完 面前就是一声巨响 不由一哆嗦 只见大汉一拳头砸在了山石上 哗啦一声 就掉下了不少残屑 这可惜 就可惜在哑巴兰不在这 不然他们俩 从忙到力气 都能battle一下 大汉走得更急了 不过 稍微一动 山林里就传来了一阵子 一阵子的响声 像是又有东西 要对我们靠近 是被昏腥的味道招惹来的 这么耽搁下去就麻烦了 大汉一回头 给了我们一个卷子 桑皮纸 遮挡一下 大汉说道 比穿着带昏的的衣服强 没辙 白货香转过了脸 还好她被我背着 没沾上昏鞋 我们几个就把沾上了昏的衣服换下来 用桑皮纸把身体遮盖上了 一个个打扮的 跟绿野仙踪的铁皮人似的 一抬脚 大汉忽然来了一句 之前说你们是菜鸡 是我不对 这对她来说 算是道歉了 我和程兴和对眼一乐 这一路上继续往上 可很奇怪 哪怕换上了全素 也还是有怪东西层出不穷 金毛搭配凤凰毛 还有元神弓 总算在天黑之前 到了小镜尽头 山顶下头 不过浑身的桑皮纸 已经被灌木什么的 挂得一条一条的 跟嬉皮式的流苏一样 到了山顶下头 抬头一看 山顶比下面反而宽大 形成瞭望塔一样的甲子 壮汉在满山脉槽里摸索 找大门的入口 日头已经沉下去了 山脚下 残阳如血 我们几个互相嘲笑 对方是鸡毛胆子 白货香则一直没好意思 往我们身上看 正互相揪对方身上的流苏呢 我忽然听到了一阵 烈烈的响声 低头一看 后脖梗子一炸 我们身上的桑皮纸条 被吹得烈烈作响 可面前的灌木树叶 一片死寂 而后头 却有一种怪声 呼 呼 像是 身后有什么东西 对我们吹气 金毛第一个回头 眼里顿时露出了凶光 嗷呜一声 就要奔着我身后扑过来 可一下扑了个空 我立马回过头 就看到了一个人影 周身是黑色的 只是脸上一片雪白 没有五官 我耳朵里嗡的一声 这他娘的 又是什么东西 这一瞬 我就闻到了一阵血腥气 低头一看 但凡是被这玩意儿吹到的位置 虽然桑皮纸条没断 可自己的皮肤 像是被刀削了一样 皮肉翻卷 第1694章 山中精灵 这他娘的 又是什么鬼 刷的一下 元神剑擦了过去 那个东西一下被打灭 程兴和看清楚了 这是山精 山精跟灵雾的区别 是灵雾有缘身 比如猫猫狗狗 有蹊跷者皆可修行 可山精是由天地之间的灵气 偶然结合了怨气 死气 煞气等等东西 凝结而成的 没有实体 我心里一沉 果然 眼看着那个东西 跟烟雾一样 虽然被打散了 但重新 就凝结了起来 打不死 不光打不死 跟山塔一样 慢慢地 越来越多 难怪 老话说宁可惹妖 羞得惹惊 程兴和一边抽出凤凰 毛奔着那个方向打过去 一边催大汉 找到门了没有 大汉也不是不知道 立刻说道 你们撑着点 快了 我把白货相护在后面 甩手就是一盏虚刀 吃了一下 那些东西跟雾气一样 缓缓湮灭 但不长时间 反而越来越多 金毛冲过去 就是一阵敖屋 也没什么大用 难不成 大汉摸索门的手 忽然停下来了 你不开门 还想什么呢 程兴和一份黄毛收回来 立马说道 你等雷劈呢 我爱人说过 带着婚 就没法进来 大汉索性把手收回去了 咱们之中 肯定有不干净的地方 别手不溜 埋怨破衣袖 程兴和一甩手 凤凰毛又出去了 我们上山的时候 确实都把昏雾留下了呀 哪怕沾着山塔 写的的衣服都丢下了 哪还有什么不干净的 别使你老婆搞错了吧 那不可能 大汉咬了牙 忽然对着程兴和的背包 就抓了过来 里面肯定有 这把程兴和给气的 那里面都是砂糖瓜 吃得比他的命还要紧 从他手里抢 那跟虎口拔牙一样 舍命不舍失 我先翻一片 回头说道 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内讧 赶紧找门 苏巡早就蹲下了 可哪怕苏巡 也根本没找到 神仙洞府的入口 那些山精越来越多了 而且 发出了一阵一阵 哀怨的呼啸声 那种气息 也跟刀割一样 一下 把白货箱互周全了 那种吹气刀割的感觉 全落在了我胳膊上 白货箱一愣 一阵剧痛里 我忽然想起来了 艳圣册上提起过 水目之精 油光必方 能呼其名 则不为伤 只要知道这东西的名字 就可以了 他们会把你当成了自己人 我立马喊道 油光 果然 这话一出口 那些东西 跟摁下了暂停键一样 停下了 可话音一落 那些东西如梦初醒 继续奔着这里扑 白货箱成心和反应都很快 一看管用 立刻跟我立刻一起喊 可喊了一阵子 嗓子开始火辣辣 毕竟这法子是让人逃脱的 可现在 我们也不是逃脱的时候 我们一对眼 心里叫苦不迭 我们也不能掉一晚上嗓子 都发不出太多声音了 而这个时候 大汉催了起来 快点 北斗星出现了 开门还跟北斗星有关系 果然 就在这个时候 苏寻忽然发现了什么 这里 在暗淡星光下 一片曼草里 隐然有了一道石门 刚才明明找过那一片 却没出现 壮汉大喜 与此同时 我们三个彻底喊不出来了 就在这一瞬 壮汉上去 敲了三下门 间隔两短一场 与此同时 全部山巾对着我们 就冲过来了 我抬手全部打开 就在那些东西 要重新围拢的时候 咳之一声 石门忽然毫无征兆地开了 我们一行人 一下就跌进去了 门一开 那里是盛大的仙灵器 门口那些油光山巾 瞬间就跟烟雾见了火一样 吃得一下退开了 转过脸 我们几个都愣住了 面前 灯火辉煌 绿草如荫 宛如仙境 隐隐约约 好像这是个与世隔绝 单独存在的世界 天空并非一片漆黑 而是极其美丽的戴青色 日出日落的时候 才短暂出现的那种 沿着戴青色 是一道一道的葡萄籽 到桃红的霞光 也是漫天繁星 可那繁星 却像是活的 焦香灰映 闪烁不定 天幕下一片奇珍异草 四处花开不败 空气里是浓郁的酒香和花香 隐隐约约 还有仙月一样的声音 谁也没见过这种景象 此语难以描述 承星和回过神来 七星 你说 这上头 也就是这个模样了吧 我也没去过上头 自然不能忘断 不过 这已经是人 对仙境所想象的极限了 能做出这种神仙洞府 苏寻眼里顿时就亮了 真想看看 是个什么来头 而这个时候 我听到白货香移了一声 接着 就把脸转过去了 你们 你们想想法子 怎么了 一低头 好吗 浑身的桑皮纸 全碎成了渣 大家一起一不避体 全让白货香给看见了 我们几个好歹 还有基础的羞耻心 赶紧护住不能外露的位置 去找能避体的东西 还是诚心和眼尖 震位震位 一抬头 那地方是个葡萄架 下面飘荡着一些东西 像是零罗绸缎 在天光下熠熠生辉 有披薄 有长裙 是 天女的衣服 这个时候没得选 只好胡乱套上了 那些丝织品鲜艳薄软 真跟传说之中一样 根本看不见针脚 堪称天衣无缝 穿好了一低头 我身上的 跟玉之梦里见到的一样 果然是大红撒金裙 原来是这么回事 收拾停荡 白货香看见了 吃得一下 就笑了 别说 还挺好看 他一笑我还有点放心 大概不生气了 但他接触到了我的视线 立刻把笑容给收敛了 看向别处去了 不让他当诱饵 就那么伤人 还没想出来 壮汉就急急忙忙往里走 面前 有一个高耸的楼 上面灯火璀璨 酒香和思贤声 都是从那里飘出来的 可找了一圈 都没有能进去的门 一吸 甚至真能听见里面的欢声笑语 这让壮汉更着急了 他一拳头砸在了墙上 看意思想破墙而入 可这墙极为坚固 想都别想 好一个金屋藏娇 真够严实的 我转过脸 就开始四处寻找 程兴和看出来 你知道怎么进去 预知梦里看见了 走水路能行 可找了一圈 这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水池河流 奇怪 那我在预知梦里 是怎么进去的 找水 程兴和忽然指着一棵榕树 是不是那个 枝繁叶茂的榕树下面 有一口井 看直径也就二尺多一点 可能还真是这个 不过这井口不大 大汉绝对是下不去 连金毛都勉强 大汉的脸色 立刻难看了下来 干着急 不行 我飞下去不可 我说你们别着急 我先下去看看 说着就把避水珠含上了 你们在这里等着 我要是能进去 就垂下绳子 把你们拉上去 说着看向了那个高楼 你们流星这一面的窗户 刚含上了避水珠 白货香忽然一把拉住了我 干嘛 他白了我一眼 就从井里下去了 我一下就愣住了 立马追下去了 我记得 他不怎么会水啊 一股子白泡沫在眼前见开 我赶紧去抓他的胳膊 却发现他游泳跟以前不一样 竟然游刃有余 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 他这一阵子 一直在默默学前泳 是因为之前下过几次水 他都没能下去帮我的忙 我本来要把避水珠给他 但是这一下 就放心了 可一颗心刚要回肚子里 忽然就发现 水里不对劲 像是 有个什么东西 有点像 一条白生生的人腿 第1695章 水中之物 要是我自己下来 我可能还会挺好奇 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灵雾 甚至还想过去看看 长长见识 可白货箱在这里 那些东西都是危险 白货箱就跟没看见似的 还继续往下潜呢 我赶紧就要追 果然 不长时间 那个白生生的东西 冲着白货箱就勾过来了 像是个 身姿极其曼妙的女人 难不成 这地方的水鬼 我往下一潜 刚要护住白货箱 没成想白货箱一抬手 那个白色的身影 跟受了惊的水母一样 瞬间就躲开了 白货箱回头 给我甩了个眼神 意思是快点 我这才放了心 也许 一直以来 是我太低估她了 追上去 她就给我比划了一下 意思是怨气 估摸着还是水鬼一类的 这地方仙灵气很盛 所以死人 也成了山精一类的东西 我对里面那位是 越来越好奇了 一己之力 能撑起这么一个仙境 那得是个什么来年 但是越往前 这种东西就越多 零零星星地散布在水里 有点像是 续养在池子里的鲸鱼 白货箱也好奇了起来 这些女人什么来临 跟天女也有关系 见怪不怪奇怪自败 我们就继续找 这个地方的出路 但就在这个时候 其中几个白色身影 像是发现了我们 忽然冲着我们就过来了 那个姿态 也空灵异常 宛如悬浮在空中的天女 白货箱一下挡在了我面前 那些天女 跟蚂蚁发现了砂糖一样 越来越多 白货箱甩手就要一把针 可我觉出来 这些白色的人影 跟之前的山巾和山塔 都不太一样 她们对我们 不像是围攻 只像是围观 没有对我们动手 只是一副很好奇的样子 我就拉住了白货箱 仔细一看 虽然她们身体是半透明的 面目模糊 但表情似乎都十分哀怨 而且有一种感觉 这些女人像是在哭 奇怪 她们到底什么来落 不过 这井底下比我们想得大 怎么也找不到出口 当然 白货箱没有避水珠 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拉上了她的胳膊 就要从这些身影之中穿过去 可刚要离开 好几只手 忽然同时抓住了我们 白货箱甩开了我的手 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 甩手就要射针 可我挡住她 发现那些身影在比划什么 那些手势一开始看不太明白 但是我认出了其中一个的姿势 像是抱着婴儿 她的意思是 她挂念家里的孩子 请我帮她看看 这些女人 到底是 白货箱脸色已经不太好看了 我一寻色 立刻就跟他们也比划了起来 意思是 我要进去 等我活着出来 就给你们抱馅儿 那些人影看明白了 似乎一阵狂喜 跟海豚一样 在水里转了好几圈 可很快又摇头表示 进去太危险 一准就出不来了 劝我们现在就回去 都上这里来了 自然不可能半途而废 他们觉出 我们一直坚决 互相对望了几眼 似乎是无可奈何 有几个身影 就前给我指路 我们和白货箱 立刻就跟了过去 果然 他们把我们领到了一个位置上 身体开始色缩 似乎是不敢靠近了 可我已经利用碧水珠 听到了残破的音乐声 跟欲知梦里 一模一样 我立刻回头跟他们道谢 可他们立刻指向了我身边 一转脸 白货箱的脸色 已经开始难看了 我赶紧就要把碧水珠 从嘴里拿出来给他 但他转脸就要往上走 意思是 绝不给我拖后腿 我连忙追上去 一边游一边回头 看见那些身影 对我微微弯腰 像是祝愿我 这一路平安 他们 似乎都是很善良的灵魂 顺着音乐声找过去 果然 不长时间 就能看到一片天光 流光炼焰 白货箱顺着那个水面 就游了上去 我追过去 目送着他浮出水面 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跟着上去了 果然 跟欲知梦重合上了 不过 很快 就要见到那个额头上 发亮的东西了 难道 那个东西 就是这里的主宰 铁蝉仙 浮出水面 果然 跟梦里一样 眼前花团紧簇 坐满了美丽的女人 其中一个 对我伸出了手 确实 是胳膊上有一道 细长疤痕的那个 那 下一瞬间 果然 一阵极其细微的铃铛响起 这些天女 立刻看向了后面 铁蝉仙来了 妈的 这么快 果然 那个身影进来 额头一阵发亮 铁蝉仙回来了 前面一个红衣天女 迎了过去 不是说 今日初七 您要去拜北斗星吗 是啊 大汉的爱人托梦 也说铁蝉仙 今天不在家 可怎么 突然回来了 今日北斗星天光有变 一个轻挑却轻悦的男人 声音响了起来 本仙心神不宁 总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 心里挂念各位天女 就提前回来了 怎么样 想本仙不想 他一只手 就挑在了最先迎接的 红衣天女下巴上 越过一箱并影 我呼吸一致 是个极为俊美的男人 一双吊烧丹凤眼 五官美的 像是浓墨仲彩画出来的 瘦而结实的身材 上笼着件 简单却滑贵的红色长袍 半遮半眼 露出雪白的胸膛 只是肤色 神态 都稍显阴柔 这种长相 邪美邪美的 一定很受女人欢迎 而她光洁的额头上 是镶嵌着一个什么东西 有龙眼那么大 光滑璀璨 像是某种宝石 更怪的是 她身上的气息 简直跟个魔方一样 仙灵气 妖气 神气 交错混杂 简直来历沉迷 果然 她这一进来 这里的天女 立刻全部转身迎接 欢心雀跃地 趁着一片大乱 我顺势就上了岸 发现白货香 已经到了一个位置上 大口呼吸了起来 在灯光眼影下 脸色一片烟红 可她显然十分得意 看意思 是认定了这一次的潜涌 没有白雪 我把她护在了身后 就看向了眼前 四周围的天女 堪称国色天香 各有各的好看 周围真羞佳肴 美酒环绕 对男人来说 难怪 有些国君丹于享乐 几个人能抵抗得住 这样的诱惑 这一瞬 我额头忽然一阵剧痛 只觉得 这一切极为熟悉 似乎 我以前也在 花团紧促之中过 刚想到了这里 胳膊上也是一阵剧痛 回过神来 是白货香凶狠的眼神 意思是说 你看丢魂了 我一瞬间 就想起来 肖像在乾隆直里的时候了 赶紧把心思挣一挣 我 我找雅巴兰呢 白货香跟我一样 也在找雅巴兰 一眼根本找不到 而越过了那些美女 白货香一抬头 也看向了铁蝉仙 那么好看的男人 估计白货香也得愣一愣 可没想到 哪怕那种颜值 白货香也只不过略扫了一眼 异性阑珊地露出个 不过如此的表情 她这审美真是沉迷 铁蝉仙可算是回来了 好几个天女 跟麻花一样地扭上去 几个时辰见不到 姐妹们就想你想得心神不宁 铁蝉仙伸手 在那个天女鼻子上一鸣 声音愉悦 就你嘴甜 我正寻找着哑巴兰呢 眼角余光就看到 刚才伸手拉我上来 胳膊上有一道细长疤痕的天女 看都不看铁蝉仙一眼 冷漠疏离 她似乎是唯一一个 不欢迎铁蝉仙的 不过为了避免暴露 我跟白货香 就想趁乱找个地方藏起来 一边寻找哑巴兰 一边把成狗他们给弄上来 没想到一转身的功夫 那个邪气的声音响了起来 那个穿着撒金红裙的天女 怎么看着眼神 我心里一沉 我 第1696章 昔日救人 转过身来 那就得穿帮 我还要躲 可白货香 已经一把捂住了我的脸 眼睛和嘴上 顿时一阵剧痛 而这一舞 后面那个邪气的声音扬了起来 怎么 你不想见本仙 这声音里 已经夹杂了怀疑 附近的几个天女 都好奇了起来 是啊 那个小姐妹 铁蝉仙跟你说话呢 这么好的福分 不接着 那个最开始 去迎接铁蝉仙的紫衣天女 瞬间露出了几分嫌悟 铁蝉仙 那不过是个小家子气 尚不得台面的 本仙叫你 铁蝉仙甩开紫衣天女 阴柔的声音从怀疑 变成了不悦 回过头来 白货香把我一推 我就跟铁蝉仙对上了眼 没想到 铁蝉仙 那双吊烧丹凤眼 瞬间就是一阵惊艳 这个大厅堂里 有一面极大的黄童镜子 全是国色天香 可那个美人 却是其中最出挑的 似乎在人群里能发光 简直 有些像是肖香 可是 没有肖香那种清冷 反而满脸妖野 射魂勾心 而那个美人身上 我满头黑线 是撒金红裙 我 白货香仅仅那么短的时间 就用遮皮子 给我换了一张脸 还是美得接近肖香的脸 周围所有的天女 都愣了一下 对了 这是谁啊 竟然这么美 那个紫衣天女 看向了我们的眼神 瞬间凌冽了下来 接着 立刻抓紧了 铁蝉仙的胳膊 像是怕铁蝉仙跑了一样 可惜事与愿违 他没抓住 还没等我回过神 相风一掠 一只手已经搭在了 我下巴上 丹凤颜满是惊艳 白肖香 我的心顿时凸得一下 卧槽 这会认识肖香 但下一秒 他眼神迷离了一下 是我认错了 他 怎么会到这里来 一阵不舒服的感觉 涌了上来 这王八斜碎 敢对肖香 用出那种眼神 看出我眼神不对 他哑然失笑 美人 你莫要生气 我只是把你 当成了往昔的救人 谁他娘是你救人 我想说话 可反应还算快 一张嘴就得穿帮 只好把脸转过去了 铁蝉仙大人多看你 那是你的福分 周围一些天女察言观色 立刻劝道 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中几个天女 还偷偷拉了我一下 这是好意 似乎是怕我得罪了铁蝉仙 唯独紫衣天女脸色阴沉 充满了敌意 别是从哪里混进来的外人吧 可铁蝉仙立刻说道 不要紧 本仙就喜欢他那个眼神 更像了 像你爹 不过 认识肖香 这货难道 也是上头来的 难怪这么大能耐 这倒是个机会 也许 能通过这个铁蝉仙 弄清楚了 当初四项改局 肖香被废除的真相 不过 现在嘴都张不了 怎么问 说起来 铁蝉仙忽然皱起了眉头 你是什么时候 来神仙洞府的 接着 看向了白货香 这个 我也忘了 我心里一提 对了 这些天女 都是怎么来的 其他天女 似乎也反应过来了 是有些面声 而一个声音 却响了起来 铁蝉仙不记得了 是跟我一起来的 是 刚才那个手臂上 有疤痕的天女 铁蝉仙皱起了眉头 是吗 铁蝉仙平时记性就不大好 那个天女微微一笑 多喝几杯 也许就想起来了 说着 伸出有疤痕的手臂 就给铁蝉仙满上了一杯琥珀色的蜜酒 铁蝉仙似乎是受宠若惊 于而今日 对本仙也一反常态 可见今日里 本仙走了桃花运 行你二大爷 紫衣天女更受不住了 她立刻 往铁蝉仙身边靠 铁蝉仙 喝酒 我趁机转身 要缩到一边 先把成星和他们弄进来 接着一起找哑巴兰 确保了哑巴兰的安全 就把这货搞定 可我刚一动 手腕就被这个东西给抓住了 你 陪本仙喝酒 那双邪气的眼神 只映照出我的身影来 紫衣天女手一抖 琥珀色的酒就溢了出来 可一个身影已经靠近 伸手倒了一杯酒 对了 刚才铁蝉仙说 心里不安 不知道 洞府要出什么大事 白货香 她偷偷跟着我使了个眼色 意思是 她先帮我挡一下 让我赶紧脱身想法子 铁蝉仙见到了白货香 也是微微一笑 这个眼神的姑娘也好看 本仙就跟你们说了吧 雄心相冲 今日里 本仙说不定会遇上一点麻烦 洞府里 要进来栽了 之前听说 她去拜北斗星了 这也是从北斗星那看出来的 说起来奇怪 她拜北斗星干什么 一般的邪碎 甚至仙人 修行也是靠着月光修行 有灾 一行天女你看我 我看你 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地方怎么会有灾 世上 哪有铁蝉仙对付不了的东西 铁蝉仙显然对这话十分受用 伸出手 在那个天女挺翘的鼻尖上刮了一下 说的是 虽然是有些灾 不过 为了你们 本仙怎么也得挡住了 这个灾 难不成是在说我吗 感觉有被冒犯到 胳膊上有疤痕的天女 也多看了我们一眼 唯独紫衣天女 看着我们的眼神 越来越有敌意了 白货香一看 话题被转移开了 立刻就偷着捅我 我转过身 也就趁机要离开 可眼角余光就看见 铁蝉仙把白货香的手腕给抓住了 白货香的身体颤了一下 转过脸 眼神是说不出的厌恶 一股子火一下就炸到了脑门上 我想都没想 一把就撸下了铁蝉仙的手 护住了白货香 白货香一愣 铁蝉仙吃了一惊 就哑巴兰确实要紧 可怎么也不能让白货香牺牲色相 连身边的女人也保护不好 不配带把 我做好了抽出斩虚刀的准备 虽然现在没有精气龙龄 可将老爷子刑器在身 大不了于死网破 白货香立马拽我 意思是 哑巴兰要紧 平时我没这么冲动 今天发什么疯 可没想到 铁蝉仙一下就把我搂了过去 富裕酒气喷在耳边 眯起眼睛 美人吃醋了 我吃你爹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忽然啵的一声巨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掀翻了 所有人都被震了一下 铁蝉仙一把松开我 豁然站了起来 邪气的丹凤眼扫向了东边 听声音 像是丹炉的动静 几个天女也跟着站了起来 出什么事了 都留在这里别动 铁蝉仙抛下了天女 自己大踏步奔着那位置就去了 我也想趁乱出去看看 可子依天女 忽然就挡在了我们面前 一双眼睛上下打亮了起来 咱们可得听铁蝉仙的 别跟上次一样 上次 这地方 之前也出过什么事 也对 说着 一大群天女都挡在了门面 焦急地张望着铁蝉仙 没辙 只能找机会了 我护住白货香 就找出去的门路 可白货香忽然低声说道 对不起 嗯 我转脸看着她 账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怎么了 白货香抿了名嘴 不该把你的脸做成这个样子 可是刚才 情急之下 根本来不及考虑 怕那东西伤你 只能把你做成了 我心里最好看的模样 我心里一动 她心里最美丽的容貌 原来是肖香的脸 没想到 弄巧成拙 她声音越来越小 还是给你添麻烦了 我摇摇头 什么话 刚才 可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 保不齐闹出乱子 咱们 就找不到哑巴兰了 说起来 你手艺进不争打 白货香一抬头 有点不相信似的 你 不生气 要说生气 也挺生气 生气的是那个斜碎 对肖香的脸 觊觎的眼神 和对白货香伸出的咸猪手 我不傻 我接着说道 你也别想那么多 这一路上 你帮我太多了 还有 我对她一笑 你不生气了就好 白货香这才想起来 做右耳的事 脸一红 撇到了一边去 又不搭理我了 我瞬间 有点后悔 这不是嘴欠吗 正想找机会钻出去 一个声音忽然嘀嘀地 在我们身后响了起来 你们两位 恐怕不是天女吧 我一愣 回过头 是那个手臂有疤痕的天女 她 看出来了 第1697章 方外仙人 我立刻护住了白货香 可那个胳膊上有疤 名字叫鱼儿的天女 立刻说道 别声张 你们跟我过来 跟白货香一对眼 这天女 不像是在骗人 再一看她的夫妻公 我瞬间就知道她是谁了 立刻跟白货香点了点头 跟着她 到了一个多宝格后面 她四下一扫 低声说道 是不是她带你们进来的 她人呢 白货香一愣 我已经反应过来了 你说的 是那个挂着六个铃铛的大汉吧 鱼儿立刻点头 眼里满是热切 你们是她叫来的帮手吧 咱们现在就走 我知道一条小路 还真是大汉的爱人 从夫妻公看出来 她的夫妻公 也是一片胶着 那赤红气 呈现一个甜甜圈的形状 这叫空壁像 代表着 夫妻分离 人们常跟夫妻好合 叫珠连碧合 现在玉碧跟珍珠分开 肯定是两口子分隔两地 急于想见的意思 可我摇摇头 我们是跟她一起来的 不过对不住 我们除了救你之外 还得再找一个人 你认识一个叫蓝如月的吗 这个地方 是个幻境 一切都是 靠着铁蝉仙的仙灵器来维持的 可无庸置疑 这地方的天女 统统都是生魂 鱼儿顿时有些失望 但一想到我们找人 肯定也很胶着 立刻说道 我不大认识 但我来的日子长一点 可以帮你们找找 那就太好了 这地方有向导 找雅巴蓝就方便了 但她说着 犹豫了一下 小心翼翼 她呢 那个大汉 我把情况跟她说了一下 她才点了点头 好 我帮你们找那个蓝如月 你们带我出去 白货香也跟着高兴 说着 鱼儿带着我们 到了一扇窗户下面 先从这里走 我们翘无声息叫走 可这个时候 一只胳膊搭在了我背上 新来的姐妹 这么着急 上哪儿去 这个声音 果然 是那个紫衣天女 妈的 哪儿都有你 鱼儿也皱起了眉头 但立刻说道 两个姐妹是新来的 呆不惯 想出去透透气 那可不行 紫衣天女眼神冷冷的 铁蝉仙都说了 外头有东西 你们这会儿出去 什么意思 给铁蝉仙添乱呀 鱼儿表情更难看了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地方这么多的女人 估计天天都在上演攻斗戏码 这鱼儿和紫衣天女 摆明了就是宿敌 而紫衣天女看向了我 眼神更别提多敌事了 打从刚才开始就这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把她跌推井里了 我跟白货香看电视的时候 到了这种撕逼桥段 怎么也得多开一袋瓜子 可自己卷进去 才感觉小丑竟是我自己 紫衣天女一把拉住了我 打从刚才开始 我就觉得你不大对劲 你来历不明 这样美的脸 我们不会不记得 她的指甲 深深陷了下去 看意思给这个脸 毁容了她就开心了 这地方的事情还没弄清楚 哑巴兰也没找到 谁她娘有功夫 跟你浪费时间 只能破一破 不打女人的力了 她是生魂 我是肉身 控制力道打散了 让她休息休息 可就在这一瞬 白货香忽然上前一步 啪的一下 就打在了她头上 干净利落 毫不手软 紫衣美人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轻飘飘就跌在了一边 简直跟沙晶落地一样清零 而白货香一歪下巴 是个走的表情 眼神别提多灵力了 我和鱼儿回过神来 赶紧出去了 这一出来 是两条很大的回廊 交错纵横 眼角交叉出许多美丽的造型 点睛期描绘出极其华丽的装饰 地上的人 估计很难做出这么精美 又别出心裁的饰样 长脚白露 麒麟锐兽 栩栩如生 宛如仙境 不过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 这地方的建筑有些眼熟 好像来过一样 欲知梦里看到过 想不太起来了 鱼儿偷偷一笑 看着白货香的眼神十分欣赏 算是给我出了一口恶气 原来 那个紫衣天女 对铁蝉仙一往情深 恨不得跟铁蝉仙粘在了一起 可铁蝉仙最讨厌善度的人 他只能装出温良贤德的样子 其实每天都心生极度 这感觉万箭穿心 也挺可怜的 难怪呢 是个多情中子 我预备着 把诚心和他们给拉上来 可以转脸 跟之前想的不一样 这地方 竟然根本就没有窗户 奇怪 里面的景象 怎么跟外面根本不一样 鱼儿告诉我们 这地方的路口窗户 都会变化 全在铁蝉仙的掌控之下 只能等窗户出现 再想法子了 说着 他领着我们 就往一个比较偏的小灰狼走过去了 说是今天 没在酒池附近的天女 可能在小灰射 小灰射 就是 一些犯了过错的天女 我不又担心了起来 雅巴兰这么忙的性格 别是把铁蝉仙 给得罪受了责罚吧 他要受了罪 非得让那个死娘炮双倍奉还 对了 那个铁蝉仙 到底什么来临 我问道 你们又是怎么上这里来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多了解那个铁蝉仙一点 之后也好对付 能救出这么多女人 也是很大的功德 对真龙骨的生长 也有很大的好处 鱼儿叹了口气 来路 跟他告诉你的一样 我们也是独处的时候 听到了仙乐 就到了这里 但来了之后 铁蝉仙都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回家一趟 可这一趟 也只能跟家人相见 无法自救 而那个铁蝉仙 自称是方外仙人 法力无边 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变的 不过 他有两个忌讳 鱼儿说到 一 是他额头上的那个东西 从来就没摘下来过 二 是刚才他提起的那个丹卢 也从不让我们靠近 说 那个是他的命根子 丹卢 我可恨透了他了 鱼儿咬牙切齿 就是因为他一时兴起 奸淫掳掠 害得我们天人相隔 我恨不得杀了他 可一来没有那个本事 二来 杀了他 就更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这种行为 确实跟旧社会的土匪 没什么区别 刚才听说 之前丹卢那也发生过什么事 鱼儿点了点头 他似乎 有一个很厉害的对头 第1698章 炼丹之房 原来 那个铁蝉仙 每天没别的屁事 除了跟天女们饮酒取乐 就是上那个丹卢房里憋着 说丹卢房的东西 关乎他的命 所以 这些天女们 没有敢靠近的 鱼儿听说 之前有一个天女性格好奇 仗着铁蝉仙对他的宠爱 跑到了丹卢房去偷看 结果就再也没回来过 铁蝉仙素来怜香惜玉 口口声声说 这些天女比他的命要紧 可那件事 算是给天女们上了一课 那是个没法触碰的底线 有一天 铁蝉仙心情大好 搂着天女们 开开心心的玩乐 说他的丹卢大有所成 今天就能得到个好结果 要庆祝庆祝 还说 一旦丹卢里的东西成了 会让所有的天女 都跟着沾光 大家正推背 幻展的高兴呢 久没过三巡 那个地方 突然出现了很大的动静 像是什么东西给炸了 铁蝉仙神情大变 推开身边人就过去了 回来之后 表情难看 身上有伤 说是死对头来添乱了 她早晚要杀了那个死对头 天女们虽然平时养尊处优 可看见铁蝉仙那个表情 谁也不敢多问 对头 能跟这个东西为难的 自然也不是擅长 我还真有点好奇 白货香却问道 你们来这里做天女 平时都做什么 乍一看 这些天女过的 都是仙境一样的生活 难怪有些天女托梦回家 都说自己过得很好 鱼儿苦笑 名字是好听 看上去也光鲜 平时除了享乐 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但我知道 我们不是真的天女 不过是供她取了的活物而已 跟续养的牲畜 又能有什么区别 说着 她叹了口气 自然 有些人 其实追求的也就是这个了 就想做养尊处优的金丝雀 可我不一样 我是个人 我要尊严 要自由 有些东西 只有自己给得起 我心里一动 其实 现在这个众生皆苦的年代 很多人都希望找到一个 能帮自己遮风挡雨的城堡 有些门票的价格 就是自由和尊严 有得必有失 是这个世界的法则 所以 有些人醉生梦死 还有些真的对铁蝉仙有了感情 也算求人得人 鱼儿一边走一边说道 他们忘了自己是谁 可我没忘 说着 四下里看了看 指着锦绣回廊最尽头的房子说道 那就是小灰射 刚才她说起 小灰射是观不听话的天女的 这地方比外面 看着还要大 跟着她前过去 小灰射的门 果然是一层灰色 看着跟附近的富丽堂皇 格格不入 上头有一把开口兽头锁 这种锁是 要把自己的手探入手头 开的开 就能进门 开不开 兽头启动 就把你的手给咬下去了 白货香一听 瞬间有些担心 你行吗 我试试 我冲她一笑 真被咬下去 不是有你吗 白货香一下皱起了眉头 没等她拦着 我就把手给伸进去了 每次一开锁 我总得感谢自己 在年少无知的时候 跟古玩店老板学得意 这开口 兽头嘴里有十二颗牙一个舌头 跟密码锁一样 非得找到了正确的排列顺序 我厚薄梗子也有点出汗 弄三次不开 兽头合拢 就开不开了 正在里面摆弄的时候 回廊镜头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像是一阵脚步声 我们几个顿时一愣 铁缠仙 但是声音不对 除了脚步声 还有一种拖形的声音 像是 一个人在拖着什么东西 比如 我皱起眉头 尸体 那声音离着我们越来越近 果然 这一瞬间 铁缠仙的声音响了起来 本仙已经打死一个了 你要是乖乖出来 本仙可以留你一个全尸 真是这个王八蛋 我倒是不怕跟他刚 怕就怕找不到哑巴兰 躲也没地方躲了 于是我也着急起来 一边摆弄兽头锁 一边听着那个脚步声 越来越近 白货香直接挡在了我面前 鱼儿则双手合十 无声地念着 阿弥陀佛 快点 快点 终于 铁缠仙的身影 从回廊里冒出来了一半 与此同时 手底下咔嚓一声 瘦头就合上了 我皱起了眉头 这一下 白货香差点没叫出来 可与此同时 门开了 我立马以最快的速度 把白货香和鱼儿推进去 门重新合拢 与此同时 铁缠仙的脚步 就到了门前 停住了 似乎 也觉得这扇门不对劲 白货香一下更紧张了 可也巧 不远的地方 又是一阵噼里啪啦 极快的脚步声 铁缠仙一丝犹豫都没有 立刻奔着那个方向 就追过去了 白货香立马抓住了我的胳膊 要看我的手 门外露出的光线里 她的大眼睛一片赤红 拽过去一看 手还是好好的 她一下 就愣住了 眼泪这才哗啦啦地躺了下来 伸手就要打我 你刚才是不是故意吓唬我 我连忙摆手 天地良心 那玩意儿 我确实弄不开 白货香一瞪眼 可是 但我能弄坏 白货香一下愣住了 可鱼儿痴的一声就笑出来了 狼情惬意 真让人羡慕 一听这四个字 我们倒是一口同声 我们不是 鱼儿没听明白 可露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那 很快就是了 也不是 我刚要开口 心里猛然一沉 鱼儿身后 有许多黑须须的影子 这才反映过来 这地方极冷 冒着森森的阴气 而那些黑须须的东西 忽然对着我们 就扑过来了 我立马把鱼儿和白货香 拉到了身后 刚要抬手 鱼儿忽然一把拉住了我 先生 这地方 都是可怜人 可怜人 鱼儿说着 已经跑到了一边 点上了一盏灯 我这才看到 这地方密密麻麻 挤满了天女 可他们跟外面那些衣着光鲜 自意享乐的不一样 一个个面容呆滞 跟散了魂魄似的 冲着我们就挤了过来 伸手奔着我们抓 简直 跟纪录片里的难民一样 对了 生魂一旦没有了 阴气和灵气的滋养 甚至会慢慢散开 把他们关在这里 不攻击仙灵气 就跟让他们挨饿一样 他们这个下场 算是杀鸡儆猴 鱼儿吸了口气 这些都是得罪铁蝉仙的天女 白货香看清楚了 就问道 那个铁蝉仙 不是罪怜香西域吗 都是怎么个得罪法 是想逃走的 被他抓回来的 还有激烈反抗他的 那雅巴兰会不会就在这里 我说他怎么不回来 还以为是被这里的天女给迷住 乐不思蜀 现如今看来 难不成 他是被抓住扣在这里了 雅巴兰 我立刻喊道 我来接你了 白货香也跟着我一起找 可这里的天女太多了 还一个个是神志不清的样子 根本没人答应 只是数不清的天女抓住了我们 放我们出去 放我们出去 白货香最恨迫害女性的行为 咬了咬牙 那个铁蝉仙做的事 都不是人能干出来的 拿着女人当什么了 养的家畜 竟然还自称是什么仙 我看 是个魔头才对 鱼儿叹了口气 不过 这还算好的 铁蝉仙最恨别人欺骗她 一旦有人欺骗 就被带出去放风 放风 白货香有些好奇 什么意思 原来 平时铁蝉仙对天女们 虽然关爱被制 有求必应 只要你说得出 就没有她做不到的 看上去 也对每个天女语露均沾 但一旦发现有天女欺骗她 那就是大事了 不管欺骗过她的天女如何要求 她都会把天女带出去 说是放风 其实 也没有再回来过 谁也不知道 那些天女到哪里去了 我却忽然想起来 谁底下那些半透明的女人 来了 难不成 是变成那种东西了 第1699章 接你回家 白货香询问似的 看了我一眼 想知道下一步怎么办 我注意到 这些围拢过来的天女 还算好的 更远的地方 有一些看上去极为暗淡 甚至连挣扎 不挣扎不起来的 她们的身体 简直跟水母一样 几乎是透明的 一碰就要散开似的 我越过了那些天女 到了那个位置 再没有气 这些天女的生魂就消融了 我对着她们 抬起了手来 鱼儿立刻拉住了我的胳膊 几乎是哀求的声音 先生 你不要打散她们 她们家里人 还等着她们回去 为了回家 跟铁蝉仙这样反抗的 一定是因为 家里有比命 还重要的人 我摇摇头 我不是送她们安乐死 其实 燕圣竹里有一种法子 叫 银吃卯粮 说白了 就是牺牲自己的气 能帮助快要散尽的生魂 好比我和对方是两杯水 我把自己的水 分给对方一样 自己会损伤行器 但是他们就能活下来了 这个法子 也是宗家的秘书 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学会的 但偏巧 这个法子跟铜器联芝 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勉强能用 白货香一听 这些即将散尽的生魂还有救 别提多高兴了 但她看向了我 又有些担心 那你怎么办 我没事 我已经把气催动出来 有前任性 这一瞬间 自己的灵气通过铜器联芝 流泻到了面前那些天女身上 一瞬间 他们身上重新有了鲜艳的颜色 巨大的灵气 把后面那些天女都给引来了 瞬间拥挤得跟春运火车战似的 别着急 都有都有 白货香用袖子擦我额头上的汗 眼神有些心疼 你怎么这么实在 省着点用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吗 哪怕不是为了真龙骨 不是为了功德 我也没法眼看着这么多无辜的受害者 魂飞魄散 等把面前这些急需救助的天女就过来 我一下靠在了墙根上 大口呼吸了起来 白货香禁不住又生气 埋怨道 你不是有钱任性吗 放心 地主家总还有点余粮 白货香本来是不高兴 可一听吃的一下又笑了 你就是地主家傻儿子 所以 只有傻子才跟傻子玩啊 不过怕得罪他 这话没敢说 刚要笑 可这个时候 面前哗啦一下 跪倒了一片 多谢救命之恩 尤其鱼儿 看着我的眼神 又是崇敬 又是佩服 我摇摇头 摇头都费力气 这才哪儿到哪儿 离着救命二字 还差得远 不过 白货香低声说道 哑巴兰没在这里 我皱起了眉头 横不能 她已经 你们要找的 是个姓兰的姐妹 两天之前来的是不是 一个几乎消亡 刚缓过来的天女 勉强挣扎起来 说道 我见过她 她帮过我 我顿时高兴了起来 你真见过 他人呢 原来 这个天女也不知道 哑巴兰是怎么得罪了铁蝉仙 当时她情况跟现在一样坏 但是朦朦胧胧 就觉出有人试图救自己 就是小兰 小兰试图帮助这里的天女 可她 没别的法子 不知道在哪里听说 说是炼丹炉那个房间 有东西 能帮助这里的天女 再一回过神 小兰就不见了 那个天女几乎痛哭流体 她是个好人 炼丹炉 这小子 光剩下魂了 也没忘了怜香惜玉 有方向了就好 我缓过气来 听见门口已经安静下来 就把门给打开了 对他们点了点头 藏到了安全的地方去 等我们回去 一起把你们带下去 那些天女一愣 怎么 我看着他们 你们不想走 不是 只是 其中一个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可铁蝉仙的本事 你不知道 放心吧 鱼儿说道 她刚才的本事 你们看见了 她不是一般人 这一下 那些天女的眼睛里 终于燃起了希望 对着我又是一败 我连忙摆了摆手 先收着 真能救了你们再说 说白了 能不能让他们还阳 我也不敢断定 毕竟生魂离体 十二个时辰回不去 魂魄就会散开 情况好 也得成了傻子 但是 哪怕当游魂野鬼 也比在这里魂飞魄散强点 他们立刻答应了下来 送我们到了炼丹炉 一到了那个炼丹炉附近 我就闻到了一股 十分好闻的药香 跟在百度门里 东方长老炼制的那些差不离 可又有些区别 白货香则皱起了眉头 这个味道 你闻出来了 白货香一向严谨 不能确定 看看再说 拐脚一道门 两扇门合拢 是个巨大的葫芦造型 打开 就是两个瓢 香气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那些天女千叮万主 让我们一定小心 贴着耳朵听了听 里面似乎没什么异动 我抽出了斩虚刀 开了锁 触目所及 不由未知一震 这是个极大的厅堂 很像是大型图书馆 炼丹房中间 摆着九个巨大的香炉 正在冉冉冒着紫色的烟气 不过其中一个 已经完全碎裂 躺了一地紫金色 带着金属光泽的液体 那个炸响 就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 不过比起香炉来 后面的更让人震撼 一只高耸延伸到了 天花板的架子上 是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 仙灵器几乎能把人给冲个跟头 白货香的眼睛也亮了起来 麒麟髓 针耳毛 都是一些传说之中的东西 高老师那些野药 跟这里比起来 简直跟夜市摊贩 VS国家博物馆一样 刚才说 雅巴兰要找能救人的东西 是什么 回灵马脑 白货香立刻说道 据说是旺川出产的 十万块石头里 也出不了一块 能让魂魄聚灵 还阳 要是雅巴兰找能救生魂的 应该就是这一种 可这地方实在太大了 也不知道铁蝉仙搜刮了多少个年头 才组成了这么个规模 一眼望不到头 只能细找 想开口喊 可拿不准铁蝉仙会不会在这里 打草惊蛇 伤了雅巴兰就不好了 我们只好顺着架子 一层一层地找 白货香则一直看向了丹炉 似乎在苦思冥想丹炉里 到底熬的是什么药 这地方圣物宝物都极多 所以气是五颜六色 各种斑驳 一下还真不好找 可这个时候 我们就听到了光的一声 像是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 接着 就是一声嘀吼 你好大的胆子 铁蝉仙的声音 我立马奔着那个位置 就窜了过去 越过了仙人谷 水龙须 我就看见铁蝉仙一只手 踢起了一个生魂 喜而美的脸上 一片圣怒 你赶上这个地方来 一看见了那个背影 我瞬间就松了口气 那个纤细却鼻挺的身影 我看了多少天了 一眼就认出来了 雅巴兰 而雅巴兰的脖子 被铁蝉仙死死抓住 身上的生人气 在迅速地往下暗淡 本仙看你美貌 愿意留着你 盯着不断挣扎的雅巴兰 那双邪气的眼睛一沉 你不知好歹 雅巴兰挣脱不开 也没服软 张嘴就想吐铁蝉仙一口 要是我哥知道了 饶不了你 你哥 铁蝉仙哑然失笑 一只手刮向了雅巴兰的脸 你哥要是也有你这种美貌 让他来找本仙 本仙 昏速不济 但是下一秒 铁蝉仙似乎觉察出了什么 吊烧丹凤眼 冲着我所在的方向扫了过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 光的一声 斩虚刀划出了一道荧光 这地方的两排架子 全部轰然倒塌 瓶瓶罐罐汤汤水水 留了一地 我一把接住了雅巴兰 他回过头 眼睛满是不可思议 雅巴兰 哥来接你回家 第1700章 回灵马脑 雅巴兰一下就高兴了起来 可他身上的气 已经暗淡下来了 刚才铁蝉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损伤 白货香已经跑过来了 手里拿了一个盒子 找到了 打开一看 里面是个白色的东西 很像是煮熟了的鸡蛋青 上面缠着一丝一丝的红颜色 仙灵气和阴气都极为盛大 这东西一靠近 雅巴兰身上的暗淡 瞬间重新完满了起来 白货香让他赶紧把回灵马脑含在嘴里 这东西跟定尸丹能保证尸体完整一样 但凡含在了嘴里 就能保证三魂七魄的完整 可雅巴兰抬手推开 我留着 给那些姐姐妹妹用 贾宝玉都没你这么多情 白货香没管 已经塞他嘴里了 管好你自己吧 最多 一会儿你吐出来 雅巴兰一呆 吐出来 那不就 箭接接 你想的还挺多 不过 能把他接到了 我心里是无比的踏实 可我转过脸 就看向了那个铁蝉仙 接到了雅巴兰 就可以大闹一场了 铁蝉仙看向了我 邪气的眼睛 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不过 似乎并不意外 而是喃喃地说道 胸心过境 还真是名不虚传 要我说 是你平日不做亏心事 夜半不怕鬼敲门 自己没抓这么多女人 谁会来找你的麻烦 这是你的报应 他盯着斩虚刀 眼神迷离 这东西 好久不见 还真是上头来的 底下的杂毛 认不出这种高端的东西 而他抬起眼睛 邪气的眼睛 照出了 我现在的脸来 你到底是谁 跟白萧香 什么关系 本仙不记得 他有孩子 还敢提萧香 萧香的名字 从你嘴里吐出来 都是一种折辱 我冲他一笑 我是你爹 铁蝉仙的脸色一变 单缝眼沉下来 也好 自古以来 每人跟好马一样 得驾驭 话音未落 一鼓子破风声 奔着我脑袋就砸过来了 我一下护住了 哑巴兰和白货香 斩虚刀 对着那骨子气就劈了过去 那骨子气 被斩虚刀硬生生 劈成两段 分别往左右炸开 四面的架子 哗啦啦到了一片 空气里一股子浓郁的药味 白货香一回头 就倒抽了一口冷气 那些药材都极为珍贵 他心疼 他都心疼 更别说铁蝉仙了 只觉得面前一阵风起 我立刻把白货香 和哑巴兰推远 找个安全的地方 躲 这一阵破风声 几乎是贴着我的身体过去的 我反应很快 躲过去了 但这个时候 就绝出了一阵力不从心来 刚才把气氛 给了快要魂飞魄散的天女 虽然立刻调息了 但还没有恢复到平时的状态 果然 勉强才躲过去 就绝出胳膊上一阵发冷 一转脸 就看出来了 妈的 我左胳膊的袖子 破出了一个大洞 冒出了一股子青紫色的烟气 那个胃斗 极为刺鼻 这个青紫色 我想起来了 脑袋就一阵发吗 剧毒 白货香的声音 也立刻从后面的格子那 响了起来 李北斗 小心 别让它碰到你 看来 我猜对了 一阵剧痛 猛然就在胳膊上炸开了 一转脸 我呼吸一致 那一片皮肤 先是缓缓起了一个水泡 接着 逐渐扩大 鼓胀了起来 那感觉 剧痛弯心 好像被腐蚀了一样 美人 你放心 只要你以后听本仙的话 本仙保准 给你治好了 还跟以前一样 那邪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本仙舍不得 让你的美貌 有一点损伤 可他话没说完 斩虚刀已经悬出了一道满月式的荧光 对着它就劈过去了 这一下 我用上了全部的力气 斩虚刀带着九尾狐的邪气 一下对着 他就劈了下来 他眼神一骇 是想躲 可他躲不开 斩虚刀结结实实地消在了他身上 这就齐活了 斩虚刀连神都能涂 更别说你了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扑的一声 斩虚刀是劈开了什么 但这个质感 不像是骨肉 绵软 吹弹可破 像是含着液体的泡泡 擦的一声 一股子东西奔着我就见过来了 我遮过身子 单手撑地躲开 啪的一下 就看见刚才自己站着的位置 被一股子粘液溅满 而那股子粘液 咕嘟咕嘟冒泡 竟然直接把地面烧出了一个大洞 我见过毒 阿丑那的东西 都不是擅茶 可跟眼前这粘液一比 简直是小物件大窝 抬起眼 就看见铁蝉仙的一只手臂伤了 可手臂飞快地复原 他身体里流淌的是硫酸还是怎么着 难怪 刚才那些天女说 我还不知道她的本事 白货香大声说道 李北斗 跑 李北斗 铁蝉仙似乎在回味什么 这名字起得很好 我要是跑了 那大家全走不成 更别说 我大声说道 你带着哑巴兰去找成狗他们 我马上就到 白货香自然不肯 我不 听话 白货香似乎被这两个字震住了 半晌 他大声说道 那 你快点 接着 就是他带着哑巴拦出去的脚步声 铁蝉仙遮过身子 还想追 可斩虚刀 已经逼到了他身边 他猛然回头 挑起了眉头 你还能动 其实 接近动不了了 那种毒性 从胳膊简直一路 蔓延到了五脏六腑 我跑 也跑不快 既然跑不快 那也就不跑了 那骨子青紫色的毒气 几乎把身体给笼罩了起来 我耳鸣 眼前一阵发白 可我还是站得稳稳当当 铁蝉仙盯着我的眼神 更感兴趣了 白萧香的长相 九尾狐的妖气 斩虚刀 你很有意思 承让 斩虚刀在手里 已经越来越沉重了 果然还是被分出去的刑器给影响了 铁蝉仙闲听信不一样 就冲着我夺过来了 你的本事 对付底下的杂碎 是够了 可你不知道 本仙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从哪里来的 关我屁事 我表面不动声色 一只手早抓了一块 不知道哪里落下来的碎石头 就在铁蝉仙要靠近的时候 我手一甩 那个石头带着九尾狐的妖气 就奔着一个大香炉过去了 铁蝉仙一愣 回过身 立刻奔着香炉过去了 我没忘 这是他的命根子 接着 斩虚刀奔着他后背就砍了下去 这一下 就更结舌了 但没想到 这一下虽然也结结实实砍中 但是他的身体 几乎跟山精一样 重新合拢在了一起 砍不死 铁蝉仙已经截住了 砸向了丹炉的石头 冷冷一笑 美人的脾气 果然都不小 我一愣 这一瞬 我身后就想起了一个声音 这东西 没那么容易砍死 我告诉你个法子 我后心顿时一麻 悄无声息出现在我身边 却没被我发觉 是谁